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也太慢了 难怪李盛敬当时说李毅刚愎自用 设计了一条不可行的路线 真要走这条路线移民 恐怕最终能完成200万移民任务 也就是最大潜力了 现在李毅不想让李盛东他们回黄海和联军作战 因为就算他们参战也改变不了海军的劣势局面 黄海现在就交给崔秀去打游击吧 运蒙古人到日本要更为重要 李毅并不认为林丹寒会选择鱼死网破 或者出逃做流亡政府 林丹寒是很有远见的人 他会明白开荒团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 与其苟延残喘 不如远走日本 开发一块新天地给子孙后代 而李毅内心也有一分憧憬 敢挑战开荒团的日本人 你们准备好迎接蒙古铁骑了吗 当关东平原上出现大股蒙古骑兵时 不知德川秀中会不会惊喜地晕过去呢 何宗燕并没想这么远 他问李毅 你真打算让蒙古这样的异族也富裕起来 蒙古草原上不会再有什么蒙古国 也没有蒙古人 他们都是我们中华百姓 以后都是中国人 李毅想的是未来蒙古铁骑登陆日本 德川秀中会非常痛苦 他并不知道 德川秀中现在就已经很苦了 他现在已经搞明白了 登陆对马岛的部队正是开荒团的第五军 第五军原来是安南部队 礼意改编的蒲从军 不是开荒团的正规军 起码很多战士并没转正为开荒团一员 自古以来 有谁听说过蒲从军有超强战斗力的 如果有超强战斗力 怎么可能会做了俘虏呢 可就是这支蒲从军 仅凭登陆的几千人就打残了德川秀中 驻派对马岛的陆海军 两军的指挥系统 造成陆海两军数千人伤亡 海军主力战舰折损过半 对马岛的军队是打算进攻开荒团的 现在好了 开荒团正规影子都没见到 被支蒲从军给打得落花流水 路上作战不力他还能接受 让他格外痛苦的是海军的巨大损失 有海军被陆军歼灭的先例吗 你辅导正泽也算是创了记录了 德川秀中摔了一只花瓶 辅导正泽这老东西 居然如此狡猾 选择自杀了 德川秀中是恨不得 能把辅导正泽临迟处死 才能解去凶中恶气 前景江站在屋外的暗处 他知道德川秀中需要发泄 在那些文成武将面前 德川秀中不得不装出 镇定自若的样子 可前景江知道 他的丈夫很惶恐不安了 没人能去安慰他 他的丈夫不能被任何人看到自己软弱的样子 等到德川秀中做回案前的时候 前景江这才走进去 慢慢收拾那破碎的瓷片 德川秀中温言道 阿将 阿将 辛苦你了 前景江道 生死间有大恐怖 夫君静心 许多事情急也无用 德川秀中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 他缓缓道 阿将 我只是怀疑 我们这次出兵挑衅开荒团 是不是错了 开弓没有回头见 胜败兵家尝试 一次失利说明不了什么 德川秀中 双拳紧握 眼中露出巨异 你不知道 打败对马岛海陆军的 根本不是开荒团的主力 只是一只蒲从军 一只蒲从军的先锋团 一向从容的前景江 也不能保持从容了 他经问道 不会弄错了吧 一个蒲从军的先锋团 就能打到我们两个师的陆军 焦头烂额 德川秀中 面色猙獰 咬牙切齿 我也希望这是场噩梦 可事实如此 我真想知道 这个军队的指挥官 是什么样的人物 敌人肯定有出色的指挥官 您把对马岛的指挥权 给足利重光合适吗 这个人永则永矣 但是义勇之夫 怕是还要出问题 陆军其他军官 都被惊破了胆 只有足利重光 应该还有斗志 暂时 也只能用他了 希望他能给我们一个惊喜 足利重光 给不了德川秀中惊喜 只能给德川秀中 一个惊吓了 他正在筹划追击郑之龙 郑之龙 作为前线指挥官 正好整以侠的 做靠贼一棵松树下休息 他的脑袋 胳膊上 都缠了绷带 衣服上到处是暗色血迹 也不知道是他自己的 还是敌人的 一场夜战 他身先士卒 打得很是痛快 虽有两处受伤 也都是轻伤 郑之龙毫不在意 现在郑之龙的部队 从港口撤退到山梁上 停住了休息 这座横跟上岛的山梁 海拔只有几十米高 但是相当陡峭 只有倾斜入海这带 才平坦一些 这可是个好地形啊 郑之龙决定就利用这里 构筑一条防线 拖延敌人进攻的脚步 这是天已见谅了 郑之龙把自己的作战方案 派人禀报李友进 并请求派民工来修筑公事 黄浦军校教授的防御战 特别讲究修工事 古代城墙 当然是最给力的工事了 而野战时 临时修建工事 就有学问了 港口站检员后 郑之龙还有1200名展民 这些人他可舍不得 再去干修工事的体力活了 抓紧时间休息 才有力气继续打硬仗 早晨七点左右 200名士兵押送来4000多名 带着工具的撞牢力 在郑之龙指挥下 开始修建两道工事 一道在山坡上 一道在山梁上 两道工事 间距两百多米 占了这面斜坡 一半的距离 第一道工事 正是从敌人开始爬山 就能迎头痛击的所在 第一道工事 如果被攻破 就退守山梁 石墙都是捡来的石头雷起的 虽然简陋 但是防火枪弓箭已经绰绰有余了 日本兵知道开荒团在山梁上修筑攻势 也都知道自己的兵力占了绝对优势 可却没有出兵进攻 人无头不走 陆军和海军司令官伤得伤死得死 现在日本兵就是一团散沙了 终于性格急躁的足力崇光 忍不住了 他决定带自己的团 趁敌人立足未稳 夺取这道防线 他的团在港口战中被打散了 伤亡数百人 他决意报复 于是没有坐等幕府命令 自行出兵了 足力崇光知道敌方凶悍 他很是谨慎 派了有铠甲的士兵持重盾在前 缓缓推进到山脚 向上仔细观望 对马岛上岛的这道山梁 除了靠海这段坡度叫缓 其他几处都是悬崖绝壁 很难攀登 海边的山都类似礁石 几米高镜面一样 光滑处立 一点也不稀奇 敌人就是看中了这一点 才在这里设防 大队士兵绕过这防守石墙 去攀爬别处 根本就不能考虑 敌人就在这段缓坡上 设下防线 歪歪斜斜 就这山石 修了两道简陋的石墙 这一人高的石墙 当然不需要什么工程器械了 可是 就是这一道石墙 居高临下 防守一方 优势就变得巨大了 哪怕就是丢石头 这威力 也能威胁到进攻的战士 这里离黑鱼港二十多里 离神木港 十来里 等于就是堵在他们家门口 这样地势险要的地方 当初为什么没有派兵助手呢 怎么就放任敌人 随意来去 大的方方修筑起防线了 足力崇光 有些愤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27 第十卷 第七十四章 仇人见面 阮成勇自高奋勇 防守低到十强 见足力崇光 在山下犹豫不决 他忍不住了 跳上十强大骂 那谁 你不是前晚上 和我鄙视那小子吗 有能耐你上来 再和我大战三百回合 你他妈不敢上来 你就是龟孙子 阮成勇并不知道 人家日本人 崇拜乌龟 每个人都恨不得 当龟孙子呢 他这骂法根本是无效的 可见阮成勇 那副欠揍的样子 化成灰 足力崇光也认得 一煞那间 他热血上头 再也不犹豫 大喊了一声 冲上去 把那兔崽子 千刀万剐 这阮成勇可太坑人了 和他拼了半天的刀 不光是牵制住自己 也吸引了陆军海军 绝大多数人围观 最后才让敌人有机可乘的 就算把阮成勇千刀万剐 也解不了 足力崇光的心头之恨 头两排中盾兵 开始前进 后方是掩护中盾兵的 长枪兵 再接下来 是五百弓箭手 和火枪兵 炮火是没有的 足力崇光 主要是来观察试探 并没打算拼命 火炮那么沉重 当然就没推过来 谁知道阮成勇在这里 这真是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足力崇光就失了理智了 一门心思 想砍下阮成勇的脑袋 这才直接发动了进攻 当那第一支弓箭射过来的时候 阮成勇已经敏捷地跳下去 躲了起来 有仗打才有战功力啊 眼睁睁看着山下敌人不向上冲 就得想办法让他们冲上来 还好自己发现了亲密战友 足力崇光 阮成勇也恨足力崇光 当时压着自己打 让他受到了侮辱 更知道足力崇光 十倍百倍地恨自己 果然自己撩拨几句 就让足力崇光冲了上来 阮成勇很是得意自己的激将法 像跑来观察的云天林道 云长你看看 兄弟我凭三寸不烂之蛇 就说动了敌方百万大军进攻 是不是很厉害 就凭我这几句话 那就得立个功吧 对了 那几句话得记下来 下回还能继续用呢 云天林邓脸恬不支持的阮成勇 你少这么放屁 就你那话 人日本鬼子根本听不懂 那就是发现你是个欠揍的 才冲上来的 下回有让鬼子进攻的办法了 就是把你推出去 出去可以啊 那也得安全呢 危险的时候安不去啊 你不是英勇吗 不出去 咱把你绑起来扔出去 转成勇文言马上顺着石墙就溜了 他可不放心云天林啊 云天林就是个疯子 能夜袭日本军大本营的疯子 说不定还真能干出这事来 离石墙一百米的时候 足利崇光命令弓箭手停下 开始向石墙后的敌人抛射压制 其余兵种继续前进 阮成勇在石墙后奔来奔去 快活的像个猴子 不停的喊着 兄弟们 打枪的不要 把他们放尽了 用石头砸 狗子你躲个屁啊 这乱射的剑还能碰到你啊 还真差点射到你 能射到你也是你短命 给我站直路 别趴下 准备好石头啊 砸他奶奶的 独军队 独军队 你别闲着了 赶紧拿笔准备纪战功啊 今天这都给咱送人头 你们可别落得咱们的人头功啊 独军队的人也在骂 咱们怎么纪用不着你这手画脚的 你干了好自己的活 阮成勇真的有些兴奋过头了 这居高临下 还有十枪掩护 战功可太好得了 所有人都能看出这里的门道 都和郑之龙争夺防守这道防线 最终还是阮成勇 凭借在港口吸引敌人注意的功劳 获得了这个美差 阮成勇觉得 娇妻美妾在想他招手 是不是这美妾里 能再弄几个大洋马呢 反正以后大爷奖金多多 不差钱啊 云天林就见阮成勇两眼放光 嘴角流钱 有点变傻子的迹象 不禁骂道 阮成勇 你发什么神经呢 该命令打了 不等阮成勇下令 日本人的火枪手已经开枪了 他们离石墙只有四十多米 已经进入了射击的最佳距离 日本人借助硝烟掩护 一窝蜂地冲上来 阮成勇现在特别兴奋 他大喊大叫 砸 砸 砸 身有大石头砸 手中弹 准备了 防守第一线的约有三百多名战士 还有两百个身强力壮的土著 让土著轮流上前扔石头 这是郑之龙的主意 现在不需要这些人抛头颅洒热血 但是必须锻炼他们的胆量 他担心第五军的后援耽误了 只凭借他们六千人 那可不行 必须得充分利用这两三万土著 不用白不用啊 眼看剩下几十米 石墙上被弓箭和火枪压制的没人露头了 足力冲光狂喜 一鼓作气占领这道山岭 那是手工一箭啊 可就在此时 无数石块从墙后飞出 这些民工躲在石墙后 也不敢露头 石头都是胡乱丢出的 能直接砸到人的概率微乎其微 可这些石头沿着山坡滚动 重力加速度下会越滚越快 后续伤害那就大了 正常人 别说伤到一只脚 就算只伤到半只脚掌 或者砸烂两个脚趾头 也会让人失去行动力 军人也不是超人啊 头两排的盾兵 把大盾束在地上 用肩膀抵住 准备硬扛这波石头攻击 可就在这个时候 无数手标弹飞出 这才是第五军的镇山法宝 足力崇光的部队冲得太猛 离石墙已经只有二十来米了 两排盾兵所在的位置 正是手标弹能发挥最大威力的地方 一波弹雨 盾兵防线 顿石就垮了 那些没有人拦截的石头 就欢快地滚滚而下 冲进人群 弹雨石雨 一下把日军给砸蒙了 火光硝烟中 根本就分不清东西南北 阮成龙跳脚狂寒 扔石头 敲大个儿的 给我狠狠砸 不得不说 阮成龙此时还是相当冷静的 观察很仔细 这一轮手榴弹 近处死的死伤的伤 再远处 已经不是手榴弹能够够到了 虽然手榴弹也能滚动 但却滚不了几步就炸了 远不如石头的伤害大 这一个大缓坡 民工已经把杂草树木全都放倒 就是乱石 能搬动的也都搬上来 累了石墙了 石头滚下去 几乎是畅通无阻 不撞到人就很难减速 而现在山坡上山坡下 最不缺的就是人了 足利重光眼见得轰隆隆滚下的大小石头 惊得大吼 撤 快撤 他自己身先士卒 带头就跑 这也不能怪足利重光 靠肉身抵挡石头 足利重光的武功还没练到那个境界 按他的设想 是用盾兵扛住石头 弓箭火枪的攻击 给后续部队开拓作战空间 哪曾想到才一个照面 这盾兵就全被爆销了呢 两百多名土著 见山坡上只剩下伤兵了 都欢呼地爬上石墙 冲了出去 阮成勇看傻了 这是逃走了 不像啊 在我们枪口下逃走 还不顾老婆孩子当人质 这些土著不会那么没人性吧 更何况这逃跑 也不会边欢呼边逃跑啊 紧接着 这些人的行动 就颠覆了阮成勇的认知 这岛上的土著 太勇敢了 这些人抡着搞头铁锹 开始围忧那些伤兵 砸倒一个 就留下一个人 剩下的 再去砸下一个 阮成勇很是感动 军民团结 雨水情啊 这才几天啊 看看咱们和土著感情处的 这都反隔一击 开始帮咱们作战了 咱也不能闲着 赶紧命令战士们 也冲出去 打扫战场 这时阮成勇却发现 这些土著 对自己的战士却充满敌意 这是怎么回事啊 阮成勇请教云天林 云天林笑道 嗨 这是正参谋发布的命令 这些土著 每打死一个日本兵 就赏二两银子 这个地方的工资很低 他们干一个月的苦力 也未必能赚到一两银子 更别说攒下二两了 你说这些土著 能不疯吗 富贵险中求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七百二十八 第十卷 第七十五章 火炮发威 阮成永道 我靠 感情他们发疯是钱闹的 我还以为我们对他们友好 把他们感动了呢 云天林道 好个屁 咱们来就是抓他们干活的 还把他们父母子女当人质 你管这叫好啊 不过 他们也没把自己当日本人 这个地方争来争去 这些土著 有奶就是娘 给钱就干活 你看 这银子 动力足吧 哎呀 这些人都敢杀人了 胆子也太大了吧 在这个岛上 日本和朝鲜就没停过打仗 就算他们不打 那些商人也经常动刀子 当地百姓就算没杀过人 看杀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民风彪悍呢 阮成永有些不满 这多彪悍也不能跟咱们抢战功啊 他们把人都杀了 咱们这人头功不是没了 云天林瞪眼 你的战功政治部那些都军队 不是都已经记下了吗 还磨叽什么呀 那我也觉得 给他们银子有点多了 这不哄抬物价吗 说你脑袋缺根弦 你还不服气了 这叫千金士马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他们赚到钱 其他人就都有样学样 这岛上有三万多日本鬼子 咱们真用七万两银子 就把他们的命都买了 军长得乐死 银子的力量无穷 你等着看吧 他们得了钱 回去一宣传 那些土著保证战斗热情就上来了 你可知道 这儿有两三万土著呢 那几百伤兵很快就被清理 这些土著也很狡猾 每人得了人头功 立刻要求见郑之龙 看看是不是真的能换到银子 郑之龙兑现前言 果然每个人都发了二两银子 立刻是欢声一片 七八名受伤的土著也顾不得疼了 开始没飞色舞 说起他们这二两银子 赚得有多容易 所以这第二波驻镇的土著人选 那就得竞争上岗了 可惜很快 这些人就都失望了 一直等到天黑 远处的日本兵 也都没再进攻了 郑之龙打发所有土著 回黑鱼镇去 夜色中 郑之龙召集连击以上军官开会 首先检讨作战得失 阮成勇第一个发言 郑财母 那些土著好几千人 咋就让他们走了呢 郑之龙道 这些人回去做宣传 比咱动员一万遍都管用 咱们逼着他们帮助我们作战 不是上策 让他们主动帮我们作战 才最理想 再说 石墙我们都得放弃 还让他们留在这干什么 阮成勇疑问道 这挺好的石墙 咋就放弃了呢 足利崇光吃了这次亏 肯定回去调炮兵过来 他们也占炮多的是 就咱们这点迫击炮 能压制得住他们 再待在石墙那就是找死 就是咱山顶这攻势 也不能躲在后面 咱们要躲在后山坡上 大家自己动手 建反斜面攻势 那万一日本兵既吃不既打 重新傻乎乎的又进攻呢 日本兵能长你那样的脑子吗 你看看他们伤兵都不要了 那是好几百人呢 退得又那么远 明显是不会再犯傻一回了 再说 他们真在犯傻 大不了咱们再跑下去防守不成了 你别坐着去 听云英长布置下一步作战方案 云天林咳嗽一声 见大家集中注意力 这才说到 那个我和郑才某琢磨了一下 下一步啊 估计敌人的炮兵 就会大批出动了 咱们的作战目标 就是打一个反击 争取摧毁那些野战炮 咱们多干掉一些野战炮 咱们的黑鱼阵 就能安稳许多了 足力重光很是沮丧 这次进攻一无所获不说 还伤亡了七百多官兵 那些石头 可比守城的雷石 要更可怕 毕竟从城墙上丢下的石头 杀伤范围是有限的 而这些石头 没有棱角 就会滚动几百米 势不可当 常常是撞倒几人 都还停不下来 自己真的太大意了 不能再这么进攻了 自己的火枪和弓箭 比不上石头的威力 他们来自匆忙 也没有携带笨重的火炮 真是吃了大亏了 看来想靠士兵勇敢 尽身搏命 并不现实 在山坡上 速度比平地慢多了 足力重光留下士兵 就地监视 务必不能再让这些人 搞偷袭得逞 自己回到军营 游说几名相熟的团长 一同出兵 这些团长都有些犹豫 没接到上级军领 私自出兵是犯错误的行为 可不出兵 将来很有可能 被扣上一顶待战的帽子 有足力重光打头阵 出些炮兵助阵 再出些兵保护炮兵 这还是可行的 最后足力重光 纠结了四个团 四十多门火炮 一千五百名护炮队 重新返回山脚 第二天清晨 业务还没散尽呢 足力重光已经忍不住了 他命令火炮 开始轰击山腰 和山顶敌人阵地 此刻就看出 郑之龙和云天灵的 先见之名了 郑之龙和云天灵 都是黄浦军校出身的 学习过战场上各种应变 没有进过军校的军官 只能靠自己在实战中 慢慢地摸索总结经验 许多军事天才 都倒在了摸索学习的路上 这俩人料定日本人 肯定会吊炮兵前来进攻 提前做好了防范 完全避免了无谓的损失 转成勇在山坡背面的坑道里 对郑之龙和云天灵 二人的阴明神武 佩服得五体投地 云天灵没什么得色 告诉阮成勇 这就是军校课上教的东西 你们团长也学过 阮成勇激动道 你看我也不笨 我还勇敢呢 我能不能也去学校学习学习 云天灵道 你勇敢是真的 你笨不笨 我还真不好说你 不过吧 你可以跟团长申请 以后应该有机会 这让阮成勇 又多了一番憧憬 做警卫就是靠身手好 可是干一辈子的警卫工作 这就有点没出息了 想要有番作为 必须得有指挥才能 而这指挥才能 是可以学来的 他理有进行 郑之龙行 云天灵行 凭啥我阮成勇就不行呢 这仗可得好好打 这些日本人弄了这么多炮来 这要一锅端了 功劳就大了 有了这个功劳 是不是自己也能尽 军校尽修呢 阮成勇孤默 这仗打下来 自己肯定是奖金丰厚了 从今以后 自己也是丰衣足食 有能力讨几个老婆的人了 人说成家立业 成家没问题 这事业也必须得有 新的人生追求才对 阮成勇暗下决心 这仗之后 就向团长申请 我也去黄埔军校学习去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李有进常说的话呀 我得张家兴了 李有进能当将军 我也能当将军 阮成勇现在 开始佩服李有进团长 你看人家那脑子撒长的 早早就向开荒团表明忠心 本来也姓软的 居然是跟着开荒团 把姓也改了 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与时俱进 把姓给改一下呢 这个软姓 不怎么好啊 一看就知道是原本安南的 影响升官啊 将来自己孩子 也会抬不起头来 老祖宗给我什么了 狗屁没给 就给我这么一个影响升官的姓了 去他娘弟吧 我也改姓了 上海就有一大佬 叫李胜勇 我这名字和他相连啊 说不定还能凭这个 沾上不少光呢 软成勇和李友静是不一样的 李友静的智商情商 要比这些安南人 要高出一截 他改姓 除了让安南人唾弃 并没多大反响 软成勇后来改姓 影响就大了 这家伙脑子简单 一张大嘴又好说 上窜下跳 大说改姓的好处 这导致最后低团 有些上进心的人 名字原来带有些安南色彩 什么软啊 梨啊这些姓氏 几乎全都改成中原姓氏了 而这股改姓风潮 很快也蔓延到整个第五军 李胜水感觉 这些人认祖归宗也没什么不好 反正软友静改成李友静 大师兄都答应 其他人也就一律照准了 终于到后来有一天 李懿视察第五军的时候 看着花名册 就愣住了 这还是安南改编的部队吗 这名字 怎么一点安南特色都没有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29 第十卷 第76章 中了埋伏 日本兵的炮火 正在猛烈的轰击山上攻势 万历末年 日本不仅在窝刀这些冷兵器制造的技术上 领先大名 就是在火炮火枪等热武器开发使用上 也是全面领先大名 日本的火枪火炮 本来就发展的不错 这两年被开荒团刺激 让日本也起了低防的心思 更是加紧了火枪火炮生产和采购 荷兰成了日本最大的军火贸易伙伴 德川幕府效仿开荒团和西方进行军制改革 一个团野战炮也达到了20门左右 当然 这些火炮也有笨重的缺点 一动不变 不然足力重光之前也不会吃哑巴亏了 足力重光把40多门火炮列在山下 开始轰击郑之龙的两道防线 一时间炮火连天 惊天动地 临时堆垒的石墙根本就不结实 两道防线很快就土崩瓦解 足力重光大喜 这真是谭笑间强弩灰飞烟灭呀 早知这么容易 直接就该推火炮过来 何必用人命试探呢 现在趁热打铁 开始打扫战场 消灭残敌吧 足力重光下令 全军冲锋 现在望远镜 在日本那还是稀罕玩意儿 没有普及到团级 足力重光离得远了 根本看不清敌方损失 只以为敌人都躲在石墙后面 石墙现在七零八落 躲在其后的敌人 又能好到哪儿去呢 急于复仇的足力重光 也懒得进行试探性攻击了 所有士兵一窝蜂向山上冲去 阮成勇抓着郑之龙的手 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这要是一只自己 所有人躲在石墙下 这亏就吃大了 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啊 看看人家郑之龙 比自己年纪还小 这黄埔军校可太神奇了 这都怎么教的呀 阮成勇摇着郑之龙的手 兄弟 不不不 大哥 不不 大爷 我知道你在团长那儿有面子 在黄埔军校也有路子 你可得照顾我 你帮我圆梦啊 郑之龙道 啊 放心 我知道你想弄个大洋马做小剑 我肯定帮你弄个洋牛 给你圆梦啊 不是 哎呦 大爷 不是这个 男子汉大丈夫何患无期啊 我想独军校啊 您和团长是把兄弟 我求您给我多美颜几句吧 我回去以后 我也改成你的姓 我叫郑成勇 你死了 我给你出一十五上香 郑之龙一脚把阮成勇踹了个裂前 管你的吧 老子比你还小几岁 正想建功立业呢 你咒我死啊 你他娘的敢姓郑 我要让你上军校就随你姓 阮成勇这才发觉说错了话 赶紧道歉 郑大爷 我不是这意思呀 郑居龙骂道 喂 再叫我大爷 我跟你急啊 我长得有那么老吗 少磨叽 准备打仗 挡好了 我回去跟你琢磨这事 阮成勇文言大喜 好嘞 你看我把那日本团长给砍了 砍个屁 你他娘的根本不是人家对手 我早看出来了 用枪用手榴弹 记住没 傻乎乎的拼什么斗 阮成勇连连点头 你放心吧 日本人不放炮了 这是打算冲锋了 警卫员的行 咱们路连的机会到了 一会儿跟老子杀过去 把这些人都砍了 把他们炮炸了 郑居龙赶紧拉他 别急 听我号令 把敌人封禁了他 近的用手榴弹炸 远的用迫击炮炸 咱迫击炮不发威 他们还以为就自己有炮呢 郑居龙虽然没有野战炮 可是有四十门迫击炮 如今都从后坡攻势中搬出来 摆在山顶 准备射击 两军队类 日本人的野战炮 肯定是要完胜迫击炮的 所以郑之龙 也不敢早早就拿出 这压箱底的宝贝 只有等日本人开始冲锋了 炮火害怕误伤自己人停下来了 他这才敢搬出迫击炮来 两千多日本兵 嚎叫着冲锋上来 日本军队下层军官 都是武士出身 部队的勇敢和旺盛斗志 要远超一般的国家 现在其他几个团 派来保护炮兵的队伍 都成拉拉队了 在后面嗷嗷乱叫 给那些冲锋的日本人加油助威 这让那些日本兵更加疯狂了 这整个山坡 也不过就是五百多米的山路 用不着节省体力 每个日本人都在奋力地狂奔着 足利崇光跟在队伍后面 冲到半山坡的时候 他心里就咯噔一下 这第一道石墙处 根本就没有血肉横飞的场面 甚至连一个伤兵都没有 坏了 人呢 是敌人吓跑了 还是躲起来打算埋伏自己 足利崇光想下令部队停下 可是这个时候 箭在弦上 就算停下 也依旧被敌方的火力覆盖 更何况 仙头部队已经接近山顶了 足利崇光只好暗暗祈求 天照大神和诸天的菩萨保佑 保佑自己可别种埋伏 但是怕什么来什么 山顶突然降下冰雹般的手楼弹 足利崇光看着那黑压压的一片手楼弹飞起 心是如坠冰枯 完了 中计了 如此密集的弹雨 说明敌人根本没受什么损失 是继续冲锋还是撤退呢 足利崇光有些犹豫 一步之遥啊 冲锋肯定是第一选择 但是开荒团的手榴弹 接连几次作战 都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 这玩意儿 它就是一颗小炮弹呢 每个人都变成一门小火炮了 这仗怎么打 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的手榴弹用光了 可是也不知道他们带了多少 也没见用光的意思呀 没等足利崇光想明白 开荒团的迫击炮也想了 迫击炮轰击的是半山腰以下 这东西比手榴弹威力大多了 宿舍比普通火炮也快太多了 这个时代的发烟火药 除了爆炸威力 硝烟也是带附加伤害的 不仅能呛得人喘不上气来 而且还能遮蔽视线 这可苦了冲锋的日军了 虽然在山坡上 凭感觉能知道上下 可是日本兵已经被 突如其来的袭击给打蒙了 有向上冲的 有向下逃的 万一被倒地士兵或者石头半倒 那就得忍受践踏的风险 足利崇光运气好 没被炸倒 但他被半倒在地了 还被踩了几脚 亏得足利崇光身手敏捷 力气够大 一把掀翻踩在身上的士兵 很快爬了起来 不然足利崇光 就会成为日本第一个 被人踩死的团长 在这个时候 他那宝刀也丢了 帽子也丢了 鞋也丢了一只 足利崇光知道势不可为 嘴中狂喊 撤退 快撤退 也不知道有几人能听到 足利崇光 被裹挟在队伍中 磕磕绊绊想山下跑 他感觉自己真是太窝囊了 在日本打仗这么久 胜多败少 为什么和这开荒团交手 每次都是被碾压的结果呢 这碾压不仅是火力上的 还有指挥上的 足利崇光想不明白 其实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很简单 黄埔军校培养的军官 直接采用的是成熟的热武器作战模式 而不论日本人还是欧洲人 就算武器已经有冷兵器 过渡到火枪火炮 可是指挥层面依旧停留在 列阵对决的冷兵器时代 这需要在血与火的教训中 慢慢转变 不交学费怎么行呢 这也就是所谓的在战斗中成长了 不过这学费昂贵 需要许多士兵的生命 现在郑之龙亲自带队进攻 只留下云天灵带了一个连 作为预备队 黄埔军校在进攻课上 特别强调了预备队的重要 在这个时代 让崩溃的敌人在某个点站住脚 常常能以一个点做核心 稳固住一条防线 这预备队必须好刚用在刀刃上 随时把潜在的反击力量 给消灭了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30 第十卷 第77章 战场隐怪 郑之龙对云天灵是很放心的 云天灵是他的学长 论资历要比郑之龙还高 直接外派到第五军做得营长 而郑之龙不过是因缘巧合 以团参谋的身份 做到了指挥的位置 郑之龙的情商过人 绝不拖打 坚持要自己带兵出击 由云天灵居后侧影 这不仅是全了云天灵的脸面 而且他放心云天灵的眼力 郑之龙率领一千余人 追之日本兵 疯狂进攻 阮成勇带着警卫连 争到了先锋的位置 他拼命冲杀 一心想要追上足利崇光 要报仇血恨 郑之龙和云天灵两人 都是百思不得其解 港口内战 足利崇光被阮成勇给牵制住 一物军机 这不应该是足利崇光 找阮成勇报仇吗 怎么变成了阮成勇 愤愤然追着足利崇光呢 这脑子里都是肌肉的人 思想真是与众不同啊 他们哪里知道 阮成勇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这足利崇光不仅是武林高手 还是一团之长 如果能将他抓住 那功劳就大了 现在各连都在抢军功 每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 已经有了军功的人 那就得靠边站了 这怎么着 也不能自己总吃肉 其他人总喝汤吧 于是阮成勇就有了借口 又摆出苦大仇深的样子 来博取同情 自然是得到加分了 阮成勇琢磨 自己现在求上进 正奔黄埔军校努力了 军功不多攒点能行吗 阮成勇带的警卫帘 几乎各个武艺高强 每人手里都是一把锋利窝刀 挡者披靡 现在当然没有人用火枪了 那么慢的装填速度 放一枪人家早跑远了 还是用刀来得犀利 凡是有军队反抗的 就是噼里啪啦丢去一堆的手楼弹 日本兵现在只有气喘吁吁 和他们比赛跑步了 足力冲光双眼冲斜 伸一脚浅一脚狼狈地跑着 嘴唇也跌破了 他现在已经知道 和自己作战的是开荒团的仆从军 而且是日本人最瞧不起的安南猴子 败给这样的对手 他不甘心啊 下坡路就是几百米 逃下后就是炮兵阵地 炮兵阵地有其他各团过来的护卫队 那些人可以接应自己 可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不知道有多少炮弹 落进了炮兵阵地里 这些炮弹实在太过密集了 引起的训报一处接一处 亏得日本人火药威力 要远不如开荒团 不然也不用敌人进攻了 光是火药的训报 就能把护卫队完全报销了 这一千多人的护卫队 现在也不知所措了 刚才他们眼见足力崇光 已经快冲上山顶 胜利在望了 可突然间 剧情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反转 也不知从哪里 冒出了一堆凶神恶煞的敌人 就怎么杀过来 把足力崇光的部队 给杀得丢盔弃甲 连滚带爬从山上滚下来 还没等他们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呢 敌方炮弹就已经落入阵地 感情是敌人也有炮啊 这怎么没听足力崇光说呢 足力崇光也是懊恼不已 他听到那通通通 迫击炮特有的声音 想死的心都有了 明知道敌人有炮 却一直没见敌人用 这多明显就是一个坑啊 自己怎么还往里跳呢 现在敌人火炮攻击的是自己的炮兵阵地 敌人想消灭的 正是己方的重火力 必须抵抗了 足力崇光拼命地挥舞着 他想挥舞50刀 但刀丢了 只能挥拳头 嘴里大吼 站住 不防 可惜身影早被爆炸的声浪淹没了 他还被身后人推推嗓嗓地站不住脚 面前的炮兵阵地一片火海 只能拐弯向左侧海边逃去 正前方一片爆炸火海 谁往那钻呢 那里活的士兵也在逃兵带洞下 分头逃窜了 阮成勇砍得太痛快了 他最开始是盯住足力崇光的军帽冲的 后来足力崇光跑的帽子都丢了 脑袋上也没什么出色的地方 阮成勇就失去了目标 只能向人多的地方冲了 他挥舞我刀 也不知砍翻多少人 冲着冲着 阮成勇就冲进一本兵群里了 阮成勇这腿太快了 早就把部下给甩下了一截 阮成勇一个人砍得很嗨 现在根本就没有人和自己抢怪了 这些日本兵也不知道抵抗 就是和自己比较力 那谁怕呀 阮成勇自信自己跑得够快的 终于 阮成勇一刀挥出 那名日本兵居然一个闪躲 毕掉了 哎呦 我的利索 再吃我一刀 阮成勇不信邪 又是一刀砍去 那人又是一个侧身 闪开了 这时两人打的照面 都是不约而同喊了一声 是你是你 原来阮成勇刚才两刀砍的 正是足利崇光 足利崇光现在 山上踩丢了一只鞋 两条腿长度不平均了 影响了跑步速度 居然逐渐落后 被阮成勇给追上了 真是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啊 阮成勇一刀劈去 咱们再比比刀吧 谁跑谁是龟孙子 足利崇光拼力跳开 阮成勇大怒 哎呦 好小子 兜兜不拿是不是 你瞧不起我 我看 足利崇光气得发抖 你眼瞎呀 老子身上 现在哪里有藏刀的地方啊 他是真想一刀劈了这丝 可惜是刀丢了 而这小子 还无耻地对自己 痛下杀手 足利崇光一弯腰 拔下最后一只军靴 向他丢去 阮成勇一刀剥开 哎呦 无耻 你居然拿臭鞋子攻击我 足利崇光已经顾不上颜面了 大声喊着 来人啊 谁杀这猴子 赏银千两 一千两银子 哪呢 在哪呢 所谓重赏之下 必有勇夫 周围日本兵 听到一千两银子 也顾不上逃命了 目光刷的都看过来 阮成勇顿时浑身一个机灵 四下一看 好家伙 周围可都是日本兵啊 好汉架不住人多 这还玩个甚呢 阮成勇大喊一声 转身就逃 一帮日本兵 见这堆银子要跑 哪能答应啊 随后就追 亏得没有谁 能堵住阮成勇后路 阮成勇这货命大 居然从人堆里逃出来 只不过后面 浩浩荡荡 跟了一大堆的日本兵 郑之龙追到山下时 日本兵被彻底打散了 已经找不到成群的了 都是散开跑路 郑自遗憾呢 忽然听见西边 嗷嗷乱叫 定睛一看 是阮成勇 率领一大群日本人 向自己冲了过来 郑之龙第一反就是 阮成勇这狗日的叛变了 不然怎么可能领着这么多日本兵 向自己冲锋呢 但是马上又感觉不对劲啊 这日本人都被打成这怂样了 阮成勇叛变的时机不对啊 但眼见阮成勇 持刀猛冲 后方日本兵也是斗志旺盛 举着刀枪一路跟随 这势头可太猛了 真是雄啾啾气昂昂啊 郑之龙大喝一声 列阵 准备投弹 在郑之龙周围 迅速以他为中心 列出阵型 所有身上还挂手楼弹的 都摘下手楼弹的拿在手里 拽出导火索 准备投掷 阮成勇的眼睛好使 正在疯狂逃跑 忽然发现此路不通 郑之龙带领上百号人 列阵准备扔手楼弹呢 这手楼弹可没长眼睛 分不出敌我 这要再跑过去 自己也得挨炸了 阮成勇一个急转弯 四十米外来了一个飘移 向侧方跑去 这帮日本兵也跟着转弯跑去 郑之龙都看迷糊了 这脑袋缺根弦的阮成勇 要带领这帮日本人 向哪冲啊 我们在这儿呢 那边没人呢 终于 郑之龙看明白了 有离阮成勇近的日本兵 郑勇家伙事 在招呼阮成勇 可惜阮成勇腿脚快 刀枪始终不够长 郑之龙这才恍然大悟 感情阮成勇 这是在拉仇恨 引怪呢 好家伙 这是个人才啊 在神木岗 就能一个人 拉住几千人注意力 这上了战场 还是能一下 拉住好几百人 那自己还等什么呀 追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731 第十卷 第七十八章 特级英雄 阮成勇跑在头里 日本兵一路狂追 郑之龙 帅人又追在日本兵的身后 于是这三拨人 就开始长跑比赛了 终于 足力崇光醒过味了 这小子再往他们的人堆里跑啊 那一会儿自己不是又进包围圈了 这好不容易才跑出来 再自投罗网 这得有多蠢啊 这不 后面现在可出现追兵了 算了 来日方长 还是放弃阮成勇 自己先逃命要紧 足力崇光大声命令向左转 也奔向自己军营 这个时候 战场上敌我双方 都是化整为零了 足力崇光这一大队人马 还真不是几个人就能挡住的 于是一路烟尘 抛远了 郑之龙赶到阮成勇身边 就见阮成勇扶之术 还没喘云气呢 郑之龙夸奖道 好小子 你真勇敢 咱老郑家多你一个也不丢脸 老子答应你姓正了 阮成勇哭丧着脸 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他妈杀入敌群 又被狗撵兔子一样追回来 就光落了个能改姓正的奖励 好像你老郑家也没啥能人啊 还不如姓李来的风光呢 不过现在骑虎难下 要说不愿意 这一下子就得得罪郑之龙 和团长两个人 看来真是饭能乱吃 话不能乱说 云天龙巡视炮兵阵地 嘴里一直在骂骂咧咧的 计划赶不上变化 他原来计划是要彻底毁掉这些大炮 但现在他心情变了 云天龙想把这些炮都搬到山顶 来个轰轰烈烈的抵抗运动 现在炮兵阵地终于躲下来了 可就十多门完好的 剩下的都被炸得歪七扭八的 最可恨的是 火药几乎全都熏炮光了 一点没给剩下 云天龙感觉 自己必须得好好教育教育炮兵了 要勤俭持家呀 这炸的有些过了 以后说不定后勤攻击不上 那还能这么大手大脚吗 见郑之龙走过来 云天龙问道 战场打扫完了 郑之龙道 啊 又是一场大胜 咱们伤亡两百多 杀死日本兵八百多 俘虏四百六十六名 还有三百多伤兵 都是些费量不中用的 依我看都 说着郑之龙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不不不 这些伤兵可以废无利用啊 郑之龙祈祷 活儿都干不了的重伤员 还有什么用 当然可以用了啊 把他们都放了 让他们回去 第一 能耗费敌人更多的钱粮物资 第二啊 可以传播些恐怖情绪 这些伤兵为了显示自己不是窝囊费 那必须得把咱们吹得跟魔鬼一样厉害 反正这些人都是缺胳膊断腿 以后也上不了战场 送给日本人当累赘也行啊 郑之龙一挑大拇指 哇 学长就是学长 这办法好 这些炮你也是要利用一下吧 那个 我已经派人回去取火药了 这些炮咱们运到山顶上 居高临下 控制七八里是没问题 郑之龙笑道 哈哈 日本兵赶过来 出了神木阵 走不了梁里路 咱就能揍他娘的了 看来你这是打算赖在这儿不走啊 哎呀 坚持不了多久 你刚来的时候 咱们有一千五百人 现在就剩九百多人了 这就是靠着连续大胜 每个人都战功累累 这才有士气 不然早崩了 要知道 这些人可是刚加入开荒团的安南兵啊 咱们付出五百人的代价 消灭了这个足利崇光的一个团 很值得骄傲了 我问了俘虏 足利崇光号称日本第一武士 他的团号称幕府第一团呢 他们虽然有火枪有火炮 但战术还停留在冷兵器 如果以散兵线进攻 再有火炮准备 咱们哪有这么大便宜可战呢 不过吃一剑长一智 估计他们在战斗中学习 成长也是很快的 不用多久就能明白 这排成方阵进攻是不行的 郑之龙赞道 确实如此 他们只要派些兵爬上更高山脊 顺着山脊进攻牵制我们 再派出部队用海军绕到山后 上岸断我们后路 那我们就不战自愧了 云天林点头 对 虽说海上绕到我们身后 没有港口 可是小船靠岸也没什么难度 他们这是陆军海军各行骑士 互不同属 才造成这样的局面 其实 他们还可以从别处翻过山脉 断咱们的后路 我估计 咱们也拖不了多久 这一山太矮 也就是摊上足力重光 这么一个义勇之夫 才让咱们得了便宜 走吧 回去 先续工修整 敌人进攻估计最快也得明天了 山顶上 十五门野战炮 被拖上来 椅子排开 对着神木阵方向 所有士兵都是欢欣鼓舞 几乎每个人 都是三个以上的人头功劳 就是这么一次出战 他们不仅成为了开荒团 正式的一员 能享受开荒团的高待遇 而且还有能力 盖房娶媳妇了 许多人都在兴奋地议论 以后要把家安在哪儿 有人就说落叶归根 咱回老家吧 有人反驳说 老家有什么好呢 又热又湿 蚊虫又多 看看人家上海 那才是警救江山呢 马上又有人反对 上海房价高 咱买不起呀 于是立刻又有人说 不能进上海 在周边也不错嘛 山顶上一片乱糟糟的 所有人都有些兴奋过头 却没人注意到 他们不知不觉 已经检员超过三分之一了 转成勇则赖在郑之龙身边 郑之龙走到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嘴巴里不停地嘟囔 郑哥 我已经决定改姓郑了 咱俩就是亲兄弟了 你可得帮我进军校啊 郑之龙道 你就是改姓郑 年龄也比我大 得我叫你哥 不过你他娘的战功可太大了 人头功二十一个 还有港口你演的那出武打戏 功劳要超过这人头功 这他娘的妥妥的又是一个 特级战斗英雄 你放心 你肯定有资格进军校了 那这也得有引路的呀 咱俩都是亲兄弟了 哥你可不能忘了我 军长面前 您得帮我说话呀 好了好了 你这军校这个事 包在我身上 特级战斗英雄 要求进步是好事 赶紧休息 阮成勇刚坐到一棵大树下 立刻围上了一堆人 所有人都在替阮成勇算账 阮成勇在上海保卫战中 就有超过三棵人头 这帐又是二十一颗人头 每个奖励二十两银子 这就是四百二十两 四百二十两银子呀 现在物价 花二十两银子 就能在上海附近 买上一个大宅子 再花几十两 买上几个丫鬟 仆人小妾 阮成勇已经是致富路上第一人了 大家都在嚷嚷 要阮成勇请客 回去之后必须得请赐大客 这就是土豪啊 阮成勇立刻不乐意了 请什么请啊 狗子 你不是五个人偷工了吗 你咋不请呢 李红 你几个了 你六个 你咋不请啊 啥 攒着娶媳妇 我呸 老子攒着不娶媳妇了 参谋长答应我了 回去以后 我得去黄浦军校读书 哎呀 你们知道 俺是认字的 黄浦军校读书回来 知道啥意思不 嘿 对喽 俺就是高级官员了 你们这些土包子 现在还不溜去 你们将来的长官我呀 井卫连的阮国雄道 阮哥 咱一个阮子掰不开 你高升了 可得提携兄弟啊 嘿 谁跟你一个阮子掰不开呀 俺以后 哎 改姓郑 和咱郑参谋一个姓了 知道百家姓李 周无正王不 俺就是中原大姓了 去他奶奶的阮 祖上没得 狗屁好处没留给咱 就给咱留个破姓 以后俺的子孙 和他们划清界限 别让人一看就敌人一等 郑这个姓又不是中原有 原来安南郑也是大姓 你糊涂了 哎呀 原来安南还有姓李的呢 我这个 就是要和旧时代决裂的意思 哎呀 说了你也不懂 哎对了 胡兄兄弟 你也长点心吧你 改个顺耳的姓 那阵子咱骂团长忘本是错的 你们想想 咱们这是给自己过日子 不能给咱子孙留个有标记的信啊 让子孙抬不起头来 对不 一句话 真是一时激起千重浪 所有人都开始议论纷纷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32 第十卷 第七十九章 大快朵仪 阮成勇的话让大家都议论纷纷 现在很明显 他们的地位已经提高了 原本在安南 他们是社会最底层的军户 开荒团的军人地位是很高的 是受社会尊敬的社会上层 他们这些人 经过这次战斗 就将彻底告别旧时代 成为有地位 能盖起房 娶得起老婆的人了 真要给子孙留一个让人歧视的信 那就不好了 阮成勇说的确实有道理 阮国雄下着决心道 哥 我听你的 也跟你一样改姓证吧 咱哥俩还是一家 阮友静改姓礼 大家并没多少感触 毕竟阮友静心耳朵 和大家也不是一个等级的 可是阮成勇是他们中的一员 阮成勇说要改姓 那改姓肯定是有道理的 这有了带头的 就有随之跟的 大家乱哄哄 都开始琢磨自己该信个什么信了 如果不是云天灵来督促大家休息 恐怕还要兴奋好一阵子 第二天 回去取火药的士兵回来 跟着来的还有劳军的队伍 李友静听说 这两天阻击战 几乎消灭了一个团的日本兵 激动莫名 赶紧命人送来牛羊鱼肉 来犒劳部队 还牵来二十头山羊和两条牛 这两条牛溜光水滑 明显是好牛啊 可这兵荒马乱的 人命贱如狗 更别说牛命了 云天灵瞧着两头牛直咧嘴 在大明市禁止屠宰羹牛的 除非是牛自己死了 那也得向官府备案 两三天没热乎菜吃了 大家也都围过来 毕竟牛肉吃得少 一帮人指指点点 请云天灵先吃牛 最好两条牛一起杀了 吃个饱 云天灵大手一挥 行 今天牛肉管给我吃 一句话 顿时一片的欢呼声 这些士兵是相当容易满足的 在随时会死亡的环境里 有一顿管够吃的牛肉 就能欢欣鼓舞 大号的行军锅支起来 下锅的不仅是两头牛 云天灵怕不够吃 又宰了几头羊 还有几口大锅里 炖的是黑鱼港特产的大黑鱼 这调味料就只有盐了 但是大家还是大快朵鱼 吃的热火朝天 战场虚异 官场得意 这句话在足力崇光身上 应验了 幕府来了命令 任命足力崇光 为对马岛的陆军司令 对马岛所有日军军官都快哭了 这算什么事啊 足力崇光把自己部队都打光了 现在要来祸害大家了 足力崇光 第一次惨败是在港口 敌方从陆地来 足力崇光作为陆军就有抵抗敌人 掩护海军的职责 结果他连自己也没保护好 更别提海军了 足力崇光第二次惨败是在山岭进攻站上 连自己的炮兵都没带 仓促进攻 导致折损了近千名士兵 足力崇光第三次败得更坑爹了 居然拐走几个团 部分的野战炮 不仅自己是几乎全军覆没 还把所有带去的炮兵和护炮队也都给葬送了 这足力崇光的武艺高强是不假 但打仗是单靠武艺高强就能行的吗 就这么一个屡败屡战的团长 最终全军覆没都快成光杆司令了 居然还以不登天做了对马岛的几万陆军司令了 虽然每个人都是满肚子的不愿意 但却也没人说反对 因为这毕竟是幕府将军德川秀忠的命令 一屋子军官都冷场了 也没有人出来表示支持或者是恭喜足力崇光的 足力崇光自个儿 也是呆呆拿着德川秀忠的手艺 不知道如何是好 足力崇光知道 自己这次捅的娄子太大了 本来逃回来以后 就等着大将军对自己的处罚了 偷腹自杀 那是辅导政责那老家伙干的事 他是子孙众多 盘居高位 一人死能成全全家安全 足力崇光现在连儿子都没有呢 自己死了 那就真的万事休矣 他还有很长的路想走 他可不想死 再说 这打仗谁没个胜败啊 自己以前也不是没胜过 这次失败的也不是他一个人 要他自杀谢罪 门都没有啊 最多也就是给他降级处分 再严重 他就不干了 可是哪曾想到等来的是好事呢 使者居然送来德川秀中手遇 让他当了陆军司令了 这可难心了呀 升官谁都愿意 可自己一连打了几次败仗 这光杆司令 能服众吗 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啊 足利崇光 还使其他军官 没有一个抬头看他的 更不用表忠心了 有这么灰溜溜上任的司令官吗 足利崇光 现在有些怨恨德川秀中了 这个时候让他来当司令 这不架在火上烤他吗 可是 这能怪德川秀中吗 德川秀中也不知道这事啊 这才两天 足利崇光就能把自己家底全败光了 德川秀中只知道足利崇光敢打 哪知道这后续的故事 要怪也只能怪信息不及时了 足利崇光对使者道 我 连战连败 无言坐着司令官 请秀中将军收回成命 另选先能 这次做使者的 是德川秀中的近臣 森中正 森中正出生于1570年 十年四十九岁 世代官宦底蕴深厚 作为德川秀中的近臣 经常给德川秀中出谋划策 深受德川秀中的信赖 德川秀中最近正商量 要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森中正的儿子 森中广 携为儿女亲家 可见森中正有多受信任了 所以森中正 清灵对马岛可不仅是作为使者 还有查看前敌真实情况的责任 这次出行很不顺利 刚出发就遭遇暴风雨 从江户到海边 他们拼命急赶 走了五天半 一个海峡不过百里 却走了整整一天 还几次出险 这海浪实在太大了 森中正登陆后 立刻调查走访 很快就知道 这对马岛几天来 发生的一系列战事 他也有些犹豫 大将军的任命以下 能说收回就收回吗 这也太儿戏了 更何况 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啊 现在日军情绪低迷 足力崇光是毛躁一些 但是起码敢打敢拼 不像那些畏守畏伪的人呢 森中正于是劝解道 胜败兵家常事 足力将军也不要过于自责 大将军既然命令以下 将军还请先就职位好 我马上返回江户 也会把足力将军的请求 转告大将军 森中正的意思是 你足力崇光一颗红星 两手准备 先代理着司令官 过几天 等有更加合适的人选 我就换掉你 足力崇光是个粗人 但是也能明白 这话里的意思 马上就更不乐意了 我都不愿干这司令了 你还敢鸭子上架 我做几天没人听话的司令 屁股没坐热呢 再将位置丢给别人 我丢不起这人 于是足力崇光道 戴罪之人 实在不敢舔居高位 秦树崇光 不能接受这一任命 森中正也没辙了 足力崇光坚决不就职 这怎么办呢 森中正直逐一会儿 对众人道 既然足力将军不愿意就职 那我只好回报大将军 还望各位谨守本分 金中职守 森中正顶着风雨走了 留下一帮子军官 在那大眼瞪小眼 什么叫金中职守 军人当然要保家卫国 征讨四方 可森中正偏偏在前面 家里一个模棱两可的 谨守本分 什么叫本分啊 不越权不越急 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 这叫本分 为幕府征讨四方 也是本分 森中正 你这几个意思呀 咱们现在是打呀 还是等啊 你就不会给个明白话呀 足力崇光 不管森中正是几个意思 他现在反正轻松了 反正剩下几百人 要进攻也轮不到自己了 所以他也不和大家讨论 直接回了自己的军营 闭门思过去了 就算他再勇猛 再想复仇 也折腾不出什么风浪了 不如老老实实窝着的好 其他军官凭借直觉 就知道这敌人不好惹 这哪是不好惹的问题 是他们太穷穷极恶了 居然屡次以小股部队 来袭击咱们几万人的军营啊 现在敌人就在阵外不远 饭后溜的都能遇到 关键是 谁去溜的这圈呢 你去 他去 反正我不去 我还等着上面命令呢 于是奇异的景象出现了 第五军 以九百多人这么一小撮兵力 驻守在数万大军云集的神木阵外 硬是一个日本兵 也没敢来骚扰他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七百三十三 第十卷 第八十章 冒牌鬼子 郑之龙也不傻 前面出击是为了打掉敌人嚣张的气焰 现在呢 那是能糊弄一天是一天 几百人 去挑战戒备森严的数万人 那真是吃饱了撑的 别说 这每天真吃得挺饱 李永远 李永远 李永远听听说英雄们爱吃牛肉 于是每天都送两头牛过来 反正这些牛也不是自家产的 郑之龙等人是吃得满嘴流油 连带那些被俘虏的日本兵 也有骨头啃 都大赞开荒团 是仁义之师啊 而镇里的日本人 这日子就不好过了 几万人粮草被烧了 这愁错掉拨粮草 可不是一朝一夕的 恰好黄海 进入夏季 暴雨季节 风大浪大 对马岛和本州岛之间 这海峡也起了滔天巨浪 神木镇粮草供应不上 还有别的办法 那就是从本地征粮 老百姓不同意不要紧啊 咱能抢啊 当地也有数万百姓 从他们嘴里抠粮食 一时半会儿还吃不光呢 只是苦了这些百姓了 许多人都开始饿着肚子 渔船出海打鱼 可以补充食物 但是风大浪大 就算让出海 渔船也不敢出去 渐渐的 神木镇里怨声载道 百姓和这些军人冲突 也是一天比一天激烈 成了日本人 每天的保留节目了 郑之龙留下云天灵指挥 自己返回了黑鱼镇 郑之龙和李友静 两人顶风冒雨 站在港口 看着苍茫大海 在那发愁 接天风雨 巨浪滔天 这船在海上 怎么行动呢 也不知道上海那边下雨没有 更加不知道 李盛让回到上海没有 就算李盛让回到上海 如此大的风浪 这也没法运兵啊 最终李友静一跺脚 咱们难 日本人比赛强不到哪去 还不是一样做困仇城 被咱堵在神木镇了 郑之龙道 日本人就一个足力重光够汉子 可他几次和我们作战 都没人配合他 如今他的兵打没了 更让其他人害怕 所以再没人出兵作战了 让咱们几百人钻了空子 堵在家里出不来 就是不知道 日本人为什么几天过去 还没出兵 可真是奇怪了 李友静道 我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时候 有幸听李司令讲过课 这李司令说 亚洲咱最强的敌人 就是日本 我当时也觉得对 因为那些倭寇 侵老安男的时候 来去如风 凶悍狡猾 真的很难对付 可到这对吗 我怎么感觉这日本兵 跟以前有些不一样呢 难道是 咱们遇上冒牌鬼子了 李友静不知道 李毅对于日本兵的印象 多来源于后世 那些日本兵有素质 有爱国精神 有武士道精神 哪怕战损过半 战斗勇气 也是丝毫不减 而这个时代的倭寇 那是日本的武士集团 为个人利益 当然赶战了 而且倭寇 最猖獗的时候 是数十年前 现在也彻底没落了 先前辈李慎广 来了一个招安 后来崔秀 又来了一个大扫荡 整个南海 东海 黄海 倭寇影子 都不见了 侥幸活下来的倭寇 也都从了凉 改行做生意 谁问他 那也坚决不认 自己当过什么光荣的倭寇了 甚至不敢承认 自己是日本人 现在海上是开荒团的天下 开荒团法律一时淡薄 对于日本国民 可是相当不友好的 日本战国时代刚刚结束 就是结束战国时代 那也是三个人走马灯一样 轮流登场完成的 这士兵刚刚归顺之田信长 就发现主子换成了风尘秀吉 刚适应了风尘秀吉的统治 发现又改成德川家康了 而李友进现在遇到的这些日本兵 绝大多数 原本根本不是德川幕府的兵 说不定是哪个被灭的大明 手下的兵呢 这些人不反抗德川幕府就不错了 说什么狂热的中军爱国呢 根本没有几个人有这意思 更何况 日本现在也还没有经过明治维新 也更没经过中日甲乌海战 获得中国的大量赔偿来办学武装头脑 这些日本兵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子弟 所以战斗欲望并不高 就算日本百年战国时代 成建制的投降也是经常能见的 决战到底 凤毛麟角 李毅高估了这个时代的日本兵了 日本人最推崇的战国三雄 知田信长 起家底蕴不够 最终明治光秀本能四反叛 就能轻易搞死他 虽说大致上统一了日本 武力值 其实谈不到多强 真正强大的其实是风尘秀吉 这风尘秀吉 是知田信长一手提拔起的部下 继续发扬知田信长的家底 手下能争惯战的真是不少 可惜他野心膨胀 居然去挑战大明 大明是瘦死骆驼 比马大 哪那么容易被征服呢 结果朝鲜战败 风尘秀吉把能打的老底子 也都打光了 德川家康上尉 又对那些风尘秀吉的死忠粉 来一次大血洗 部队战力再次下降 和风尘秀吉时代 更是不能同日而语 更何况 现在传到儿子 德川秀中手里 那就更加软弱了 本来没有开荒团的强势崛起 德川秀中 是打算学习大明 来个闭关锁国的 实际上 后世日本这闭关锁国 确实持续了两百多年 直到被美国人打破 所以说现在德川秀中的部队 真的不算强 李懿受后世影响太深 又知道风尘秀吉 曾经打的大明朝鲜 两国联军吐血 这才产生了错觉 这个错觉又迷惑了自己手下将领 让开荒团的人对日本空前的重视 现在狂风暴雨把对马岛隔离成了独立世界了 无论是开荒团的高层 还是幕府中枢 都急切想知道这个对马岛的状况 可是这场风暴席卷黄海 风帆战船都躲进临近港口 就算在海上 也是放下风帆随波逐流 只求老天爷保佑 谁还能顾得上对马岛呢 对马岛日本陆军虽然有所折损 但还有三万五千人 面对开荒团 第五军五千多人的一个团 有着压倒性优势 日本火枪没有普及 可是第五军是新发的火枪 也是训练不足 而且这些火枪 都是别的部队淘汰下来的 至于野战炮 就算丢了四十多门 日本也有绝对优势 而开荒团最特殊的武器 就是手榴弹了 可手榴弹使用太多限制 比如必须接近到三十米以内 才可能造成威胁 但是无论火枪弓箭 都能控制这个距离 所以这个优势要认真说起来 并不大 在后世 就没有用手榴弹 取得大规模战斗胜利的案例 云天灵和郑之龙 都是靠骑袭和乱战 才成就了手榴弹的传奇 在如此绝对劣势下 李友静团能坚持住吗 能坚持多久呢 这都成了一个谜 最迫切想知道岛上状况的 还是李胜水 就在李友静和郑之龙 站在黑鱼港港口 望向天际的时候 李胜水披着缩衣 也站在上海港口 望向远方 天空是灰蒙蒙的 水面也是灰蒙蒙的一片 在这片灰蒙蒙的天水间 充斥着惊涛骇浪 电闪雷鸣 狂风骤舞 长江口这段江面 宽有百里 受大海潮汐影响很大 现在海上波浪 也冲进了长江口 船都躲进港口 李胜水再次掏出 单筒望远镜 望向远方 这一望 就是很久 李胜水现在 在等李胜让的舰队 这一晃 李胜让的舰队 就走了半个多月了 在他舰队离开后七八天 一场风暴就由南向北 一路扫荡过南海 东海 向黄海压了过去 李胜水担心李胜让 更担心李友进这些部下 每天大家都劝他 留在成竹府里 等观察少来汇报消息 但李胜水不停 一定要清零港口 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李胜人训斥他 忘记了大师兄的教导 每逢大事 都要有静气 李胜水也不回嘴 还是默默到港口去观望 李胜人也心骄 他更担心的是 李胜让的部队 海军战舰精贵 士兵更精贵 李胜让的舰队 比不上催修海盗 做底子的南海舰队 更加比不上李胜东 李胜天 这两兄弟 横渡过太平洋的舰队 这是以大名福建水师 为基础的部队 明显训练不足 这样大的暴风 会不会出什么岔子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734 第十卷 第八十一章 夜不能寐 这晚李胜水回到军营 夜不能寐 一直辗转反侧到天亮 他才打了一个盹 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 池原对马倒 可登岛一看 遍地鲜血 遍地的尸体 忽然从尸体中 爬出一个血人 李胜水定睛看去 居然是李友静 李友静 亮腔走过来 悲怅喊道 军长 您来晚了 来晚了 李胜水一经醒来 浑身大汗 已是天光大亮了 李胜水 是李懿的小师弟 按常理来说 现在也就该是个团长 在团长位置上的小师弟 一大把 李胜水能上位军长 纯粹就是机缘巧合 虽然他是蒲从军军长 但是蒲从军也是军队啊 而且李一答应 只要军队练得好 能打仗 一样按照正规军来对待 上海保卫战 第五军展露头角 李胜人给了第五军一个机会 去打对马岛的日本人 这是堂堂正正的国战了 打好了就是一战成名 如果打不好 第五军很可能会支离破碎 大师兄会把正规军 补充进第五军吗 李胜水觉得未必 很可能是第五军被打散了 分给其他部队 而他李胜水这个短命军长 也就算当到头了 李胜水不甘心啊 第五军半年多来 倾注了李胜水全部心血 肃心夜魅要训练 还要和军官士兵拉拢感情 现在好不容易部队成型了 要推倒重来 李胜水是一万个不甘心的 李胜水拿起床边怀表看了眼 已经是八点多了 这样的风雨天气 虽然有失特训 大多数时间还是底层政委 领导士兵们学习汉词汉语 给士兵讲述中国先贤的故事 蒋安南本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历史 李胜水打算下床洗漱 忽然卫兵慌张地撞开门道 军长 李胜让军长回来了 李胜水一惊 急凶祸福马上揭晓 他丢下毛巾 也来不及穿梭衣 急不冲出门外的风雨中 等到李胜水渡过了黄浦江 来到成珠府的时候 一眼就看到被大家围在中间的李胜让 李胜让现在是满眼血丝 一脸疲惫 他勉强挤出笑容 和李胜水打了一个招呼 李胜水千言万语涌上心头 刚想开口询问 崔云走过来 责备道 胜水 你都军长了 还这样慌张 出来也不知道穿件缩衣 赶紧去换了干爽的衣服再过来 李胜水张了张嘴 还是转身 到自己办公室换了件衣服来 李毅不在 崔云就是家主 不用说他了 就是李胜人 也得让着崔云几分的 等到李胜水换了衣服 急匆匆再跑进屋的时候 李胜让正和李胜人在说什么 李胜水一把抓住李胜让的胳膊 师兄 怎么样 李胜让反问道 什么怎么样 你如果要问李友进 我只能告诉你 半个月前 他们登陆上了对马岛上岛和驻扎在三十里外神木岗的四万日军对峙 后续的事我不清楚 如果是问我 我是活着回来了 我们师折损了八条战舰 一千多兄弟 风暴太大了 咱们赶路太急 没有避风头 李胜水颓然地坐了下去 这个结果大致不出所料 李胜让心急回来 必然不会进某个避风港躲避 损失是必然的 而李友进他们已经在对马岛半个多月了 就算现在暴风雨马上停下 他们立刻出发 那也是七八天后才能赶到对马岛 更何况这暴风雨根本没有停歇的意思呢 看来支援对马岛的后续部队最快赶到对马岛 也是李友进登陆一个月后的事了 李友进就那几千人马能坚持一个月之久吗 难道自己的梦就是一个不及的预兆 李胜水忧心如焚 却不知道德川秀忠比他也差不了多少 森忠正返回 已经是十二天之后了 德川秀忠听说足利崇光 没有接受任命 对马岛现在群龙无首 德川秀忠满脸颓丧 一屁股坐在椅上 这是一物战机呀 没有另外派一个人去做司令 这不是他的错 谁能想到足利崇光会出这个岔头呢 足利崇光是游勇无谋 损兵折将 但是足利崇光做得没错呀 不趁敌人立足未稳 把敌人赶回海去 一旦等到敌人后续部队陆续登陆 站稳脚跟 那自己的主场优势就将荡然无存 可足利崇光现在不能服众了 也确实没办法接受司令官的重任 谁去对马岛坐镇才合适呢 德川秀忠起身 在室内转来转去 半天也理不住头绪来 德川秀忠终于停下脚步 对森中正道 你看 谁合适去对马岛统领军务呢 森中正犹豫了一下 我有一个人选 就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尽管说 我们的关系 你尽管说就是 依我看 伊达正宗去何事 德川秀忠一下沉默了 他走到办公桌前 坐下开始沉思 伊达正宗 出生于1567年 十年52岁 伊达正宗很善于作战 几乎就是日本的战神 他小时候右眼失明 人送一号独眼龙 这独眼龙可不简单呢 18岁就正式继任为伊达家 17代都政 曾遗憾地表示 可惜晚生20年 不然统一日本的 就将是自己 没枝田信长什么事了 伊达正宗继位后 不断对周边大明发动战争 开创了比富祖更大的伊达家版图 可惜这个时代 是属于精彩绝艳的 封臣秀吉的 伊达正宗审时多事 自觉并非封臣秀吉对手 只好对他称臣 1592年 伊达正宗受封臣秀吉之命 出征朝鲜 秀吉死后 他加入了德川家康阵营 德川家康对他很是尊敬 依然让他做藩主 他就自己驻离一座城 这个城市就是后来的日本仙台 这样野心勃勃的人 德川秀宗可是不放心的 于是就把伊达正宗 请到江户养老 名为赵谷实际就是监事 德川秀宗思索良久 才对森中正道 伊达正宗的资历和实力 不用操心 问题是我们不信任他 他也很难说忠诚我们 把军权交给他 合适吗 德川幕府刚刚统一日本 许多剑锋使多的大明 虽然名义上 递上了详书顺表 但内心还是存有一丝幻想 希望幕府能够倒下的 英明神武的枝田信长 不就倒下了吗 雄才大略的风尘秀吉 也倒下了 凭什么你德川幕府 就能继续呢 德川秀宗当然知道这股逆流 但是人家没有公然造反 他也不能太过暴力 让剩下的大明 对自己同仇敌忾 不过小手段还是能用的 比如把最强大的大明家人质 压在江户 或者干脆把伊达正宗 这样的危险人物 软禁在江户 伊达正宗是一头猛虎啊 面对一代枭雄 德川家康 他不敢张狂 但是面对小辈 就未必有多少尊重了 请伊达正宗出山 重领兵权 这无异于放虎归山 真是要从长计议的 森中正见德川秀宗犹豫不决 静言道 大将军 现在是国战 我们大和民族 面对的是开荒团 那个强大的敌人 您不知道 即使是一支开荒团的蒲从军 也不是等前可以敌对的 我觉得 只有伊达正宗 这样不出世的人物 才有能力力挽狂烂 德川秀中揉着太阳穴 唉 情煌不结呀 我们幕府老一辈能争贯战的 都凋零了 新一代 如足利重光之辈 还是不太能让人放心啊 这样的行事 请伊达正宗出山 也并非不可以 只是伊达正宗被困江户 不知道 能否放下成见 共赴国难呢 伊达正宗 实实物名大体 虽然这些年困居江户 会有怨对心思 可大敌当前 应该能挺身而出 德川秀中终于点头 下定决心岛 那就请伊达正宗 就任对马岛的司令官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735 第十卷 第82章 群音会翠 秘密的细语携之者 京都本能寺 樱花林中 一幢木屋 穷穷独立 齐声钉钉 木屋中 伊达正宗 与本音方算杀 正在凝神下棋 可好 这棋局 下成了罕见的 三劫连环局面 三劫都关系到 整盘胜负 谁也没法 瞻劫中断劫声 只能作合了 本音方算杀 吕之白 须赞叹道 哦 正宗手段 欲见高妙 下出三劫连环 这也算 千古明局了 伊达正宗 端起茶杯 轻辱一口 三十年前 一代英豪 枝田信长 也是在这本能寺中 与国手 陆炎立玄 下出了三劫连环 结局又怎样呢 伊达正宗叹口气 放下茶杯 神情萧索道 当晚支田信长 重臣 明智光秀叛乱 权无防备的信长 无力与之抗衡 就在本能寺 自尽而亡 一代英雄 就这样凋零了 本能寺之变 就起于三级连环 今日又见这罕见齐局 莫非明明中 自有天意不成 算杀起 正骨朔精 正志一道 也是见识非凡 他随手收拾齐局 接口道 正宗莫非 有了难解心事 伊达正宗帮着 把妻子放进玉冠 烦恼道 昨晚德川秀中 请我觐见 我已病体 不能出户拒绝了 今晨秀中 再次敦请 我一个悠悠临下之人 远离军务官场 为何催得如此之急 秀中 正对外用兵 还占用不到我 想是对马到陆军 大本营 出了世故 福岛正则一介匹夫 小田忠儿 无能之辈 秀中用这两人 也是活该 我日本遭劫 想来 必是有了大变故 这是要临整换将了 哦 不知正宗 做何打算 知田信长和风尘秀吉之后 事无英雄 谋心一冷 无意为将了 正宗固然是一代英杰 虽然自信能与信长秀吉比肩 老僧 却不以为然啊 伊达正宗挺之身体 大师是说 我伊达正宗 文治武功 不如这二人 蒜沙摇头道 非爷 想这二人都出身卑贱 一路坎坷才成就大业 您这出生就地位尊崇 又家传祖业 这起点就不一样了 可我龙马半生 周边大名束手 就是在朝鲜 和李如松对阵几次 也不曾输的 我自信 比起二人虽有差距 也不原意 莫怪老僧言语唐突 正宗最终 还不是趋于人下 姓长和秀吉 生如下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归立一生 岂是正宗可能比 云泥之别 云泥之别啊 蒜沙说完平平摇头 伊达正宗黑然不语 梁九方道 正宗晚生了二十年 不能与二人携行 如今鲜鲜已末 正宗也懒得出事 与小辈争雄 突惹笑儿 老僧倒是觉得 姓长秀吉早生了几十年 不然当今世上 怎能都是畏首畏尾之人 此二人 这二人当可挽救日本威王啊 伊达正宗面带运辞 此二人做得 正宗也做得 正宗非是惜命之人 只是觉得 得传幕府如日终生 怎谈什么威王 哦 论起绝世英雄 莫说你正宗当不起 便是姓长与秀吉也担不起 以老僧看来 这世上 只一人儿 伊达正宗贵族而起 双掌伏西道 愿文高论 大明一人 出身龙母 少年就以齐名 文达天下 集长入京师 副手之间 大明财政困局集结 如今麾下 拥兵百万 战将千远 纵横四海无敌 诗文 如此精彩绝艳 何又能与之比肩之人 嗯 大师说的 可是礼仪 正是此人 嗯 这人我也佩服 不过 我日本偏去海外 礼仪再强 与我日本何干 我知道正宗的意思 是 只要我日本不招惹礼仪 就不会自取其辱 可正宗 你错了 远文高论 算杀把茶水倒入脱碟 用手指 站着茶水 在桌上边画边倒 正宗请看李毅 用兵方向 李毅挥下第二军军长李盛志 已经灭了安南 陆军第一军军长李盛义 正会同第二军兵伐北蒙 第三军军长李盛信打下了后京都城 第四军军长李盛公正逐鹿南蒙 海军第一军军长李盛广攻破南洋巨港等十余个国家 如今横渡大洋 称霸南美 海军第二军军长崔秀正在黄海和联军角逐 如今崔秀派议师侵略朝鲜失败 但是这短暂失败 能挽救朝鲜命运与否 周边所有国家都受李益欺凌 正宗睿智 难道还看不出李益 狼子野心吗 一达正宗深深低头 算杀大事局寺内 观天下如棋局 明察秋毫 正宗愚钝 如今如梦方形 锦授教 风临火山 诸国化灭 日本不能独灭 秀忠当初拿不定主意出兵与否 曾问老僧 老僧以为诸国犹如一局棋 日本辟居一鱼 亦不能超脱局外 救人亦是自救 过难当头 正宗斤斤斤计较 个人荣辱 老僧不以为然 我这便去见大将军 此战为大和民族而战 不容正宗退避 此时忽然房门被拉开 梁风携雨丝 扑入室内 风雨中站着一人 身披缩衣向伊达正宗鞠躬道 秀忠替我日本千万百姓 行这一礼 国家有难 正需正宗翻主出山 原来德川秀忠 亲子登门 促请伊达正宗 知道伊达正宗在本能寺 又冒雨赶来 在门外 正听到算杀 分析天下大局 鞭辟入礼 动若观火 不由对这老僧 也是肃然起敬 伊达正宗对德川秀忠行礼道 大将军 正宗请命 怨赴对马岛 和这开荒团 较量一番 算杀汉手道 善哉 算杀 虽已暮年 也愿走一趟中原 惠惠那离异 说不定 另有机缘 能激发此子善念 德川秀忠盲道 大事不可 此去路途艰辛也就罢了 那中原如龙潭虎穴 但有闪失 秀忠此生难安呢 算杀洒脱道 清山处处可买骨 一身臭皮囊 蛇雀也无妨 就听雨中 有人摇摇应道 哈哈哈哈 好一个清山处处可买骨 算杀大师的骨 不是谁都能买的 我愿陪大师 中原一行 几人向风雨中看去 就见一人 头戴轻弱力 左手踢剑 脚下不见半点泥水 犹如滑行一般 四万十块 眨眼间 已到门前 几人同时惊道 公本五藏 公本五藏 是日本有史以来 第一的剑术名家 生于1584年 此时36岁 正值盛年 名满天下 不仅弟子三千 还著有剑术书 兵道境 兵法理论著作 五轮书 五方之太刀道序 兵法三十六固条等 在日本 已经是神仙般的人物了 便是德川秀中 想见公本五藏 也需登门拜访 公本五藏走进室内 摘雕若丽露出了 棱角分明的脸来 他对众人施力里 九闻中原礼义起舞双绝 某便陪同算杀大师 一起去会会 这等不是初的人物 德川秀中道 万万不可 两位不是普通翘楚 而是我大日本自古至今 从未有过的鼻祖人物 双拳难敌四手 好汉还怕人多呀 万一有个插尺 就是我大和民族 不可弥补的损失了 公本五藏笑道 那礼义如果是以多为胜的鼠辈 岂能有如今成就 此子必是天魔将士 聪明绝顶 非这一介人物 我与算杀 有幸能会此等人物 夫妇何求呢 我二人若能从其道武道降魔 还世间朗朗乾坤 便是千古兴士 有用之身不作有用之事 苟活灵下又有何用 伊达正宗听了公本五藏的慷慨陈词 念有愧色 自觉难怪公本五藏 久负圣明 果然是圣明之下无虚实 认知通透无外 算杀何时到 有五藏同行 天下何处不可去的 你我便连美中原 去看看李毅 是何等人物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36 第十卷 第83章 试探虚实 李胜水在担心 他的先锋团的安危 却不知道这支部队 只是和日本军队 几次短兵相接 然后在漫天风雨中 双方居然很有默契地 相安无事了 有了足力崇光的前车之剑 日本兵谁也不愿当出头鸟 而李友进这边 更是愿意这样拖延下去 只要风雨稍歇 李友进就会安排人 出港打鱼 这第一个好处呢 就是能够改善伙食 对马岛黑鱼 驰名东亚 算得上是无上的美味了 每餐多了炖黑鱼这道菜 让所有人都大快朵頤 第二个好处 是等于派出了哨兵 李友进没有海军 困居孤岛 自然希望能早些知道外面的情景 可是这个算盘打得如意 结果却并不怎么样 因为近在咫尺的日本舰队仿佛消失了一样 不见踪影了 至于联军舰队那更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这不合常理啊 老郑 李友进有些心骄了 对训练名状归来的郑之龙道 郑之龙最近一心扑在训练名状上 他现在把对马岛的两万多名状 编成四个团 每团六千多人 每天练习的就是力证 稍息和走路训练 最开始这些土著很是抵触 但是很快大家都变了 因为郑之龙承诺 这些人每参加一次训练 能够获得二钱银子的工钱 这个价格对于对马岛来说 就是要带着通货膨胀的节奏啊 正常一个劳动力干一天活 也就是半钱银子 技术工种达到一钱 那就相当不错了 现在出来这么溜溜圈 就有两千银子 这简直是做梦娶媳妇的好事啊 没几天 对马岛所有人 包括那些女人孩子都叛雨停 因为雨停就能参加训练 女人们可以等待丈夫 拿回白花花的银子 孩子们可以见到他们的父辈走对列 他们也都是像模像样 跟在旁边学习走对列 这种训练热情 随着每天准时兑剑的银子 越来越高张 以至于现在只要雨略微小些 就有许多女人来到军营 找郑参谋 希望能开始训练了 他们海边生长的人 怕毛的风雨啊 再到后来 这些百姓就推荐了一些人 和郑州龙谈 希望咱下雨天也不能武功啊 也能冒雨训练嘛 让他们都能锻炼身体 保卫祖国云云 郑之龙的心底暗笑 就给他们这么点银子 他们就已经不知道祖国是哪了 行吧 就听你们的 反正现在不差钱 郑之龙于是从善如流 即便风雨中 也能看到大规模训练队伍 每个参加的民众都不以为苦 面带笑容 这是他们这辈子赚钱最容易的时候了 怎么可能不快活呢 而郑之龙不差钱 他们占领黑鱼港的时候 所有商船物资都被扣留 也包括银子 郑之龙是毫不客气 把缴获的十万两银子 都用在了名状的训练上 李友静搞不清这其中门道 问郑之龙 这强迫他们干活就可以了 干嘛给他们钱呢 郑之龙得意道 哥 你不做生意 不明白这里的门道 这世上所有事 都躲不开买卖二字 咱们出点小钱 就买来这些人心甘情愿服从命令 你可不要小看 就是普通队列训练 队列训练起不了什么作用 真正起作用的是 养成了他们服从的习惯 时间长了 这些名状就会自动生出 服从命令的心思 虽然这服从是拿钱买来的 可这世上什么不是拿钱买来的 那娶个媳妇 还要过彩礼呢 再大的忠臣 不给他发工资 没钱养家 他也不会去当这个臣了 李友静琢磨良久 绝地有道理 这就是良情责目而期 良辰 责主而是啊 为什么他们这些安南兵 对开荒团 游恨生爱呢 还不都是钱闹的 他们当开荒团的兵 待遇比原来那是天差地别 让他们回到原状 他们都会不愿意的 郑之龙是商人出身 这事看得更加明白 自己真的是又学了一招啊 不过李友静还是感到奇怪 敌人那些海军到哪去了呢 就算不进攻 例行侦察总得做呀 难道日本海军都这么懒散吗 李友静是真错怪了对马岛这些海军了 对马岛海军很忙 真的很忙啊 因为他们现在改行 当运输队去了 李友静是饱汉子不吃饿汉子鸡啊 他的一个团带的粮食 吃一个月没问题 就是再过一两个月 也不成问题 因为几千人 就识本地几万人大镇 当地压力并不算大 但是对马岛海军陆军四万多人 这粮食消耗就大了去了 神木岗根本就解决不了 而这个时候偏偏来了旷日持久的暴风雨 这就坏了事了 白里海峡成了最艰难的旅程 对马岛海军现在每天都在和大自然搏斗 日军面临的运输困难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另一个严重问题是住宿 日本兵强征了本地的民居 不到雨季还看不出来 如今雨季到了 这些百姓在风雨中露天住着 就算是搭了窝棚 也根本就遮挡不了风雨 雨水破坏了人们的抵抗力 疫病开始发作了 每天都有人病死 这些百姓忍无可忍 开始找日本兵理论 让日本兵归还他们房子 这些日本兵也没法对百姓动武 倒并非是他们理亏 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 而是这些百姓是日本治下的百姓 哪有自己士兵屠戮自己百姓的道理呢 驻岛日军现在真的是焦头烂额 山梁上的开荒团 他们早就不关心了 反正他们大军严阵以待 那些人再也不敢闯下来 干脆就相安无事 相互假装看不见 正所谓眼不见心不烦嘛 终于 六月末 驻岛日军 迎来了新的司令 伊达正宗 伊达正宗上任后 没有着急下达任何作战命令 他开始全面调研 敌我双方的情况 李友敬团就是明摆在那儿的 可以从多方面得到情况 汇总所有情报后 伊达正宗 觉得牙疼了 开荒团一个团编制是四千人 就算李友敬团规模再大 五千多人也就是极限了 日军比他们多了几乎是十倍兵力 孙子兵法有云 雇用兵之法 十则为之 五则攻之 倍则战之 自己兵力是敌方十倍 这怎么被敌人给堵到家门口了呢 伊达正宗也不追究是谁的责任了 只派出一个团 在云天林防守的上风头 攀登上山脊 山势虽然陡峭 但对于青庄上阵的士兵来说 真的算不了什么 不到半天时间 一个团就登了上去 又用半天 火炮也掉上去了 云天林看看山下那预备进攻的敌人一个团 再看看山岭上 步步为营缓缓缓压下的敌军 知道自己这几百人翻不起浪了 乒乒乓乓放了一通野战炮 也不看炸中几个人 直接毁掉十多门缴获的火炮 带领部队撤退了 再不撤 等到敌人翻过山脊 断了后路 想退就难了 云天林现在有些后悔 感觉自己应该早些把那十多门火炮都撤走 这样可以增加 黑鱼阵不少的防御力量 现在没机会了 不过想想 倒也不用太过后悔 这些天全靠火炮来威胁敌人 这才阻住敌人南下的心思 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足利崇光登上山顶 望着已经快看不见的开荒团士兵 对伊达正宗很是佩服 这就叫步步为营 泰山压顶 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这才是大将的风度 足利崇光却并不知道 伊达正宗也是有苦说不出的 这些兵不是他带的 指挥力不强 战斗意识也不强 不然怎么会放任敌人 就这么大摇大摆地离去呢 好在他的第一作战目标 是打开门户 也算是完成了 伊达正宗开始调动部队 进军黑鱼阵 雨停了 李友静抬头看着蔚蓝的天空 他知道更大的暴风雨 即将到来 日军只是简简单单的步步为营 就破掉他一切的轨道 现在只能正面作战了 说起来 李友静倒也并不害怕正面作战 这些日子的准备 不就是等这么一天吗 来吧 老子就在这里 看你们这帮狗日的 能把老子怎么样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室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37 第十卷 第八十四章 试探虚实 6月28日清晨 阳光驱散了乌云 终于来了一个好天气 伊达正宗 举着望远镜 观察黑鱼镇的布防 黑鱼镇依托着望而山 建立一条宽大的战壕 战壕外是一道深沟 居然引入了溪水 这势必增加进攻难度 溪水虽然是从高处流下的 到了这里水势平缓些 也不过就是条小河 并不具备蓄水来冲垮战壕的手段 至于截断溪水 改变流向 让镇里断了淡水 伊达正宗根本不加考虑 这个方法不仅收效慢 而且随便来场雨 就前功尽弃了 再说了 改变溪水流向的工程也不算小 伊达正宗现在恨的 就是岛上这些日军 没有勇气进攻了 战壕和壕沟这样大的工程 肯定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 不趁敌方立足未稳 把他们赶下海去 现在就得搭上更多的人命 伊达正宗觉得 最可怕的是小镇旁 旁边那座望儿山 站在这里 可以清楚看到山上修筑的炮台 小山高度超过百米 那就意味着 小山上的火炮居高临下 要比他们的火炮射程远得多了 如果不能发挥自己炮兵的优势 这黑鱼阵争夺 就只能用人命来填了 伊达正宗知道 敌方援兵也受阻于这场暴风雨 如今风亭雨柱 估计用不了几天 敌方的援军就会到了 他按下决心 必须要在敌人援兵到来之前 拿下黑鱼阵 伊达正宗派出一个营 进攻黑鱼阵 这个营前方是盾牌兵 后方跟的是铁枪兵 和抬着长木板的士兵 说这个营是进攻 不如说是送死 伊达正宗之所以被称为战神 不是因为他用兵如神 而是因为他足够冷血 伊达正宗虽然确定 必须进攻小山上的炮兵阵地 但还是得先试试敌方炮火的猛烈程度 同时也要看看黑鱼阵的兵力部署 现在负责一线指挥的是郑之龙 郑之龙站在阵边一个屋顶上 用望远镜观察敌情 见伊达正宗派来送死营 居然节省到连火枪弓箭都没有 郑之龙不禁笑出声来 他下令土著民团 进入相应的二号战壕 原本战壕中的战士撤出 这些新挖的战壕 根据地形被明确地标成了八段 这些土著早就训练过无数次 如何快速进入哪段战壕了 郑之龙并不担心这段战壕被攻破 六千多土著虽然准备的是石头 对六百多名没有远程武器的日本兵 那也是压倒性优势的 就见这营的日兵 慢吞吞地向前走 他们知道自己是炮灰的命 但是军令如山 又能怎么办呢 只能希望自己能熬到撤退命令下达的时候 都打这样的心思 还能有什么战斗力 那就怪了 如果能偷偷放慢点脚步 让其他人越过自己 自己就多了些活命的机会 可是人心都是如此 心同慈祥就导致这个营越走越慢 最后居然如蜗牛一般 开始打算刷新行军的最慢记录了 任凭营长如何呼喝 也没人愿意快走 也是 往死路上走 谁会愿意走得快些呢 就是营长 也是一肚子的怨气 伊达正宗挥了下手 这营后方督战队举起火枪 喷喷的火枪声响起 这一排枪是对空民放的 不等于下排枪还会如此宽容 这营日兵不得不加快脚步 再慢就是找死了 近了 离战壕只有一百米 战壕里连个露头的都没有 离战壕还有五十米 安静 安静的这里好像不是战场 战壕里一点声息都没有 还有三十米 日军开始怀疑敌方已经逃跑了 他们是安全的 每个人都有些小心分 眼见盾牌兵已经到护壕沟前了 那些举木板的兵也是一阵激动 他们只要把木板搭在壕沟边上 就是有奖励的 而就在这时突然就听一声 咋 无数人头冒出战壕 无数石块飞出战壕 黑鱼港最不缺的就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 这些石头不用加工就适合投掷 丢石头也不用什么高深技术 就是平时练习一个投出的角度 这些土著力气是有的 瞬间战壕前 六十米以内就被石鱼笼罩 每次六千块石头 几乎就把所有阵营的士兵都笼罩在其中了 第一波还没被砸到的士兵都不及庆幸 第二波石雨又降下来 接着就是第三波 第四波 第五军士兵站在旁边看热闹 也被石头的威力给惊呆了 最开始他们还搞不懂 为什么要把战壕让给那些土著呢 难道手榴弹的威力不比石头大吗 接着他们就明白了 这就是虐杀呀 一块石头是很难砸死人的 毕竟有躲避空间 这样劈头盖脸的石雨 肯定得砸死人 根本就躲不过去 就算没砸死 头破血流 骨断经折 这都是小意思了 他们都知道 这个郑参谋 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恨日本人 这招可太狠了 死都不让人死个痛快 而这营日本兵最惨的 不是冲在最前方的 而是落在最后的 离战壕三四十米 正是石块最能发挥威力的距离 那些走得慢的士兵 被砸得乱逃乱窜 他们希望能逃出生天 但这些石头是覆盖性攻击 跑到哪儿 命中率都差不多 所以他们是最先倒下的 多数人都没挺过几轮 惨叫声瞬间就停止了 最后倒下的是最前方的盾牌兵 他们有盾牌守护 而且离战壕近 本来是能多坚持一会儿的 可是后方敌军都被撂倒 这火力很快就集中到他们身上 因为离得太近了 土著都挑大块石头砸 这些密集石块砸下来 盾牌也根本互不得周全 很快他们也都倒下了 伊达正宗的眼都看直了 他的目的是要试探出敌方的火力分布 最好是能侦察出 敌人在那个望而山的山头布置的炮火 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 可结果 这一个营被一轮石头给爆销了 伊达正宗经历过日本的战国时代 就算是最穷困的大明 在打仗时也都是对射弓箭啊 哪有丢石头的 这也太低级太小而科了 这是对日本武士的不尊重啊 如果能抗议 伊达正宗现在肯定要严正抗议了 紧接着 对日本武士更加不尊重的事 发生了 战壕里跳出几十个人 他们抽中板 搭在壕沟边上 跑过壕沟 开始用菜刀剁人头 是的 伊达正宗确信望远近利根本没看错 这多数人用的就是菜刀 侮辱尸体已经很过分了 把人当菜来切 这可更过分了 开荒团这是神骂东西 简直不是人啊 伊达正宗连骂混蛋 骂着骂着 他目瞪口呆了 一窝疯的从战壕中 爬出无数人 他们像疯子一样冲向屠宰场 不 是冲向战场 开始用菜刀收割 伊达正宗终于痛苦地呻吟起来 这些人不是开荒团的战士 他们是当地的农民 这些人居然是农民 混蛋 他已经出离愤怒了 开荒团根本就没用战士和他对战 用的就是一帮子农民 这些农民在干嘛呢 在抢人头 血淋淋的人头啊 这些农民怎么下得去手呢 尤其是许多日本兵 他还活着 只是受伤而已 但是好汉架不住人多 古断经浙的日本兵 根本抵抗不住这些疯了的农民 伊达正宗想下令 去屠杀那些嗜邪土著 可是部队为了避免炮击 离战场最近的 也是松松散散 在三四里之外 哪里来得及呢 那些先跳出壕沟的 砍的是最近的死人头 后跑出来的就要跑得更远 再后来的 就是去砍那些伤兵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38 第十卷 第八十五章 钱的力量 伊达正宗木字净烈 日本兵不是牲畜 不能任人宰割 尤其是任农民宰杀 这是军人的耻辱 他命令炮兵开炮 轰隆隆炮声震天 这些土著呼拉一下 连滚带爬向战壕逃去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 一颗炮弹也没落到他们面前 那些炮弹 落点远着呢 根本就够不到他们 这还怕什么呀 这些人又杀回来 那些动不了的日本伤兵 听到炮声 感觉是解脱了 被炮炸死 就算是被自己人的炮炸死 也比被活活割头好啊 可是最终他们发现 这样的死 也是一种奢望 炮兵离这里 距离超过了十里 根本就帮不上他们 这些日本兵彻底绝望了 甚至连抵抗挣扎的念头都没有 现在挣扎 也只会让自己多受罪 何苦呢 提了人头跑回的土著 欢呼雀跃 一些开荒团士兵 在旁边摆了桌案 口中喊着 这里啊 这里买日本兵的人头 二两银子快来啊 快来 土著们呼啦一下围上去 送上血淋淋的人头 换回白花花的银子 黑于阵口就站着女人们 见到自己的丈夫 换回二两银子 立刻就是一片的欢呼拥抱 也不嫌丈夫身上的血迹 多少年都未必能攒下的巨款 就这么轻轻松松转回来了 这钱来得太容易了 另外三个围观的名团 眼都红了 纷纷找上郑之龙 要求上前线 丢几块石头谁不会啊 用菜刀剁脑袋 那也不是什么技术活啊 赚钱的胆量 咱也是有的 郑之龙对大家道 各位乡亲 奋勇杀敌 保家卫国的心情 我是理解的 但是上前线是有风险的 你们不怕死吗 二团团长是一个红脸汉子 名叫龟六 他吼道 都是爹娘养的 你们不怕死 俺们怕什么呀 人死鸟朝天不死赚大钱 死了咱们也认了 有钱必须大家轮流上 不能因为民意团团长 和你喝酒对性 你就偏向他 郑之龙被说的有些尴尬 这还上纲上线了 民意团团长寒山 和他看着顺眼 两人真的一起喝了几回酒 现在被人拿住把柄 郑之龙也只能呵呵硬着 这时民意团团长寒山 也跑过来 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精壮青年 把六两银子拍在一个少妇手里 这少妇抱着丈夫 跳了好几跳 感情这家伙 割回三颗人头 红脸汉子对寒山愤愤道 你可太不讲究了 这怎么着 也得咱们几个团各出些人啊 现在你们团 每人多得二千银子的出公费 还有很多人拿了人头赏 钱都让你们赚去了 寒山不屑地看了眼龟六 龟六 看你那点出息 就咱们这一脚踢不倒的钱算啥呀 俺刚才问了 你小子猜猜 那些士兵杀个日本兵 能给多少钱 这下所有人眼睛都向这看过来 耳朵支撑起来 就听龟六问道 寒山河 你说多少 寒山比出两个手指 龟六大笑 还不就是二两银子 寒山河骂道 没见识 人家一个人头二十两 龟六惊得退后两步 不 不会吧 你弄错了吧 二十两 这也太多了 够他娘攒一辈子了 我骗你干啥呀 告诉你 一团章马上换人了 郑参谋 已经答应让俺参军了 以后俺就是军人 他们开荒团 必须有人头才能转正 俺是够资格了 龟六丢下手里菜刀 我是这兵你当得 俺也当得呀 俺的武艺 也等先十个八个进不了身的 俺也要参军 这时寒山河的女人 拉住寒山河道 山河 你当兵 俺和孩子咋办啊 你担的什么心呀 俺死了 开荒团有几十两银子的抚恤金呢 你和孩子 够活一辈子了 俺不死 你就等着吃香的喝辣的吧 当土匪搏命 都没当兵赚得多 每个人都知道 无论是土匪海匪 都是没本的买卖 来钱最快了 寒山说 当兵赛过当土匪 一下子引起众人兴趣 都纷纷围上来 许多有心的年轻人 就开始问东问西 就听寒山河道 你们中谁去山林 和郑参谋打过祖极战的 有人举手喊道 我去过 寒山河问那人 你说 那些日本人厉害吗 就听那人道 咱们当时打的 是个日本低武士 叫什么 足利崇光的一个团 据说 是幕府第一团 应该是厉害的 不过被咱一顿舌头 给砸死一半 老子比他们还厉害 又有人喊道 王六 就你那怂货 和厉害根本不搭边啊 王六立刻争辩道 你不信可以问俺老婆 俺是不是带了 二两银子回来 俺当时也有一个人偷工的 哇靠 这日本人太怂了 王六都能拿人头工啊 许多人都跟着兴奋起来 吵吵嚷嚷去找郑之龙 要求火线入伍 保家卫国 都感觉不当兵 就对不住爹娘 生得自己这一百多斤了 这可真是赚钱捷径啊 商人出身的郑之龙 心眼不是一般的多 买人头 就是他的主意 看似白花花 出去许多银子 却成功激发了土著的欲望 也培养出了他们的胆量 在郑之龙眼里 什么东西都是有价格的 如果不卖 那就是价格没到位 这些土著最开始 对于他们是消极抵抗 到现在积极参与训练 甚至积极参与战斗 最终达到要参军 都是郑之龙 用钱买来的 不要说他们是日本人 钱到位了 他们现在就要保 开荒团的家 为开荒团的国 郑之龙丝毫没有瞧不起他们 日本人重视的是 对马岛地盘 可并非这些百姓 孟子曾说 君之士臣如手足 则臣是君如复兴 君之士臣如全马 则臣是君如国人 君之士臣如土戒 则臣是君如寇仇 日本人把这些土著 也就当作土戒来看的 那么对马岛的人 对这些日本人 能下得了狠手 就一点也不稀奇了 因为他们对日本 根本就没有归属感 郑之龙对大家道 大家想参军的 先报名 我们发给武器 有了战功 也比照咱们开荒团的待遇 可是 你们还没经过正规训练 为了你们安全着想 激烈的战斗 你们还不能参加 只能先作为预备军 无论是参军的 还是围观的 都纷纷称赞郑之龙人意 只有阮成勇 嘴咧得更歪了 咱这本家兄弟 不会有只好心的 这是怕新兵上阵 混到老兵群里 影响老兵了 人为财死 鸟为失亡 报名的非常踊跃 居然有五千两百多人 经过筛选 淘汰年纪大的 身体弱的 只留下了四千两百多人 编为一团 然后把最近几次战斗 缴获的日军各种武器 分发给他们 人手一箭 还是能做到的 重头戏是 郑之龙当场宣布 会给他们更多战斗机会 让他们发大财 这些人欢声雷动 被淘汰的人 也是羡慕万分 弄得软成勇直挠头 直纳闷郑之龙 是怎么把这些人 都给忽悠瘸的 怎么送死还要争着排队呢 阮成勇百思不得其解的事 在郑之龙看来 是很简单的 那就是送死 也是有价格的 他给了百姓合适的价格 那么这些人 就会踊跃赴死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 看看寒山和他媳妇 虽然是恩爱夫妻 可还是赞同丈夫参军 那就是因为 参军给他们的诱惑 太大了 郑之龙甚至怀疑 这女人 是不是就打了 要抚恤金的主意 有了四千多人预备军 防守黑鱼阵的力量 又增加了不少 这让郑之龙 很是高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739 第十卷 第八十六章 等一个人 郑之龙是高兴了 伊达正宗的怒火 快冲破脑门了 他派了一营兵送死 本就要抗主飞翼 测出敌方火力 可是眼前 测出了什么个玩意儿啊 那些穿着五花八门衣服 就会扔石块的 明显就是农民啊 敌人正规军呢 哪里一帮农民 你糊弄谁呢 说好的火枪火炮 手榴弹呢 救人十块 就灭了咱们一个营 这还有天理吗 以后还能一起好好玩耍吗 伊达正宗都快哭了 开荒团 明显是不按规矩出牌的 难道是自己老了 派出的试探 火力不够了 可如果派出一个团 火枪火炮都压上 那不就是大举进攻了吗 伊达正宗作为老牌军事家 强征百姓为军队服务的事 也没少做过 可那些百姓做个后勤 都是相当不合格的 一有风吹草动 很可能做鸟兽散 就算跑不了 也会撅在地上装死 哪见过这么傻的百姓啊 不仅疯狂地替人家丢石头 还敢出来替人割人头 杀这些百姓 对伊达正宗是没什么心理障碍的 这些已经不能算是百姓了 算敌人 关键是怎么杀 或者说下面应该怎么打 一个赢一个赢的天游战术 那肯定是不行的 团级单位上阵 有旁边的望儿山炮台威胁 也是不行 伊达正宗撕损片刻 权衡利弊 终于下定决心 优先攻打望儿山 望儿山上草木葱雨 这个季节放火烧山 那是想都别想 不拿下望儿山 整个黑鱼镇的攻防战 就将是个僵局 一定要不惜代价 拿下望儿山 伊达正宗下了决心了 必须布置地九团 猛攻望儿山 这望儿山是座小山 东南面海 西面和黑鱼镇接壤 只有北坡能够进攻 一个团四千多人 根本形成不了攻击队形 第九团团长龟田太郎 领命后 立刻命令两个营 作为进攻主力 两个营座预备队 冲向望儿山 黑鱼镇一座房顶上 成了李友静的临时指挥所 郑之龙对李友静深情 日本兵士气不高 不愿意冒着炮火 猛攻黑鱼镇 那必然会猛攻望儿山 我现在就去山上指挥吧 李友静道 不急不急 阮成勇最近太积极了 刚申请了望儿山的 第一道防线指挥权 这日本人 一时半会儿 突破不了这道防线 阮成勇你还不知道 大战 他可能打成糊涂账 这样一条直线 最适合他发挥了 更何况敌人 舍不得调动炮兵来助阵 望儿山 稳如泰山的 没事 日本人的炮兵不能用 我们的炮兵一样用不了 望儿山山势陡峭 炮兵射击角度太小了 怕误伤自己人 只能干看山下打 敌人想到山下发起进攻 得先通过炮火封锁区 够扒他们一层皮了 这么多火炮 得看看火力 到底是个什么程度 你看 说着说着这就来了 郑之龙展望去 几千名日军 正蜂拥地冲向望儿山 郑驱龙皱眉道 日本兵就不知道 以散兵线冲过封锁区吗 难道他们的指挥官 都是猪脑袋吗 这些日子 我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 李司令常说 日本兵是咱们 开荒团的劲敌 可我们接触到的 德川袖中的幕府兵 应该是日本最强的部队了 根本没看出多厉害啊 司令虽然高瞻远瞩 算无一策 可对日本人还是高估了 你看看 这个过封锁区 那得死多少人呢 这些人虽然拿了火枪 也还是集团冲锋 还那套嘛 这就是送死的 日本人这傻呵呵的冲锋 可乐坏山顶炮兵了 这一个多远 他们是一炮没放 可憋坏了 炮火封锁区的射击角度 早就测量好了 见日本人一头钻进了封锁区 大炮小炮一起开炎 煞时间 一个团的日本兵 就被猛烈的炮火所覆盖 这个龟田太郎 是刚从副团长被提拔上来的 他也有幸成为日本最短命的团长 直接被密集炮火给炸死了 一个团的士兵 跑到山下的时候 居然只剩下不到两个营了 不等他们接到团长命令 阮成勇已经率领部队冲了上来 谁说防守方就不允许冲锋了 阮成勇这个义勇之夫 不用去军校学 天生就会打落水狗 他见冲过来的日本兵 个个丢盔器甲 呆头鹅一样 四下地寻找自己长官 阮成勇就知道机会来了 这要不干一把 那对不起磨破嘴皮 才争来的第一道防线的指挥权呢 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 这些日本兵根本就不知所措了 他们刚从炮火中余生 还没缓过劲来 敌人就已经冲到跟前 有些日本军官大声呼喝 命令展开队形抵抗 但是队形在哪呢 这哪个连哪个营怎么排序啊 主将阵王互不同属的部队 即便放在后市 指挥都是一大难题 更别说在那个时代了 更何况 一个团一下死掉这么多人 剩下的人 这已经处于崩溃状态了 不知是哪个日本兵 第一时间发现 身后已经没了炮火了 反正是一声呼喊 呼啦一下子 所有日本兵 包括军官在内 步调一致 掉头就跑 一代军神伊达正宗 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自己几年没出山 世界变化太大了 刚刚一个营被黑鱼镇的农民消灭了 这已经让他很难接受了 转眼间 一个团 又被炮火消灭了 敌人到底多少炮啊 敌人不是一个团吗 这一个团 怎么会有如此猛烈的炮火呢 这可比自己九个团炮火集中起来 也不差啥了 这以后日子还怎么过呢 自己手里有多少家底 能经得起这么祸祸呀 看着剩下那一千多人 在敌人屠刀下狼奔使徒 伊达正宗已经不打算派部队去接应了 那炮火封锁带太可怕了 生死有命 这些人呢 自求多福吧 现在不用骂独立崇光无能了 自己是更没出息 就打两次 一次没了一个营 一次直接团灭了 他现在必须重新做出战斗方案 破掉望儿山和黑鱼阵 互成犄角的局面 尤其是望儿山这炮台 必须要打掉 在这样猛烈的炮火下 进攻黑鱼阵 有多少人命也不够甜呢 总不能寄希望于敌方炮弹会用光吧 伊达正宗下令撤兵了 他要等一个人 这个人是他胜利的希望 伊达正宗的面色铁青 眼睁睁看着那个团的残兵被追杀歼灭 也不令人支援 下令全军后撤十里 依托山岭扎营 就在伊达正宗心情抑郁 一筹莫展的时候 士兵来报 李旦求见 伊达正宗一喜 如九汉冯甘林 慌忙迎出军营去 就见一个温文尔雅的中年人 从容淡定 正站在军营之外 伊达正宗急步上前 招呼道 李先生 终于把你盼来了 一边说着 已经一边拉住了李先生的手臂 这个李旦是何许人也能让木高于顶的伊达正宗如此轻言 说起李旦可是赫赫有名 其指伊达正宗便是德川秀中也是崇敬有加的 别说这个时代了 就是在历史上 这也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一位 这个李旦是大明福建泉州人 郑之龙的同乡 最开始是做海商 走的是大明到菲律宾这条路线 这人精明 几年时间就积累了无数金钱和人脉 然后就遭遇他人生第一次危机 那就是海盗盯上了李旦的船队 为了抵御海盗 李旦不停地扩充自己的护航力量 再后来就收买海盗 再再后来就收编海盗 到最后自己成了大海盗 因为倭寇猖獗 大明无力剿匪 只能对自己狠点 近海政策越来越严厉 不允许商人出海 就是海边住户 也得向内地迁徙 李旦在大明待不下去了 就跑到日本来定居 这个李旦有钱有势 日本倭寇也多数变成他的手下 此时他就发现 做商人远没打劫来钱快 于是李旦就彻底完成了蜕变道路 成为了海上最大的一股倭寇 恰好得川家康 着力于统一日本 和其他大明开战 最缺各种武器弹药 李旦和德川家康一排集合 李旦的发展模式 就是一商一道的 他帮着德川幕府 从荷兰和西班牙人手中 采购武器物资 对德川幕府统一日本的贡献 极大 伊达正宗 作为一名有野心的大明 也没少获得李旦的资助 可惜这些年开荒团强势崛起 李旦这样隐居幕后操纵海盗的手段 就敌不过李盛广 崔秀之流 亲自上阵搏杀得很辣了 手下也一股一股被崔秀蚕食 逼得李旦不得不彻底躲在日本 做起了商人 伺机而动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40 第十卷 第87章 李旦献策 伊达正宗接受了对马岛司令的任命 第一个就邀请李旦 做了自己的幕僚 李旦见多识广 而且谍报系统渗透周边国家的各行各业 论起消息的灵通程度 还要超过德川幕府 伊达正宗把李旦请到自己的大仗落座 寒暄几句 就直奔主题 介绍今天兵败的情形 向李旦问计 可能有人会以为 一个有自己军队 能争贯战的大名 怎么会向一个海盗头子问计呢 这也不是发羊角疯吗 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 伊达正宗最辉煌的时候 不过就有五万战兵 而且打的是内战 而李旦最辉煌的时候 有海盗十万 掠夺各国边境百姓 那都是小意思 就是攻打大名各国城池 那也是常有之事 要说起对外作战 伊达正宗也就是十多年前 去了一趟朝鲜 和李旦如何能比呢 这李旦还真能当得起老师 李旦听伊达正宗介绍完 摇头道 正宗 你错了 错得太大了 伊达正宗愕然 我自有熟读兵书 也一直清零战阵 这黑鱼阵和望儿山互为犄角 想事攻黑鱼阵 后主攻望儿山 何错之有呢 诗意识意法无定法 以前的时代 守城方用的是滚尸雷目 杀伤有限 警攻的一方都用密集队形 大家一拥而上 互相撞胆 虽然有伤亡 闯到城下的还是多数 现在守方用的是犀利的火炮 杀伤面大 还采用这样队形 那欲送死无疑 伊达正宗恍然大悟连连点头 有理 有理 不知 该当如何破解 据情报说 凯华团攻打赫图阿拉城的时候 赫图阿拉城有多门要塞炮 那可都是万金巨炮 威力不小 凯华团也是顶着猛烈炮火进攻 死伤不过几百人 就是因为他们用的疏散阵形 他们管这叫散兵线 荷兰等列强攻打有火炮的城池 现在也用的是这种阵形 郑总也应该学习他们 这些年火器发展极快 我们这些老古董的脑筋 有些跟不上了 这些年我一直听闻 大明腐朽没落 十多年前 也曾与大明军队交手 不过而而 这些年过去 他们的军队 怎么会变得如此强大 难道是西方列强参与其中了 郑总又错了 大明开荒团不是大明的军队 大明开荒团 虽然挂着大明的名头 实际和大明一点关系没有 不过西洋很多济石工匠 都被开荒团重进网络去 所以开荒团的军功 可能确实不弱于西方列强了 一达郑总惊道 这么说 开荒团战力远高于日本了 李旦点头 开荒团军队战力 应该远超咱们日本 完全可以和西洋列强一较高下 甚至我觉得 他们比西洋列强更厉害 一达郑总还是有些不幸 这开荒团 才崛起几年 敌运有限 怎么可能达到西方列强的程度 那个李生广曾经袭击巨港 以一百多士兵正面列阵 消灭了荷兰六百多火枪手 前段时间西班牙进攻上海 开荒团以三百士兵 对两千西班牙士兵又是完胜 亏一般知全报 开荒团不是达到了西洋列强高度 而应该是超过了他们的高度 他们现在控制的 是原来安南国 台湾 后京国的区域 论国土面积 不下于大明 人口也达数千万 战争底蕴 远不是日本能比得了 一达郑总 眉头紧锁 我这些年心灰意冷 不知事实 如此说来 幕府这次与开荒团作战 疏为不至啊 郑总已经看到了 便是开荒团一支蒲丛军 战力也超过 我们日本最强大的幕府军 现在登岛的 不过是开荒团第五军 一个团而已 后面第五军十万大军 陆续来到 郑总你还有 有声望吗 见一达郑宗 颓然的样子 李诞继续道 其实啊 这第五军不强 开荒团真正强大的 是其余几个军 现在第一军 第二军北伐北蒙 第三军已经攻破后金老巢 据谍报说 分兵两路 一路东进 一路挥石辽西 估计想和第四军 合力剿灭南蒙 四处挑起战火 让开荒团捉襟见肘 才不得不派出这个蒲丛军 到对马岛 多县作战是大计 开荒团 这是自势武力过人了 开荒团司令李翼 很年轻 还是有些急躁 中国人有句话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寒水 这南蒙 北蒙和后金 是开荒团最优先剿灭的对象 所以暂时顾不上日本 才派出最无能的第五军 伊达正宗脸色挥败 他喃喃道 最无能的第五军 那大将军 怎么会这样失策 您和大将军交好 为何不加以劝阻呢 李某一生万水千山走遍 也算纵横过五湖四海 监视过无数英雄 这开荒团应急而生 那个开荒团司令李翼 一步步走来 貌似随意布局 却无一不是妙招 当真了不得 当他一旦促进周边 跨海争日必是定局 秀忠大将军 也就是看透这一点 才破釜沉舟 选择提前出手 联合几国联军 共同攻打开荒团 伊达正宗挥手 让帐内士兵退下 这才探身 向李诞低声问道 这里没有旁人 你实话告诉我 按你的想法 这场仗 难道日本有败无胜了 李诞叹道 开荒团的根基在陆地 西班牙攻打上海惨败 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联军攻打开荒团内陆 是自寻思路 可海战能获得什么 一晃快两个月了 联军在海上 可取得了什么战果 那个海上的崔秀 就以几十艘战舰周旋 联军都奈何不得 这战争结局 正宗不是一目了然 秀才不出门 可知天下事 先生虽然隐居 对天下事 动若观火 正宗佩服 不过是以前的情报底子 打听些消息内幕还行 相有作为啊 已经是无能为力 这次对面带兵的 一个人叫郑之龙 论起来是我泉州老乡 而且是我子职辈的亲戚 不到二十岁 可那又怎样 这天下以后 就是他们年轻人的天下 我们已经老了 依达正宗呼得精神一震 那能否许给郑之龙高官后路 让他返水呢 他在开黄团 不过是下层军官 到我日本就是高级将领 大明军官返水到日本的 可不在少数 有道是人往高处走 李旦却呵呵笑起来 郑宗 你说得对 人往高处走 恐怕郑之龙这些人 早认为日本 不过是苟延残船 行将旧墓 怎么会往这低处走呢 我这侄儿也是商人出身 精明着呢 这话休题 唉 我明白了 我们违京之际 只有把开荒团打疼了 才有争取和谈的机会 获得最大利益 明日 我就开始训练进攻队型 还请先生指点 伊达正宗是个骄傲的军人 从骨子里是看不起李旦 这样的汉奸的 不过李旦能做到当时最大海盗 也是李旦的本事 他对李旦示好 不过就是想加以利用而已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41 第十卷 第八十八章 众赏之下 李旦坐在伊达正宗对面 侃侃而谈 其实 这场中日战争 李旦并不看好日本 可是让日本和开荒团 截下血海深仇 这才符合他李旦的利益 这两年 李旦的部下 被开荒团 收的收杀的杀 对于开荒团 他是又恨又怕 他担心哪天 弄得中日友好 日本一冲动 把他这个大海盗 给引渡给开荒团 那他就没地方哭去了 现在日本 虽然和开荒团打起来 可是如果日本 在这场战争中 屡战屡败 很可能就会很快屈服 他必须给日本加把火 让日本和开荒团 狗咬狗翼嘴毛 最后他李旦来个欲蚌相争 渔翁得理 这才能稳坐钓鱼台啊 说不定到那个时候 不仅是日本 就是开荒团 也要把他李旦 奉为上兵呢 他现在必须展现自己的价值 给伊达正宗做幕僚 就是李旦的第一步 他必须让开荒团 对自己感到惧怕 最终让开荒团 主动地招揽自己 李旦并没仔细研究 开荒团这些年 主动招揽过谁啊 碾压才是开荒团 一贯的风格 李毅当年新办议学 后来办军校 人才自始至终 采用的都是 自给自足的方式 李旦那套 从三国演义里学的 欲擒故纵 根本就不应该 放在开荒团的身上 接下来两天 伊达正宗开始演练 散兵线进攻 李友敬和郑之龙 站在望儿山山顶 遥望日本兵的演练 郑之龙不屑道 哼 急来抱佛脚 日本人终于醒悟了 不过这散兵线进攻 是一招一系练的出来的 李友敬边调整望远镜的焦距 边说 日本兵一夜间就进步了 虽然比咱们全体散开 差得太多 可是也是进退有序 日本兵营 这是请来高人指点的呀 可惜密度还是太大了 这应该是以班为单位 进行的进攻训练 郑之龙疑惑道 日本人急切前 哪里找来的高人 难道是他们请的 荷兰人做教官 郑之龙哪里会知道 伊达郑宗请的这个高人 就是后世 他拜的干爹 靠这个人提拔 依靠这个人的衣钵 郑之龙才成为了 世界史上第一的海盗 可惜历史的轨迹 已经偏移太多了 现在不但郑之龙 成了开荒团的一员 就是那大海盗李旦 也彻底放弃海盗身份 专心的经商了 两人相遇对马岛 也不再是惺惺相惜 而成了敌对的阵营 李友静放下望远镜 无所谓到 这高人高的也有限 这样小谷急切进攻 一样会损失惨重 他们打算的 就是冲破炮火封锁 到达山下 进了望远山密林 又可以用他们集团中锋的老路了 他们不知道 密林战 咱是祖宗 就让这小小望远山 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 李友静并没清楚 望远山遮挡事先的密林 就是希望借助这些繁茂职务 发挥原本安南士兵 最擅长的丛林战 要知道 当年蒙古人进攻安南 大明进攻安南 都遇到过丛林战 这个难题 偏偏到了开荒团 因为从海上 沿大江大河 直接进攻战略要点 让安南 根本没有机会 发挥自己的所长 现在李友静 打算发挥这个特长了 虽说望远山 是小了些 烛光摇曳 伊达正宗和李旦 密谋良久 仍旧没有拿出完善的作战方案来 伊达正宗烦躁道 先生 你我相交许久 也不必藏着掖着 我这次领命 非为我个人 也是受本应方算杀的大义感召 一心为国的 先生 虽然跟在大明 然大明已弃先生 归国无路 您在日本定居多年 无论德川家康或者德川秀忠 都带先生 如上兵 此次先生 虽应我之邀 但没有大将军首肯 先生 必不会来 既来之则安之 还望先生 再出巧计 破了敌军 你我才能安生啊 李旦探口气道 我临来前 确实得了大将军首肯 大明虽然是我故国 但是早恩断一绝 我两个儿子死在明军之手 此恨不共戴天 不是我不尽心 说出我的想法 实在是 日本军队和我们海盗 区别很大 海盗能用的战法 军队未必能用 一达正宗皱眉道 请先生说说 如果是你们海盗 这仗该怎么打 海盗到头填血 旱不畏死 这样局面 自然趁夜黑风高 偷偷混过炮火封锁线 冲上山乱战搏命 这个嘛 确实很难啊 我们士兵单兵素质不如海盗 尤其多数士兵 夜里不能失误 现在是月末了 一点月色也无 这些军兵 明晃晃举着火把冲过去 不是做了炮火的靶子吗 可是没有光亮 他们不变方向 恐怕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除非先派死士 在山下燃起火光 士兵向火光奔跑 就不会跑错方向 一达正宗呼而一喜 猛拍大腿道 有了 他转身吩咐侍卫 请足力重光来 足力重光正闷坐军营喝酒 虽然军营敬酒 军官更应该坐着表现 但他足力重光 现在还能算是军官吗 这次出征 他就是个看热闹的观众 虽说没怎么处置他 可把他亮到一边 已经说明了幕府态度 不过是军务紧急 来不及追究他的过错罢了 现在别说他了 连带他的团 剩下的几百残兵败将 也是整天垂头丧气 郑郁闷的时候 忽然来了军令 要足力重光 马上赶赴中军 向一达正宗报告 足力重光一喜 他知道 要处罚自己 不会是半夜吉林 肯定是有用到他的地方 足力重光不怕死 就怕死的窝囊 果然 当一达正宗 见到足力重光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是 你怕死吗 足力重光郑重回道 战死是武士的荣耀 如果是上战场 重光万死不辞 这些天战事不利 估计你也知道 我打算 夜席望而山 需要勇士 在山下点起火来 在漆黑夜中 为我们士兵引路 这个人 必须身手敏捷 能夺过敌方赤猴 还必须有勇力 能背负木柴 硫磺这些萤火之物 我和李先生 苦思良久 军中论武已高强 非你莫属 你若能成功 我保你将功折罪 依然做你的团长 给你补充兵援 足力重光一喜 立即到 敌军是赶战之时 我们的军队 几里路赶过去 恐怕根本站不住脚 一冲就溃散了 我团剩下的人 虽少 可都是百战汉族 我愿意我团 剩余七百名战士 为前驱 为大军 打下立足之地 伊达正宗大喜道 好 如果拿下望儿山炮台 我便任命你为 幕府第一师师长 想来大将军 也能认可你的功劳 足力重光可并不在乎 他的部下性命 如果有立功的机会 再用几百残兵换得高升 这样的机会 他还是要把握住的 三人又重新敲定细节 最终决定 天明立刻着手准备 就以足力重光的残部为前驱 用最勇猛的第五团 山目刺廊部 跟进进攻 敌人山上 最多布置了一千人 毕竟黑鱼阵 需要防守面积太大了 应该抽调不出多余兵力 自己五千士兵 对敌人的一千士兵 这怎么看 也受稳操胜算呢 第二天 足力重光 先和部队说明了厉害 败兵是有罪的 虽然惩罚不一定重 但是影响一生 那是一定的 现在有了立功的机会 做前驱 这些士兵倒也没什么怨言 当兵打仗嘛 天经地义的 他们等级低 还不知道 前线已经葬送了一个团 加一个营的士兵了 给他们的这个机会 就是真正的 送死的机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七百四十二 第十卷 第八十九章 两个傻子 第二天 足利崇光的乙营 休息了一天 晚餐每人多利碗肉 吃饱喝足 又发了一份干粮 然后再次检查了刀枪器械 就出了军营 在赤猴引领下 摸出十里路 这才坐下休息 夜晚偶游打斗呼和 甚至火枪轰鸣 不过接着 又是归于沉寂 这些士兵知道 那是双方赤猴 发生了接触战 也没有人为这个紧张 他们紧张的是 即将到来的大战 这一夜本来就没有月亮 又加上是一个阴天 那更是伸手不见 无止 足利崇光背负了六十斤 披得细细的干燥木柴 五斤药销 五斤火油 用油布包裹 匆匆上路了 连日阴雨 草木都饱含水分 就是火油 也引不起山林起火 没办法 足利崇光 只能自己背负干柴 足利崇光自由恋武 目光锐利 即便在暗夜中 也能一路避开敌方的观察哨 他弯着腰 快速前进 忽然侧后一声 口令 随之刷的 站起一人 这人浮在土耿下 和周围浑然一体 足利崇光 根本就没有发现 足利崇光 哪有什么口令呢 他一反手 投出力饼泪叉 足利崇光 有几把泪叉 他的泪叉 长只有八寸 本来是副手武器 如今被足利崇光 当作暗器来用了 两人只距离几米 足利崇光知道 出手必重 可就在此时 足利崇光 眼角的火光一闪 接着就听喷的一声 足利崇光就感觉 后背如被重锤撞击 扑倒在地上 足利崇光满心遗憾 自己一声 难道就这样结束 在一个敌人小兵手里了 足利崇光扑倒的时候 那赤猴也一声惨叫 扑倒在地 明显是两败俱伤 也中了足利崇光的泪叉了 他挣扎几下 很快就没有了声息 足利崇光并没有喜色 他知道自己如此近距离 被火枪击中 命也算是到头了 后背火烧火了得疼 足利崇光趴在地上 万念俱灰 尽等死亡来临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 他忽然发现 后背除了疼痛 好像并无大碍 他爬起来 伸伸胳膊伸伸腿 没事 摸摸后背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后背的木柴 救了自己一命 子弹穿透木柴 已经无力了 只钻破他的皮肤 他算是捡回一条性命 足利崇光暗道侥幸啊 这子弹如果是打在火销上 恐怕瞬间爆炸 就得把自己点了火炬了 足利崇光过去 翻动敌人尸体 找回自己的内叉 更加小心地上路了 这暗沉沉的夜里 并不宁静 双方斥猴 侦查反侦查 小的冲突不时发生 足利崇光这边发出的声响 就是一个小插曲 也没有引人注意 军队中 赤猴历来是工资最高 风险最大的兵种 在刀尖上跳舞 一失足就是千古恨 足利崇光自幼练武 耳聪目明 仗着超人的势力和感觉 他终于摸到了望儿山的附近 这个位置还不行 他必须找到一个适合的地点 既能防备炮击 作为集合地 还能作为进攻的始发地 足利崇光趴在地上 悄无声息地慢慢蠕动 生怕功亏一篑 被守军发现 他现在已经发现几个哨位 都小心绕开了 这个什么开荒团 真的像狐狸一般狡猾 如此大忧局面 依旧是小心谨慎 居然派出这么多的哨兵来 足利崇光爬了几圈 发现好位置居然都有敌人的杠哨 这可难坏他了 必须选择最好的位置点火 足利崇光按下决心 再距一个哨兵三十多米的地方停下 慢慢放下背包 把火销火油撒在木柴上 掠过灵梢的呼呼风声 掩护了足利崇光 当他点起火时 不远处哨兵也有些愕然 完全没弄明白 这眼前怎么会突然起火 这火又是从哪来的 自己是应该扑灭火呢 还是任火烧完呢 这暗夜里的火光太醒目了 阮成勇被叫醒 他看到火光立刻下令扑灭这火 阮成勇的大脑平滑 倒也没聪明到能明白火光的寒意 他只知道 这火肯定不是自己人点的 既然是敌人干的事 那咱们就得反对 就是这么简单 一堆木柴爆裂燃烧着 火苗窜起印红周边 两名战士跳出战壕 呼喊前方哨兵一同奔向火堆 足利崇光点燃木柴后 就立刻隐身在旁边的黑暗里 他必须保证这堆木柴能够燃烧十分钟 给后续士兵做黑夜中的航标灯 那个哨兵离火堆最近 听到灭火命令 他冲向火堆 用手中刀挑向燃烧的木柴 可还没等碰到木柴 就觉背心一疼 他惨悔一声 扑倒在火堆边上 足利崇光投出的泪叉 已经深深地扎进他的后心里 后赶到的两名战士 脚下一掷 四处观察敌人藏在哪里 可是周围暗沉沉的一片 哪能看到人影呢 这时阮成勇也提刀 风风火火赶了过来 他已经看准泪叉飞来的方向 直接扑了过去 嘴里喊道 你们灭火 这时阮成勇已经明白了 这火光肯定是什么信号 灭火是当务之急 可惜这个命令把这两名战士 也送进鬼门关了 两人刚跑到火堆边上 又是两把泪叉飞出 两人也瞬间倒了下去 这泪叉是短刃 比中国暗器飞刀要长了一倍 想把这东西当成飞刀用 守进臂力 都得过人 足利崇光 从小力量就远超常人 平时就练了一手 非泪叉的绝技 虽然不能说百发百中 可一旦射出 除非命中部位是四肢 不然人就没得好的 足利崇光 虽然射到两人 但也彻底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阮成勇冲过去一刀劈下 足利崇光翻滚躲开 从地上一跃而起 枪的一声 架住了阮成勇的第二刀 借着火光 两人都认出了对方 同时喊了一句 谁 这真是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两人立刻就狠斗起来 正所谓风水轮流转 上次足利崇光 战了主场 这回换成阮成勇 有了主场优势了 足利崇光 必须分神看顾火堆 这手上就落下来 阮成勇 则是越战越勇 高声呼吓 打得威势十足 可惜他的武艺 差上一筹 一时半刻 也砍不倒对手 这时 已经有十多名士兵 赶了过来 都端火枪瞄准 可两人打得难解难分 根本分不清哪个 这个时代 火枪准头太差 一个不留神 把阮成勇撂倒 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些人 端着枪瞄来瞄去 哪敢发射呢 此时阮成勇 早就不让人灭火了 他这脑子本就不灵 这个时候 满脑袋想的都是 如果火灭了 足利崇光 趁黑逃跑怎么办 别说自己不下力灭火 恐怕谁去灭火 他就得跟谁急 至于那些战士 也知道 靠近火堆最危险 没有命令 谁也不靠过去 足利崇光 眼见没人靠近火堆 总算放下心来 随手把左手泪插 头向阮成勇 这暗器是一寸短一寸闲 这么大的飞刀 速度就显得不够快了 阮成勇当郎一刀 就割掉这把泪叉 不过足利崇光 也没打算靠一把泪叉 就能放倒阮成勇 他飞出这把泪叉 只是为了双手执刀罢了 正常窝刀都是三尺左右 足利崇光特制的窝刀 长有四尺 更适合他高大身材 和超出常人的臂力 上次在山岭丢了一把窝刀 就把足利崇光心疼了半天 亏得日本高级武士 都有备用窝刀 这才让足利崇光 还有趁手的兵器 如此长的窝刀 单手用是很不顺手的 足利崇光换为双手之刀 立刻刀势就变得猛烈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要说这足利崇光和阮成勇 还真是一对夯祸 论武艺 这两人都是勇冠三军 论头脑都是一根筋 上次神木岗足利崇光 是一心要胜阮成勇 忘了周边军情了 这次阮成勇 也是犯了同样的毛病 一心想拿下足利崇光 早就忘了足利崇光 他不是小孩 怎么会跑到两军镇前来放火玩呢 可惜的是 炮台首将云天林 现在住在山顶 另一个本打算来望而山助手的郑之龙 则是住在镇内 那帮土著现在就姓郑之龙 别人去一概不欢迎 气得李友静 直骂这帮缺心眼 郑之龙几个钱 就把他们都给收买了 如果是云天林郑之龙 在望而山下 肯定会立刻看穿这点把戏 可现在两人不在 恶果就来了 伊达郑宗提心吊胆 望着望而山的方向 他这偷袭计划 宝都压在祖李虫光身上了 可伊达郑宗也知道 要到敌人镇前放把火 还要让这堆火能持续燃烧十多分钟 这到底有多难 敌人又不是傻子 怎么会允许一堆火 在自己眼前烧这么长时间呢 事实上 这堆火一直燃烧成了灰烬 都没有人去理 因为还真就有阮成勇这种傻子来配合 伊达郑宗清临前线 第五团的士兵 距离小山也就是七八里 足利崇光的部下更靠前些 一帮人在暗夜中拼命地瞪大双眼 就见远处那火光 不负众望地燃烧起来 不等伊达郑宗下令 第五团和第一团的士兵 就已经向火光狂奔而去了 虽然有人被绊倒 但马上爬起来继续跑 这火光就是召唤 火光就是目标 谁都知道那些炮火可怕 过了封锁带和敌人拼命 就有活下去的机会 这个时代是没有照明弹的 望而山的火炮 最终也没响 那堆火还没燃尽 阮成勇和足利崇光 也还没有分出胜负 日本兵就从天而降般地出现了 当阮成勇听到黑暗中 砸他的脚步声就知道 上当了 他猛挥几刀 逼退足利崇光 回身就向战壕跑 边跑边喊 日本人来了 准备战斗 足利崇光并没有追上去 纠缠阮成勇 他后背枪伤并不算重 本来包扎一下 休息休息 就能无大碍了 可是两人拼尽全力地劈砍 让他伤口崩裂 鲜血已经把衣服湿透了 阮成勇退跑 足利崇光也拄着窝刀 完全脱力了 刚才和阮成勇拼斗 全凭一口气撑着 阮成勇现在一走 他这口气也泻了 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时火光已经暗下来 足利崇光的兵最先赶到 这些人想听足利崇光指挥 可足利崇光喘不上这口气来 根本说不出话 贤尾追击的机会 就此丧失了 阮成勇跳回战壕 也是茫然失措 他知道自己犯了错了 不应该和足利崇光决斗 让敌人轻易地顺着火光指引 给摸了上来 现在怎么办呢 敌人在两百米开外 火枪手榴弹都够不到 山顶炮兵的射击角度又不够 已经没有办法轰击阵前的敌人了 他只能吹号发令 请炮兵封锁进攻路线 云天林在山顶 也弄不清楚 这山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山下发出信号 让火炮进行火力封锁 于是立刻命令炮兵 向预定区域开始射击 大大小小的火炮响起来 第五团落在后方的部队就遭了殃了 瞬间几百人葬身火海 第五团团长山目次郎 很庆幸自己是冲锋在前呢 落后一点儿 这命就交代了 他气喘吁吁来到足利崇光身边 这七八里路和死神赛跑 真是不容易 山目次郎道 足利崇光团长 你辛苦了 这里交给我吧 你下去休息吧 足利崇光重重点头 好 山目团长 你只管只会进攻 我的人不会拖你后腿 山目次郎心中一流 什么叫不拖后腿啊 那就是说足利崇光的部队 不听他的命令的意思 这个时候还跟我玩这个套路 好 不用你的兵 我一样可以拿下望儿山 山目次郎是有底气 能拿下望儿山的 开荒团登陆的是一个加强团 估计也就是五六千人 黑鱼镇正面阵地战线太长 肯定需要重兵把守 黑鱼镇后方就是黑鱼港 这个港口是开荒团 未来登陆对马岛的据点 不容有失 这么算来 黑鱼镇守军应该占七成以上 望儿山有三成就不错了 他的团队刚才在炮火下 伤亡几百人 可是还有三千多人 对付望儿山一千守军应该不难 山目次郎南下决心的是 现在发动进攻 还是等到天明 夜战视线受阻 这个劣势可不是他单方面的 而一旦天明 敌人火气就能发挥更大优势 这优势可就是敌人单方的了 山目次郎左思右想 最终还是选择 马上进攻 山目次郎作战勇猛 可惜他出身敌威 很久都不能得到重用 亏得这次他的团长 被云天林夜袭击毙了 他这才被伊达正宗破格 从营长位置给提拔上来 正所谓蓄位知己者死 山目次郎主动请营 担负起这次危险的任务 就是要报答伊达正宗 对他的知遇真 山目次郎对所有士兵喊道 天亮了 他们就是敌人火枪火炮的靶子 杀死敌人是唯一活路 今夜有我无敌 不要管天有多黑 不会说日本话的 统统杀死 这样黑的夜里 弄条白毛巾什么的坐标记 肯定是行不通的 山目次郎在优势兵力下 用说日语来分辨 倒是最简洁的 山目次郎挥动战刀 大声喝道 我和独战队就在你们身后 为所不前者死 现在冲锋 没有什么战术 也没有什么指挥 所有目标都凝聚成了一个 杀死敌人 日本兵嗷嗷叫着 开始向山上冲锋 阮成勇防守山坡上的低道防线 他倒沉得住气 这家伙冲进敌群里 都不知道害怕的 这时当然也不会怕了 阮成勇在战壕里 走来走去 鼓劲道 日本兵马上过来了 看不着杀几个不要紧 天亮了 咱们一块算账 战功差不了你们的 猛虎 别他妈摆弄火枪了 一会儿你最多就放一枪 准备好刀子和手榴弹 日本兵冲上来了 这是一场真正的瞎打 本来无悦的月末 偏偏又是一个阴天 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 无论是攻防双方 平时也都没有什么夜战训练 也都不想点火 把自己暴露出来 亏得手榴弹的爆炸闪光 让阮成勇占了一些优势 阮成勇力气大 不停把手榴弹 向敌人多的地方投去 爆炸声呐喊声 惨叫声响成一片 阮成勇这条防守线 仅仅就是两个连 四百多人 面对将近十倍的敌人 很快防线就岌岌可危了 眼见一触开了口子 日本兵一个接一个的月镜战壕 在一闪闪的爆炸光亮中 阮成勇看得很是真切 他是真着急了 大喊了一声 我倒 随后就把手榴弹 一个跟着一个向那豁口投去 也不管那里还有没有自己人了 连续的爆炸 把剩下的日本兵都给逼了回去 可紧接着又是一处阵地被突破 阮成勇又冲过去 和周围战士抡刀猛砍 把那口子又给堵上 阵地前线在到处都是日本兵 哇啦哇啦的乱叫 阮成勇这个救火队员 已经快忙不过来了 好在此时山上的云天林 拨出一个连支援 不过这个连也只是暂缓防线崩溃 扭转不了战局 现在双方力量对比实在太悬殊了 就在阮成勇觉得 自己很可能就要完蛋的时候 突然东侧响起了冲锋号 一支胜利军杀过来 这支军队在冲到战场边缘 就不停地投出燃烧瓶 战场瞬间就变得亮堂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44 第十卷 第九十一章 大事不妙 这个时代虽然没有照明灯 可是能燃烧很久的燃烧瓶 确实有很多的 这个东西是战舰上 进攻的必备利器 可惜望而山上 并没预备这东西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进攻 可能吗 这个疏漏 让阮成勇这一线守军 吃了大亏了 亏得黑鱼阵的援军 及时赶到 这才扭转了不利局面 赶来支援的 是郑之龙 郑之龙带领了一个营 并没加入防守战团 而是投出燃烧瓶后 开始列队 用火枪阵 直接进攻日军 火枪射程虽远 日军却只带了少量火枪 仓促间 又形成不了抵抗阵型 几乎被郑之龙 一边倒地打压下去 山木次郎挥动战刀 恐吓后退的战士 可这火枪阵 是这个时代最犀利的阵型 想打败郑之龙这一个营 难度可就大了 就在山木次郎 集火攻心 一筹莫展的时候 足力重光动了 足力重光 一直在等待机会 现在战场焦点 集中在郑之龙 和山木次郎的对抗上 没有人注意到 他这支小部队 他的机会来了 足力重光 带着七百多人 一阵风般冲上了阮成勇的防线 阮成勇刚刚喘口气 让人帮他包扎几出伤口 虽然这些伤都是轻伤 但失血过多也是受不了 而就在此时 足力重光的部队 杀了上来 足力重光选的这个突破口偏西 远离郑之龙 他的七百汉族 是一路淘汰下的精兵 单兵作战能力 哪个都不弱 在暗夜里一个冲锋 就冲开了第一道防线 阮成勇的眼神好 虽然只是微弱火光 他也认出领头的是足力重光 阮成勇大喝一声 也不再包扎伤口 抓刀就追上去 可足力重光根本就不恋战 直接率领部队 钻进山林 向山顶冲去 阮成勇大惊失色 山顶现在就只有云天灵的一个连 两百多人 能防得住这疯狂的足力重光吗 可是自己现在最多就只能纠结几十人追上去 不 是连几十人都纠结不了 因为在这个时候 醒悟过来的还有山木次郎 山木次郎忽然发现 后退不是出路 足力重光已经给他们指出名路了 那就是冲锋 只要冲上山顶 毁掉敌人的火炮 自己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哪怕是死了 也值了 所以山木次郎狂吼一声 都给我往山上冲 自己带头冲向阮成勇的防线 完全不再理会郑之龙的进攻了 现在阮成勇的防线早是破烂不堪 形同虚设 他的士兵刚被调动 冲向西侧防守足力重光 现在山木次郎主力又从中路突破 完全是措手不及 被山木次郎一窝蜂给冲了过去 郑之龙的一个营瞬间冷场 站在那里 没了敌人 郑之龙也发现了山顶的危机 两三千敌军进攻山顶的炮兵阵地 云天灵的两百多人用什么来防守呢 只要敌人破坏了山顶火炮 那么敌人的火炮就能随意肆虐 黑鱼阵怕是半天都守不住了 占绝对数量优势的敌人 完全可以压倒性地消灭他们 这不光是炮兵阵地的危机了 而是对马岛所有登陆部队的危机 郑之龙已经红了眼 他大声喊道 阮成勇 阮成勇 阮成勇慌忙跑过来 郑三毛 我在这里 咱们 咱们赶紧追吧 追个屁 追在后面 只会让他们跑得更快 云天灵挡不住他们 咱们都得完蛋 那 那怎么办呀 郑之龙对阮成勇道 你带路 顺着坑道上山 又回头大喊 警卫连 紧跟着我 第一顺序进坑道 后面的都跟上 今儿晚上 不把日本鬼子杀光 咱们自个儿一头撞死 操 阮成勇你还不走 目击什么 李友静把警卫连 作为预备队 郑之龙最先想的 就是带警卫连 过来支援 毕竟这些人武艺高强 在黑夜中火拼 胜算更大些 阮成勇边跑边到 都跟紧我 这洞口不好找 望儿山上 修了一条坑道 连接山上山下 当时李友静和郑之龙的打算 是万一第一道防线被突破 可以从山上顺坑道 偷偷到山下 玩个迂回敌人的把戏 给敌人来个忠心开花 哪曾想到 现在需要从山下 赶到山上 成立一条运兵通道了 这望儿山是石头山 想挖条坑道 那工程量是巨大的 可是既然有着打算 办法总能想出来 这山上有条雨水千百万年 冲刷出的山沟 深有两三米 他们把这条山沟 用树木盖了盖子 可是无论怎么看 这条不长草木的地方 都显得相当突兀 可是他们又没有魔法 变不出树木来遮盖 最后也只能把这个 玉盖弥彰的坑道 给丢在这儿 成了烂尾工程了 这条坑道上面 根本没有铺好顶盖 树木稀疏地搭着 到处都是窟窿 走人是不可能的 可是坑道下面 做过清理 起码没有半人的石头 阮成勇顺着坑道 拼力攀爬上一块 光滑的大石头 嘴里还不闲着 又问郑之龙 咱们来得及吗 这些人跑起来 比兔子都快 郑之龙踩着身下人 一个肩膀 攀上这块平滑陡峭的山石 一不小心脑袋撞在树木上 他揉着脑袋 边跌跌撞撞地前行 边说道 应该来得及 当时李有竞想打什么丛林战 这山上的树木 根本就没有清理 这黑灯瞎火的 他们找不到咱们上山的 七纽八纽的路 从林子里穿 你应该知道有多难 应该比我们慢 阮成勇一边攀登 一边喘着粗气 你和团长谁想的 这馊主意啊 这叫坑道啊 这叫坑还差不多 道在哪呢 这怎么都这么陡啊 外面比这儿还陡 还到处是树木灌木藤岸 他们比咱们难 你们玩个啥 阮成勇突然问道 郑参谋 你姓什么神不 郑之龙不解道 这个时候你问这个吗 这哪个神灵眼 你求求啊 保佑咱们一下 我看啊 今晚这大事不妙 郑之龙真想一脚 把阮成勇给踹下去 这不是扰乱军心吗 可惜现在天太黑了 周围虽然有人打火折子 但是隐隐绰绰 大家都在奋力攀登 根本分不清楚周围哪个是阮成勇 足利崇光率领部下 冲破封锁 一头钻进山林 甩掉敌军 开始奋力登山 望儿山和海边的山一样 虽然不高 但是相当陡峭 这树头山体 养分贫瘠 大树都没长几棵 千千连连的都是灌木 藤蔓和荒草 别说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了 就是白天攀登 那也是相当不容易 足利崇光的腿 很快就被热情的藤蔓给纠缠住 他使出力气争断藤蔓 刚向前走几步 又被更多藤蔓缠住 更多的灌木挡住他的去路 没办法 足利崇光不得不把心爱的宝刀 当作柴刀用 一刀一刀地劈过去 劈断这些羁绊 足利崇光是舍不得宝刀的 可这宝刀劈精斩棘 还真不如柴刀好使 足利崇光烦躁不堪 这速度也慢下来 忽然旁边一人AO一声 原来是足利崇光 抡刀的幅度太大 滑到旁边人了 那人来了一句日本国骂 混蛋 气得足利崇光 差点一刀劈过去 有这么骂团长的吗 可是转念一想 这乱七八糟黑灯瞎火 这人当然是没认出他了 还是饶着他 等会儿当炮灰吧 就这么一分神 刀一不小心 就砍在礁石上 就听咯噔一声 足利崇光的心中一痛 暗叫不好 伸手细细俯过刀刃 果然被崩掉了一个缺口 这把刀陪伴足利崇光 已经十一年了 没想到今夜有了缺憾 难道这预示了什么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45 第十卷 第九十二章 山顶血战 足利崇光是个武林高手不假 可同时也是个迷信搂子 一瞬间就有些心灰意冷 足利崇光这一生 都是一直顺风顺水 但是自从遇到开荒团 就没顺过 难道开荒团 就是自己命中的克星吗 现在抓住机会 突破了开荒团的防线 可谁知道 等待他们的 又会是什么呢 足利崇光狠狠一刀 斩断一口恶满 把负面情绪都发泄出来 足利崇光的师父曾经说过 达不到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的境界 就摸不到剑术的精髓 但是有几人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看来星系外物是不行了 必须要勇猛精进 斩去心魔 足利崇光咬牙 不再另惜宝刀 奋力劈砍前进的障碍 云天灵站在山顶 不停地忧心忡忡地向下张望 他受命镇守望儿山 就重新调整了部署 这望儿山是一座孤山 山顶方圆不过就两三里 部署了数十枚野战炮 又密密麻麻架了许多迫击炮 整个山顶都快没有落脚的地方了 云天灵巡视了一番后 立刻寝室里有境 只留三十枚野战炮 其余的运到黑鱼镇 迫击炮一门不留 都撤到黑鱼镇去 云天灵认为 鸡蛋不能装在一个篮子里 万一山顶被轰炸了 不用多 只要几十门炮 大概就能把所有炮兵都给爆销了 其原因就是 山顶火炮太过密集 摆放的炮弹火药更是密集 不要说一颗炮弹 就能炸翻几门炮了 万一引起弹药迅爆 恐怕整座山顶都会全被炸飞的 日本人如果知道望儿山是这个情形 只要不怕牺牲 顶住炮火 推一个几十门炮过来 就算进入射程 也会有一多半幸存 这些炮几轮骑射 恐怕望儿山炮台 就得不存在了 李友静一琢磨 也认为有道理 于是从善如流 把迫击炮撤去大半 又在山上 重新深挖了藏炮弹的仓库 云天灵还是感觉不妥 但是又说不出道不明 一时想不出到底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直到现在日本兵疯狂进攻 他这才明白 炮兵没有应对夜战的准备啊 这个时代是很少夜战的 可并不代表不会发生夜战 虽然炮兵测量了封锁区的火炮仰角 理论上是能够盲射的 可是根本看不到敌军 总不能稀里糊涂地乱开炮啊 按正理 应该多派哨兵 预备燃烧瓶 万一敌方攻过来 立刻照亮一片区域 给炮兵 加上眼睛才对 可事实是 山上山下 根本就没有预备燃烧瓶 也没有派出哨兵来看守封锁区 思想上的盲区 让李友静 只能想到守山要注意火炮 不能自己放火烧山 却完全没想到 防守也是需要照明的 更没想到日军居然赶来夜战 夜战自古以来就是禁区 就算开荒团的伙食极好 夜盲正的人也还有许多的 日本那边就更多了 哪想到今天日军真的拼了命了 来这么一出呢 现在后悔是来不及了 望儿山海拔不到两百米 如果是寻常山路 从山底到山顶 地表距离一千多米总有 但望儿山也就是四百来米 极其陡峭 云天灵发现山下 隐隐约约吵吵嚷嚷 起了一堆火 直觉告诉他 出问题了 可是自己也不能凭借一堆火 就进行盲射呀 谁知道是不是阮成勇在下面发疯 吃烧烤呢 他派出士兵询问情况 这黑骨隆隆的 下山随时都有失足摔落的危险 这士兵一手举着火把 一手攀着旁边的藤蔓 小心翼翼地下山去了 一晃十多分钟过去 山下突然响起了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 云天灵立刻知道 不好 是敌人夜袭了 他当机立断 立刻命令炮兵 向封锁区开炮 斩断后续敌方前进路线 事实证明 云天灵这手相当英明 不仅消灭了部分敌军 更重要的是 让一达正宗的大部队 不敢轻举妄动了 同时云天灵依照约定 点燃两堆篝火 向黑鱼阵发出信号 云天灵这时有些犹豫 是不是要支援山下呢 云天灵自己 也只有两个连的部队 人手并不充足 可是听到山下 山呼海啸般的厮杀声 还是促使云天灵下了决心 也不等询问情况的士兵回来 直接派出一个连 下山支援 敌人既然赶来进攻 那人数肯定不少 阮成勇就两个连 力量太过单薄 支援阮成勇 让他多坚持一会儿 黑鱼阵的援军就能赶到了 敌人再疯狂 也不可能几万人一起冲上来 再说 都冲上来也没用 浩火已经封锁进军路线了 只是不知道 封锁县内有多少敌人罢了 云天灵患得患失 听着山下激烈的枪声 杀声 爆炸声 心神不宁 毕竟夜色沉沉 树林又遮蔽了视线 下询问军情的士兵 也没有回来 云天灵根本就做不出什么判断 终于 云天灵看到黑鱼阵上 出现一条火龙 蜿蜒地赶向这边 他心中一宽 援军到了 看着山下开始燃起的火光 整齐的排枪声响起 云天灵紧握的拳头终于松开了 可就在这时 云天灵发现 呼喝声和灵散枪声 开始向山上靠拢 云天灵的心又悬了起来 这是敌人已经突破阮城勇的封锁线 上山了呀 现在山上只有两百守军 三百名炮兵 力量太单薄了 云天灵命令炮兵 也拿出刀枪 准备战斗 炮兵是技术兵种 培养一个炮兵 比战兵成本高多了 但现在没办法 他们只能跟在战兵后面 清零一线准备战斗 云天灵让人把火把点燃 插在山顶防线下方 二十米处照亮 所有人严阵以待 凡是从山下上来的人 虽然看不清楚 但是说日本话的就立刻开枪 问话不答也是立刻开枪 不能给敌人登顶的机会 不管山势如何陡峭 三四百米高度 难不住精壮的士兵的 尤其是足利崇光手下 这七百残兵 这都是几千人剩下的精华了 敏捷要更胜于普通士兵 很快 嬉嬉缩缩声响起 一些腿脚快的日本兵 已经在昏暗的火光中 隐隐绰绰在树木中冒出头来 山顶士兵大声贺问 问话五花八门 有些日本兵以为是骂人的话 当然回骂了 这就给自己是日本人 来了一个证明 立刻山顶枪声就响了起来 虽然距离很近 可是这样暗的环境 如此密集的树木 必须人品超级爆发 才可能来个命中了 也有人把手榴弹投出去 可惜到处都是树木 手榴弹投出十多米 碰到树干又弹回来 密林中的日本兵没炸到 倒把自己给崩得灰头土脸 云天林有些焦灼 这火枪瞄不准 手榴弹炸不到 日本兵越居越多 一拥而上 那就麻烦了 看什么来什么 日军终于等到 足力重光赶到了 足力重光躲在密林中观察了一下 大声道 兄弟们 现在后游追兵 没有退路 拿下炮兵阵地 后续部队就有了活路 拿不下就是死路 山顶没几个敌人 跟我冲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尤其是足力重光 身为团长率先锤饭 所有士兵一窝蜂地冲上来 这些人几乎都没有弓箭 火枪 这些远程武器 就带了普通刀剑 这倒并非伊达正宗舍不得 实在是弓箭手火枪兵 不适合在暗夜混战 足力重光伏地身子 离猫般敏捷 几只火枪 集火他这个领头羊都落空了 足力重光猛冲几步 一个要子翻身 抱着刀翻过山顶战壕 落下时 一脚踢翻一名士兵 挥刀又砍倒一人 云天灵见有人突破防线 也着急了 他端起带磁刀的火枪 一个凸刺 刺向足力重光胸膛 云天灵和足力重光这样的武术家动手 那是不自量力 但是用火枪凸刺 是军校训练千百遍的战术动作 单是这么一次 无论力量速度都具备了足够的威胁 足力重光刚刚劈倒一名士兵 就绝寒光一闪 他下一世底扭身 一刀劈向枪身 暗存这火枪怎么加了刺刀了 火枪加刺刀不仅仅是技术的突破 更是钢铁韧性提高的产物 别说日本没有这东西 就是开荒团 也是极少数部队才能装备的新式武器 李友敬团得的多是老式火枪 这种新式武器也就一百来支 多是一些黄浦系的军官用的 足力重光对付长铁枪 有一百种方法能破 对这种新式武器却认识不足 这一刀正喊在枪刺铁套上 云天灵拿有足力重光的力气大 火枪被劈的就是一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46 第十卷 第九十三章 雨夜熬兵 足力重光一刀劈在了云天灵的火枪上 云天灵并临松手 而是拼力将火枪向前送去 刺刀正拖在足力重光大腿上 就听吹拉一声 撕开裤腿 划出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 足力重光一咬牙 把一声惨叫给咽了下去 他生怕乱了军心 云天灵能感觉刺刀 划进肉体上的质色感 心内大喜 力量仿佛也大了几分 他缩回枪又刺过去 一招先吃破天 云天灵打算的挺好 最好能将面前这彪悍家伙 来个透明窟窿 他没有和足力重光 面对面的交过手 自然认不出足力重光 如果能认的就不会这么想了 一代武术家被他人偷袭得手 已经够丢人了 一样招数上吃两次亏 这还能算高手吗 足力重光只一侧身 就让过刺刀 手中刀顺着火枪消去 云天灵慌忙气枪后退 这要是慢上一点 手就没了 可是即使云天灵再快 命也要没了 足力重光顺势一脚踢翻云天灵 举刀猛向他后心刺去 足力重光恨云天灵伤了自己的腿 含恨出手 力量十足 一心就想结果云天灵 可惜天不随人愿 一把长刀从旁边横劈过来 这刀势大力尘 足力重光如果再刺 恐怕这刀就能把它砍成两段了 没办法 足力重光只得横刀科去 就听当的一声 足力重光连退两步 大腿一用力 伤口疼得他呲牙咧嘴 按经这人好大力气 来人护住云天灵 没事吧 营长 云天灵爬起来 没事 阮成勇 你来得很及时啊 晚来一步 我这命就没了 来人正是阮成勇 阮成勇比其他人爬得快 坑道出口 射在山顶边缘 阮成勇刚钻出来 正看有个日本人 在大发神威 放倒两名开荒团战士 正奔第三个下手 这黑灯瞎火一片 阮成勇倒是没认出来 这是足力重光 也没有认出 倒在地上的是云天灵 不过救人如救火 这并不耽误 他飞窜出来 劈出一刀 可以骂阮成勇没脑子 却不能骂他没有武艺 正所谓行家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阮成勇一刀劈出 足力重光就知道 这是来了高手了 借助微弱火光 足力重光和阮成勇这对冤家 再次对上了眼 两人几乎同时发出一声 是 足力重光恨阮成勇恨得牙痒痒的 他自从见了阮成勇 每次都走没运 而且好像有越来越倒霉的趋势 最可恨的是 这小子他还阴魂不散 不知怎么的 每次行动几乎都会碰上他 要论武艺 足力重光应该是压过阮成勇一筹 不过也就是一筹而已 阮成勇手底下也是相当硬的 他想撂倒阮成勇 真不是三招两拭就能办到的 更何况足力重光现在有了心理阴影了 觉得阮成勇就是倒霉的化身 是上天专门安排来和自己作对的 现在也不用求足力重光的心理阴影面积了 阮成勇已经嗷嗷叫着直冲上来 要说阮成勇这辈子最恨的 可能也就是足力重光了 这小子第一次在神木岗 就让阮成勇在几千人面前丢仇 不紧不慢杀得自己丢盔弃甲 接下来在那个山岭下 这小子带领几百人 追杀了阮成勇几里地 亏得阮成勇腿快这才没被碾上 现在又被他突破防线 居然闯上山顶 阮成勇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喊出了一句说书人的标准用语 小子你拿命来 轮到就看 两人乒乒乓乓 杀在了一处 此时足力重光手下 也蜂拥冲上了山顶 山顶守军面对优势敌军 抵挡不住 节节败退 正危急时 郑之龙带领的警卫连 也顺坑道上来 虽说郑之龙这先头部队 也就才一百多人 可这些人是第五军的精华 各个武艺都相当不错 虽然比不得阮成勇 但也差不了太多了 郑之龙 那更是自小喜好拳棒 练得一身的毫无意 这些人闪亮登场 一下子就把局面给搬了回来 这时云天龄终于缓上一口气来 立刻喊道 炮兵后退 终于保护火炮 保护自己 炮兵是技术兵种 这种冷兵器搏杀 并非他们擅长的 这时纷纷退后 都举起火枪 开始劣阵自爆 别说 他们在现场 还真起到了正常作用 这架势一出 让日本兵都有些提心吊胆 谁知道他们啥时候会开枪呢 开枪又打向哪一个呢 虽然明知道敌我纠缠 他们不会贸然开火 可是这在枪口下命悬一线的感觉 放谁身上也不好受啊 他们这边一位守卫角 这就便宜了守军了 所以云天龄200人 和警卫连的100多人 硬是敌注足力崇光 700多精兵 伤亡在迅速增加 这样黑咕隆咚的搏命 真是太容易送命了 山顶上到处都是喊话的声音 日本兵和开荒团都选择用语言 来分辨敌我 育人就先喊一嗓子 这嗓子能不能分辨出敌人 暂且不说 可以肯定的是 会暴露自己 旁边可未必是战友啊 常常就是一嗓子过后 几刀一起砍过来 更可怕的是那些炮兵 他们点燃火把照亮周围 一看有落单的就问一嗓子 只要不回答 就是十几枪骑射过去 这给日本兵造成的心理压力太大了 亏得这个时候 山目次郎部队也赶到了 源源不断地冲上山头 投入战斗 胜利天平才再次歪向日本人 足力崇光兴下暗息 但他马上发现 刚才阮成勇钻出的洞口 也开始出现了大股敌兵 郑之龙就站在坑道口 他没有让新生力量加入战团 而是开始列阵 这些人都是火枪手 这样乱战 拿上一把火枪 和拿根棍子差别不大 可是如果能结成火枪阵 相互掩护 攻击力就会变得强大无匹 他们开始向四周丢出燃烧瓶 猛火油制作的燃烧瓶 不需要什么萤火之物 哪怕落在石头上 也是能燃烧一阵子的 这下子 山顶逐渐地亮堂起来 虽然场中拼命的开荒团 处于劣势 可郑之龙这些火枪手 训练有素 不同于那些炮兵的水平 在火光中 只要辨识出哪个日本人 就会立即开枪 很有准确性 而且这些火枪手阵容 在不断扩大 燃烧瓶照量范围 也在逐渐变大 日本兵的目的是要破坏火炮 他们也不是一门火炮都没摸到 实在是现在摸到 也不好下手 日本兵用的是散装火药 这玩意儿 一点火就爆燃 多塞一些浸泡管 闷住点燃 就能炸坏一门火炮 可是开荒团用的是定装火药 日本兵初次接触 就有些玩不明白这些东西 一时不知道怎么下手 虽然有聪明的 好不容易把火药给倒出来 可是药量不够 也不能炸坏炮糖 反倒因为周边没有开荒团战士 郑之龙的火枪手没有顾忌 集火消灭了不少人 郑之龙的目的 就是要彻底收复炮兵阵地 日本兵也果然被郑之龙 赶得到处乱窜 这时山木次郎终于登上封顶 足力崇光一见大喜 他边和阮成勇作战 边向山木次郎喊 山木次郎团长 快快让人毁坏火炮 郑之龙是海商出身的 是懂日语的 一听说这上来的五大三粗的家伙 居然是个团长 立刻指挥火枪手 集火山木次郎 这家伙是团长 那肯定是这次行动 最高指挥官了 打死这家伙 就能让他们群龙无首 山木次郎见足力崇光一句话 敌方火枪队就立刻瞄准自己 吓得一个咕噜滚倒在地上 躲开这一排枪 显显地捡了一条性命 山木次郎知道 是足力崇光暴露了自己 是指挥官的秘密 气得心中大骂足力崇光坑爹 我自己干啥来的我能不知道吗 用你这么勤快提醒 这不是给敌人通风报信吗 有这样的搭档 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这足力崇光和阮成勇 都是一个类型 叫做有勇无谋 智商比阮成勇强些 也是相当有限 他根本弄不明白 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还不停地提醒山木次郎 山木团长 小心 山木团长 他们又向你瞄准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47 第十卷 第九十四章 铁饰山口 山木次郎都快气疯了 他连滚带爬 总算躲进了一片黑暗角落 逃过这轮追杀 现在他不敢站起来 他的体型太粗壮 太过惹眼 他害怕敌人记住他这个目标 就干脆趴在地上来传领 让上来的火枪手和敌人对射 山顶面积并不大 日军的火枪手 也能对郑之龙这伙人造成伤害 可是现在郑之龙已经顾不上让敌人躲避了 这样的混战就是两强相逢勇者胜 就看谁的援军更多 更快登顶 这时云天林也脱离战场 跑到炮兵这三百多人的火枪阵旁边 开始指挥 有了云天林 这些人开始发挥作用 他们步步为营 射击那些巨堆的日本兵 山顶上的两支火枪队相互配合 日军虽然后援很多 但渐渐也有些招架不住了 亏得这时阴了一夜的天下起了雨 火枪兵的攻击力这才弱了下来 这时黑鱼阵中又是一条火龙 来到了望儿山下 原来是李友静担心望儿山有失 又派出了一个营 李友静听到望儿山上传来的枪炮声 心中忐忑不安 恨不得亲自能看看这望儿山的状况 也不知道望儿山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不过这战斗从山底绵延到山顶 很显然打得相当艰难 望儿山现在上去了三个营了 黑鱼阵兵力空虚 就剩下了一个营 他担心万一民团有变 那不用日军攻过来 他们自己就得崩溃了 望儿山距离黑鱼阵实在太近了 枪炮声都能传过来 甚至能隐约听到喊杀声 自己已经派出两营 难免不被有心人看在眼里 驱到黑鱼阵现在空虚 如果趁虚而动再配合日军进攻 他这点兵力根本就不够用的 现在自己手里最后一个营 也进入黑鱼阵的防守阵地了 连预备队都没了 李友静怎能不心慌呢 李友静现在不由得有些埋怨政治龙 好死不死把这些土著编的什么队呀 这下好了 由一盘散沙 变成有组织的了 这要闹事了怎么办呢 正担心呢 果然有心人来了 李友静现在只有一千多人 想防守黑鱼阵 捉襟见肘 可雪上加霜的是 他发现 民团 顶着雨 顶着雨开始集结了 李友静冷汗下来了 两万多人呢 就算拿着菜刀也足以在雨中 把他们一千多人给当菜切了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谁知道这些土著现在是个什么心思 大明有句话说得好 非我族类齐心弊异 这可如何是好 没等李友静想出对策呢 寒山河已经风风火火闯进来 李团长 正参谋不在 我自己集合了咱们新兵团 给咱们下大任务吧 李友静的心里扑通扑通乱跳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这新兵团可有四千多人 还是日本的秩序装备 这些人如果临阵乱来 不用敌人进攻 黑鱼阵就得完蛋了 怎么安置这些人呢 还没等李友静 理清头绪 另外三个民团团长也都来了 纷纷要求助阵 尤其是龟六 他因为年纪大了 不符合参军标准 继续做他的民团团长 龟六大着嗓门嚷着 李团长 望尔山打了半夜了 咱们这里兵一波波都派出去了 马上天亮了 敌人进攻咋办呢 李友静心中大惊 这样的军事机密都被龟六知道了 这傻乎乎的家伙都能看出来 其他人呢 李友静的脸色阴郁 就听龟六道 李团长啊 咱们几个团长 想跟你商量个事 李友静的心里咯噔一下 这需要逼宫了 自己是不是先喊卫队进来 来个先下手为强呢 龟六一贯不会察言观色 他抓耳挠腮 有些不好意思说 那个 李团长啊 你看这现在是用人的时候 能不能今天让咱们几个团一起进阵地 别轮班了呀 韩山河去道 龟六 你他娘子总想着出宫赚钱 就不能长进点啊 咱们新兵团就够用了 不用你们助阵 我呸 韩山河 你是宝汉子不热汉子机呀 咱民团轮空的都没银子赚了 你们新兵团想独屯战功 可太不够意思了 都是相立相亲的 你还能行吗你 李友静听到这恍然大悟 这帮人都这么积极主动 不是想造反 是想 是想赚钱呢 这是 这个郑志龙可真有办法 居然能让这帮人 数典忘祖 建立忘义 这个 我喜欢啊 李友静大手一挥 那个 金钱大家都进阵地 工钱正常算 几个民团团长都是大喜 韩山河道 李团长 这么多人进战壕 施展不开呀 浪费钱 我看 娶一半人就够了 龟六在旁边赶紧拽他衣服 韩山河 你小子是大公鸡 一巴长 娶了媳妇忘了娘了是不是 咱可都是黑鱼镇的 乡里乡亲赚俩 容易吗我 你怎么总拆我们台呢 李友静劝道 还没事没事 都去都去 今天就图个热闹 不差钱 白天杀羊杀猪 咱吃顿好的 几个民团团长一声欢呼 一起去了 留下 韩山河郁闷的挠头 忽然醒悟过来 嘿 李团长 最前沿的位置 得给咱新民团呢 这战功不能便宜那帮农民了 他们拿个工钱就行了 别浪费 李友静点头 嗯 对 就以你 韩山河也欢呼地去了 李友静现在别提心里有多敞亮了 感觉自己在黑鱼镇 驻扎了一个多月 居然是民心所向 众志成城啊 这军民与水情 咋就这么深呢 这么一想 郑追龙这小子 还真是有一套啊 看来以后自己 也得多琢磨琢磨 这谋略上的东西 上兵伐谋嘛 伊达郑宗和李旦 披着缩衣 在雨中战了大半夜了 这半夜 对于伊达郑宗来说 真是煎熬啊 呼喜呼悲 情绪波动太大 心脏病都差点犯了 先是担心 阻力崇光 能不能完成重任 等到火光一起 就开始担心 这些士兵 能不能通过炮火封锁区了 等到眼前这些人 冲了过去 他就后悔 当初干嘛 不多派一个团过去呢 可是这个时候 敌人火炮 突然想起来 山木次郎 一个后营 顿时报销了 他又开始庆幸 幸亏指派了 阻力崇光 和山木次郎的两个团 不过后营炮 不然损失就大了 再然后 就又是交集等待 他们离望儿山太远了 听不到战场喊杀声 不过看到黑鱼阵 那火龙奔向望儿山 伊达正宗猜测 可能是这俩团得手了 他现在心里 总想向望儿山增兵 这个想法 让伊达正宗 蠢蠢欲动 后来望儿山 山顶起火 他又想连夜 进攻黑鱼阵 可日本历史上 有万人夜战的记录吗 这个时代 指挥主要靠旗号 这样的黑夜里 哪能看到旗号啊 不用开打 部队就已经乱成一国粥了 那么再向望儿山增兵 行不行呢 这个想法 又像野草般滋生 不可遏制 站在伊达正宗旁边的李诞 却是云淡风轻 他偷眼观瞧伊达正宗脸色 知道伊达正宗现在天人交战 想法太多了 这个时候 自己最忌讳的就是乱出主意 因为自己的主意 伊达正宗肯定也能想到 说对了不能显示自己的水平 说错了还可能会背黑锅 自己已经出了一些关键主意了 其他的就靠伊达正宗 自己去拿捏了 毕竟伊达正宗 也是沙场老将啊 天色已经有了细微的晨光 不再是身手不见五指 伊达正宗觉得不能坐等 必须有所行动了 可这时雨哗哗地落下来 把他的念头又浇息了 就这样在雨中又站了一会儿 伊达正宗终于站不住了 就在伊达正宗下定决心 决定向望儿山增兵的时候 忽然就见望儿山的火炮响了 封锁区一片的火光硝烟 伊达正宗大惊 敌人的山顶炮台 这是根本没有失手啊 亏得自己没有着急火火的派后续部队 不然又得损兵折将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48 第十卷 第九十五章 拼死坚持 伊达正宗建望儿山的火炮凸响 封锁区中一片的火光硝烟 这很显然是敌方山顶炮台并没有失手 那么足利崇光那些人到底怎么样了呢 凌晨的雨虽然阻止了火枪肆虐 可黑鱼阵再次增兵了 这还是让山目次郎绝望 自己的后援肯定没有 而敌方后援却是源源不断 这样下去是死路一条啊 怎么办 战死在这里真的有意义吗 自己这次就算没有拿下炮台 也是斩获颇多 有功无过了 战死在这里 那可有些不值 不如趁黎明前的黑暗 趁着大雨掩护 咱赶紧撤吧 自己家里还有温柔的媳妇 和美丽的小妾呢 自己死了 说不定就便宜别人了 想到就做 山目次郎是个行动力非常强的人 他立刻下令自己部队 马上撤退 至于足利崇光 足利崇光也是团长 用得着自己操心吗 再说 自己撤退 总得有打掩护的吧 一起跑能跑掉吗 就这样 足利崇光就被无情地抛弃了 足利崇光和阮成勇 属于油斗状态 毕竟黑灯瞎火的不得施展 足利崇光虽说技高一筹 怎奈被云天灵 掀在大腿上开了条口子 他几次想躲开阮成勇 来包扎伤口 阮成勇这货 就跟狗皮膏药一般 糊在他身上 让他没办法成功 足利崇光是团长 有士兵需要指挥 他更是心急 阮成勇不及啊 他现在属于自己吃饱 全家不饿 他的防线已经丢了 现在就指望拿下足利崇光 能够将功折罪呢 足利崇光几次指挥手下上来 想让自己喘口气 结果都是送人头的 一般的日本兵 哪能挡下阮成勇 这种亡命图呢 好在送了几次人头之后 自己腿上的伤 总算是包扎了 这时足利崇光 也发现了有阮成勇的好处 那就是不用担心 敌人的火枪会挤火自己 两人就这么打打停停 停停打打 胜负始终没分出来 足利崇光忽然发现 山木次郎跑了 无情地抛下自己 独个跑了 奶奶的 老子给你开路 还要给你断后啊 这辈子我是欠你的 还是该你的 你他娘会跑 谁不会跑啊 老子功劳比你大吧 要处罚临阵脱逃 那也得先罚你 足利崇光一声呼啸 下令全团撤退 可怜他现在的团 就只剩下不到两百人了 其他的都尽忠了 足利崇光这伙人 仓皇下山 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 尤其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下山更难 可这个时候下山有个好处 就是不用担心会被追击 只要一下山 人都看不见了 还追谁去啊 见敌人跑了 山顶的人也精神一松 立刻是人人没了力气 郑之龙坐在一块石头上喘粗气 云天灵缓过而来 立刻命令炮兵 各就各位 来了一场射击 郑之龙明白云天灵的想法 这是袭击逃跑的敌人 更是嚇阻敌方后续部队进攻呢 这时天已蒙蒙亮了 郑之龙看看天色 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来 只要敌人再坚持到天亮 自己炮台不能封锁敌方后续部队 那么几万日本人就会瞬间将旺儿山淹没 旺儿山如果失守 黑鱼阵也别想守了 从这山上居高临下 可以随意虐杀黑鱼阵守军 这胜负之间就只差这么一小会儿 敌人只要再坚持一会儿 胜利就是他们的 可惜他们跑了 其实山木次郎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 关键是天一亮 胜负天平 也许会偏向他们 但是他们就都会变成劣势 自古艰难为一死啊 英勇就义那基本都是被逼的 自己还有活路呢 为什么要死呢 至于足利崇光 他的一百多人独目难知 打与不打都没什么意义 日本这次失败看似偶然 却有着其必然性 在武士道精神 没有彻底得到灌输的时候 想让人有决死意志 真的太难了 山木次郎逃走的路并不容易 山下刚到的黑鱼镇守军 又把他们截杀了一阵 这些日军无心恋战 丢下一百来具尸体 匆匆跑路了 这时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 只要钻进黑暗中 就谁都拿他们没办法 至于足利崇光的一百多人 这些人百战余生 都是那种不仅仅武艺好 而且运气也都逆天的主 他们这下山路上几乎是一人没蛇 到了山下更是直接躲开守军 顿入了黑暗 雨越下越大 由瓢泊转为倾盆 整个世界都浸泡在雨水里 任何军事行动都没法展开了 这是铁饰伤口的一天 而伊达郑宗没有想到 这又是蝶血的一天 天亮了 郑之龙和云天灵 颓丧地站在雨里 战士们在打扫战场 遍地是双方死伤的士兵 地上鼓鼓流动的都是暗红色的血水 云天灵低声道 李泽贵阮长勇 他的房间两个连420人 只活下了87人 还个个呆伤 敌人来得太突然 是我们准备不周了 郑之龙举头望向灰暗的天空 狂暴的雨水冲刷在他脸上 他嘶哑着嗓子道 我赠坏他干什么 我带来一个营一千三百人 还接了火枪阵 不是一样阵亡的七百多人 本责任我比他重 这样冷兵器接触战 受伤的人来不及医治 多是死路一条 云天灵惨然道 唉 是这样 我的手军最惨 下山志愿那个脸好些 活下了一半 山上这个脸 几乎全军覆没 就是因为人人受了刀伤 几乎都来不及救治 郑之龙用双手无脸 闷着声音道 这一战 死了一千六百三十二个兄弟 咱们团就剩下不到四千人了 再打两仗 人可就没了 咱们太轻敌了 火里的勇士根本没发挥出来 傻乎乎和他们拼命 都怪我 都怪我 云天灵见郑之龙过于取丧 安慰道 日本兵也没得好 咱们拼掉他们三千多 直了 郑之龙双手抹了一把脸 摇头道 直什么 这些日本兵住一样的东西 凭什么和咱们换命 这回炮火封锁区 晚上都点上风灯火把什么的 有敌人过来 就炸他娘的 咱们有那么多炮弹呢 别等后续部队来了 咱们人都拼光了 就攒下一对没用的炮弹 那可要多丢人有多丢人 咱开荒团没节约的传统 轮到咱这 咋就变味了呢 这回燃烧瓶得多拿过来一些 风雨大的时候 只有燃烧瓶能保证起火 别的都靠不住 郑之龙看向远处 问云天临道 阮成勇在发什么疯 阮成勇不停地捡起一块块石头 砸向一块大石 如同发疯了一般 等他发现完就好了 这是大战后遗症 他的警卫连相互都是好兄弟 这次战死了一多半 他不发疯才怪呢 你得赶紧去找团长 把大家的功劳都兑现了 缓解一下士兵的情绪 这夜里黑灯瞎火的 没法计算人头功 参战部队 我看就人均三个 就算多算些 也不算茂林战功 再给参战部队 系个集体三等功 还是二等功 这些都团长拿主意 你赶紧回镇里去吧 郑之龙点头道 我马上回镇里 你收拾参局 等我消息 日军司令部 伊达正宗痛心疾首 指着山木次郎和足力重光道 你们 你们只要再坚持一点点 胜利就是我们的 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 逼他们和我们一命搏命啊 山木次郎道 司令 我们至少拼掉了他们三千人左右 这样黑夜里一刀一刀对抗 没有什么取巧的地方 属下一个团 只回来七百多人 已经尽力了 伊达正宗极言吏色 什么叫尽力 幕府永世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要为大将军尽忠 尽力就可以了 山木次郎低头不语 足力重光不语道 司令 山木次郎团长一个团 死了三千勇士 还不叫尽忠 难道必须都死绝了 才叫尽忠 伊达正宗有些失去理智了 毕竟这次接近大圣 他怒斥足力重光 足力重光 你作为君中敌勇士 说出这样的话 不觉得耻辱吗 一个堂堂无事 怎能临阵脱逃呢 足力重光的脸 腾得涨红 他血斩一夜 居然落了一个脱逃的评价 放谁身上也受不了 也许有人能忍 但他足力重光 忍不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49 第十卷 第九十六章 汉奸下场 在伊达正宗的训斥下 足力重光 刷的一下撕开 破破烂烂的 怒道 司令你看看 又转过身子 对帐内其他军官道 大家也看看 你们看看 我后心这处伤口 这是我足力重光路上 被一个敌军赤猴 偷袭击中的一枪 没有背上木柴挡着 这枪就要了我的命了 我就是战场上 一具没人收的尸体 你们看看 我身上的刀伤枪伤 你们查查 是多少处 众人注目看去 足力重光一身 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皮肤 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伤口 有几处深陷的刀伤 更是触目惊心的 足力重光又吃拉一声 撕开裤腿 大腿上绑着一条布带 可那条布带并不够宽 一条一尺长的伤口 撕开大腿肌肉 皮肉翻卷 泛着白色 让人作呕 这是敌人战场指挥官留下的 我用这伤 差点换了他一条命 当时令民敌人指挥官拼死护着 才让他逃脱 我一夜苦战 至少要了敌人三十条性命 我这还叫临阵脱逃 足力重光瞪着布满血丝的双眼 上前一步 逼得伊达正宗后退了一步 足力重光指着伊达正宗的鼻子 你说我这叫临阵脱逃 你作为司令 眼瞎了吗 伊达正宗气得浑身发抖 足力重光 你辱骂上官 可是重罪 足力重光冷笑一声 哼 你侮辱一个武士 也是不能忍受的奇耻大辱 现在我眼里没有司令 你也是武士 来吧 我向你挑战 看看我斩了三十多个敌军的斩刀 能不能砍下你的头颅 你放心 杀了你 我会自杀谢罪的 说着苍杨一声 拔出斩刀 指向伊达正宗 敢侮辱一个武士 就得有胆量接受他的怒火 来吧 拿出你的武士精神 别是一个浑身浴血 苦战一夜的疲惫武士 你也怕吧 那你还上什么战场 回家抱孙子去吧 伊达正宗脸色煞白 他还视众人 发现就连自己的卫兵 也是满怀 崇敬地看着祖立崇光 毕竟眼前真的是一个可歌可泣的真正武士 他这个时候下令杀了祖立崇光 恐怕收获的就是笔记 根本不会有人动手 可是和祖立崇光决斗吗 一个52岁的老者 一个军团司令和年轻的下属决斗 无论胜负 这都将是个天大的笑话吧 可不决斗又能怎么办呢 难道还屈服道歉不成 伊达正宗脸上肌肉颤抖 嘴巴吸动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旁边李旦见场面失控 伊达正宗这临时司令 要压不住重将了 要知道 伊达正宗一上战场 就连打败仗 威望尽赏 如今被祖立崇光一叫板 所有对马岛军官 都站在祖立崇光一边 觉得这个司令 根本不把他们的命当回事 都恨不得祖立崇光 能够一刀砍了这老东西 省得他以老卖老 祸害大家 哪还有人出面 斥责祖立崇光呢 甚至连劝解的人都没有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 李旦知道 自己再不出面不行了 他是伊达正宗请来的幕僚 和伊达正宗 是绑在一条船上的 这条船翻了 谁也得不了好 于是李旦上前一步 祖立团长消消气 你的功劳有目共睹 可司令也是心急国士 大家都以心为大和民族 不要伤了和气 足立崇光正在火头上 他再魂 也不敢直接去砍伊达正宗 那是顶头上司 对马倒的司令官 他要真这么做了 恐怕就是灭九族的重罪了 可是李旦一拳 足立崇光这个火山 终于有了喷发对象了 立刻骂道 混蛋 我大和民族的事 你这个汉奸 有什么资格开口 你看看对面的开荒团 都是铁骨铮铮的战士 我就算死在他们手里 也没什么可说的 你算什么狗屁东西 老子今天 先杀了你这败类 你连自己民族都能出卖 对我们大和民族 能有什么忠诚 斩 足立崇光一刀砍向李旦 李旦可没带什么兵器 慌乱一闪 足立崇光一刀 斩在桌上 将桌子砍作两半 李旦惊得大叫 你司令救我 不等伊达正宗说话 足立崇光一个月步 又是一刀斩下 李旦随手拿过一张椅子 拼力架去 就听咔嚓一声 椅子碎裂 刀势虽然弱了 还是扑的一声 斩中李旦尖头 砍断了锁骨 李旦一声惨嚎 他知道今天要完蛋了 李旦作为海盗头子 虽然也有两把刷子 可怎么能和足立崇光 这样的高手相比 李旦不由得满心后悔 自己是在玩火呀 一个义族还想挑拨民族 和自己本族对抗 这就是利于熏心啊 列祖列宗也不会原谅自己 老天爷也不会原谅自己 众人目光他都看在眼里 那目光都是对他的不屑 比 李旦知道今天算是完了 足立崇光就算一夜血战 俞勇也足以杀死自己一百次了 谁能为他这个义族出手呢 角落中李旦的一名保镖 拔出刀向他跑来 可不知是哪个日本军官突然出手 一刀斩飞那保镖头颅 另一名保镖不敢动 可还是有两名团长拔出刀 黑黑冷笑着逼了过去 他们不敢对伊达正宗下手 更加不会对足立崇光下手 就算对李旦下手也有所顾忌 毕竟李旦也是得穿袖中大人跟前的红人 可是对李旦保镖下手 却是全无压力 那保镖横着刀正小心戒备两人 冷不防站在旁边的侍卫 一刀扎向他软肋 刀穿过肚腹 从另一切露出来 那保镖拼命嚎叫 手中刀也掉落在地上 他疼得两腿颤抖 就见刀光一时 一名团长已经劈飞他的头颅 那颗头颅咕噜咕噜 滚到李旦脚下 吓得李旦肝胆剧烈 足利崇光拔出卡在李旦肩头的刀 鲜血瞬间涌出 净失了李旦半边身子 李旦摇摇欲坠 连连后退 足利崇光却是步步紧逼 吐死狐悲 李旦眼中流出泪来 也不知是疼的 还是对自己保镖死的心疼 又或者是悔恨的泪水 足利崇光再次一刀劈出 李旦伸长脖子不再躲闪 他知道自己必无信力 挣扎也是徒劳的 这足利崇光已经疯了 这些日本军官都疯了 杀他泄愤是应有之理 毕竟他是中国人 一瞬间李旦想起自己 传奇的一声 一个普通大名商人 一步步走上 民政各国大海道的宝座 又成为日本诸侯的座上宾 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 他的几个美切都是日本人 现在说日本话 都是习惯成自然了 就在这时一把刀架住了 足利崇光的刀 是伊达正宗 伊达正宗盯着足利崇光道 住手 李先生是大将军的座上课 不容你放肆 伊达正宗不敢让李旦死在这里 他知道李旦表面是替自己出谋划策 实际却是德川秀中 监视他的一枚棋子 足利崇光看着浑身色色发抖的李旦 一个卖国求荣的狗贼 我堂堂日本不要野霸 说着缩回刀 闪电般直刺过去 伊达正宗剑拦不住 也一刀砍向足利崇光 希望能逼开他 可足利崇光却是不闪不闭 喝了一句 我为主上清军策给我撕 突的一声 窝刀已经朔进李旦胸口 他没有惨叫 眼里流着泪却忽然地笑了 这笑很诡异 屋内每个日本军官都有些莫名的感觉 一个人死前一笑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笑自己愚蠢与虎谋皮 还是笑他们愚蠢走上死路 总不会是想到了什么高兴事吧 李旦死前一笑让人费解 没人知道李旦为什么要笑 包括伊达正宗 李旦死了 结束了他世界第一大海盗的传奇生涯 死在了异国他乡 最近李旦一直在筹划 怎样才能落叶归根 重返故国 最终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希望通过给日军出谋划策 引起开荒团的重视 招揽他这个人才 古往今来许多谋士 不都是各方争相招揽的对象吗 可惜他遇到的是不解风情的李毅 后世军队在各种侦察手段下 无所遁形 让兵行轨道彻底成为了历史 李毅当然明白 在军队进入火气化时代后 碾压才是王道 所以这李旦是完全表错了情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酒图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50 第十卷 第97章 新的战场 伊达正宗的一刀 当然不可能真的砍到足力崇光了 他只想逼退足力崇光 逼不退也就算了 足力崇光是世家子弟 底蕴深厚 而且是德川秀中的爱将 自己一个被德川秀中怀疑的人 哪有资格斩杀足力崇光呢 伊达正宗突然感觉全身都涌出疲惫感 自己就不应该来汤这浑水啊 看看屋子里一污的鲜血 几具尸体 这些人哪把自己放在眼里了 这是德川秀中的骄兵汉将 他一个外人根本就驾驭不了 也许接连圣仗能够奠定自己的威望 可现在接连败仗 他根本就镇不住这些人了 伊达正宗退后几步 丢下刀子 憋坐在椅上 一屋子人现在都有些不知所措了 本来是足力崇光这些人 和伊达正宗的矛盾 结果李旦成了出气筒 现在气也出了 火也泄了 可怎么收场呢 就连足力崇光也是一言不发的 伊达正宗看着静默的众人 挥挥手道 我会把这些天的战况 详细汇报给大将军 并请辞司令的职务 把这些尸体拖走 大家也谨守营地 等待雨亭 撤回神木镇 没拿下望儿山炮台 想进攻黑鱼阵 就要面临巨大伤亡 郑宗 担不起了 所有人都能听出 伊达正宗那浓浓的怨气 每个人都明白 伊达正宗说的是实话 想拿下黑鱼阵 只有不怕牺牲这一条路 可伊达正宗 担得起吗 他肯定是担不起 现在必须来一位幕府的嫡系将军 指挥他们这些幕府嫡系部队 才能压下所有怨言 伊达正宗一个外人 怎么能有这个资格呢 他敢把幕府嫡系部队送上死路 恐怕得穿袖中 就得问问他适何居心了 大帐门被打开 几具尸体被拖出去 扯天扯地的雨线 把地上的雨水浇得都是水泡 鲜血淋淋淋淋淋洒落 那水也变成了一片刺目的红色 伊达正宗凝视那片红色 渐渐双眼也红了 他仿佛看到日本的血色河山 他眼中涌现出两个字来 结束啊 对马岛的战火停息了 李友静损兵折将 已经失去了快一半人马 当然无力进攻了 伊达正宗将帅不和 无法统御也无意进攻了 李友静在等援兵 他很着急 伊达正宗在等待接替他的司令 他很是萧索 对马岛就在这沉重气氛中僵持着 对马岛的战火虽然停了 五国联军却终于找到了突破目标 这个目标不在海上 却奇怪地转移到了陆地上 联军攻打开荒团陆地并不稀奇 问题是联军攻打的这片陆地有争议 联军攻打的是皮岛 皮岛又名平岛 济岛位于鸭路江口东之西朝鲜湾中 岛屿并不算大 但位于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枢纽处 卫处冲耀 毛文龙正是看中这块风水宝地 就在十年前占据了这里 作为牵制后京的基地 这就尴尬了 皮岛是朝鲜领土 虽然朝鲜建国时间短 用不到自古以来 但是大明是承认皮岛是朝鲜领土的 而朝鲜认为 你毛文龙要抗京 我不反对 你去辽东抗京呗 辽东这么大 你跑我皮岛来做什么呢 毛文龙也有自己的苦衷 我真有那实力 能在辽东站住脚跟 还跑你朝鲜这穷地方来做什么呀 这不就是被逼无奈没办法吗 再说了 我毛文龙怕后京 可不怕你朝鲜 毛文龙一无所有啊 可他属于穷横穷横那种 尤其是对朝鲜 完全摆出一幅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反正你爱咋咋地 我还就扎根皮岛闹革命了 你有能耐 你来打我呀 你不敢打 那你爱告谁告谁 我反正不理你 朝鲜对于毛文龙这个无赖 也是没办法 只能去大明告状 大明也感觉这是个棘手的活啊 让毛文龙上岸他肯定不可能了 那是死路啊 毛文龙就以仗后京 没有战舰才得以苟延残喘 把毛文龙主动送上门 毛文龙肯定第一个不愿意 可是如果把他牵到山东去 那毛文龙还算是抗京先锋队吗 所以大明就施展出了一个托子绝 始终说不出个子丑银某来 皮岛就这么不干不尬的落在了毛文龙的手里 现在毛文龙归顺了开荒团 朝鲜就更挠头了 这开荒团的理论一贯都是 我的就是我的 你的那也有可能不是你的 还是我的 是不是我的得看我的心情 皮岛是控制朝鲜两道的战略要地 如果开荒团能把皮岛归还朝鲜 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岸原有计划 皮岛的四万毛文龙部队要改编为两个师 化归李圣让 作为海军的北海舰队 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 北海风云突变 毛文龙本来要去庆上道夫人的 就在他要担任一个新的长春省省长的时候 庆上道丢了 毛文龙也只好留在皮岛 配合李圣和李圣胡进行部队改编 李毅是很宠着李圣和李圣胡这俩小师弟的 一次就给了八百名黄浦军校学生 作为各级官员 这可是少有的大手笔啊 两人到皮岛之后 真让皮岛军民感激提灵 因为他们带来了粮食 居然还是能管吃饱的那种 皮岛什么时候有过这种待遇了 每个人都是欢呼流泪 奔走相告 毛文龙就有些不是心思了 你看看人家李毅 走到哪里 都能带给哪里富足 自己在皮岛这么多年了 百姓饿死多少人呢 这一关怎么做的呢 毛文龙长嘘短叹 就找李圣和请教李毅发家的秘诀 李圣和歪着脑袋想了想 我还真没想过这个事 反正自从显同四起 我们跟着大师兄就能吃上大包子 从那以后就没苦过 要说大师兄真做什么了 好像也没有 大师兄这么懒 什么都不爱管能做什么呀 又感觉不对 赶紧纠正 不过要说大师兄都放手也不对 显同四的时候 大师兄就是手把手的训练我们 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班长连长做的事 大师兄是亲手做了班长连长 给咱们做了样子 大家后来练兵都觉得很简单 就是因为大师兄当年 就是这么训练咱们的呀 反正又好像什么他都亲力亲为 种土豆 种玉米 修路移民办学校 哪样都是他自己做的 哎呀我还真说不好 等咱李圣让师兄来了 你问他吧 我们这些小师弟都靠不上钱的 和大师兄的交流挺少的 毛文龙本想问出有什么秘诀 能好好学学 哪想到问出的东西似是而非 就一门心思盼着李圣让赶紧过来 可惜李圣让是左等右等也不来 他只好每天看李圣和他们训练 无论是李圣和李圣胡 还是那些黄埔军校学生兵 几乎都等同于李毅的学生 不到一个月 那些穷困潦倒的江东兵就有了另行禁止 强军的样子 这看得毛文龙直腰头啊 这些练兵手法好像也并不稀奇啊 这些兵吃饱喝足 当然有精神头了 他那时候都是饿着肚皮 大家哪有心思训练呢 尤其是他缺训练有素的基层官员 他的军官都是苦哈哈出身 哪有几个十字的呀 现在这些军官都是满腹师叔的军校兵啊 尤其这次特批的八百名军校生 进驻这两个师 这就等同于从班长级别都是高素质的军官了 这训练还能差得了 更让他瞠目结舌的事来了 两个师四万多人居然全数配上崭新的火枪 这让毛文龙一气感叹李毅他真是财大气粗啊 他什么时候有过火炮这样的神器了 这真是人比人得死 祸比祸得扔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开荒团在海军配起了一定数量的迫击炮 是为了登陆战做准备的 两个师事新军也不会亏待了 战舰暂时没有 这两个师就依照步兵的操点训练 开荒团弹 但要充足 夸张到每天都要进行实弹训练 让苦日子过冠的 毛文龙又是一阵的唏嘘 批倒这四万兵最大的优点 就是不怕吃苦 这帮人都是吃不饱穿不暖 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 忽然摇身一变成了有工资的阔气军人 这些人唯一担心的就是一睁眼 发现眼前是大梦一场 所以单论听话刻苦 这两个师肯定是开荒团的全军之冠 李胜和李胜胡两兄弟 自然是趁热打铁 这可是他们自己的兵啊 以后指望他们打天下呢 所以每天都是起早贪黑 身先士卒 在黄埔军校那八百基层军官的训练下 这些兵很快就脱胎换骨 不是毛文龙那个时代的兵了 毛文龙现在几乎每天都要感叹一番 难怪开荒团的战力无双啊 看看自己这些兵 现在还和几个月前有任何可比性吗 一晃眼 时间进入了七月 李胜让他们没有等到 却等来五国联军的舰队 要说这五国联军 现在基本已经可以改名叫旅游团了 他们在黄海上转来转去 别说打仗了 炮都没放吉祥 亏得这个时代那是风帆战舰 如果是后世燃油燃煤的 那燃料损耗就得是一大笔 现在可算好得多 只需要被足食物和水 就能在海上飘着 不过 就算人家是旅游团 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也不愿意了 哪个旅游团在一个地方转三个月 那都得吐啊 这不扯呢吗 谁家还没点事啊 在这耗着也耗不起啊 南海由于开荒团和列强 都把主力开到北方了 成了军事真空 一些小海盗又开始冒头了 这已经影响到列强的生意了 可是现在怎么办呢 虎头蛇尾挥溜溜扯军 面子丢不起啊 可是渤海他们又进不去 从几条水路他们都试验过了 开荒团也不知丢了多少水雷 炸碎他们十多条船 虽说这些船基本都是朝鲜的 可朝鲜心疼啊 再让他们当碳雷先锋 就开始罢工了 朝鲜更心疼的是 日本说好的负责食水物资 现在又丢给他们了 日本现在是什么都不管 这不坑人吗 朝鲜这两年被后京都打穷了 已经发生经济危机了 再供几万人的食水 真的是捉襟见住 于是朝鲜就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联军吃咱的喝咱的 咱不好好利用利用 那太可惜了 于是向列强献祭 你们列强不是觉得 打不着开荒团吗 有啊 朝鲜皮岛 现在正有开荒团两个师呢 就看你们敢不敢打了 列强人家都是眼高于顶 当然不出硬茬了 你朝鲜说吧 咱们西方堂堂的三剑客 有什么不敢打的 老话说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就收拾他们这两个师吧 好歹 这也是两个师的编制啊 联军司令雷索 感觉自己都闲出毛来了 他一辈子没这么闲过呀 每天这么在黄海上逛来逛去 崔秀的小艇倒是经常出现 可跑的那笔兔子都快 基本充当的就是导游领队的角色 一仗没打 进攻疲倒倒是能够泄泄愤 不过 让别人当枪使 这不是雷索的习惯 所以雷索马上要求朝鲜 出动陆军 联军可以打下一个港口 作为根据地 还能提供炮火支援 万一攻坚不成 联军也有可能亲自出马 朝鲜当即表示 和后军作战 无兵能调 日本立刻就出面揭巴 说你朝鲜庆上道还有大军十万呢 能运来一战啊 朝鲜现在总不能说 我庆上道必须囤兵啊 我得防备你日本登陆啊 没办法 只能调动四万陆军 联合舰队总算有了用武之处了 就当了一回运输大队 联军毕竟是海军 想要收复皮岛 那得靠陆军 能让联军答应提供根据地 和炮火支援 甚至关键时刻出手 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再求其他的 那就是人心不足 于是七月初 联军舰队来到了皮岛港口 金沙湾 这皮岛就在鸭绿江口 长约八十里 宽只有二里多 地势狭长 与朝鲜半岛只是一水之隔 水面距离不过就相当于 过了一条长江而已 北岸就是朝鲜的宣山铁山 雷索看了皮岛的形势 只咧嘴 这皮岛独立于朝鲜之外 又真的和朝鲜一带水 完全虎视眈眈 控制朝鲜 这才是卧榻之策 猛虎酣睡呢 毛文龙的兵 一顿饭功夫 就能由这里登陆朝鲜 雷索叫来现在朝鲜的主将 柳如氏 问道 柳将军 你们朝鲜 就不知道开荒团 占据皮岛的严重性吗 柳如氏无奈道 哎 司令 您不知道 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我们朝鲜一直宣布 对皮岛拥有主权 可是那个可恶的毛文龙 他就是赖着不走 说着一摊手 咱们真的是没办法呀 雷索道 这皮岛 得名是因为地势狭长 形如一张皮吗 柳如氏尴尬道 不不 这皮岛啊 原来叫架岛 是咱们朝鲜养马的地方 因为地面 都是平整片状的石头呢 有时也叫它平岛 是那个可恶的毛文龙 强占了这个岛 觉得它姓毛 有个成语叫 皮脂不存 毛浆烟覆 就为了吉利 把岛的名字 改成了皮岛 雷索同情地看着柳如氏 有些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啊 人家把国家岛屿都改了名了 你就随人家叫 还有点主权意识吗 看柳如氏 十分地不自在 雷索也明白 自己是接了人家又一道疤了 看来朝鲜真的是满身伤疤啊 也是难为它 怎么能在日本和大明夹缝中存活到现在的 现在凭空又压下一个开荒团 这日子可更加雪上加霜了 皮岛东南面 是碳岛 碳岛和皮岛之间形成的海峡 有利于避风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大船停泊之处 联军舰队就这么大大方方的 进入了这个海峡 皮岛深水港湾密布 几乎处处是港口 从军事来说 这实在是不适合防守的地方 毛文龙曾经详细向李懿介绍过皮岛的地理 其实不用他说 李懿也知道这皮岛的形势 在历史上 皮岛之所以坚持到1637年才陷落 实在是因为后经根本就没有水师 等到后来后经进攻的时候 只用了两百人伤亡 就屠杀岛上近两万名战士 皮岛一夜间就陷落了 李懿虽然知道 皮岛上有自己两个新边师 却并没打算将他们投入对朝鲜的登陆战 这一是因为 这两个师从归属上来看 是属于海军的 变为陆军作战 有些不伦不类了 二是因为这是新军 战斗力肯定有限 李懿能大笔一挥 一次性派出800名黄埔军校学生兵 作为军官 就是因为迫切希望这些兵 能够早日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皮岛对面 是朝鲜的平安道和黄海道 这两道的地势险要 山高陵地 一手难攻 对于李懿来说 朝鲜就是一道菜 这菜自己根本不着急吃 就算吃 也要吃庆上道 这种风鱼之地 平安道这种 被他随口许诺 给努尔哈吃的地方 肯定是不招人待见的 穷山恶水 所以这俩师 李懿是压根就没打算动过 可是你不动人家 不等于人家不动你呀 雷索现在唇边就浮现出了微笑 消灭开荒团两个师 也不错了 起码贼不走空 也算是没白忙活一次 雷索仔细研究了皮岛的水文地理 他忽然大喜 这皮岛本地不出产粮食 一切都靠外来补给 大船能停靠的地方 只有海峡内 那么一段有限的海岸 只需要控制住海峡 就相当于捏住了皮岛咽喉 感情这开荒团的皮岛 它是一块死地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752 连军舰队逼近了皮岛 每天出海捕捞的开荒团渔船 早早就发现了 李盛和李盛湖 还有毛文龙几人 开始研究作战方案 皮岛面积150平方公里 长道是有几十里 宽材几里 一旦在岛上作战 根本就没有战略纵深 岛上倒是有山 海拔三百多米 可是山上怪石灵巡 根本就藏不得兵的 皮岛面向探岛这面 到处都是深水港湾 哪都能登陆 简直就是处处漏风啊 想见防御攻势 都不知道建在哪里 李盛和李盛湖 毛文龙几人 面对大海 用望远镜 远远地望着 逼来的联军舰队 毛文龙有些惭愧 在那直挠头 自己原来十分得意的地方 感情是块死地呀 难怪从古至今 没人看中皮岛这块地方呢 自己还以为 这是战略要地 这下好了 直接掉沟里了 李盛和并不在意 见毛文龙有些自责 宽解道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都是一样的作战地形 怕他们什么 李盛湖道 这次作战有两大难处 其一是这岛上 只有一层浮土 下面就是石头底 连个战壕都修不得 咱们最擅长的攻势防御 发挥不出来 其二就是咱们几万人 粮食全靠海运补给 敌人一封锁 日子可就艰难了 总不能啃石头啊 没事 岛上还有半个月的粮食 咱们这些日子 多吃些鱼 节育一些 坚持二十多天应该没问题 崔军长会想办法的 还有一个难处 咱们只有一些小炮 这野战没大炮 可吃亏 毛文龙道 赤猴说这些战舰上 拉的都是朝鲜兵 这些朝鲜兵也没有多少火炮 李盛和摇了头 战舰上的炮可以拆下来使 这是咱们最难的地方 盛虎 咱们两个师 一拖中间山脉 各在一边相互支援 寻找敌方软肋下手 按照大师兄的说法 这叫运动战 李盛虎苦笑道 师兄 你是真不好好听课 这被大师兄知道了 说不定又挨一顿揍 运动战第一要有空间 可供腾挪 你看 在这岛上 敌人逼过来 咱们只能面对面硬扛 扛不住就是步步后退 就这么几里宽 去哪运动 李盛和黑黑笑道 敌人也比咱强不到哪去 无所谓了是吗 咱们的火枪还比他们先进呢 李盛胡担忧道 打伤十天半月的 也倒不怕 怕就怕半个月后 弹尽粮绝 那时可就坏了 哎呀 你这真是什么那什么 什么人忧天来着 毛文龙道 杞人忧天 对 就是杞人忧天 崔军长不会忘记咱们的 大师兄也不会忘了咱们 你这是闲吹萝卜蛋操心 我知道他们不会忘了咱们 可是你看 联军三百多艘战舰全压了上来 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运兵呗 不 我觉得这是围城大员 他们一直想和崔秀军长决战 找不到机会 现在把我们两个师困在这里 我们就成了人质 可以用我们两个师 逼迫崔秀决一死战 可崔军长实力不够 你看看 联军站的这条海峡 根本没有回旋余地 崔秀祥给我们送军火粮食 只能从这边靠岸 那边水浅 大船不能通航 根本没有适合登陆的地方 就在这样狭窄的地方硬碰硬 正是崔军长最怕的事 啊 我懂了 大师兄肯定不会放弃咱们 必然督促崔军长进军 可进军就是死路 咱就成了鱼尔了 这联军真正要钓的 是崔军长这条大鱼啊 就是要逼咱们开荒团舰队 在海上和他们决战 李胜和一挥拳头 砸在旁边山石上 那不如 咱们早下决心 坐着渔船过海 到对面朝鲜 叫他个天翻地覆 那才落个痛快 我们没有中炮 攻不得奸城 上了岸也是龙困浅滩 崔军长应该早就发现 联军的意图了 还能稳如泰山 肯定是另有打算 咱们就打好自己的仗 别操那个心了 崔秀确实有自己的打算 六月中旬 联军跑到庆上道运兵 崔秀就一直猜测 联军作战的方向 联军这是要登陆作战啊 渤海 他们进不去 黄海能登陆的地方 就只有两个 一个是大连 还有一个 是皮岛 其实 这个时候崔秀 估算了一个作战方向 那就是对马岛 李友进一个团 在对马岛扎根 让日本是如梗在喉 日本完全可以 趁联军回师庆上道 请求联军 进攻黑鱼港 海陆夹击 一举歼灭 李友进团 本来这是一个 绝妙的方案 对于联军来说 庆上道和对马岛 近在咫尺 不过是举手之劳 可惜这个绝佳机会 被日本给错过了 这倒并非德川秀中 没有抓住机会 而是德川秀中 丢不起那人呢 如果联军知道 自己十个团 驻守的对马岛 雄心勃勃 寄予林邦 结果被开荒团 一个团的蒲从军 给打得焦头烂额 那真不如买块豆腐 撞死算了 丢不起那人呢 这是要让雷索知道 日本从今往后 在西方列强面前 那就算彻底抬不了头了 自己的是自己办 所以德川秀中 是摇紧后操牙 虽然联军部分舰队 甚至在神木岗 进行了补给 自尊心过剩的日本人 都是不露声色 没有一点求救的意思 这也让李友静团 神不知鬼不觉 在鬼门关外 走了这么一圈 联军舰队强大的火力 哪是李友静能够抵御的 崔秀也没发现 对马岛的危机 对马岛战役 不归他负责 也一直没和崔秀 沟通联络过 这实质上 是上海仓促发动的 一次进攻 本质上 是一次为李盛时 复仇的报复行动 这个行动 也并没向李申请 只是出兵之后 才向李报备过 这也是信息部 通畅时代的通病 有个专门用语 来解释这种现象 叫做降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 偏偏这行动 一开始就不顺利 才把李友静一个团 送上对马岛 后续部队就受阻于 黄海的夏季风暴 而且风暴不仅强 影响范围还极广 现在上海李盛人 李盛让崔秀 已经断了一个月的联系了 在崔秀地图上 根本就不知道 在对马岛上 还有这么一支骑兵在呢 就连上海 也不知道 李友静团 现在存在不存在了 崔秀距离李益境 请示汇报方便 而且这次不得不汇报了 李益的两个师弟 被困在了皮岛 李益很小心的 非常注重圈子 友谊 这一点很受崔秀的诟病 比如李益当年 就曾为李盛斌复仇 自己的安危都不顾了 调这么点兵 就进城开战 崔秀每次想到这个战斗 都感觉荒唐到家了 千金之子啊 你李益已经是家大业大了 就不能先退到城外 会和其他兵力 再行攻城吗 作为一个领袖 应该以大局为重 怎么会为一个兄弟 就发这个疯呢 不过 为了避免李益再发疯 崔秀还是迅速 把皮岛的情景 向李益汇报了 想登陆皮岛 就需要进入海峡 可现在海峡里 密密麻麻 都是联军的战舰 这就是逼崔秀来决战啊 可崔秀他 哪有本钱决战呢 这回轮到联军 以意待劳了 联军困住开荒团 两个新编师 就是给开荒团 出了一个难题 你是救 还是不救 崔秀的情报 送到银口的时候 李益汇 正坐在李益的办公室里 他的部队 也陆续开拔了 由海陆 运送到了锦州 这原本负责 驻守天津的李益汇 怎么会 善离职守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753 第十卷 第100章 疯狂地价 李益汇 李益汇的军队 突然离开天津 因为李益 对蒙古 起了心思了 辽东现在 已经被大明 卖给开荒团了 李益汇 去了锦州 让大明军臣 心中都是一宽 那是你们地盘了 愿怎么折腾 就怎么折腾吧 大明是不在意 可是南蒙 在意啊 当李益汇 再次屯兵广宁时 陌南蒙古 陌然发现 他们已经处于开荒团 三面 钳制状态了 诸葛清 得到李益的最后通牒 快马加鞭 回报林丹汗 陌南蒙古 君臣 立刻就慌了 开荒团 这几年 会心般 迅速崛起 完全让人 措手不及啊 陌南蒙古 最开始 一直沉浸在 和开荒团 进行自由贸易的兴奋中 一些王公贵族 吃饱喝足 就起了观光旅游的心思 这个时代旅游胜地 那首选上海 一去到上海 这些人 就迷恋上 这个花花世界了 看看人家 自来水进屋里 看看草原 经常木马几天 都是草垫子 完全见不到水的影子 你再闻闻人家 上海女人 那头发香喷喷 身体白腻腻 再看蒙古女汉子 那经常光着膀子放木 黑得跟驴粪蛋似的 隔着石里 都有一股山味 人家上海 室内有厕所 便盆都是陶瓷的 自动冲水 草原上 蹲下就方便 必须用皮袍子遮掩 不是因为廉耻 是因为蚊子太多了 想通个风 那都得不停地晃屁股 不然蜻蜓般的蚊子 就会盯上来 反正啊 那些蒙古富翁 越是对比 就越感觉上海真是好 很多蒙古大工 都是勒布斯属 加入了上海的炒房大军 上海房价 现在是一天一变 节节高升 这些占到便宜的蒙古有钱人 回到草原 就开始讲述 上海买房发财 那有多容易 已经很是瞧不起 那些一同长大的放羊娃了 没钱的蒙古人 是有很多 但有钱的蒙古人 也不少啊 墨南蒙古富翁 就开始组团 去到上海炒房 当然了 也可以说是投资 每个人都相信 以开荒团的经济实力和正实力 上海会变得一天比一天美好 房价那更是一天比一天高啊 这就是相信李毅 超过相信林丹涵的节奏了 可是林丹涵呢 一直没太注意这股逆流 他一直觉得 蒙古人血脉 根本就不会融合入汉族人中的 这上海早晚会把那些蒙古人都轰回来 到那个时候 就是他们的梦醒时分 还能用来当作反面教材 教育那些不老实的人 但是上海是什么地方啊 上海是一个凭空诞生的新城啊 每个人都是外来户 谁排斥谁啊 在上海大街上 金发碧眼的人都不罕见 尤其是伽利略的到来 更是助长了这种势头 仅仅是伽利略在上海的实验室 就从欧洲各国 招棚引办弄来了一千多人 欧洲现在战火连连 已经找不到一张安静的客桌了 可是上海相当安全 伽利略一到上海 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 他给上海下了评语 上海是世界上最文明 最富足 最享受的城市 伽利略的朋友变天下 地位尊崇一言九鼎 他说上海好 就没有哪个欧洲人敢来质疑的 尤其是李懿开出的高工资 让上海成为欧洲科学家的避难所 几乎每天都有各国科学家 托儿代女投奔上海的伽利略 这让开荒团的高层有些疑惑了 咱开荒团用得着这么多五花八门的科学家吗 这可不仅是要开工资啊 还需要提供科研经费的 终于有人向李懿提出这个问题时 李懿大笑道 天下英雄净入无垢中矣 这么点钱就能收买这么多科学家 太值了 必须养着 养好 来者不惧 咱多多益善 既然老大都这么说了 别人哪有什么意见呢 于是就是满上海的洋人 这几乎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上海第二多的是南洋的商人 这些商人都觉得赚到钱了 不在上海消费那一辈子就是白活 越来越多的商人进入上海 开始推动上海这房价节节高升 来上海的洋人教育水平都不低 有些甚至是金融专家 自然发现了其中秘密 于是有钱的洋人 虽然有房住也是纷纷投资房地产 最聪明的人和最有钱的人都选择在上海购房 这有点脑子的 谁还想不明白这其中的秘密呢 虽然有人高呼房子是用来住的 又有人高呼房价已经最高 攀无可攀了 但是依旧没几人上当的 而最稀奇的是 就连正在和开荒团交战的朝鲜和日本的富翁们 也纷纷跑到上海来享受了 开荒团不限制外来人口 但是学校等各类公益设施 都是按照房屋来配套的 所以想在上海生活 那就必须得有房子 哪怕进上海打工 也必须得有居住证明 虽然有人大骂上海是贤贫爱富 可是李鲁华现在每天脸上都乐得开了花了 上海所有土地可都是开荒团名下呀 这下说日进斗金那都是太谦虚了 崔云更是目瞪口呆了 您还记得之前说的青龙湖畔那周边地段吗 李懿曾经把那里设为高尚的住宅区 开价每户地皮就是几万两白银 当时崔云以为李懿是发烧发糊涂了 有几个傻子花这样的高价呢 但当时李懿只允许保险公司 每月拍卖一两块地 而且价格要在天价基础上再进拍 崔云聪明绝顶 立刻看出这其中的前景了 果然青龙湖畔地价 很快就攀升过了二十万 开始向三十万两稳步迈进了 谁这么有钱呢 不就是李一挑了市中心 有个破水沟的地方吗 对了 还编了几个什么龙心之地土吊渣的故事 都是谁疯了呀 花这样的大脑的钱买地呀 崔云暗中就派人调查近拍者的真实身份 结果很快就无余了 跨过二十万地价的 那位是万利帝的小舅子 也就是最受宠的郑贵妃的弟弟 报价二十五万两银子 再次刷新记录的 是福王朱长巡派的人 本来是二十八万两成交了 土口才自己加到三十万两的 是名不见经传的海外巨商李长相 崔云有些怒了 人家皇亲国戚的钱不较钱 都是大风刮来的 你个商人你逞什么能啊 何况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商人呢 不知道出头的船子鲜烂的道理吗 可是再下块地 国内商人就彻底疯了 首先是王俭的侄子 赤资三十二万两白银 买下一块地 接着沈足道 赤资三十五万两 买下了第二块 沈足道可是八万两买过一块的 虽说沈足道是崔云长辈 可是崔云那是预备一国母啊 直接把沈足道叫来询问究竟 沈足道为崔云解惑道 这地价呀 以后还得涨 不赶快出手 以后买不起怎么办呢 崔云惊道 还得涨 哪个地方不能住啊 离开青龙湖 周边的比那便宜几十倍 不就是几百步路吗 哈哈 非也 非也 沈足道摇头晃脑拽闻 让崔云有几分不渝之色 有话你好好说呀 你得一个什么劲啊 你个商人会几句文词呀 现在都得死起来 以后不过日子了 沈足道何等颜色呀 别看他算是二品大员 和崔云貌似是一个级别 可人家崔云是未来国母 他不过是抱李易大腿的角色 糟糠之期不下堂啊 人家崔云端的是铁饭碗 李易看不上他 分分钟就会出现数个 张足道李足道来代替他的身份 沈足道赶紧坐直了 认真回答 这青龙湖的地甲呀 已经不是简单居住的功能了 他第一代表的是身份 第二代表的是朋友圈 现在谁都知道 青龙湖边上不是皇亲国戚 就是跨国巨商 随便聊两句 都可能赚回几万几十万的银子 王俭在那么远的辽宁 都醒过味儿了 让子侄赶来买地 何况是他人呢 崔云听了 思考了一下 我明白了 这次漠南蒙古 土莫特七七主 再创新高 花了四十万两白银 单选和福王朱长寻比邻而居 这就是为了 减身价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754 第十卷 第101章 南蒙朝义 沈足道听崔云说 漠南蒙古 土莫特七主 花下四十万两白银的高价买地 连连点头道 正是正是 一旗之主 无论打劫剥削 还是祖传 这金银都是不缺的 他要的 就是能和皇帝儿子 做邻居 这个牌面 你这四十万两 开价算低了 要再多几万两 他也会认头啊 哦 崔云问道 这么说 咱们靠黄浦江边的宅子 也值几个钱 崔云忽然想起 自己家的宅院 也挺大的 从崔景荣来说 曾以兵部尚书身份 帮过李懿的忙 李懿应当感谢 从崔云来说 是二品大员 从崔秀来说 那是军中大佬 所以李懿当时 给的崔家的关宅 要比李汝华等人 大上两倍左右 沈足道摇头道 这却不一样的 那片宅子 卖不了钱 不值钱 崔云脸色顿时有些暗淡 虽说她不差钱 但是自己家 美轮美奂的宅院 感情不值钱 这让崔云多少有些失落 沈足道急道 不不不 不是这么说的 不是不值钱 是没人敢买呀 那不是一个意思 反正花不了钱 沈足道面红耳赤道 我的意思是说 那片宅子根本就无价 那里是开荒团 最高层居住的地方 巡逻的那都不是保安 都是成诸府的护卫轮职 那执勤的 都是黄浦军校学生兵 谁敢把那些学生兵 给当成学生啊 那些人 可都是有上位以上军衔的 出去都是军官呢 那片地方 有资格住的是谁呢 司令 副司令 总政治部主任 李汝华 您家 我当时都没排上号啊 那啥 我有个不情之情 什么 沈足道抓耳挠腮道 您看啊 您崔家占了两个宅子 你哥那个根本没用过 我家在青龙湖 有两处宅子 我心境花三十五万两银子 买的那个宅子 才刚开始设计 我想拿这个宅子 换你哥空出来那个 如何呀 崔云沉吟道 这个嘛 我哥的宅子 我不好做主吧 再说 你不是说一般人 没资格住吗 我现在这不是二品大员了吗 应该也有资格住了 可是那条街上 就你们这些家了 再改观宅 都是后街了 崔云有些心动 不过想想 还是一口回绝了 她觉得自己在这些小事上 可鬼不过沈足道 不贪便宜 不吃亏 看来自己家住宅 还是比青龙湖的嫌贵 再想想 忽然失效了 万利地再穷 也没有卖皇宫中的宫殿呀 自己家的住宅 那是权力的象征 自己要真把哥哥的住宅 换到青龙湖去 崔秀回来 怕不得翻天了 自己真是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了 崔云总算没糊涂 她住的那条街 根本不是花钱能换的 多少也不成 这个世界上 论有钱 谁能比过礼仪呢 能和礼仪当邻居 就不能是单单凭钱财了 蒙古土莫特及旗主 巴音嘎 第一个买了青龙湖地产 实随之位 他感受到了地价非常的好处 于是呼朋唤友 一起来上海 炒地皮 巴音嘎是何等的召唤力啊 蒙古王公贵族 开始蜂拥投资上海 买不起青龙湖的 可以买别的地呀 反正现在论万的银子 在上海 那都是毛毛鱼啦 大明周边各国的王公大臣 也都抢地一样 涌入上海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 上海只管以后作奸犯科 不管以前他们在国内是什么样的情况 上海市民是受到开荒团保护的 指着一样 未来就有了退路 国内住不得了 大不了跑路嘛 到上海当个顺民也行啊 上海引发的炒房潮 是这个时代罕见的 李一知道 现在是市场培育期 当肠道甜头的商人 呼朋引伴 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 最终开始冲击本国纺织业时 各国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了 而到那个时候 大概就需要开荒团 去扣开各国大门了 当然也可能在这之前 开荒团就已经彻底征服这些国家了 林丹寒的见识受到时代局限 不比周边的各国国主强 对于开荒团便宜货 他也是甘之如頤的 对于蒙古的王公大臣 远赴上海炒房 他也知道 不过他认为 不过都是选戒之患 无关大局 哪曾想到今天开会研究对开荒团的方案时 忽然就出现了逆流了 今天军臣大会上 先由诸葛清 讲了开荒团三陆大军近二双人马 已经对呼和浩特形成了隐隐的合围之势 开荒团的司令礼仪 向漠南蒙古发出最后通牒 为让开荒团安心 漠南蒙古需把军队主力调离蒙古 另外开拓疆土 目标也给了 那就是日本 诸葛清的话 就像一颗炸弹一样 大臣们轰的一下就乱了 有的骂开荒团是狗娘养的 忘恩负义 想当初如何如何 也有炒这块土地咱们生于私长于私 凭什么你说离开就离开呢 也有嚎叫的 干他娘的 蒙古铁骑草原无敌云云 也有叹气的 希望从长计议啊 开荒团 鱼已成 现在和开荒团斗那是自取其儒 而这些人中 以吐莫特其主 八音嘎为首的一些人 却是面色变幻不定 一言不发 林丹汗不明所以 对八音嘎道 八音嘎 你是一旗之主 说说你的看法吧 朝堂上立刻就安静下来 这八音嘎犹豫了一下 冲林丹汗失礼道 大汗 草原汉子性子直 说错了莫怪啊 大汗像小肚鸡肠的人吗 当然不会怪你 咱们如果和开荒团开战 各位认为胜算几何呀 这一问 把所有人都给问消停了 南蒙之所以委屈求全 就是因为开荒团火炮火枪太犀利了 蒙古骑兵哪年不打仗呢 就算没吃过肥肉也见过猪走啊 和这样的军队作战 哪有什么胜算呢 更何况 北蒙已经用自己的二十万大军 全军覆没 给他们做了一个榜样啊 证明大刀长矛 对上火枪火炮 会是个什么结果 昭乌曼斯奇奇主 格斯愣愤愤道 蒙古男儿顶天立地 有战死的勇士 没有投降的懦夫 巴音嘎道 格斯愣兄弟 你别急 咱们先听听诸葛先生的下文 开荒团大军并没有出其不意的何为呼和浩特 那就应该还有说法 大家把头转向诸葛卿 李毅的提议关乎军事机密 诸葛卿是不敢随便说的 看看林丹汗 见林丹汗点头 这才说道 李毅说 让我们去日本 是帮我们完成祖先想征服日本的遗志 格斯愣打断诸葛卿的话 放屁 咱们祖先是几次攻打日本没有结果 可那是咱们蒙古人自己的事 用他来指手画脚 巴音嘎道 格斯愣 先听先生把话说完嘛 格斯愣是个小气旗主 面对吐莫特旗主 没有顶撞的勇气 只好再次闭嘴 诸葛卿继续道 李毅说 只要我们的军队不让他有后顾之忧 他保证草原儿女比现在过得更加富足美好 有人疑惑问道 后顾之忧 他李毅打后惊 咱们也没扯后腿啊 什么叫后顾之忧啊 李毅担心 他和北蒙开战 会引来墨西蒙古出兵报复 他说 不能容忍墨西作战时 还需时刻提防咱们 格斯愣有些脑袋转不过弯来 纳闷道 墨西蒙古和咱们南蒙北蒙 哪有那么好 替咱们出面不可能 过来抢地盘还差不多 墨西我去过 大军士比俺们强悍许多 咱们打不过 那仇敌满天下的礼仪 就能打得过 许多人又叽叽喳喳说起来 墨西蒙古和他们并不和睦 有吞并他们的想法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李毅现在四面楚歌 墨西蒙古真来了 李毅还真有 再开一片战场的勇气吗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55 第十卷 第102章 关东草原 八音嘎见大家议论纷纷 就站起分析道 我们打不过墨西 开荒团肯定打得过 这战争真正打的是个兵精良足 归根结底还是钱 开荒团有多富 如果你们去上海看看 那就知道了 上海几亩地大小的地块 就能卖几十万两银子 你们说 这礼意能缺钱吗 格斯愣道 咱们大草原跑马圈地 累死一匹马的土地 也不止几十万两 谁花那大脑袋钱 不是傻子 阿音嘎大哥 您是不是在说笑话 巴音嘎干笑道 格斯愣啊 不瞒你说 我就是那傻子呀 我花了四十万两白银 买了那巴掌大的地 但傻子可不是我一个 我的邻居 我的邻居是万利地的儿子 福王 朱长荀 虽然他自己和我一样 不会去那住 但并不耽误他投资在上海 格斯愣愕然道 巴音嘎大哥 你不是烧糊涂了吧 你受骗了 上海地上铺的又不是金子 怎么会值那么多钱 巴音嘎摇摇头 格斯愣 我劝你也出去走走 花不了几个钱 你这抬眼就看着这片天 不知道世界有多大 抢着去上海买房的 不仅是在蒙古 朝鲜 日本 南洋 大明周边那些国家的人 就连金发碧眼的西方人 也有许多 不到金师 不值官小 不到上海 不值钱少 我买的还是便宜的 现在转手卖 估计五十万两打不住 格斯愣目瞪口呆道 巴音嘎大哥 你转身就赚十万两 这话可太夸张了 格斯愣一句话说完 立刻几名旗主反对 旗主们是一个朋友圈的 这些人即便不是林丹寒 帐下高官 也并不影响他们的地位尊崇 毕竟他们是最有实权的人 一名旗主对格斯愣道 你懂什么呀 上海是万国商人 和皇亲国戚汇聚的地方 锦绣繁华 岂是咱们荒凉草原可比 去了那里 你才会知道 咱草原的日子太苦了 格斯愣反驳道 咱们天天能吃牛肉 连肥嫩的羔羊也舍得 上海 我就不信能一天顿顿吃羔羊 一名旗主鄙视地看了格斯愣一眼 不屑于开口了 格斯愣也感觉出大家看自己的眼神 像是看白痴一样 不由更加愤怒 刚想说几句 就听林丹寒道 格斯愣 你别说了 林丹寒实在看不下去 格斯愣这个土包子 再去丢人了 吃几只羔羊 就感觉普天下你最奢侈了 还有比这更无知的吗 可是今天是研究如何对付开荒团 不是诉苦大会呀 再说 就算是诉苦大会 内容也跑偏了 不应该是诉开荒团的苦 说咱自己的好话吗 林丹寒打眼一查 一二三四五六七 怎么这么多都跑上海买房去了 银子在草原不值钱 可是把钱投到上海 这是资敌呀 你们懂不懂啊 林丹寒平复了一下心情 咳了一声 等众人安静下来 这才说道 上海我去过 确实决定番话 可是把钱投在上海 有些不妥吧 巴音嘎叹口气道 唉 大寒啊 说句不中听的 咱们不能和您比 整个上海就是礼意的 唉 您也知道 李府占了上海最好的地段 那规模 那排场 自己家码头就建了四个 七七哥嫁过去 那就是要什么有什么 咱们就不行了 不得不给自己养老准备个舒服地方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 总不能到死都没享受几天吧 林丹寒微怒 自从科尔庆旗被驱逐出南猛后 吐沫特旗就少了一个内部对手 这个巴音嘎也就越发放肆了 他林丹寒作为大寒 还能在乎李懿那点财产 不过话说回来 李懿财产是有点多了 他去年去上海 看到李懿的战舰 从海外拉回的金山银山 也是有些晕眩的 李懿现在预定的老婆并不多 自己妹妹不算东宫西宫 至少一个贵妃还是够格吧 那李懿财产 当然得有自己的一份了 不 是有自己妹妹一份 你们要花几十万两银子去买 咱妹妹可以随便挑啊 上海就是咱妹妹的 至少是有七七哥一份 你们这些人有些臭钱 还真不能和我林丹寒相比 想到这里 林丹寒的怒气已经没了 心底居然泛起了一丝莫名的得意 一时间有些失神 居然忘了李懿 现在是自己的生死对头 心里想的居然都是 应该如何说服妹妹 别耍小孩子脾气 这样英明神武还多金的夫婿 过这村可没这店了 格斯愣不服气道 咱们哪天不是在享受 草原的美女 草原的美酒 巴音嘎就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格斯愣 格斯愣四周看看 发现这种目光还不是一道两道 又挠头 有些疑惑 自己这是哪又说错了吗 巴音嘎道 格斯愣啊 你要品尝了上海各种品牌的白酒 黄酒 葡萄酒 就不会说咱这酸色的马奶子 就是美酒了 你根本没到过上海 美人这俩字 你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哎呦 你就别丢丑了我的格斯愣兄弟 格斯愣呢呢的说不出话来 他突然感觉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去趟上海呢 不然大家都会把自己当做土包子看的 巴音嘎仗着自己是南蒙最大一旗 有些忘乎所以了 继续说道 各位啊 现在明摆着 打 咱们肯定打不过开荒团 恐怕那李胜公啊 巴不得咱们开打呢 他灭了咱们 他就是草原之王了 在李毅手下也算称雄一方 咱可不能中了他的奸计 林丹寒问道 巴音嘎 依你看 维京之计如何是好 我的大汗呢 李毅是咱蒙古人的女婿 咱们不打 他肯定摸不开面 先动手 李毅这人呢 我琢磨过 虽说穷凶极恶 但是说话算话 从不出尔反尔 他说让咱们出兵日本 肯定不会把咱们往火坑里推的 说到底还是亲戚嘛 诸葛先生 李毅和你说的具体方案吧 诸葛清道 说过 大家请看地图 诸葛清说着 拿出李毅送他的地图展开 这日本最富裕的地方是关东平原 李毅的意思就是我们直接登陆关东平原 我们蒙古骑兵正可以在这平原上驰骑 尤其是关东平原气候湿润温和 冬季也是草木葱龙啊 许多人都有些动容了 还有这好地方 诸葛清点头道 这关东平原 盛产水稻 一年能收获两季 李毅说 可以毁去稻田 让地里长草 那关东平原以后 就是四季长青的大草原了 随便咱们蒙古人 如何放牧 这下子 许多蒙古贵族都纷纷惊叹 好啊 这太好了 这北方草原到了冬季 就刮白猫疯 大学封地 许多牛羊都会饿死 有这地方不归咱蒙古 那可惜了 诸葛清看着大家的诸葛脸 不由心中一阵的哀鸣 这礼仪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把一年两熟的稻田回去 改为草原 还有比这更加抱铁天物的吗 当年蒙古人站下中原 也曾打过主意 把中原土地都改作牧场 亏得许多有识之士劝阻 这才断了这个念头 这回蒙古人如果站下日本 再有礼仪窜斗怂恿 恐怕整个日本都将变成草原了 到那个时候 没有了粮食 都得依靠和礼仪交易 不是更受制于人吗 不过以蒙古人对于草原的执念 谁能阻止他们把日本变成草原呢 诸葛清忽然全身泛起了无力感 他感觉一切都变了 当年蒙古强大 威震四方 他的主意可以一言决定万人生死 他一直陶醉在大权在握中 不可自拔 现在的蒙古还是从前的蒙古吗 现在的蒙古 必须顺着礼仪画下的道路走 他留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呢 不如归去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56 第十卷 第103章 智之死地 听到要将关东平原改为草场 格斯愣很是激动 他挥舞拳头道 日本人是懦弱的种族 当年不是因为飓风 咱们蒙古早杀光了他们 对了 他们人口可不少 咱们把他们男人杀光 女人留下放羊 小孩子分给大家做奴隶 一名老成持重的大臣道 日本二十年前 在朝鲜打的大明灰头土脸 虽说最后败了 但战斗力也是不弱 还得从长计议呀 格斯愣瞪眼道 大明那么怂 还不是打败了日本 咱们蒙古打大明都不在话下 打大明的手下败将又算什么 依我看 不如就去日本 那时咱们又多一块地盘 对了 咱们怎么去日本 赶紧先把那关东草原沾烂 林丹寒看着乱哄哄的一屋子人 彻底无语了 他在护和浩特 没有能力建个紫禁城出来 可也是盖了一个金鸾殿 打算搞个三寇九拜的上朝仪式 显得更加正统些 可是这些幕侯而观的家伙 穿了朝服也不像是大臣 性子粗野 别说三寇九拜了 就是让他们站着 都是不干的 最终还是弄了许多凳子坐下 这才算罢休了 现在听说去日本有利可图 就见小利而望大义 乱哄哄 嚷成菜市场了 连他这个大汗都忘了 居然是自己琢磨起要如何出兵去了 何止这帮人根本没想和李懿作战呢 一心都是柿子肩软的捏 奔日本人较劲了 可日本人真的有那么软吗 诸葛清连叫安静 等到众人声音小了 这才继续道 大家请看 李懿规划了两条进军路线 一条是走景州盖州一线到丹东 进入朝鲜咸静道 另一条是走北宁 辽阳 吴女山 最后到咸静道 这里有个港口 叫咸新港 李懿安排几百条船 跨海东征 直抵日本 城下丁 这是个富足的城市 偏偏没有大军镇守 就处在关东平原的核心位置 有人立刻提出了尖锐的问题 那李懿要咱们付船钱吗 没有说 许多人立刻又乱起来 那就是不要了 你看看 李懿和咱们还是讲感情的 当年老祖宗为了东征造船 那钱可花海了去了 林丹涵对这些大臣有些鄙视了 这些人眼中只有钱 然后一个更任钱的激动声音来到林丹涵面前 指手画脚 原来是巴音嘎 就听巴音嘎对林丹涵道 大汗 我觉得李懿这主意可行啊 日本虽说是岛国 面积数十万里可不小 咱拿下日本自成天地 省得受人气了 这可不错 许多人都附和道 咱们拿下日本 可以关上门 舒舒服服过日子 四面都是汪洋大海 再也不用担惊受怕 这地方好啊 诸葛青看向这些家伙 按说你们真是蜀目寸光啊 日本人现在就在汪洋大海中 也没耽误被礼仪算计 你们就不会想想 日本人的今天 可能就是你们的明天啊 林丹还摸着下巴 他也觉得 去日本未尝不是出路 至于岛国闭塞 跟不上日新月异的世界发展 他也并不在意 他估摸着 如果真占下日本 开荒团眼不见心不烦 猛员安稳个百八十年 应该没问题 至于百年之后 在我死后 谁管他洪水滔天呢 本来大草原天高地阔 历朝历代蒙古人 被汉人逼急了 大不了向北远走一些 休养生息 可轮到林丹寒 不行了 现在北方 已经被礼仪安排大军倾脚了 这条路已经绝了 这礼仪可太过阴狠 自己不早些远走高飞 说不得李毅会再想出什么主意来对付自己 坐中这些家伙可都不可靠啊 蒙元亡了 他们可以拿银子跑去上海享受新生活 李毅根本不在乎 可是李毅会放过自己吗 蒙古实在是资源有限 面对李毅的百万大军根本挣扎不得 既然如此 那真的不如远走高飞了 虽说绝大多数人出发点不一样 却达成了共识 现在会议主题 也变成了研究谁去日本 去多少人该怎么去了 六月末 末南蒙古送进到锦州 称蒙元同意礼仪的提议 出兵日本 请求开荒团开放锦州防线 蒙元借到辽东 进入朝鲜 这样的大事 李盛俭哪敢做主 他不敢怠慢 立刻跑到银口 向大师兄问计 这可涉及到了辽东安危 万一蒙元心存不轨 这就是引狼入室了 好在两地距离 不过就三百多里 李盛俭奔波一天 总算赶到了大师兄面前 李盛俭问道 大师兄 蒙元真要去打日本 兵不厌诈 他们离开草原 那就是虎落平阳了 您是要引蛇出洞 一举歼灭他们 李盛俭道 你看你大师兄 像是出尔反尔的人吗 见李盛俭 真的有仔细思考 打量的意思 李盛俭有些发怒了 我这是反问句 不需要你琢磨回答 你看什么看 李盛俭犹豫道 那大师兄的意思是 像啊还是不像啊 我记得在向阳大院的时候 您一笑呵呵的说 大家今晚睡个好觉 明早不出操了 那谁都不敢脱衣服了 都知道您肯定半夜来个紧急集合呀 尤其是您午睡后说的这话 那更得当反的听了 我这现在就是不知道大师兄 您真正想法 这才来请教啊 我 人无性不利 算了 不和你说这事了 我告诉你啊 这次我说的是真的 李盛俭站起来 转了一圈 见卫兵不在门口 这才低声道 日本人狼子野心 人口多战争潜力大 蒙古人 好杀成性 见利忘义 凶残善战 让他们到一个岛上去 你说结果会怎么样 那大师兄 咱们可以自己出兵啊 日本过千万人口 基数太大了 计划生育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见李盛俭 听得有些发愣 李又解释 就是需要猛员去不停地祸害他们几十年 让他们人口回到三百万这样的合理数目 李盛俭疑惑道 这 这国家人口 还有合理数目 当然有了 三百万人口扣除老人孩子就剩一百万 再扣除女人就剩五十万 再扣除必须从事各项工作的人 当兵的不会超过三十万 这样的国家就很安全 以后周边国家都要以此为标准 李盛俭点头 哦 我懂了 人口超过这个数 咱们不能自己杀 影响形象 但可以发动别的国家 发动战争 对了 就这办法 看来你还有进步空间啊 李盛俭大喜 正想再发挥发挥 让大师兄再表扬几句 崔秀就送来了皮岛的紧急军情 李益看过军情 哈哈大笑几声 随手把书信丢给李盛俭 李盛俭左看右看也没看明白这有什么可乐的呀 于是开始回忆李盛和李盛胡 这俩小兄弟是不是有什么得罪过大师兄的地方 但是左想右想 这俩人一直就是溜边打酱油的角色呀 在大师兄面前也总是诚惶诚恐 屁都没放过一个 属于让他们向东不敢向西 让他们打狗不敢骂鸡那活的 怎么大师兄见两人进了危局还能高兴起来呢 李盛俭见李益的心情愉悦 就试探地问道 大师兄 这情报里有什么密语吗 李益瞪他一眼 崔秀给我送军情还用密语 脑子生锈了你 李盛俭试探问道 这 我是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我见大师兄满面春风 不知喜从何来呀 李益指 去 把那边海图拿过来 李盛俭从旁边桌上 选出七八份黄海海图交给李益 李益看了看 找出了皮岛海域图 说道 那 你来对照崔秀的军情 再分析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酒图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57 第十卷 第104章 走上绝路 听李让自己来分析一下崔秀的军情 李盛俭看着地图分析道 这 皮岛没物产 没纵深 但从脱身说 这就是块死地啊 这岛地是狭长 面向朝鲜一面水浅 不适合大船停泊 和碳岛之间海峡水深 是天然的避风港 可这海峡狭窄 回旋余地小 这可不妙 李益问道 不妙在哪呢 崔秀说 联军全军进了海峡 拿四万开荒团新军做人质 就等咱们的海峡去救援 好一网打尽呢 咱要不去 李盛和李盛湖威夷 咱们去吧 海峡威夷 这海峡是个硬碰硬的地方 咱海峡 没有五国联军硬啊 李益点头赞赏 嗯 你说得对 没想到海徒你也能看明白 挺上镜啊 李盛俭赶紧吹捧 这都是大师兄教导的好 李益摩索着没有胡须的下巴 高兴道 我一直就觉得我是个名师 教导有方 李盛义你夯祸 居然过年的时候 说我都靠暴力教学的 这不胡扯吗 大师兄 三师兄顽劣 不打不成才啊 对了 还有五师兄 他们俩沆瀉一气 欺男霸女 您不多加管束 这都得上天了都 我知道他们俩没少欺负你 欺男 他们俩肯定有 霸女你就别落井下石了 这俩家伙一心打仗 根本没心思找女人 你呢 就是告黑状 也得找个靠谱的说 李盛俭措手惋惜道 大师兄 我这事先没准备 哪知道有这么好的机会啊 这次过年的时候 我关了李盛一夜禁闭 李盛就一直忘记处罢他了 下回聚会的时候 你提醒我一下 欲不折不成气嘛 李盛俭大喜 对于李盛这五师兄 李盛俭是一直恨他在心 口难开的 不想大师兄居然给了自己这么一个重任 不由在心底又默念几遍 生怕忘了 李盛俭指点地图道 你看啊 这海峡 催就进去是死地 他们进去 一样是死地 李盛俭瞪大双眼 俯身细看 也没看出所以然来 你看地图能看出什么呀 正所谓天机不可泄露 你就等着五国联军大败的消息吧 大师兄 法不传六耳 现在就咱俩 我又不会给五国联军通风报信去 您让我等消息 这不憋死我了吗 你现在告诉我呗 李盛现在心情好 想了想 这才说到 告诉你也无妨 你知道陆星的实践号吧 这当然知道 这船万马军中船过来 我可亲自上去看过 满船坑坑坑坑的 这都没事 真是牛大发了 这就是您说的 打不死的小强啊 有这船什么事啊 李盛得意地对李盛捡道 实践号这小强 现在可不仅是打不死了 这船 吸装了两百门舰炮 还都是重炮 这现在就是个超级大刺猬 这天下再没有比他更牛的战舰了 挨着死碰着王 天下第一的战舰写照啊 李盛捡惊得目瞪口呆 大兄 您梦想的那巨舰大炮 实践了 李盛笑道 这差不多可以这么说了 那咱还封什么海啊 这大铁家伙装上炮 那就是流氓会武术 美女挡不住啊 自重啊 你都军长了 哪学这二流字话 大兄 这话当年 显通似给您常说的呀 你还号召咱们勤学武术 将来要做一个有思想有觉悟 有能力有目标的四有流氓来着 闭嘴 师兄我为人师表 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 你肯定记错了 对对对对 这我 我最近记性是不太好 你也别太自责了啊 知错能改山没大烟 不过话说回来 这十件号 现在还真就是个会武术的流氓 谁的娘子也挡不住了 说着 李易激动的起身 来回走动继续道 这流氓呢 唯一缺点就是太慢了 哪个姑娘她也追不上 哎 你猜怎么着啊 偏偏就有花姑娘 她自己钻了死胡同了 李盛俭恍然大悟 也是一拍桌子 兴奋的差点没跳起来 我明白了 五国联军这是自己送你死地去了 十件号冲进海峡 大开杀戒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这是天赐的机会啊 没错 下面就是崔秀的事了 怎么让十件号 神不知鬼不觉 跑进那个海峡 给五国联军 来他个一锅端 说完 两人相识大笑起来 大连岗 当崔秀得到礼仪的作战方案时 激动地赶出卫兵 锤坏了一张桌子 这两月 都快把崔秀给愚闷坏了 五国联军 先把崔秀堵在大连岗里 一通乱轰 之后发现军港路口太窄 贸然闯入 无异于找死 便把崔秀堵在岗内 崔秀就算是做了缩头乌龟了 后来虽说联军撤军了 崔秀也追着联军刷了几回存在感 可他哪敢和这么强大的舰队交手呢 就这样玩了两个月的猫舟老鼠游戏 崔秀心里的郁闷 真是可想而知了 现在听说实践号已经武装起来 崔秀立刻就兴奋了 他亲自前往老铁山水道 进入渤海 迎接实践号 当那庞大的实践号 拖着滚滚白烟驶来时 崔秀乐的直拍船船 崔秀换了小艇 登上实践号 顺着绳梯上去 刘铁山立正尽礼 他一个营长 能作为舰长 迎接军长 也是一种光荣了 崔秀并没理他 直接三步并做两步 走到陆星身边 重重地拍了陆星一巴掌 拍得陆星是呲牙咧嘴 好小子 你他娘的终于搞出铁甲战舰了 停停停 您别动手了 我还没有我船结实呢 对了 这回不叫船了啊 这是能打仗的战舰了 好 我看看这些炮啊 我可你这装的都是大口径重炮啊 这哪艘战舰挨上一家伙都够呛 太好了 那啥 谁是这艘战舰舰长 刘铁山叫得挺声而出 是我 少校营长刘铁山 崔秀指着刘铁山 哦 刘铁山 我以海军第二军军长身份通知你 你被解职了 啊 解职 刘铁山都傻了 这才当两天舰长 一仗没打 屁股还没坐热呢 舰长就没了 刘铁山念如道 是 那报告军长 为啥解我职啊 新舰长那是谁啊 崔秀一指自己的鼻子 新舰长是我 陆星 刘铁山 现在我以海军第二军军长身份 正式任命崔秀任石舰号舰长 你们俩要配合好新舰长工作啊 刘铁山傻眼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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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长将之当舰长 您这 这降了多少级啊 您 糊涂 这是兼任 兼任你懂吗 就你个警卫营营营长 抖个毛的打仗啊 你去看我的吧 报告军长 我原来在大明福建水师 担任过舰长工作 崔秀一撇嘴 大明水师算水师啊 得 你也别委屈了 这样吧 我现在征调这艘战舰做旗舰 我就是旗舰舰长 你刘铁山跟着我 打完这仗 我提拔你做上校团长 行了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酒图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58 第十卷 第105章 登陆皮岛 刘铁山大喜 营长晋升团长 不积累赫赫战功 那可不容易 虽然他这个警卫营长 比别的营长好看些 也需在战斗中 来历练一番 哪有这么容易 当上主将呢 刘铁山 当然珍惜这个机会 立刻并拢双脚 立正尽力 多谢军长提拔 崔秀白白手 丢下刘铁山 又去研究这些剑炮去了 他是越看越爱 抚摸剑炮道 哇的怪怪 咱们普通战舰 都是1500斤炮 西洋鬼子无敌战舰 最大口径的舰炮 也不过是2500斤 这都是4000斤炮啊 这才是真正的巨舰大炮啊 忽然 崔秀指向侧嫌道 诶 这是什么 刘铁山剑崔秀 指向固定在侧嫌 高仰炮管的 八门野战炮 有些不解道 这 这您不认识的 这是6000斤野战炮啊 废话 我当然知道是野战炮 这陆军野战炮 怎么搬船上来了 不知道战舰上 用不了陆战炮吗 啊 那什么 那剑炮专家 吴建兴 您知道吧 崔秀点头 知道 就那个眼睛掌 眉毛上面那家伙啊 我的许多战舰 都经过他的设计 是有几把刷子 对 是吴专家说 这实践号啊 钢铁骨架 不怕野战炮的后座力 把船给坐散了 他又受到咱们舰上 迫击炮轰战舰的启发 就把这野战炮 安在船架板上 吴专家说了 这玩意儿 可以轰战舰 还能进攻港口 谁要不服 就海上轰压的 这可是最新款野战炮 刚口好 炮身薄 6000斤 能赶上普通万斤炮口了 崔秀惊讶道 还有这路说 好 这家伙打船打陆地 两不误啊 好想法 军长 不瞒您说 这炮啊 一点准头都没有 海面不稳 战舰晃动 这想打中什么的 都得靠运气 崔秀慌着脑袋道 这你就不懂了吧 当敌人密度大的时候 不用准头 就是轰过去就完了 战舰都是加固船弦 甲板的都是弱点 炮弹落甲板上 就能报销一条船呢 嘿嘿 哎呀 吴剑星真有创意 好 好主意 啊 战舰会有这么大密度吗 那指挥官不是傻子呀 崔秀点头道 嗯 说得对 是有点傻 你马上就知道了 这世上真的娘都有傻子 崔秀今天是真开心啊 这战舰怎么看都顺眼 就等赶到皮岛 去冲锋陷阵了 至于李毅 担心什么提前暴露目标 在崔秀看来 根本就不是问题 第一 大连港距离皮岛太近了 不到一千里 现在吹着西南风 借着风势 两天就能赶到皮岛 到时候提前清场 不让敌方赤猴剑靠近就行了 更何况最后的百八十里 不会来个夜袭嘛 皮岛就在海岸线边 从大连到朝鲜海岸线 有经验的老水手 闭上眼睛都能摸过去 联军想从皮岛登陆 李胜和李胜湖两人 当然要进行阻击了 海防炮没有 迫击炮还有几十门 可联军选的登陆点 是一片开阔地 距离山岭太远 没办法构建 居高临下的炮台 他们只好把迫击炮 架在岸边 开始轰击逼近的战舰 可是战舰一开炮 他们就只好跑路了 他们就是几十斤重的小炮 人家再小 那也是千斤以上的大炮了 根本没有对抗性啊 这么多战舰 随便发几炮 就能打得岸边昏天黑地的 李胜和他们赶紧跑路了 李懿交给师弟们的第一招 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尽量保全自己 消灭敌人 这才是王道 至于什么不怕牺牲 勇往直前 这都是没办法才干的事 李胜和李胜湖哥俩 远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当然不可能傻呵呵去拼命了 所以朝鲜低震 就获得了巨大胜利 皮岛登陆战获得成功了 他们只知道 现在把开荒团 逼上了绝路 却不知道自己 才真正走上了绝路 皮岛原本是没有村落的 过于贫瘠的土地 除了长草 根本没有什么产出 所以朝鲜一直把皮岛 当成羊马场 这也是朝鲜 没有急着要回皮岛的原因了 这么一个岛屿 真的是多它不多 少它也不少 在李懿的规划里 是打算把朝鲜八道 给割下庆上道和全罗道 这两个面朝大海 春晚花开的地方的 再把鸭绿江 这条戒河 全部纳入自己地盘 压缩一下朝鲜版图 最后再把女真 这些桀骜不驯的少数民族 给赶到朝鲜北方两道 让女真和高丽 这两个不省心的民族 在那块贫瘠土地上相互撕板 这多好啊 如果不给他们生存空间 女真族就会散入辽东 就像后世抗连一样 真的会让人挠头的 至于朝鲜呢 那更是山高林匿 恐怕得到处都是抵抗力量了 李一最怕看到的 就是这样的结果 所以他大度地给两族人 留下了聚居地 哪曾想到后京是故土难离 不敢不走 朝鲜更是不领情不道谢 还不停地垂死挣扎 现在朝鲜想夺回皮岛 就是这个挣扎的结果 在联军炮火掩护下 朝鲜兵虽然登陆了 但这些人都是小心翼上岸后 立刻就如临大敌 全力戒备 庆上道一战 已经把他们彻底打怕了 死伤是敌人一倍以上 军中偶像级战神李良被杀 神剑手升贵被杀 监军中王李贤 被吓出神经病了 这让朝鲜兵惶惶不可终日 士气不振 没办法 朝鲜军部只得派人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说明杨大人会给咱提供支援 不仅是炮火支援 关键时刻杨大人还会该出手时就出手 大家咱别怕了 并且这一战 定会给他们丰厚的奖赏 朝鲜高层费了无数口舌 这才把士兵 又糊弄回前线了 可是到岛上 谁也不愿奋勇向前 于是这些人 就慢腾腾的安营扎寨 两天了 没有任何要进攻的意思 柳如氏作为朝鲜军方最高长官 实在是挂不住脸了 向雷索解释 士兵远道而来 有些晕船 水土不服 所以才 雷索笑了 笑得柳如氏莫名其妙 更加不自在了 雷索很看不起这些亚洲土著 雷索他们征服了半个亚洲 很少遇到什么激烈抵抗 所以死伤上百人 就能算是惨烈战斗了 除了开荒团这个疯狂的怪物 朝鲜这样的国家 雷索他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他们都折戟沉沙开荒团了 还能指望朝鲜去剿灭开荒团吗 当初朝鲜提出对皮岛作战 海图一拿出来 他就想出围城打圆的办法 其实朝鲜派兵就是多此一举 五国联军们只要把皮岛一围 坐等援军上钩就行了 不过做戏做全套嘛 朝鲜也不能闲着 好歹算是废无利用了 这怎么着也能增加开荒团的压力不是 现在雷索看到朝鲜兵的怂样 还真有些担心了 万一这些兵真的不自量力 冲上去结果被打崩了 那自己是救还是不救啊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所以雷索果断对柳如是道 哈哈哈哈 不急不急 刘将军告诉那些士兵 切记盲动啊 敌人粮草全靠十天半月一次的补给 和他们耗上一阵 敌人就会不战自败 柳如是有些面皮冲血 他已经看出来了 雷索是不相信朝鲜兵 怕他们把仗打崩了 来个全军覆没什么的 雷索的围城打员计划 当然不会隐瞒柳如是这个异国代表了 柳如是不由得有些休脑 你都不信咱们还扯什么让咱们用兵呢 这次出兵我容易吗 好不容易到了地头 你倒是不着急了 咱们要就是个摆设 你让咱们过来干嘛呀 不过不满归不满 柳如是还没有脑残到 一冲动就来个积极进攻 虽然柳如是是真心想收复皮岛 可是他也明白 根本问题还是要消灭开荒团的有生力量 只要能彻底断绝皮岛外援 那就是不战而胜 至于打不打仗 那都是多此一局 死人是要给抚恤金的 伤兵还要治疗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 不是收入 是说支出 哪样不需要钱呢 这些朝鲜士兵也都是和平爱好者 就在皮岛上 深挖洞广击粮 不称霸 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59 第十卷 第106章 没心没肺 李盛和几个人很快就醒过味来 联军大军云集 这是把他们当人质 威逼海军开战的意思呀 怎么破呢 几人研究了一番 得出结论就是 闲吃萝卜蛋操心 海军怎么打 那是崔秀和大师兄的事 咱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得了 于是李盛胡提议 咱们也不能闲着 敌人不愿意做的 咱们偏做 从练兵角度也要打 万一这些朝鲜兵忍不住了 离开舰炮保护范围 咱们就能有收获了 李盛和身以为然 他们编练的这支新军 不是农民 那是毛文龙的部队 毛文龙的部队 虽说穷困潦倒 但是胆子并不小 尤其是和后京作战 经常拿出老子贱命一条 就和你破裤子缠腿的派头 连努尔哈赤都感得腻歪 这几个月吃得饱 穿得好 武器来了个翻天覆地 大变样 部队自信心 蹭蹭上涨 朝鲜兵 他们本就不放在眼里 现在更是瞧不上了 有洋人撑腰咋地啊 东风吹战鼓雷 革命战士谁怕谁呀 一场轰轰烈烈反进攻战 开始了 朝鲜兵登陆的地方叫做金沙湾 正是皮岛居中的位置 港阔水深 联军战舰上的火炮控制岸上几里方圆 李盛和李盛湖分兵两路 以联维单位 不停地袭击骚扰朝鲜军营 这让朝鲜兵不胜其烦 开荒团的作战目的很明显 就是希望把朝鲜兵 引蛇出洞 在联军火力范围之外来会战 朝鲜兵不应战 明显就剁了联军风头 可应战很容易吃亏的 为了面子 柳如氏还是派出小股兵马出营了 结果就不言而喻 开荒团的火枪火炮 根本不是朝鲜落后武器 所能抵御得了的 吃了几次亏 柳如氏就命令士兵 债强高磊闭门不出 反正耗死开荒团 才是最简洁的办法 开荒团虽说小胜机场 毕竟是无足轻重 没有重武器的他们 辽波不出朝鲜兵 根本不敢大规模 进入敌方的剑炮范围 皮岛再次进入了平静状态 八万大军 在一个方圆百多里的岛上 和平共处 这也算是奇葩了 这仗打不下去了 毛文龙急火火的来找李家兄弟 李圣湖正往一口锅里倒入海水 让士兵烧废了 把一盆黄蜜子倒进去 他管用海水煮蜜子 叫做圆汤化圆石 可不是为了节约淡水 见水沸腾了 赶紧捞出来 津津有味地吃着 皮岛早朝后 海边沙地上到处都是小眼 随手挖开 下面就是一个个的黄蜜子 个头大还非常鲜美 不过这海鲜天天吃 许多人都腻了 只有李圣湖乐此不疲 李圣和就在旁边嘟嘟囔囔地骂 吃 就知道吃 咋不撑死你呢 也不知道想想办法 李圣湖乐呵呵地道 这叫口头福 你还吃不下去呢 李圣和随手抓了一把黄蜜子 边吃边倒 谁说吃不下 我是不像你这么没心没肺 现在他们高挂敏战牌 咱们又不能大举进攻 我有办法我还来找你 李圣湖邪腻了李圣和一言 还不是一样 我有办法会在这里自己赶海 捡黄蜜子吃啊 此刻毛文龙走过来 也抓了一把黄蜜子 边拨边吃边皱眉 现在小船呢 倒是可以偷偷地下海登陆 可是有什么用呢 咱们四万多人 后年马月也逃不到陆地上 没想到我当初选了一处绝地 害了两位将军 李圣湖乐呵呵道 毛省长 你自责个什么劲啊 你放心 大师兄会有办法的 毛文龙见李圣湖叫他省长 有些郁闷道 省湖啊 你叫我毛大哥吧 可别叫我省长了 我那个省啊 没影了 大师兄说 前途是光明地 道路是曲折地 庆上到早晚是我们地 也不差那两天 毛省长有时间 就应该多琢磨琢磨 怎么发展经济 治理地方 我安不下心啊 大船想靠岸送粮食物资 只有从联军占领的这面过来 这些年 山洞那边给我们送粮草 几乎都是金沙湾上岸 现在咱们战舰打不过他们 过不来 真愁死个人 李圣河也跟着道 我也愁 愁的是怎么收拾一下朝险兵 李圣胡道 我现在也愁 我好不容易挖了一盆险子 都被你们两个给吃了 李圣胡李圣和毛文龙都愁 催秀不愁 他站在石剑号甲板上 吹着海风 忽然高声大嗓来了一句 春风得意 骂提及 周围夜色沉沉 除了星星 连月亮都看不到 更别说什么洛阳花了 石剑号 现在已经穿过老铁山水道 就沿着大路线 航向北方 前几天 都在开荒团的控制范围 自然可以日夜兼程了 现在距离鸭路江口近了 为了增强隐蔽性 都是咒服夜出 趁着夜色前进的 崔旧环顾四周 黑须须的一百多艘战舰 簇拥着石剑号 无声无息的 滑行在海面上 只有石剑号 时不时的呜呜 传两口粗气 在白天行军 就他冒出的滚滚浓烟 几十里外 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崔旧把目前 能集结的所有主力战舰 都带来了 他是要豁出家底 和联军决战了 憋了两个多月的气 也该出出了 虽然岸边航线很熟悉 可夜色中航行 还是要慢许多的 尤其是多了石剑号 这个铁乌龟 那真是名副其实的龟宿啊 慢吞吞 一个小时 只能航行十多里 现在催修不及 他只是激动 还有五十里就到皮岛了 没有敌人赤猴 大致估算 再有三个多小时 凌晨三点钟 就能到达皮岛 崔旧和方速 早就计划好了 方速负责 堵住海峡入口 崔旧就单刀附会 带着石剑号 独闯联营 按理说 一个军长 不应该轻身 进入险地的 可是方速 并没拦着 他太知道石剑号 是个什么货色了 这就是个打不死的小强 煮不烂的滚刀肉 冲入敌群杂地啊 任凭多少敌剑 怎么轰击 也是破不了防的 那还怕啥呀 现在又是刺猬一样 装了一大堆的炮 方速看得直扎舌头 都是普通战舰 根本就用不了的重炮 这威力 也真是没谁能比了 尤其那八门超级野战重炮 虽说没有准头 但敌方只要密集 随便砸去 真是碰谁谁完蛋呢 其实皮岛和探岛之间 海峡外还有一个出口 那就是海岛和大陆之间的水道 可惜这条水道 也就四米左右深 大船根本就走不得 只能过一些轻型战舰 所以方速就把一百多条战舰 分成两部分 主力堵住海峡入口 另一边都是轻型战舰 以意待劳 方速有几分把握 能把敌人留在这里 朴英雄的巡逻船 只离开皮岛十多里 就走不了了 他现在满肚子怨气 并非对开荒团 而是对联军中的西方列强 这些日子 联军是彻底把朝鲜人当成奴才了 所有警戒巡逻任务都交给朝鲜人 本来日本和他们是一个档次的 现在日本升级了 对他们也是拿五作六的 朴英雄知道 这是朝鲜那些陆军登岸后 表现实在太差了 天天归缩在军营里 开荒团来了也不出战 实在是让人瞧不起 连带的 他们朝鲜水师 也被看不起 开始沦为下等人了 本来如此庞大的联军舰队 至少要分出两三拨巡逻船 向后方警戒的 现在好了 只派了朴英雄 他们两条船出来 朴英雄这两条巡逻船 也对得起联军 只离开皮岛十多里 就不向前走了 反正联军也不怕开荒团来 还费那劲干嘛呀 万一跑远了 被开荒团的巡逻船干掉 那反不上 朴英雄一觉醒来 走出船舱 海风把他吹得清醒了一些 负责瞭望的士兵 也背靠船舰 都睡着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60 第十卷 第107章 庞然大悟 朴英雄没有叫醒士兵 这只有星光的夜晚 就是在空阔的海上 也望不出多远 开荒团近来一支臂战 平安无事 谁也大不起精神 朴英雄还有着军人的职责感 他努力睁开双眼 巡视了一下远方 猛然间 他瞪打双眼 我的天啊 我 我看到个什么东西啊 海面上 黑须须一片 正直逼过来 凭直觉就知道 那是许多战舰集群 本来朴英雄 也看不到这么远的战舰 可是那片战舰上空 有着密集的红色星星 朴英雄认得那些星星 他随舰队 曾经尾随实践号很久 这个大家伙 经常喷吐出浓烟 烟中就有大量的火星 开荒团那个铁乌龟来了 还跟了许多战舰 这是要偷袭啊 朴英雄扯开喉咙大喊 身份 佐满舵回港 准备战斗 发敌情信号 朴英雄的战舰 只挂了三分之一的帆 徜徉在海上 这下船上人都从梦中惊醒 忙碌起来 他们挂帆的挂帆 挂灯的挂灯 他们并不慌 因为没有几人注意到 远方逼来的舰队 只以为是一次例行军训呢 不过例行军训 要发出敌情信号吗 这惊动杨大人会不会挨骂呀 船启动太慢了 朴英雄下令 讲手就位 快快快 不等讲手有所行动 朴英雄就听到了船桨积水声 两艘开荒团的24幅大桨走隔 从黑暗中钻出来 这种走隔 每副桨四人摇动 百人河里 船在海面上 短时间能如飞一般 远快过风帆了 朴英雄立刻明白 这两艘敌方的探子船 已经发现了自己 只不过是落下风帆 藏在远处 单等自己舰队跟过来 才向他们发起进攻 敌方走隔太快了 眼睁睁直直地撞上来 朴英雄不得不发出 又跺20的命令 两条船虽然大小差不多 但走隔船头包了铁甲 又有撞杆 自己无论是船身或船尾被撞上 都不会有好结果 朴英雄不得不放弃转身 先行避让 这样急转舵 甲板上忙着升翻的 挂灯的 都不由自主放下手里的工作 先稳住身体 就这么一耽搁 十几艘挂满风帆的战舰 已经把朴英雄和另艘战舰 围在了中间 一些人喊着投降不杀 朴英雄明白敌人是什么意思 他们完全能用炮火将自己淹没 可是这样做 袭击海峡中联军就失去了突然性 所以他们才给自己一条生路 朴英雄的战舰是有六门火炮的 这时手快的炮手已经填完火药 等待命令发射了 朴英雄很纠结 朝鲜人传说自己的祖先是雄 雄是勇猛强悍的生物 自己的长辈给他起了这样鹦鹉的名字 也是希望他能像熊一样勇猛 可是自己还是想活命 不想做一个死鬼英雄啊 熊害怕的时候 不是一样撅屁股埋脑袋吗 朴英雄当机立乱 命令士兵放弃抵抗 朴英雄不得不立刻做出决断 稍微晚一点 谁知道哪个傻袍子会不会来上一炮呢 只要炮声一响 开荒团就不再以他们投降了 他们的船立刻就会化为基稳 朴英雄并没多少对联军的内疚 就算他们开炮又能怎么样呢 这里离海峡不过十来里 这些满帆战舰立刻就会拥过去 不过朴英雄还是有些纳闷的 这些战舰就算进入海峡 就算联军战舰来不及满帆启动 这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时代 箭炮想射中对方 必须得进入对方的射程 这完全是硬碰硬的肉搏战呢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这种偷袭 如果没有绝对碾压的实力 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 开荒团一直在海上躲躲闪闪 今天怎么了 痴撑了 朴英雄的战舰被占领 朴英雄和其他人都被赶到甲板上 等着被压上敌舰 这个时候 那个喷火的铁乌龟 爬过来了 他喘着粗气 朴英雄一惊 对呀 敌人有这个不怕打的大家伙 不过那又怎么样呢 总不能让这只乌龟 去撞联军战舰吧 这家伙的速度 他能撞到谁呀 对 这 这 朴英雄突然惊呼出声 他看到这个铁家伙 开了三层炮口 无数炮管子伸出船外 这已经西装成战舰了 不再是只能挨打的 普通船只了 朴英雄 看着这庞然大物驶过去 看着密密麻麻的炮管子 心一下跌入谷底 他明白了 开荒团是要冲进海峡 不过不是那些风帆战舰 而是这个插满炮管子的 庞然大物 那样战舰密集的海峡 这家伙只要不停地喷吐炮火 就足够了 谁能躲得开呢 至于还击 还击有用吗 朴英雄扶着船前 瘫软下去 海峡中还有朝鲜百艘战舰呢 那是朝鲜水师所有力量 这次卫运兵都集中在这里 朴英雄不由得一声哀鸣 多灾多难的朝鲜水师 这次要彻底覆没了吗 这大家伙冲进海峡 不是虎入羊群一般吗 只有他打别人 哪有别人打他的份啊 别人打他 那都是脑痒痒痒 崔秀的想法和朴英雄不谋而合 就是一个心情沮丧 一个兴奋莫名 崔秀立于实践号船头 迎着海峰 望着越来越近的皮岛 路过两艘被俘虏的朝鲜战舰时 他正眼都没看 他的目标是五国联军 这种小鱼小虾 哪能入得他的发言 刘铁山站在崔秀身后 低声道 军长 一会儿就开战了 甲板上我盯着 您下船舱去吧 崔秀道 不去 要不您去船长室 崔秀不高兴道 我是军长 你是军长啊 我想在哪就在哪 我是军长 还是舰长 我的地盘我做主 刘铁山剑大战将起 崔秀还坚持留在甲板上 有些着急了 军长 您的安危关系全军啊 这哪有军长亲自出战的 现在又没到山穷水径的时候 你小子被联军追杀千里 都活着回来了 我就不幸这一战就能要了我的命 我现在是关云长单刀附会 是赵子龙独闯联营 你别在这碍言 影响我心情 哎呀 您是千金贵题 我烂命一条 这哪能比啊 您这 崔秀指着刘铁山的鼻子 不高兴道 刘铁山 你再啰嗦 我就不提把你当团长了 你也知道 这战舰是试验品 陆星最终要开走的 你想不想分管一条 拉风的主力战舰 再胡说八道 煮熟的鸭子都飞了 刘铁山一听这话 转身就走 自己假模假样地劝几句可以 可犯不着拿前程做赌注 石剑号船身高 剑炮几乎都是平射的 他还真不相信崔秀能遇到啥危险 再说了 就算甲板上真能落几颗炮弹 就能这么凑巧 正好砸在军长头上 自己还是该干啥干啥吧 别讨好不成 惹人厌了 石剑号上的炮手 本来是在引口拼凑的 现在都被崔秀撤换掉了 把自己最优秀的炮手 全部换上 这次闯进海峡 靠的不是什么射击准确率 那就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发射速度 这些人动作麻利反应快 原来那些炮手 发射两炮的时间 够他们发射三炮了 崔秀又挨个儿 巡视了固定在石剑号上的野战炮 对炮手道 一会儿啊 怎么方便怎么仗 这些联军都不是俺家亲戚 不用给我面子 一名炮手 边调试火炮仰角 边说道 今天是第一次在海上实战 这晃来晃去的 别说瞄准了 就是方向 也把握不好 咱就是担心 不小心会炸了自己部队 崔秀咧嘴道 不会这样没撇吧 怎么着大致方向 你们也不能搞错呀 要是专炸自己人 那还不如不用你们呢 另外几名炮手道 军长 您别听他扯淡了 大方向不会错的 军长放心 咱们保证 最多就是什么也炸不到 不会炸自己人 崔秀点头道 这才对 今天第一次把陆军炮挪船上用 以后战舰攻击距离 就不是一里地 而是十里地了 就这一条 就了不起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七百六十一 第十卷 第一百零八章 魔鬼来了 崔秀秀正在甲板上安排作战 这是陆星从船舱里钻出来 崔秀吓陆星道 炮弹来咯 陆星果然被吓得吃溜一下 钻回头去了 惹得甲板上众人一通的哄笑 陆星这才知道 是崔秀忽悠自己 又钻出来道 唉 底下太憋闷了 出来偷偷气 下回 我要把船长室用铁条封起来 让敌人炮弹打不进来 那我就可以在船长室看热闹了 耻辱啊 陆星你是战舰的耻辱 哪有你这么贪生怕死的 陆星不屑地看脸催就 谁像你的命这么不值钱啊 嘿 我是军长 命咋不值钱了 刚才刘铁山还劝我半天躲起来呢 刘铁山是怕你死了 没人提拔他当团长 你想想 你死了 随便哪个师长不可以尚未当军长 咱开荒团不缺军长 缺的是我陆星这样的科学家 崔秀扎摸这话的滋味 发现陆星说的还真对 开荒团里多的是可以替代自己的人 人家陆星才是独一无二 无人能替的 雷索一天都心神不定 晚上入睡后也是噩梦连连不停地惊醒 难道是老了 不适应海上生活了 前些天他特意在朝鲜上岸走走 结果跌跌撞撞一下子跌坐在地上 在旁人搀扶下溜了几圈 这才适应了在路上走路 想当年年轻的时候 自己上岸只是头几步不稳 哪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还是老了呀 雷索爬到甲板上 值班士兵也倒在甲板上睡着了 他苦笑着摇摇头 没有惊动他们 换作年轻时 他肯定是一顿拳打脚踢的 海军夜战多 所以夜晚对于海军来说也不能放松警惕 雷索站在船头 头顶星光灿烂 海面上波光玲玲 他不由地检讨起这几月的得失来 四月 自己从印度出发 横渡印度洋 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 然后沿大路架越过东海 进入黄海 他的目标是渤海 中国内陆海 开荒团海军都聚在那里搞移民 自己可以一战 灭掉这个什么开荒团 可惜雷索止步于渤海海峡 逗留在黄海海上 一晃就是两个多月 他有些厌倦了 自己最开始的目标 是要重创整个开荒团 所以他进攻上海 结果自己折损了一半兵马 受到重创 后来的目标 就变成了重创开荒团的海军 结果雷索发现 也不现实 攻打大连军港失败 让雷索只能在海上寻找战机 可是开荒团一味避战 他只能团团转 现在雷索已经知道了 开荒团当前战略目标 是千万大移民 这是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壮举 其背后意义 非同一般呢 辽东是开荒团的根据地 现在这片根据地 在不断地扩大 人口在迅速增加 这预示着开荒团的战争潜力 也在不停地增加着 三千万人口 放在大明就是三千万灾民 可交给开荒团 就是三千万的战争底蕴 急了抽出一城 武装成军队 那就是三百万战士 更何况开荒团 还有南方三省呢 雷索现在已经理清开荒团 那个礼义的思路了 上海是礼义的军事 政治和金融中心 源源不断向南三省 北三省输入官吏和军事指挥官 然后北三省施压后京 蒙古 朝鲜 日本 南三省虽然现在没动 可依照开荒团那侵略诚信的凶恶本性 肯定会把势力向南洋国家扩张的 到那个时候 就会彻底触动西方列强的利益 这也是荷兰西班牙会主动出兵的原因了 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要扼杀开荒团 但是这个目标能实现吗 开荒团现在根本就不理他们 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 甚至并不耽误在路上对蒙古 对后京开战 开荒团已经成为气候了 很难扼杀了 难道和谈才是出路吗 现在去和谈 肯定不行了 必须有场胜利作为伐马 雷索太需要一场胜利了 把皮岛四万开荒团俘虏 再把开荒团的海军覆灭在皮岛海峡 到那时就能和开荒团进行一次谈判了 列强必须保证在南洋的利益 可以让出北方的利益给开荒团 甚至可以把朝鲜 日本的利益都让给开荒团 他们是自己有军又怎么样呢 政治从来都是利己的 都是肮脏的 雷索现在浮想连篇 随口吩咐身边的勤务兵道 来杯咖啡 反正睡不着了 干脆提提神 梳理一下即将到来的大战 之后的思路 庞大战舰在海浪上微微起伏 雷索清磨咖啡 看着周围灵刺致笔的桅杆 看着黑沉沉的夜色 兴许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雷索仿佛听到什么声音 这声音夹在海浪中 很陌生却又很熟悉 雷索侧耳倾听 他仔细辨认 呼得最耻辱的记忆涌上心头 是他 是那个怪物 他们千里追杀 无可奈何的怪物 是那个怪物的声音 雷索紧张的心脏通通乱跳 他喊周围人一起仔细倾听 果然是那怪物的喘气声 那怪物怎么来了 那怪物 怎么会自己来 这是敌人趁着夜色进攻了 如果被堵在海峡里 任由那怪物横冲直撞 肯定有许多战舰都会遭殃的 雷索不想追究赤猴船的失职 他要解决燃眉之急 雷索立刻下令 放号炮 紧急军情 开荒团没有办法运送军粮给皮捣 这是狗急跳墙 把那个皮操肉厚的魔法怪物 又给弄出来了 可那怪物来了 军粮就能顺利卸货了 真当咱们联军吃素的 那怪物再不怕打 想卸军粮 还不是得要人上岸呢 开荒团有些愚蠢啊 号炮声连续响起 海峡里乱哄哄的有了生气 司令舰上一盏盏指挥灯亮起 各个战舰开始按照规定 起毛生翻 命令声此起彼伏 许多人都把目光 投向黑暗的远方 可惜什么也看不见 雷索下令 联军战舰 依序 驶出海峡 这些战舰乱了一下 还是按照先前规定的顺序 准备出海 雷索现在已经听不到那怪物的声音了 周围太嘈杂了 可他知道 既然能听到声音 那艘战舰就在不远处 应该就在机里之外了 在海峡里迎敌可饮 迎战那怪物就太吃亏了 那个家伙横冲直撞 狭窄地方不好躲避 只有快速冲出海峡 才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敌人肯定打的是 让那铁家伙打头阵 掩护其他战舰进攻的如意算盘 只要到大海上 这个想法就能不攻自破了 广阔的大海 那个慢吞吞的怪物 怎么可能掩护住 其他所有战舰呢 看着周围慢吞吞启动的战舰 雷索有些焦急 战舰起毛就不是 几分钟能完成的事 起毛之后 战舰有船桨的还好说 能够依靠人力启动 没有船桨 只能调试风帆 听天由命 蜗牛般地慢慢启动了 而偏偏现在 西方最先进的战舰 都是不设置船桨的 这让战舰有了更大空间 可是必定就是启动太慢了 好在那个怪物的身影 还在极力之外 以那怪物的速度 没有半个小时 到不了海峡口 那些敌人的风帆战舰 倒是能赶过来 可是他们没有怪物壮胆 敢来直接对阵吗 折腾了好一会儿 终于有战舰启动了 开始开向海峡口 雷索有些欣慰 可他突然瞪大双眼 不可置信地盯着海峡口 雷索伸出手指 张口结舌 那是什么呀 心灰下 一个巨大的魔鬼 正喷吐着火星 驶进海峡口 许多士兵都看到了 响起了一片的惊呼声 魔鬼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氏酒图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雷索借着星光灯光 正看到实践号 那庞大的怪物 驶进海峡口 这钢铁怪物 怎么会行驶这么快呢 难道是自己 听力出了问题 此刻不用灯光 那喷吐着浓烟火星的怪物 已经是人人能看得见了 这黑乎乎的大家伙 拉响汽笛 就听屋的一声 这怪叫声声传十里 震醒了海峡 李圣河一咕噜爬起来 一脚踹行李圣湖 你听 是陆星的船 这世界上唯一能怪叫的船 李圣湖爬起来 就冲出外 向山岭上奔去 李圣河也紧紧跟随 黑暗中 毛文龙也跟上来 他气喘吁吁地问道 两位 是咱们援军来了 李圣河道 听着是 是大铁船 这回好了 连军有多少山剑 也不能把它怎么样 几人爬上半山腰 就听到轰轰的射击声 李圣湖驻足细听 惊讶道 怎么有轰隆轰隆的野战炮声 连军偷偷建了炮台了 那可坏了 野战炮可比剑炮强大太多 快上去看看 如果皮岛有炮台 拼死咱们也得打下来 李圣和李圣胡一加劲 毛文龙就远远拉了下来 他虽然是多年军武 没扔下锻炼 可和这俩精力旺盛的家伙 还真是没法比 毛文龙心情忐忑 奋力攀爬 忽然听到前方那哥俩欢呼起来 毛文龙停在脚步 一闪一闪的炮火 映出山顶的两个剪影 他们正手舞足蹈 蹦蹦跳跳 高声欢呼着 毛文龙愣了一下 这是出了什么大喜事了 他赶紧又加把劲 跌跌撞撞向上爬去 等到毛文龙登上山顶时 他一下就愣住了 在山顶 几里外的海峡一览无遗 本来漆黑的夜色现在亮堂起来 联军十多艘战舰 火光逐天 烈烈燃烧 照亮了整片海峡 就见一艘庞大战舰 向四周疯狂地喷吐火蛇 那火蛇密集程度让人择蛇不已 更可怕的是 那战舰甲板上 不停闪过一团团火光 接着就是轰轰的闷响声传来 这声音太熟悉了 这是大口径的野战炮啊 这是搜什么样的战舰啊 怎么能把野战炮装在船上呢 眼前炮战很是激烈 联军炮火支出秘密的火线 淹没在那黑乎乎庞大的战舰上 而那艘巨舰喷出的炮火 让许多联军战舰 或是燃烧或是下沉 海峡里一片的鬼哭狼嚎 已经变成人间炼狱了 毛文龙激动地浑身发抖 问两人道 一艘队四百 这是什么战舰太厉害了 李盛和停止跳跃 兴奋道 这是全铁的战舰 能够自己行走的全铁战舰 老鼠再多年也是喂猫的 大师兄派一艘来足够了 崔秀立在船头 实践号一头撞进了海峡 崔秀有些遗憾 虽说他没有见过后世的照相机 但是崔秀是真的希望能出现这么一个玩意儿 能把自己单刀附会的英姿给记录下来 实践号拉响汽笛 崔秀指向前方 想了想随手一圈 下令道 所有的战舰都是我们的敌人 给我轰 狠狠轰 最先开炮的是舰上的野战炮 海峡一共就几里路长 他们实在是闲短了 再晚点 这炮弹就得找不到落点了 实践号八门野战炮 发挥了始料不及的威力 敌方舰队太密集了 密集到根本不用瞄准 当然 他们也没办法在颠簸的船上瞄准 只要挨上野战炮一家伙 无论多结实的战舰 都是凶多吉少 一炮轰碎 那是最正常的结果 偶尔有被炸掉一个脚 缓缓下沉的 那就说明这个国家造船技术过硬 能经住考验 这也就是为什么战舰不愿去进攻 有城防炮的港口的原因了 战舰甲板实在太脆弱了 岸防炮很难命中战舰 这是因为水面宽阔 炮弹速度又不快 可这里就不一样了 战舰密度实在太大了 根本找不到第二个战舰密度能比这大的地方 联军也傻眼了 这是野战炮第一次在战舰上发威 没想到会这样恐怖啊 联军舰队本来有三百来艘 这次为了运兵 朝鲜攒鸡毛凑胆子 把家底抖了出来 又凑出一百来艘 这皮岛探岛间 不到许里长的海峡 就密密麻麻 挤满战舰了 海峡里水深防风 是天然两岗 虽然战舰日夜航行 在海上逗留十天半月不算什么 可是谁有平风无浪的好地方不用 要受那颠簸之苦呢 无论是雷索 还是其他各国的舰队司令 不是没想过敌人夜袭什么的 但是风帆战舰时代 想进港口搞夜袭 就没有什么成功先例的 就算侥幸成功了 那也必须得是以强击弱 这是因为风帆战舰靠的是风帆动力 想进港打仗就必须得把速度先降下来 而没有了速度优势 就会变成你打我一拳 我踢你一脚的肉搏战了 联军怕肉搏吗 联军怕的是开荒团不敢来啊 现在开荒团的战舰来了 一切和预料也没两样 果然是双方一炮换一炮的肉搏 但是联军都快哭了 实践号这皮糙肉厚的家伙 一炮过去最多就一个坑 这种不等价的肉搏谁受得了啊 现在实践号上所有炮手 都在拼命的装填弹药 没人考虑瞄准 到处都是敌人战舰 还瞄什么准呢 船速已经降了下来 实践号闲停信步般 徜徉在海峡中央 没有任何转舵规避炮火的命令 船上两百门舰炮 不停向前后左右倾泻弹药 一艘敌舰燃烧起来 两艘敌舰燃烧起来 不知道多少敌舰都燃烧了起来 风帆战舰不仅船体是木制的 船上许多翻锁一类的物件 都要用铜油保护 更是绝好的萤火之物了 更可怕的是要是下层起火 又有火药瓶燃烧瓶等猛烈助燃的东西 崔秀兴高采烈跑上船头 猫腰躲在船舰下 露出半个脑袋看热闹 几名卫兵紧张地围在崔秀旁边 战斗进行到现在 已经不用指挥了 其实之前也没什么指挥 实践号这铁甲战舰 面对风帆战舰 除了速度是短板 其他一律都是碾压的 刘铁山也跟着溜上来 兴奋道 军长 您真是勇冠三军 所向披靡啊 这帮跳梁小丑不自量力 还想躺臂当车呢 崔秀惊讶地瞧脸刘铁山 行啊 没想到你靠武艺混日子的 还会说几个文词 当年也读了几年书 我后来看一族路青了 我就挺身而出 头皮从容 崔秀瞪他一眼 就你 你这样坐不住板凳的家伙 能读得下去书 还是军长您明察秋毫 我就不是读书那块料 四叔先生倒被我干跑好几个 他们都说我是害人精 不让去读书了 我这才敢学武艺的 崔秀点点头 做得对 读书有什么意思啊 功名指向马上取 才是英雄一丈夫嘛 这样 方速那个诗是李盛时的老底子 是咱们军第一诗 现在盛时没了 这个诗不能弱了威风 你就去那个诗 做第一团团长 刘铁山大喜 开荒团的军制里 基本是没有复制的 如果主将郑王 平级郑伟不能接任 只能是顺位提拔 第一团团长 这几乎就是随时向师长看齐了 比之其他团长 地位明显要高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七百六十三 第十卷 第一百一十章 措手不及 见刘铁山手舞足蹈的样子 崔秀提醒道 那啥 你最好躲船舰边上 别没上任呢 被榴弹爆销了 你这人高马大的目标大 刘铁山赶紧在船舰蹲下 还是满脸傻笑呢 崔秀也并非是信口开河 随意封关的 刘铁山把陆星保护得相当好 尤其是在朝鲜 接应李胜时 在海上和联军周旋 都是有勇有谋 崔秀自然也愿意提拔这样的人了 尤其是这次自己为了过瘾 夺了人家刘铁山舰长的位置 他也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刘铁山就凭这次战功 也应该是够资格当个团长了 雷索千算万算 无论如何没算到 他们迎来的是实践号这艘怪物 这个铁家伙 雷索当初见识就非常奇怪 他为什么没装上武器呢 现在他终于全副武装出场了 也不知道开荒团在这船身上 安装了多少门火炮 只感觉这家伙 现在浑身上下都在喷火 这火力又是猛的吓人 早知道这家伙要来 他们就去大海上周旋了 打不过可以跑啊 这家伙归宿前进 能追上谁啊 现在为了伏击催秀 自现死地 让雷索是痛不欲生 雷索下令向海峡口突围 那是逃出升天的希望 联军战舰涌向海峡口 等待他们的还是猛烈的炮火 方速把一百多艘战舰拨了四十多艘 守在皮岛另侧水道 剩下的全部堵在这里 十多艘战舰横过剑身 以子排开为战列线 占据海峡口中心水道 这个时代的战舰火炮 都是安装在侧弦 谁先能横过剑身 发挥火力 谁就有巨大优势 联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损失惨重 可如今联军已经过了 晕头转向阶段了 战舰启动起来 指挥也能传达下来 开始有了秩序 雷索借助火光 环视战场 联军战舰一艘艘的重炮起火 一艘艘战舰轻浮沉默 无数士兵葬身火海 海面上到处都是浮尸 和挣扎求救的人 这许多人都是雷索的部下 让他痛彻心扉的事 他根本没办法组织救援 所有战舰都在规避自保 躲得稍微慢点 那怪物的炮火 就很可能落在自己头上 雷索当初追逐实践号时 就曾担心过 有朝一日 这个铁家伙不再只是挨打 而是有了武器 那得有多可怕 如今果然不幸严重了 才一别两个月 两个月后 他就不知武装了多少门火炮 卷土重来了 也是啊 这么大的铁家伙 装上几百门火炮 那真跟玩似的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可怕的是 这家伙装的火炮口径 已经远超葡萄牙 无敌战舰的水准 西方也研究过战舰上 装大口径舰炮 可是脆弱的舰身结构 根本承受不了 大口径火炮的后座力 最后只得放弃了 至于钢铁船身 并不稀奇 一两百年前 西方就已经在着手研究 做出铁船并不难 其卯接工艺 完全可以让铁船接缝 也不会渗水 甚至最近几十年 铁皮制作工艺进步后 也曾想过 把战舰包装铁皮 可这一切研究都是徒劳的 因为风帆 根本就带不动 这么沉重的铁船 哪怕仅仅是包上铁皮的船 西方最终研究成果 也就是把一些战舰的船头 包裹上铁皮 增强些防御力 如此而已了 可眼前这个怪物 哪里是包层铁皮 那么简单的 普通舰炮 根本就击破不了舰身 这铁皮厚度得有多厚啊 这么结实的船 自然能够搭载 更加强大的火炮 而更可怕的是 这怪物现在居然把陆军野战炮 也装到船上了 我知道你们牛啊 你皆是你有力气 可你不带这么欺负人的 这谁想出的缺德主意 怎么会把野战炮 给弄到船上去用呢 雷索看着那黑乎乎的怪物 向天空不断地喷涂火光 然后巨大炮弹 砸到联军头上 不由得眼都湿润了 咱们这在海上作战 居然打出攻击要塞的效果了 这他妈得多少门暗防炮啊 八门 居然是八门暗防炮挪到海上 你太变态了你 虽然看得出这些暗防炮 就是在狐轰乱砸 可雷索还是惊得瑟瑟发抖 咱这密度不是有点高吗 它胡乱轰炸更可怕呀 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头上就会落颗雷呀 这完全打破了海战 贫射火力的格局 尤其是那些落水官兵 原本还有些安全度的 多数人都能获救 现在哪怕几十米外 落水一颗大炮弹 那也能震晕过去 借助火光 雷索能看到海面上 翻白了许多大鱼 和那些士兵一起 载浮载尘 雷索感觉自己 现在就是玻璃心了 彻底震碎了 不过雷索并不糊涂 他下令 别和这怪物纠缠 全力突围 海峡口是活路 所有战舰 不用号召 都知道奋勇向前 虽然前方也有敌人 可那些战舰 毕竟是风帆战舰 和他们自己是一个等级的 他们的炮打过去 那些敌人也会流血 也会受伤 也会沉默 不会像眼前 这个庞大的钢铁怪物 让人充满绝望 崔秀一通冲杀 消灭联军 近百条战舰 如此之大的战果 也不是说实践号 就有多了不起 实在是联军 现在根本组织不起防御 也组织不了有序撤退 完全是自相冲撞 影响了逃避的结果 可是联军 毕竟还有300艘战舰了 其主力仍在 300艘战舰冲向海峡口 这是何等气势 方速死战不退 他的战舰 只是单薄的一层战列线 唯一好处就是敌人 也不可能300艘 一起冲他开炮 他们直接面对的敌人 还是很有限的 可即便是这样 防线还是岌岌可危的 方速压力越来越大了 敌人前扑后继 他已经击沉十多艘战舰了 可并不耽误敌人 旱不为死 疯狂进攻 方速已经有三艘战舰沉没了 受伤战舰超过20艘 方速不停把后背力量 派上去堵住缺口 可是方速的后背力量 还有多少呢 越来越多的受伤战舰退下来 有几艘战舰退下后 最终还是没法堵住残破的船身 严重渗水 慢慢沉没了 士兵们坐小船逃离沉船 方速沉着脸 不停地发出命令 让一艘艘预备战舰驶过去 顶替那些重伤的战舰 方速感觉自己都有些迟钝了 那炮声呐喊声好像都在远处 冲天火光也不再刺眼 士兵们的流血牺牲 他也不再心疼了 他不仅派出所有战舰 就连受伤不中的战舰也开始重返战场 最后 他自己的指挥舰也驶了过去 顶替了一艘刚刚沉没战舰的防守位置 那艘战舰的士兵都是好样的 尤其是炮兵 方速亲眼见到那些炮兵拼命发射炮弹 直到海水进入炮口 他知道 那些士兵选择放弃逃生的希望只是为了多放一炮 多阻一颗敌人 船沉没的时候还没逃出船舱的 那任你有多好水性也是逃不掉了 船之沉下时会形成巨大漩涡 会把周围的东西都拉进漩涡 为自己陪葬 敌人也不知道有多少 眼前就是不断冲过来的敌舰 方速知道自己也到了生命最后一刻了 他站在高高的瞭望台上 完全不必纷飞的炮火 他望向海峡里正在大沙四方的实践号 望着联军的凄惨的情景 方速笑了 敌人越是疯狂出逃 越能说明实践号 已经把他们打怕了 今天应该是大胜了 即便自己会看不到这场胜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64 第十卷 第111章 卷土重来 崔秀快意的大笑 他眼前一亮 居然沙头重围 来到海峡另外一边了 虽然海峡里许多战舰起火 但是这些火光 只让周围更加混乱 崔秀看不清周围环境 现在沙头重围 崔秀这才发现 对 赶紧连窜带蹦 登上撂望台 向回望去 海峡出口处 炮火响成一片 呐喊声哭叫声 离至极理路 也是清晰可闻的 难怪自己这么快就杀穿敌剑了 感情敌人都跑得争夺活路去了 崔秀心中一紧 坏了 方速可没有实践号 这样皮操肉厚的战舰啊 风帆战舰对决 位置占得再好 也不过就是比敌方多放两炮 就算炮弹都能命中 也未必能造成重伤 和实践号这样 满船大口径火炮 根本就没法比 崔秀赶紧下令 左满舵 杀回去 实践号速度虽慢 但转向比流线型战舰 要容易多了 崔秀默念着 方速顶住 顶住啊 千万别开了口子 我给你进大功 可这战舰认崔秀心急如焚 也还是慢吞吞的提不起速度 崔秀下了撂网台 正看到陆星也钻出来看热闹 陆星是听到外面的炮声吸疏 这才敢出来透口气 见崔秀急匆匆跑过来 喜滋滋地问道 怎么样 胜了吧 咱战舰这才是无敌战舰呢 那什么牙什么牙的木头船 也配说是无敌 我呸 崔秀一把抓住陆星岛 你无敌 你厉害 你快想个法子 让你的船跑快一点啊 这海峡口就方速几十艘战舰 根本挡不住联军全力进攻 咱们得赶快回去救援 啊 我是说咱们这战舰无敌 没说速度快啊 要速度 你得等等 那个过两年 我肯定能搞出高速战舰来 你别着急啊 崔秀头上冒出冷汗来 我能不及吗 这都火上防了 你让我等两年 崔秀把几名野战炮手招过来 问道 看到海峡口那边了吗 几人望向海峡口 炮声震天 激战震憾 都点头表示看到了 咱们阻击舰队 肯定挡不住这些疯狂的联军 实践号牛一样的速度 也一时赶不到 你们能活力支援不 几名炮手今天 算是过了一把 在战舰上开炮的影 正相互吹牛打屁呢 崔秀一句话 就把他们给难住了 一名炮手道 军长 要说炮弹打到海峡口 那是小菜一点 可说这炮弹落到谁头上 这可不好说呀 这船颠来颠去的 哪有准呢 崔秀当然明白 炮口略微改变角度 炮弹落点就会相差巨大 但是不支援方速 联军恐怕就将突围成功了 而方速也可能会非常危险 崔秀凝视着海峡口的方向 这是天已见谅 依稀能看清敌人战舰的轮廓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自己应该控制节奏 不要一气向前冲才对呀 联军舰实践号如此生猛 不起逃跑的心思才怪呢 现在这局面可都怪自己 难怪李毅常说冲动是魔鬼呀 崔秀一咬牙 下定决心的 打 还要狠狠地打 你们尽量把炮弹落点 靠近敌人尾巴这边 炸了咱自己的船 我也不怪你们 海峡口守不守得住 就看你们的了 这些炮手领命 纷纷跑回自己炮位 调整炮口角度 开始开炮 这八门野战炮一起开炮 这阵势就不是 一般的舰炮能比了 这些炮弹 每发重量都超过两百斤 这个重量从天而降 只要落在战舰上 掀翻炸碎那都算小意思 就算落到水里 也会激起巨浪 让船只不稳 联军是真的慌了 他们知道 这魔鬼阴魂不散又追过来了 但是现在恐惧化作了动力 他们发起更加疯狂的进攻 方速现在很后悔 他原本担心联军从皮岛和大陆海峡突围 虽然那边水深只有四米左右 可是早潮的时候 水深会达到六七米 联军很有可能借助早潮突围 而实际上 联军已经被实践号给打蒙了 别说没想过从那突围了 就是想到也不会舍近求远 冒着搁浅的危险再绕上一圈 当然是亲近全力 从眼前海峡口突围了 而当方速想明白这些 紧急派走狗去调回那几十条战舰时 已经是原水解不了尽客 所有战舰 无论轻伤重伤 都已经顶上去了 雷索挥动拳头下令 冲锋 不要想这击尘敌舰再突围了 冲锋 给我撞开他们的战列线 现在没有哪国 再想藏着掖着自己的实力了 最强大的战舰都顶着炮火上了 方速的战列线崩溃了 这样单薄的战列线 根本挡不下如此疯狂的敌军 方速红着眼疯狂督战 可是力难回天呢 他的战舰一艘接一艘重弹沉没 任凭将士勇猛 死战不退 可是结局已定 他拦不住任何联军 联军舰队犹如崩霸的洪水 轰隆一下涌出海峡口 方速的战列线崩溃了 他现在是以命换命 可他才有几条命呢 蜂拥而来的敌舰 一下就淹没方速 残余的十几艘战舰 崔秀的十剑号已经开始掉头了 从后方再次杀向联军 他还是救了方速一命 联军没有勇气和十剑号作战 当然和十剑号作战也是徒劳的 所以他们现在只敢疯狂逃船 就期盼能离这沙神再远一些 当崔秀的十剑号 驶出海峡的时候 天已经是大亮了 海面上只剩下零零落落 九艘风帆战舰 惨剩 损管人员在扑灭船上的火苗 堵住漏水的地方 而其余战舰和战舰上的将士 都永远长眠在了海底 崔秀的十剑号 慢慢停在方速旗舰旁边 方速站在折断的桅杆下 浑身浴血 他紧钻双拳 任凭士兵替他裹伤 只睁着血红的双眼 呆呆地望着远方 他还是失败了 不仅是失败 李盛石交给他的第一师 仅存战舰 这一战也全军覆没 海军第二军第一师 彻底打没了 他怎么还活着呢 他还有什么脸活着 到了那个世界 见到对他寄予厚望的李盛石 他怎么说 他怎么有脸 去见出征前 对他尊尊嘱托的校长 方速的思维 已经完全进入死胡同了 他忽然挣脱开士兵 亮亮呛呛冲向船舰 他不想再受内心煎熬 一心一死百了 两名卫兵死死抱住方速 任凭他挣扎咆哮 就是不松手 崔秀看到这个情形 一跃跳上十剑号船舰 猛地跳向方速战舰 引起一片惊呼 两艘战舰距离十多米 虽然实践号要高出几米 可崔秀不是超人呢 还是跃不过这十多米的距离 亏得方速的卫兵手机眼块 抛出船前旁的缆绳 崔秀在半空抓住缆绳 这才爬上方速战舰 避免了落水的尴尬 崔秀大步走向方速 方速还在挣扎嘶吼 崔秀劈头一巴掌 抽在方速脸上 大骂道 今天咱们胜了 你是不是犯傻 方速愣了一下 崔秀指着方速的鼻子骂道 败了咱都要活着 只有活着才能杀死更多敌人 何况是胜了 要死也得浪费敌人的枪弹 你这是闹肿 黄埔军校出来的闹肿 方速一下子捂住脸 泪水夺矿而出 我各队李市长 李市长把第一诗交给我 可第一诗没了 彻底没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因味道伤心处 方速真觉得 愧对李胜时的信任 没有带好第一诗 也愧对崔秀的信任 没有完成堵住海峡口的任务 崔秀怒道 方速 亏你还是司令的得意弟子 还是黄埔军校高材生 就这个眼界 牺牲李胜时一个诗 打败五国联军 直 如果牺牲我崔秀一个军 能换来开荒团治下的朗朗乾坤 我崔秀也可以慷慨负死 你如果眼里只有第一诗 就这个歌曲 以后还能当什么重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七百六十五 第十卷 第一百一十二章 黄海大劫 剑方素眼中 逐渐恢复了清明 崔秀才缓了口气道 这一战 我们以少胜多 一举尖魅联军 两百来艘战舰 这样空前的大声 你还要死要活 真是糊涂 这样 这次战报 就由你去送给司令 我会建议司令 暂时留你在司令身边 学习学习 什么是眼界 以前我没见识到司令前 自觉以天下为己任 见识超取 后来跟着司令 才知道到底什么是天下 什么是取舍 我们开荒团 谋的不是一城一地一国 我们谋的是天下 谋的是千秋 方速 第二军的大门还会为你开着 第一师会重建 只要你愿意 第一师的师长 还是由你来担任 方速挺身道 我错了 我不走了 我要留下来 继续和联军作战 崔秀大笑起来 铁血的崔秀并不在意自己的伤亡 他现在满心快意 指向海平年快隐去的联军风翻道 枯翻圆影 碧空镜 为剑长江天际流 敌人都不见了 还打什么仗 仗已经打完了 方速不解道 仗怎么打完了 联军至少还有一半战力 我们的仗打完了 下面的仗由司令打 打的是口水仗 方速脑筋灵活 一下就想明白了其中的关节 联军以前是想打 寻不到咱们主力 现在我们主力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不敢战了 这仗是打不下去了 对啊 他们奈何不得我们 我们也没法追上他们 仗再打下去还有什么意思 该坐下来谈了 司令不是常说 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吗 就是不知道会谈出一个什么结果 有司令在 咱们就不会吃亏 你知道什么是吃亏 什么是占便宜吗 你搞不明白 我也搞不明白 这里的学问大着呢 所以我才让你去跟着司令学习 这对你以后发展好处多了 许多时候啊 司令大之若愚 看似亏了 过三过五 我们才看得懂司令的布局 咱们打好仗就行 何谈这样复杂的事情 还是司令做稳妥 你现在还是第二军的人 我只给你一个任务 方速立正道 请军长指示 崔秀指向实践号道 你请求司令造这样的战舰 越多越好 成功了 我优先给你第一师 方速皱了皱眉头 这样的战舰 作战有局限性 没有海峡这么狭小的空间 根本发挥不了战舰的优势啊 随便一次风帆战舰 他累死都追不上 你要这么多做什么呀 在方速这个读书人面前 崔秀喜欢掉书袋 他意气风发道 秦王扫六河 虎视何雄在 挥剑绝浮云 诸侯靖西来 我要的是四海兵符 不符就打 现在开始就要打上门去算老账 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 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还他们组建什么联军啊 西洋人走了 我看你们怎么收场 既然是赌门作战 咱要的是结实威猛 还要什么速度啊 这朝鲜 这日本 都是留给我崔秀征服的 李盛广那傻小子 居然跑到美洲去了 哎呀 这开疆拓土的大功 就轮不到他了 所以就想到未来 不由地激动起来 他抬手拍打传弦 声音激昂起来 靖康池 游未絮 臣子恨 何失灭 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区 壮士鸡餐葫芦肉 笑谈可饮匈奴邪 待从头 收拾旧山河 朝天圈 方素望着崔秀朝阳中的剪影 新潮澎湃 崔秀是历史注定的名将了 李盛广呢 李盛广占了遥远的美洲 算不算是开疆拓土 百年后 历史又将会如何评价李盛广 那自己呢 历史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吗 七月流火转眼天凉 天虽然凉了 大明百姓和开荒团 治下百姓的心却都热起来 他们都被一个消息给震撼了 开荒团 开荒团海军第二军崔秀部和五国联军决战黄海 以战损61艘代价 一举消灭五国联军战舰213艘取得空前胜利 所有的报纸都把这个消息放在头版头条 甚至大明朝廷的京师日报 所有报纸现在都在不停地加印加印再加印 即便不识字的人也有许多人买一份回家珍藏 中国人打败了五国联军啊 这是何等大快人心的喜讯 上海街头沸腾了 无数市民走上街头 无数世子走上街头 无数商人也走上了街头 到处都是欢乐的海洋 黄埔军校排出方阵 英姿萨爽走在上海宽阔街头上阅兵 更把这欢乐推向了高潮 人们站在街道两侧欢呼雀跃 仿佛这支军队就是凯旋之师 跟在黄埔军校学生兵后方的是上海 十所中学中的八千名学生 再后面是三十所小学两万名学生 上海的中小学在各方推动下如期开学了 这些学生商人子弟偏多 然后才有各行各业 其他人等 穷人家的孩子一个也没有 虽说教室和教师都是政府出钱 可是买文具纸张 不需要用钱吗 就算也不要钱 家里少一个小劳动力 也会影响家庭收入啊 礼意幻想的全民教育 在这个时代也就是想想 真落到实处 那还需要经济有一个跳跃式的发展 人人风衣足食才行 这些新入学的学生年纪都偏大 中学生十五岁左右 小学生也大多超过了十二岁 他们口号震天 开荒团万圣 中华崛起 礼意司令万岁 无数市民也跟着他们一同欢呼 全没在意万岁这俩字是大逆不道的 叶坤今天也走上了街头 作为岳路书院山长 他现在一呼百应 牧春时节就带着一百多名门人弟子来到了上海 筹备见效事宜 岳路书院山长叶坤出任开荒团教育部长的消息 一夜间传遍了大江南北 引起的震动也是非同小可 叶坤代表的是书院 是知识分子这个社会金层对于开荒团的认同 各地对开荒团还有借地的读书人 瞬间就蔫了 看来还是自己抱残首缺 不能与时俱进啊 连叶坤都去了上海 这是怎么说的呀 岂止是叶坤呢 接着就是白鲁书院的齐云 率领门人子弟高调来到上海 再接着是松阳书院的赵楚一 大家有些疑惑了 四大书院为什么独缺了东陵书院呢 是不是因为之前李毅和李三才给予高攀龙 才没来上海呢 就在众人纷纷猜测时 高攀龙在中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 声称自己应李毅之妖 赴任北方四省都学 要传华夏星火于海外 望东陵志士共襄胜举 东陵书院的人气无可匹敌啊 高攀龙振壁呼 门声故旧云集 高攀龙在上海盘缓一月 四月去辽东的时候 浩浩荡荡居然跟着三百多名东陵学子 却大大震动了李毅 当然震得最厉害的是王俭 这些人如果都留在辽东 衣食住行加工资 费用可是巨大了 所以高攀龙到辽东 王俭热情招待至于 不免地有些心情坠坠 哪曾想到人家高攀龙是过境的 觉得辽东都是李毅的门人弟子在支教 体系已成 不愿意驻足 带人继续向北 到吉林去了 你李毅能开荒 咱东陵人也能 白手起家 这才是立得立功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高攀龙走了 王俭这才醒过而来 高攀龙是精子招牌啊 自己缺各种人才 尤其是政治人才 刘主高攀龙 这什么问题 不都迎刃而解了吗 更何况 工资是上面拨发的 自己搭点防射什么的 这算什么呀 自己真是脑袋缺根弦呢 高攀龙虽然离开了上海 无数其他学院人 却陆续涌进上海 仅仅月露书院 就来了九百多人 眼看就突破整数关口了 长沙在明朝时 已经是中原腹地 王阳明近多年的月露书院 根基深厚 门人绝不比 东陵书院人少 更何况 东陵书院做官得多 月露书院再也得多 上海环境好工资高 还在家守那几亩地 那才真是傻子 这样的人来做教师 用得着吗 崔云紧急请示李懿 声称上海现在师满为患 已经过了两千人了 李懿就回了八个大字 多开学校 多多益善 崔云明白了 李懿这是要不惜学本发展教育啊 上海是李懿的上海 李懿的决定不容置疑 那就继续盖教室吧 结果就是上海一次性 建成惊人的十所中学 三十所小学 这个规模 其实还比不得后世的一个线 可是在这个时代 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叶坤觉得很是骄傲 这次庆祝黄海大节的游行 是学生自发的 而且热情势不可挡 老师没办法 只好被学生绑架 不得不走上街头 校长则是被老师绑架 而叶坤 当然是被校长们绑架了 叶坤虽说年纪大了 但他同样激动 咱们开荒团 连列强联军都能打过 还怕什么呀 中华振兴是指日可待了 叶坤举起一面小红旗 也跟着喊口号 喊着喊着 顺口就来了这么一句 李司令万岁 话刚出口 叶坤悚然而惊 后被冷汗刷就流下来了 这世上只有一个万岁 那就是万历皇帝 这怎么又出第二个了 这不是大逆不道吗 这豁灭九族的话 怎么会出自自己的口呢 叶坤胆怯地看向周围 无数市民都在阵壁高呼 根本没人注意他 这些市民走在学生队伍旁边 队伍越来越庞大 无数保安维持秩序 更多市民就跟在学生队伍身后 逐渐组成了市民防阵 各路戏班子也跟着凑热闹 融入队伍 锣鼓喧天 鞭炮铺子被抢够一空 游行队伍走到哪里 那鞭炮齐民就放到哪里 整个上海都沉浸在了 节日气氛里 叶坤健没人注意到 他这大逆不道的话 扶扶前胸放下心来 嘴里嘟囔着 民意啊 这就是民意 又跟着继续游行了 李胜水和他的士兵 终于登上战舰 他们是开往对马岛的 对马岛形成了开荒团 和日军对峙的状态 开荒团已经登陆了五万将士 还在陆续增兵 预计第五军十二万将士 最终将全部登陆这个战略要地 李已经下了指示 第五军必须像钉子一样 钉在那里 对马岛必须是开荒团 控制下的对马岛 李胜水并没有下令 让第五军的先头部队 发起进攻 这一是因为 日军也在陆续增兵 兵力已达八万 在数量上还占有优势 二是因为李胜水有个私心 他要清零前线 如此大规模战役 李胜水是第一次打 他怎么可能假手于人呢 港口里是人山人海送行群众 大家都知道战斗没有结束 这支远征军就是继续作战的部队 人民拿出了最大的热情 向这些战士送上煮熟的鸡蛋 烙好的煎饼 无数人向战舰挥手欢呼 李胜水站在甲板上 他看着那些战士向港口欢呼挥手 不又有些恍惚了 这些战士不是中国人 他们是安南人 可他们现在已经把自己 融入了上海 融入了中国人的体系 也在为开荒团战胜五国联军而高兴 也在和上海百姓挥手告别 战舰北航 李胜水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热切 他是开荒团高层 接触的东西更多 今天早晨 李胜人宣读了总司令 李仪的来信 打败五国联军不是战争结束 恰恰相反 很可能是新一轮战争的开始 开荒团热爱和平 也愿意维护和平 可是和平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东样 开荒团必须让那些跳梁小丑付出代价 让他们尝到战争的苦果 当李胜人读到开荒团热爱和平这句时 不由自主顿了一下 他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读错了呀 城主府所有参加会的人立刻笑场 包括善良的人乐 这是多久没有这样开心的效果了 自从面对五国联军大家都感觉到了压力 辽东到上海海上通道被联军阻断了 辽东的粮食钢铁矿产运不过来 上海的服装物资运不过去 沿运河北上靠天津做中转走陆路 运输消耗大了几倍不说 单单时间就慢了太多了 大家都盼望能尽快结束这样的局面 甚至心照不宣的 觉得牺牲一些利益 也是能和联军谈的 可是李一直拖着 不打不谈 大家也不敢说什么 谁也不知道 李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今天终于咸鱼翻身了 崔秀一举重创五国联军 现在开荒团如果集中海中力量 已经不弱于五国联军了 这让大家喜不自胜 谁都明白 五国联军耀武扬威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南北海上通道又将打开 所有人心头的大石一下扳开 都是一身的轻松 所以李圣人一读这句话 才让大家真正的舒心笑起来 李毅这句开荒团热爱和平 让大家感到既讽刺又好笑 谁说爱好和平都有几分可信度 唯独李毅说 恐怕三岁小孩都未必相信 开荒团自建军以来 或者在打仗 或者就在打仗的路上 什么时候爱好过和平了 咱们可不知道啊 李汝华行长摇头苦笑 崔云是鸣嘴浅笑 李圣人咳嗽几声 也没什么效果 直到人月起身 点了李圣勇的名 场面这才可控了 大家都觉得 李毅的信 真正注脚是 让那些跳梁小丑付出代价 让他们尝到战争的苦果 解决完西方列强这个麻烦 下面就是让跳梁小丑要尝到苦果 这是要面对朝鲜 还是日本作战了呢 李圣水没笑 他觉得大师兄说的话 很可能是真心话 大师兄喜欢喝酒下棋 游山玩水 怎么会和好战联系在一起呢 开荒团是大师兄的拳头 大师兄不停地挥舞拳头 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恶人太多了 大师兄必须要砸倒这些恶人 砸出一个新世界 才能安心地 自由自在地下棋游乐 现在他要出征了 他已经有资格成为大师兄的拳头 李圣水心情激动 他知道自己也有了开疆拓土的机会 李友进团打得很漂亮 漂亮到一支偏尸 就让日本大军完全失去了分寸 一个团居然和几万日军形成了僵持状态 这真是不可思议啊 现在自己要去对马岛作证 把日本人推下海去 彻底占领对马岛这不沉的战舰 有了这块基地 开荒团进攻朝鲜或者日本 都能事半功倍 这才是大师兄的方略 长风浩荡 此刻李圣水豪情满怀 激动是上海的主旋律 不是李圣水一个人的 虽然每个上海人都坚信五国联军 是打不败开荒团的 可毕竟五国联军耀武扬威啊 总让人如梗在喉 现在好了 开荒团大胜 许多报纸也都在推波助澜 连篇累读 推出军评 详细分析五国联军的战力 和开荒团战力对比 经此一战 开荒团从军力上 应该已经超越五国联军 战场形势完全逆转 最让人欣喜的是 开荒团有无敌的实践号 据说这是不成的钢铁战舰 这次就是这艘战舰 横扫千军立下齐功 有些高瞻远瞩的军平家断言 蓝海时代到来了 开荒团的蓝海时代到来了 整个东亚将完全纳入 开荒团的怀抱 无论是蒙古或是后京 无论朝鲜或者日本 都将会在开荒团 无远伏借的大炮下颤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67 第十卷 第114章 正家决策 陆绍恒站在报社门口 看着浩浩荡荡走来的学生 教师 他在人群中看到了 岳路书院的山长叶坤 白路书院的山长祁云 还有松阳书院山长赵处一 这些号手穷精的大儒 居然会和这些年轻人一样热情 真让陆绍恒也是大跌眼镜了 陆绍恒比 任何人都欢迎他们来上海 上海之前是经济畸形发达 但文化底蕴不够 本来他们报社 每天要派记者四处约稿 现在不一样了 各大书院的山长和宝学大儒 涌入上海之后 带来的就是文化大战 对 不是繁荣 是大战 齐云这些人都是指点江山的人物 现在看报纸上许多言论都并不顺言 自然要发声以正式听了 哪曾想到上海报纸 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办的 投稿的也都是书生义气 挥齿方求的家伙 你谁啊你 凭什么对我们指手画脚 你是大儒 大儒多少钱一斤啊 那些老掉牙的思想 还能在咱大上海嘚瑟 我呸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新旧思想 来了一个火星撞地球 虽然原来也有宝学知识 和这些年轻人论战过 可是分量不够 底气也不足 没有他们的声大 最终被压了下去 齐云他们不一样了 理论基础深厚 拥顿者众多 丝毫不弱于这些年轻人 上海现在已经形成 以张代为首的青年派 以冯梦龙 林蒙初为首的文艺派 以科学院工学院为首的科学派 如今突然宝学大儒 如过江之际般涌入 这些人 哪个不是著书立说的人物 一时间各书己见 这下就热闹了 上海成了各家学问的大讲堂了 论战最受益的还是报社 所有这些报社 最开始几乎都是赔钱的 比如陆绍衡 他在办报之初 节衣缩食 生怕造成浪费 多给礼仪破费 可中华日报很快覆盖了江南各大城市 应数不停地增加 逐渐开始盈利了 可随内容丰富 版面增加 陆绍衡发现 稿件 供不应求 这不应该啊 上海文化名人 再逐渐增多呀 很快他就明白了 文化名人是增多了 可是报社 犹如雨后春笋 不断地冒出来 这些稿件 逐渐被分流了 于是中华日报 又进入了稿荒时代 这回陆绍衡 可不愁稿件了 这些文人在报纸上 炒得面红耳赤 恨不得所有版面 都是自己的才好 崔云有些措手不及 他哪曾料到 会出现如此复杂的局面呢 这乱象 是管 还是不管呢 眼见开荒团的中华日报 也陷了进去 他也拿不定主意 到后来 不得不把文化界的 陆绍衡他们 召集起来 研究对策 这些人以前 就经常听李毅讲话 就有人提出 李毅曾说过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崔云终于有了主意 只要立场 不是明显与开荒团为敌 就任他去吧 事实上 中国书生 还是有气节的居多的 不然投笔从容 也不会成为宝一词了 争来亦去的 倒是没出什么大阁 只是这些山门 有几家 也办起了自己的报纸 这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想发出自己的声音 还受制于报纸的版面 有钱读书人多了去了 还差几个半报的钱吗 这回 咱想说啥就说啥 可惜书生就是书生啊 你印刷报纸容易 得有人看呢 就算你不收钱白送 那也得看有没有人买账了 绝大多数山门的报纸 还是印数越来越少 沦为内部刊物了 再后来就成了学校的期刊了 这些学校获得了无数人叫好 只有李汝华 并不开心 这搞教育太花钱了 如今移民需要钱 科学院 工学院需要钱 军队也需要钱 这又来一个烧钱大户学校 而且是持续烧钱大户 这能不让他着急上火吗 现在李汝华就迫切期待李易 你赶紧回来 有那点睛手 再变出大笔钱来 不然他可真有些捉襟见肘 尤其最近市面上 货物价格普遍下滑 其他人是高兴 李汝华这个经济学家 恐慌啊 他知道开荒团 布匹 钢铁 水泥等大宗商品 产量是越来越高 社会流动资金不足 这样下去 肯定会引发经济萧条的 在这个时代没有纸币 都是金银铜这些硬通货 在市面流通 物资丰富了 货币量跟不上 就会严重影响商品流通 造成大麻烦 李顺广从海外 送回大笔金银救了集 可也就是救个集 谁也没料到 会突然出现上海纺织厂 这样的庞然大物 也料不到水泥和钢铁 这样的吞金怪兽出现 社会流通产品和货币 又出现了不对等 现在急需的 是向社会投入大笔资金 但是资金从哪来呢 李易离开上海的时候 留下了一个聚宝盆 那就是上海房地产 本来这房地产开发 是可以吸纳富人资金 让开荒团的经济危机缓解 偏偏李易又画出大片土地 来建设学校和什么公园 而且让崔云控制土地的投入量 这就限制了上海在房地产形势 一片大好下的绝金能力了 现在李易还能有什么点金手段 盘活当前局面呢 李汝华每天都是祈祷北方战事 你尽早结束啊 总司令不是说过吗 发展才是硬道理啊 开荒团需要积蓄力量 需要缓缓脚步了 再这样下去 经济上千疮百孔 军事上再强大 也会出现大问题的 数欲进而风不止 想缓缓脚步的 除了李汝华 还真没有几个 军事家看到钢铁 在未来的应用 许多有眼光的商人 更把目光聚焦到钢铁厂 尤其是福建钢铁厂 福建生产的明铁赫赫有名 原来一直高居铁业的龙头位置 只是辽东钢铁业爆发 才让明铁地位一落千丈 资本开始涌入明铁的原因 就是商人们觉得 净水楼台先得月 毕竟开荒团最大的造船厂 在福建 明铁优异的质量 肯定会在钢铁造船业 分到一杯羹的 可惜机会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的 一夜间 福建钢铁业就身价暴涨 已经不是一般人 能高攀得起的了 有些先知先觉的 分了一杯羹 后知后觉的 就只能是忘价心探了 有人笑就有人哭 从辽东钢铁业退出的商人 肠子都毁清了 尤其是辽东原本最大的 百川铁业创始人 郑百川 完全是要发疯了 现在钢铁业水涨船高 这个时候 李懿又来推波助澜 居然下令修改辽东钢铁业准入制度 短期辽东钢铁业不再招商引资了 原来工厂矿山扩大再生产 也受到限制 李懿的立足点是足够高的 他知道开荒团的钢铁很廉价 很可能让其他国家 打起走私的心思 李懿必须把价格推起来 推到和其他国家差不多高 或者要高于其他国家 因为他马上要修建铁路 这可是比造船更能消耗钢铁的事 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 可是消息灵通的商人里多的是啊 眼见铁路铺设和钢铁战舰制造都要用铁 每个人都看明白了 辽东铁厂的市值会打着旋的上涨 钢铁行业辉煌期即将到来了 这让郑家人怎能不郁闷呢 他们就倒在黎明前那一刻的黑暗里了 不仅赔钱甩卖了铁厂矿山 还被陈希处罚了一大笔的违约金 郑家召开了家族会议 会上对郑百川批判斥责 几个族里的老家伙 一老卖老 居然抡起拐棍来打郑百川这个败家子 郑百川是结实地挨了几下 头破血流啊 他虽然能躲开 但他不想躲 如果铁厂不丢 那就是百年基业 家族可以靠这个生意延续百年兴旺啊 现在一切都完了 都完了 一将无能累死千军 他看不到钢铁业会有这样辉煌的前景 壮士断腕 斩去这个赔钱的无底洞 哪曾想到斩的居然是一头金牛 他的心疼远远超过了身体的痛苦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68 第十卷 第115章 人心惶惶 郑家是个大家族 这样庞大的家族 必须得有稳定的收益 郑家在江南有大片土地 本来土地的收入是最稳定的 可这两年江南人口大量向上海和上海周边汇聚 辽东粮食价格低廉 直接涌入了上海市场 冲垮了江南数十年稳定的粮食价格 价格一降再降 而且由于江南人口外流 故宫价格大涨 郑家土地方面的收入 不能说给家族带来利润 能维持不亏 就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本来郑家还有日进陡金的几家纺织厂 这些工厂也在上海纺织厂的挤压下 变得举步维艰 如此底蕴深厚的家族 突然间就陷入了困境 郑家家族会议用了一天时间 痛骂开荒团 痛骂李 痛骂陈希和上海纺织厂的周长兴 等到吵过了 闹过了 骂过了 还是得研究正题 郑家到底要如何才能走出困境呢 研究来研究去 忽然与会者发现 大明所有生意都走向下坡路 包括原本一本万利的向蒙古和后金走私 再一细想 走下坡路的可不仅是生意 大明这个国家都包括在内了 也是一天天的日益窘迫呀 反过来 这两年兴兴了许多大富豪 无疑不是在开荒团那儿得到了好处的 就是郑家 如果不卖铁厂 也会在开荒团那里赚得盆满钵满 这就有意思了 这讨论最后居然得出了一个结果 想发家必须把自己挂靠在开荒团的战车上 但是郑家和开荒团有仇啊 这仇可是几百万辆银子 沉甸甸的 该如何化解呢 郑家吵了几天 最终还是无奈地得出了一个办法 派人去上海盯着重新找赚钱的门路 那么谁去上海呢 思来想去 虽然之前郑百川做了糊涂事了 可这事还必须就得郑百川去 毕竟不得不承认啊 郑百川当初决定到辽东开铁厂是对的 错的只在于他没能顶住家族压力 廉价卖掉了铁厂 家族属于郑百川去上海寻找投资机会 可人家郑百川不乐意去 凭什么我去啊 我是你们招唤兽啊 招之急来挥之急去的 说投资的是你们 说撤资的还是你们 什么都是你们背后说了算 我在前面顶雷 我今儿还就猪八戒撂耙子 我不伺候你们这个猴了 可郑家再三研究 觉得还是郑百川有胆量有眼光 于是安慰笼络许诺来了个拳套 最后和郑百川相约 以后有责任 家族担着 保证不埋怨不抱怨 郑百川这才重新赶赴上海 哪曾想到这么一去 真让郑家抓住了一个天大的机会 这是后话 暂且不提 先说说暗流涌动的金诗 秋风味冻禅仙诀 在这顶格前夜 哪个金诗官员都有一份小酒酒 首辅方从哲也不除外 方从哲在自家花园连亭中喝茶 莲花凋零 残河败落 他的心境很是不好 方从哲现如今还是一个人独作相位 看着风光 内里凄凉啊 这一是因为 木秀鱼林封笔摧植 他去年不过是一个儿子品德出了些问题 许多官员就攀扯到他的私德上 纠缠不清 这还不是阁老做久了 不招人待见吗 再一个 也是朝廷现在千疮百孔了 让他这个表胡将也是没办法 现在从开荒团银行带了数百万银子 饮吃卯粮 无异于饮鸩止渴呀 万一还不上这银子 怎么办 开荒团的账能赖掉吗 恐怕开荒团高层都在磨刀祸祸 就盼大明赖账呢 他又没有理议那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能耐 如今是拆东墙补西墙坐困愁成 真是满心的无奈呀 今天他之所以选在连亭喝茶 是因为这里四周围是水 只有一条曲曲折折木桥沟通彼岸 说话更加私密 坐在方从哲一边的 是他的第五子方奎 此刻方奎正在给老妇续上茶水 方从哲端起茶杯 用杯盖荡去扶起的茶叶 奎儿 为父这一帮子女 赎你最具财情 我却压着你 没有让你出事 你知为何呀 方奎斟酌道 试图险恶 父亲是保全孩儿之意吧 方从哲探口气道 你看看最近这些年的几任阁老 有几个得善中的 就算强势如张居正 又如何 一旦离职 立刻就是一波 家破人亡的清算 子女亲属也好 门人顾旧也罢 都会被牵连 越是官运亨通 越不安稳 为父年纪大了 随时都会离开这位子 出事对你没好处 父亲好意 还要知道 唉 你的心思我明白 如今你的好友谭清云 是京市银行的行长 风光无限 你一直怪我 当初不放你出去 那时 你和清云都和李毅交好 你如果去了 怕是地位 绝不差于他的 海尔 怎敢自怪父亲 出行了 谭清云可以出去 你却不能 为父和清云父亲 地位不一样 你怎么能去 开荒团那边呢 不过 为父还是有些后悔啊 当初 怕是放你出去才对 父亲您 是看如今开荒团 立以昌盛 战败五国联军 大事已成 大明 朝不保夕了 嗯 烂船还有三金钉 大明两百多年 吉野 那是说倒就倒的 有句话说得好 齐心也薄 齐百 也素 为父当年怕的 就是开荒团 崛起太快 根基不稳 随便一个漏洞 这艘船可能就翻了 为父 不能让你搭这样危险的船 这次开荒团 恼了洋人 洋人是那么好惹的 为父以为看对了 哪曾想 还是大错特错 李忍了多时 一招发作 就把洋人打个大败 洋人色力内人 万里迢迢来到咱们的底盘 后劲是没了 离最难的一段路 走过去了 以后这天 怕是真要变了 方魁试探道 爹 您的意思是 方从哲点点头 我是方家族长 我方家数千口 也该琢磨个退路 倒也不是骑墙头 你这就去上海 找崔云那丫头 谭青云 不要找 她做不了主 崔云才能当李毅的家 想到年 我与她父亲 同殿为臣 很是相得 你和崔云 崔秀 也都相熟 做官咱不要了 本经咱家有 就请他们 指点你条财路 把我方家子孙 有口饭吃 爹 既然如此 我还找什么崔云呢 索性找李毅就是了 当年在京师 我们说不上天天在一起 也差不多了 无论谭青云 还是唐青秀 都是我推荐给李毅的 现在两人一在南京 一在北京 都是手握大权 是李毅独当一面的大将 我去上海 李毅不至于坑我 说到唐青秀 方魁不由唇边浮起了笑意 唐青秀当时是 艳明远播的清官人 这清官人也没啥了不起 就是高档妓女罢了 没曾想到 这妮子慧眼诗人 就盯上李毅了 请求王一诚 为他搭这条线 当时李毅 还是个青色的家伙 又不痛文末 想起李毅 曲解唐青秀的画作 他就好笑 这个笑料 后来传遍京师 都把孤舟梭利翁 独掉寒江雪 说成云无心已出秀 鸟眷飞而知返的 大概满京师 都找不出第二人来 李毅这仇可丢大了 闻人圈子 算是臭名远扬啊 唐青秀压对了宝 一下登上高知 一个高级妓女 居然成了 全清一方的大豪 哪是简单一句佳话 就能概括的 这事古往今来 也只有不畏人言的李毅 才能做到 什么内举不避亲 外举不避仇 都弱报了 人家李毅用人 连妓女都不在乎 现在京师 许多当年和唐青秀 交好的达官显贵 纷纷跑到南京 搭上唐青秀 这条发财的线 南京有开荒团的科学院 和工学院 唐青秀是长袖善武 整个南京的大明官场 都败倒在他的石榴群下 无论开荒团还是大明 各个大工程 都能看到南京银行的影子 论起业绩 比起谭青云 好似还要强上一筹 要知道谭青云 可是有着大明朝廷贷款撑腰呢 现在听人说 唐青秀好像得了人月欢心 要嫁给某个军方大佬 也不知是真是假 如果是真的 这哪是妓女从良啊 分明就是妓女 成了告命夫人了 方从哲见儿子有些走神 咳嗽一声 方魁这才拉回的思绪 就听方从哲道 你和李懿能直接说话 更好 当年我虽不曾助他 也未曾害他 说起来还是恩大些 他和李昌的豪赌 可是我担了干系 做的忠人呢 方家以后兴衰 可都要落在你身上了 没几日 方魁就带了家人 急匆匆地 南下上海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 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769 第十卷 第116章 民族博弈 方从哲家里发声的这幕 现在正在各大家族上演 开荒团战胜五国联军 给了大家信心 也给了大家警示 再不坐上开荒团这条船 那可真是执迷不悟了 有家才有国 许多传承千年的大家族 见惯了国家兴衰了 国家是什么呀 不过是家族传承中 一朵浪花罢了 也难怪他们要三心二意的 万利帝当然知道 这些官员的小动作 他现在独个在后宫 摔盘子打碗 比任何人都闹心 原因无他 八月初 五国联军统帅雷索 请求和开荒团和谈 和谈地点 双方居然选择在山东 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和谈地点选在开荒团境内 或者日本朝鲜都不合适 更不可能选择在双方战舰上 这谈崩了 分分钟再打起来 你就是闹剧了 几个月的长线作战 已经磨掉双方的耐性和雄心了 双方初步接触的结果 都感觉和谈地点 放在山东 最合适 毕竟这是没有参战的 第三方地盘 问题是万利帝真心的 不高兴这个结果呀 万利星中最理想的结果 是开荒团大败 从今以后 一蹶不振 唯一作用 就是替大明 敲打敲打 蒙古和后金了 开荒团做大 是万利帝最不愿看到的 尤其是这个胜利 除了影响大明经济 造成大明胆小怕事的形象之外 大明是一无所获的 最可恨的是 万利还推脱不得 养鬼子穷雄极恶 开荒团比他们也强不到哪去 都是不能得罪的主 这些臣子拿了俸禄 也不去想为君分忧了 居然上朝时 还都是喜行余色的样子 是你们打了胜仗吗 是大明打胜仗了吗 这不是花子跳舞穷欢乐吗 万利帝也懒得理会 这些屁股坐歪的大臣了 就批了一个字 准散会 完全不管什么后续事宜 大臣们也无所谓 十多年万利都是这么当 甩手掌柜的 不是一样过来了吗 来咱们自己异议吧 这异议 方从哲就看出来了 这帮大臣都是心怀鬼胎 想留后路了 居然每一个都打着 不能给咱大明惹麻烦的旗号 给开荒团开了一路的绿灯 没有一个提出点 立国立民办法的 最终居然溢出一个 责成山东巡抚 杜克公热情接待的方案 连接待费都没想从 开荒团或养鬼子身上药 方从哲只能使心底长叹一声 真是人心变了 正所谓花花轿子人人台 山东巡抚杜克公 第一时间向李懿发出了邀请 希望李懿波容 光临山东 他在济南扫踏一带 并希望陪同李懿登泰山 以小天下 这封信的内容 方从哲知道后 果断就当作没看见了 什么叫登泰山以小天下呀 李懿已经是目空四海了 你还让他把皇帝都看小了吗 算了 眼不见心不烦 万一有哪个不开眼的 去参了杜克公一本 也能看出大臣们立场的风向了 可惜啊 连那文风奏事的玉石 都装出很忙的样子 每个人都等别人跳出来 自己想做观察员 明朝一个铁骨铮铮的人物 曹学泉 曾写下一幅明对 仗义美多屠狗辈 父亲多是读书人 读书人这心眼多呀 天下顶格之际 明哲保身才是第一位的 这些人都藏了心眼 山东巡抚杜克公 在山东高规格的接待礼仪 居然没人参他一本 那些玉石平时起劲 现在怎么不说话了呢 他们都明白 大明现在对读书人宽容 怎么参都没事 最多来几下亭帐 可是开荒团 咱可惹不起啊 结果就是杜克公 在山东接待礼仪 规格严重超标 大明却集体来了个诗语 真是多多怪事了 礼仪第一时间 收到方速送来的捷报 当方速红着眼 讲到釜山那个雨夜 他随同李胜石杀出重围 又说到他临危受命 带了低师残捕 继续在黄海和联军作战 结果低师几乎是全军战王 连火种都没留下 方速又哽咽了 李懿也红了眼睛 他想起了总是笑嘻嘻的李胜石 选择开天辟地的路 总是要有牺牲的 可是眼见自己的手足兄弟陆续阵亡 总也让他很是难接受 伤亡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数字 那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啊 李自责对朝作战太过草率了 历史上中国对朝鲜作战 有几次得到好结果呢 自己应当等北征大军归来 派李胜制李胜义这样的陆军大将 率领成建制的一个军碾压过去 而不是用李胜石海军那种掠夺式的进攻 如果不是自己急功近利 朝鲜也好 日本也罢 真的敢于主动招惹开荒团 截断开荒团 北上的海陆吗 恐怕最多也就是抗议抗议吧 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一切都不可挽回了 对北蒙战争 李胜派出最得力的两个兄弟 李胜义和李胜制 这两军也是李胜手中最强大的战力 虽说已经半年未归了 李胜却并不着急 古人对陆成 那张口就是万里迢迢 没有准确数字 可是李毅是知道真正的地理距离的 从辽东到后世蒙古国的乌兰巴托 也就三千里 再向北到北海一旦 五千里都不止 恐怕真的得往万里 更何况这一路还要作战 要清脚要安民 哪是简单的事呢 好在李胜义外表粗豪 内心狡诈 搭配的助手李胜制 也是能够权衡利弊的智将 出大闪失应该是不可能的 这万里长征啊 李毅原本估计就是一年的时间 今年能肃清北方 明年春能回返 已经是够快了 无论这次是消灭或者征服北盟 都将对吉林 黑龙江 北海三省移民 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这条路线上是两个军 开源向北 陆地只有李胜云的一个师 力量明显薄弱了 就这一个师 也是李胜信 茶漏补缺 临时派出的偏师 亏得黑龙江 李胜东这两个师 海军能够呼应李胜云 这才让李毅有安心了 这一通大战下来 李毅觉得充分暴露了自己 不善于策划具体战役的短处 他觉得 以后自己呢 还是要着力于擅长的大方向 具体作战 还是交给已经成熟的李胜义 李胜智 李胜信 催修他们 在战机把握上 这些人已经是明显强于自己了 不过这次对南蒙压迫 都出于李毅的筹划 总体上还算是满意的 之所以着急对付南蒙 一方面呢 李毅是真的担心 墨西蒙古会东清 让外必先安内吗 另方面 也是李毅担心 吉林黑龙江这些地方 李胜云一直偏湿 镇压不住 所以他必须尽快解决南蒙 林丹寒这个麻烦 再抽掉李胜俭大军 沿后市的长春哈尔滨一线 北上安定地方 虽然有李胜东两个师 沿黑龙江进行了一次扫荡 但游牧民族 哪是那么容易征服的 打不过很容易就能跑掉 必须大军出动 才能安稳 8月初 林丹寒来到银口 和李毅就许多问题 进行了三天密谈 林丹寒最终和李毅签订了约定 李毅把日本凭空赠送给林丹寒 并且保证蒙古组统治本 一百年内成为开荒团的不争之地 林丹寒知道 李毅能保证 这一代以及下代领导人 对外政策 再说更遥远的 那就是空话了 百年之后的未来 就别操这么多心了 趁着秋高马肥 林丹寒大军大规模地开始东进了 他现在不愿和李毅为零 这个恶灵真的让人睡觉都不安稳呢 随时可能把自己吞掉 林丹寒送给李毅的评语就是八个字 心怀朴测 翻脸无情 和这样眼里只有民族利益 不讲人情世故的人打交道 根本处不出真心呢 一个心眼的蒙古汉子 不如早走早心境 所以林丹寒居然随着两万的先遣军 出发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70 第十卷 第117章 山东之行 当林丹寒告别李毅的时候 看着眼前 这个明显沉稳下来的青年 不由想起当年 诺敏湖畔 那局棋 自己还记忆忧心呢 可事意时宜 主客意味 林丹寒竟然有些 静无语宁耶的感觉 李毅良心发现 感觉有些亏欠林丹寒 这是最早支持自己 把自己扶上战马的人 如今被自己驱赶出了家园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想拓展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就不能畏首畏尾 做小儿女姿态了 想起小儿女 李毅就想到奇奇格 不过当李毅问起奇奇格 就轮到林丹寒和和了 奇奇格不给林丹寒 这个做哥哥的面子 死活不答应陪他来银口 不知躲哪儿去了 自己这个大汗 是拿这个妹妹 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然奇奇格出面 肯定能从李毅阵 再捞更多好处 蒙古游牧四方 居无定所 几千年来最大梦想 就是进入汉人统治的中原 但是汉人太多了 他们站不住脚 现在要去的日本 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虽然人口众多 但是毕竟有个限度 林丹寒还是比较满意 这样的归宿的 至于会和日本人熬战 蒙古人怕吗 当然不怕了 该怕的是日本人 他们应该担心 自己会被灭族 林丹寒之所以不愿和李毅作战 也是担心自己被灭族 所以还是三十六计 走为上吧 不过临别时 林丹寒还是故作随口地问李毅 这世上真的有澳洲这样 水草丰美的地方 李毅的神色一暗 那个地方 还是李毅在少年时 在那个开满蔷薇花的院子里 许诺给他第一个心仪的姑娘 薛梅儿的 想到那个一袭白衣 手捧书卷的脚侠少女 想起台淮镇清水河畔 那少女阴阴嘱托 不要忘记她的许诺 想起黄山脚下 憔悴不堪的薛梅儿 弥留之际 还惦念着澳洲 李毅黯然身上了 他点点头道 真有 广阔无垠 遥无人烟 可以纵马驰骋 驰骋天边 林丹寒摇头道 没人烟还抢谁去 这样的地方再好 咱蒙古人也不去 说完拱手作别 上马扬鞭而去 李毅咀嚼着林丹寒的话 不由得苦笑 蒙古几千年来 已经形成了抢劫的传统 也并非只抢中原 东南西北整个世界 几乎被他抢了个遍 成了深入骨髓的民族本性了 日本倭寇也抢遍了东亚南亚 也养成抢劫恶习 这回 就让两大抢劫成性的民族 凑到一起 也不知道谁的赢面更大些呢 蒙族毕竟更要融入中华大家族 自己还是要支持林丹寒的 单凭林丹寒 现在可对付不了日本 自己必须先下手 修理一下日本 让第五军 在对马岛和日本人打擂台 牵制日本幕府的主力 给德川袖中的部队 修之减差 先授授身 最终的目的 不能仅仅得到一个对马岛 还要把日本南部九州岛割下来 留下本州四国北海道三岛 已经足够他们两个民族折腾了 有自己支持 林丹寒想败也难呢 这次林丹寒看上了开荒团的马刀 离一次就赠送林丹寒两万把 这让林丹寒很是感动了一下 扶植一个人口始终是短板的野蛮民族 去奴役一个野心勃勃 颇有小聪明的民族 结局会怎样呢 会不会将来某天 日本重新立国 然后在史书中大写特写 不屈不挠的日本人民 一直反抗穷凶极恶的蒙古人 可是百年蹉跎 这个大和民族还有机会屹立于世界之灵吗 李毅倒是有心想看看这个热闹 八月初 李毅接到雷索请求的河潭寒 河潭地点在大明境内的山东 至于大明这个主人同意与否 双方都选择性的忽略了 就是借用几天 又不是长期征用 你个打酱油的大明 有什么权力拒绝 按理说 万利地把包袱 甩给山东巡抚杜克公 杜克公随便指定一个岛屿 比如长山岛之类的 应付一下差事也就完了 可是当官的惊啊 杜克公看出了这里面的机会 什么机会啊 当然是搭上李毅这条线的机会了 别看杜克公是个封江大吏 仿佛很牛 面子在李毅面前 那也就是个麻袋骗子 你要钱没钱 要兵没兵 有块地盘还不是你家的 这样的人 别说在李毅面前 就是在崔秀面前 也是不够看的 我海军天天在你山东地界过不假 你敢说个步子咋的 今天杜克公有了机会了 当然得要把握住了 杜克公给李毅写了一封长信 确定北长山岛作为和谈地点 北长山岛古称 登州 汉武帝四名蓬莱 属于海上有仙山 山在飘渺间 很有仙境气象 杜克公把谈判地点选在这里 是有说到的 这第一 北长山岛是县制 蓬莱阁名传天下 据说是汉武帝所修 接待双方的等级就算低了 第二 长山岛有天然两岗 能够停泊大船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北长山岛是一代名将 七纪光的顾理 七纪光是抗窝名将 这里谈判显然是有其暗喻意义在的 信中杜克公邀请李光临山东 说山东屈府是皇帝家乡 民族起源 屈府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 是读书人祖庭 孔庙就在这里 山东还有四读之一汽水 五月之一泰山 岂南虽小 但是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成山色 半成湖 孕育出了李清照等才子家人无数 尤其这半成湖的大名湖 有四大席 蛙不鸣 蛇不见 大鱼不长 大汉不和 杜甫都流连忘返 多次光临 留下了济南名室多的名句 说得李一不去山东转转 那就终身爆汉一样 杜克公说了一堆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核心还在于泰山和积水 这泰山是古代皇帝封山 祭告天地的所在 积水也是一样 不过后来被黄河夺了水道 才没了名声 杜克公话里话外 是说李一带天交 就算不封山也当登泰山 以小天下 这是劝劲的节奏 最高级的溜须拍马技术 李一好歹也算读书人 对于泰山的含义 也是明白 虽然他没有风扇的心思 但是山东辽东 溢水之隔 这关系必须搞好 再加上李一后事 那也是个旅游爱好者 趁此机会 好好游览一番 也算不错 其实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 李一不想宣之于口的 是山东有孔家 他想得到孔家的认可 天下学问掌握在各大书院 几大学院的山长和学生 也都纷纷投入了上海的怀抱 问题是这些读书人 每天要参拜的圣人 是孔夫子 只有得到孔家认可 李一才算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 才算是名正言顺 孔凡现在已经是上海市 四品大员 得了李一亲笔签署的委任状 眼看再进一步 就能进入开荒团高层行列了 孔家给孔凡面子 其实也就是给李一面子 让孔凡回到屈服 带上千读书人走 现在开荒团 南到安南 北到辽东 到处都有孔家人在做官 孔凡就是开荒团和孔家 一条友谊的纽带 李一想借这个机会 和孔家结个善缘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七百七十一 第十卷 第一百一十八章 泰山祭祀 八月末 李一带着一班随从 到了山东 丽京县 这里就是积水的陆海口 这个时代的积水 这个时代的积水是一条纤细秀美的河流 沿河修了官道 直达济南 杜克公的态度很端正 率济南官员再次借营 迎接者中 李一万万没想到 居然有孔家族长 孔应直 就连泰山地主 泰安府的知府 也在迎兵行列中 这见面会后就算是相互熟识了 第二天就骑马的骑马 坐车的坐车 浩浩荡荡 奔了济南 在济南游览两日后 一行人又启程到了屈腹 途经诞生 轩辕皇帝的寿丘 又不免是一番的祭拜 一路上随行山东官员 就如滚雪球一般 越来越多 到了屈腹 已经规模相当庞大了 屈腹的建筑很新 没有历史沧桑感 经当地官员解释 李一才知道 明正德六年 也就是1511年 河北留六留七 率领农民齐军 攻破屈腹 把县城烧毁一空了 现在的建筑 都是重建的 这让李一又是一番感叹 自古农民起 循环往复 这就是一个对社会破坏的过程 完全没什么建树 就算朱元璋成功上位了 也不过就是一个皇帝 取代了另外一个皇帝 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积极意义 就算后世被欧哥的李自成 洪秀全之流 也比皇朝张献忠这些恶魔强不到哪里去的 李毅在屈腹孔庙 拜祭了孔夫子 山东官员没有人觉得不妥 李毅的军队一直纵横海外 对于大明百姓 有功无过 而且李毅有着同生的身份 虽然低威胁毕竟也算是标准的儒生阵营 孔应直主持了李毅参拜孔子的仪式 就正式宣告了李毅是儒家传人 李毅对这个修订六经 留下论语的圣人 其实并无反感 孔子最高理想 称之为大同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这种思想 对后世康有为 谭思同和孙中山等人 都是影响颇深的 明代理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新学极盛 然而就算是王阳明 也不过是站在孔子肩膀上 进行阐述和发挥罢了 后世曾经有段时间 完全抛弃了孔子学说 不讲人意 辱骂父母不尽师长 结果是道德沦丧 几十年都晚不回来 这个时代 许多读书人 对李毅有所抵触 是因为例子 李毅一直在主理 甚至不择手段 灭国败家 孔硬直给李毅讲了两个故事 孔子的学生子路 曾经救过一名溺水者 那人感谢他 送他一头牛 子路收下了 孔子不但没有高调的批评子路 还很高兴地说 你做得对呀 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由此可见 孔子的意并不反对立 甚至一生中多次教导学生 用金钱来回报好人好事 是没错的 这第二个故事是说 鲁国有道法律 鲁国有道法律 如果鲁国人在外国 见到同胞沦落为奴隶 只要把人赎回 就可以从国家获得金钱奖励 孔子的学生子贡 把鲁国人从国外赎回 但不向国家领取金钱 打算来个无私奉献 做好事不留名 孔子把子贡臭骂一顿 批评子贡说 子贡你做错了 你不领钱做了坏榜样 鲁国就没有人 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 有几个像你这样的傻子 愿意做赔钱买卖呢 李毅其实一直也有个困惑 自己是不是太过重视力了呢 这会不会把国人带进沟里去啊 今天孔夫子的教会 让李毅也是茅塞顿开 李毅在后世 不是什么政治家 法学家 思想家 哲学家 或者社会学家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没有系统学习过 如何的治国理政 所以经常困惑 自己所作所为 真的对吗 如今孔子的世界观 居然和他的理念 产生了共鸣 这让李毅坚定起来 所谓的打破旧道德 建立新道德 只是听着很美丽 旧道德打破了 新的道德 如果不合人心 就会让人无所适从 最终人们就会连旧的道德底线 也一同丧失了 在去泰山的路上 李一直在思考 终于下决心 要建立一套 讲善 惩恶制度 不是口慧 而实不至的精神奖励 也不是水过地皮湿的舆论谴责 而是实实在在的制度 不能让好人成为吃亏的代名词 不能让坏人作乐 也没有惩罚他的准生 孔应直和李毅相互熟悉了 就对李毅提拔孔凡表示感谢 并且委婉地提出 希望在李毅的地盘 传圣人心火的意思 其实 各大书院 以及高攀龙等人海外教学 都是在传圣人心火 按理说不用话舌添足了 可李毅还是投桃报李 答应孔应直 在各省建一座孔子学院 学院的教师 孔家出一部分人 教育部出一部分人 教学内容要和教育部 共同研讨 孔应直要的就是一个名头 一份荣光 本来亏些钱也认了 李毅却表示 这些孔家派出的教师 开荒团都会按照学校高级教师待遇 月薪20到80辆银子不等 这让孔应直大喜过望了 孔应直是个相当务实的人 后世他是孔家 由明朝转入清朝的当家人 却并没留下什么奴言悲惜的骂名 反倒在历史上留下了福威济困 救民水火的善民 其眼光胸襟确实是不一般的 离一行队伍随行程 还在不断的壮大中 等到泰安官员融入的时候 已经是浩浩荡荡 算上随行警卫 有几千的人马了 离的随行 只有方速和一个警卫班 看着这般阵势 不由想到这一趟下来 山东付出费用可不低啊 这也是杜克公的一番苦心了 离一也只能入乡随俗了 泰山相传为 韩古的头颅所化 是五岳之首 天下第一山 许多成语 稳如泰山 国泰民安等等 都是源自于此 自秦始皇起 汉武帝 唐玄宗 武则天 等十多个帝王 清临风扇 二十多名帝王 浅观祭祀 如今又迎来了李毅 李毅不是入主中原的帝王 但实实在在 是开疆拓土第一人了 随行陪同的官员 人人的心里 都揣着小九九 李毅对这些官员 没什么偏见 也含蓄地表示了 欢迎大家 到他的地盘做官的意思 让这些官员 都是喜不自胜 这回有了退路了 浩浩荡荡 登山大军中 李毅就和这些官员 谈笑风生 原来的阵营界地 烟消云散了 众人很是相得 万利地数万万没有料到 自己把一摊子室 推给了山东巡抚杜克宫 会是这样一个结局 接下来 李毅要忙的一件大事 就是和谈了 和谈还没开始 这五国联军内部 就已经乱成一国州了 和谈嘛 先得拿出一个章程 朝鲜提出 让开荒团 归还庆上到掳走的百姓 还要进行赔偿 朝鲜感觉自己是最大的苦主 日本就不屑了 我呸 你苦能苦过老子 这里本来没老子什么事的 现在损兵折将不说 对马岛居然被开荒团占据一半了 不行 这对马岛必须要回来 损失也必须要回来 雷索比他们更郁闷 他这个总督 估计算是做到头了 上海一战损失太大了 是帝国不能承受之重啊 自己本以为 能在后续作战中翻盘呢 哪曾想到 这坑是越来越深 现在只有寄希望于 在谈判中 忽悠忽悠东方这些二傻子了 问题是 他搞不清楚 这些东方人 是不是真的傻呀 万一半猪吃虎呢 那自己不是得进更大的套了 不过以自己走遍世界的见识 应该不会吃亏吧 荷兰西班牙属于趁火打劫的 这次不小心烫了手 也不是特心急 反正有亏得更惨的葡萄牙 给咱顶子前面呢 这样算下来 还就是西方列强 容易达成一致的条款 朝鲜日本则是各有所需 都不退步 最终只能出台了一个乱糟糟的 和谈版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图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七百七十二 第十卷 第一百一十九章 中蒲和谈 九月初 方速代表李毅和联军派出的代表 在蓬莱会面了 双方相互递交了和谈条款 就发现有些条款 针锋相对 比如葡萄牙提出要归还上海战俘 赔偿海军三十艘军舰战损 合计白银三十万两 开荒团就提出 赔偿上海各项损失 五十万两 朝鲜提出 归还庆尚到百姓 赔偿开荒团侵略造成的损失 白银两万两 开荒团则提出 朝鲜必须赔偿开荒团战损 五十万两 至于对马岛 开荒团直接提出了 对马岛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领土 希望日本能正视现实 归还对马岛 开荒团可以对日本 以前的侵占既往不救 谈判一开始就不顺利 几天时间 几个国家炒成一团了 几乎发展到要动拳头 会场是严禁携带武器的 双方会谈人员总书队等 这一场乱战下来 谁也没占什么大便宜 李毅每天就看方素 鼻青脸肿地回来 声称他今天又教训了 几个联军头目 就感觉特别好笑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 李毅游过山东山水 就开始流连着蓬莱的风光了 呼闻海上有仙山 山在虚无飘渺间 楼阁玲珑 五云起 其中绰约多仙子 这海上仙山啊 真的是水光炼雁 情方好 山色空蒙 羽翼齐 杜克弓 孔应直 陪同李毅 每天就是锤吊下棋 喝酒唱歌 寄情于山水 这感情更深厚了一层 杜克弓眼见这谈判 居然是挥动拳头这么个谈法 也是大呼大开眼界了 方素谈了几天 打累了换人 李毅身边就带了方素 这么一个文化人 杜克弓几人早就看出来了 不由替李毅再派谁去 有些发愁 哪曾想到 李毅就随便打发了一个警卫般的战士 换身衣服就去谈判了 至于谈判桌上说什么 李毅就只教了一个台词 你记得 就说 我不同意 反正无论五国联军说什么 就是不同意就是了 这可谁都会谈了 不过只谈不行 还需要打 虽然这些警卫般的 身手都相当不错 这几天下来 也是没有一个人不带伤的 人家五国联军来的也都是军人 尤其是西洋人人高马大 咱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亏得现场工作人员拉偏价 这才每天不至于吃了大亏 就这样乱糟糟几天下来 终于雷索忍不住了 私下派人找了开荒团 表示可以退出联军 咱们单方和谈 这天早晨 秋高气爽 海波不星 雷索被引到九丈崖棋盘时 见到了李毅 雷索是第一次见李毅 他有些恍惚 在海上奔波几个月 让雷索一身的疲惫 落腮胡子遮住了半边脸 现在雷索看到一个四十左右儒雅的中年人 和一个二十左右风神俊朗的青年正在品名对弈 碧海蓝天更把两人衬托的是神仙一般的 雷索不知道那个中年人是哪个 但是他早就听说李毅年轻 但是没想到会年轻到这个程度 这尾时有些不可思议了 尤其是这个青年身上没有一丝的力气 云淡风轻 更让雷索如在梦中一般 自己是和这样的人一直在打仗呢 李毅见几个葡萄牙军人走过来 率先的是一个五十左右的将军 猜也是雷索 于是不等人介绍 李毅就起身道 雷索将军今天能走到谈判桌前 欢迎之至 通意传达了李毅的问候 双方见礼之意 围着棋盘石坐下 雷索再也不愿意虚与尾仪了 他所有耐心已经耗尽了 也不等什么正式的会议室 直接拿出一份文件 现在也不能怪他不庄重 前几天 一直在正规会议室打架来着 没把雷索气死 今天见到郑主 雷索也不想故意做做了 雷索对李一道 李司令 您也不想战争继续吧 我这有份文件 请您过目 这是我们葡萄牙帝国底线 我们是抱着诚意来的 李毅接过忠仆两种文字 写成了文件 这文件共有四条 第一条 大明须割让澳门岛 开荒团应从中斡旋 不得阻挠 第二条 开荒团向葡萄牙赔偿军费开支 四十万两 第三条 开荒团无偿送回安南战争 及上海战争的战俘 第四条 开荒团开放原安南 肺腑港 上海港 大连港 银口港 允许葡萄牙人 自由往来经商 李毅刚看到第一条 就不由得笑了 雷索有些不高兴 对李一道 不知道李司令 孝从何来呀 你们葡萄牙想要大明盗门 和我们谈个什么劲啊 是不是晕头找错人了 雷索有些尴尬 这几天 几次修改和谈条款 后来大家都不把条款当回事了 反正漫天要价就是扯皮 结果今天一不小心 把这扯皮内容也扯进来了 这第一条就算了 您请看下面几条 李一看了文件 这文件列得真是相当全面了 割地赔款通商 老三样一样不少 这葡萄牙以为自己是战胜国呀 雷索观察李一的脸色 见李一脸上充满嘲讽 有些坠坠不安起来 李一要是怒了 那可以一样样慢慢谈 这样的脸色算什么意思呢 他可没有心大地认为 李一会全盘接受他的条款啊 李一随手拿过一份文件 交给雷索 既然咱们双方都有诚意 那这是我们的底线 请雷索将军过目吧 李一的文件也是四条 第一条 以马六甲海峡为界 葡萄牙军退出亚洲东部 第二条 赔偿影响航运损失费 及上海各项战争损失费 合计白银五十万两 第三条 葡萄牙四千名战士 每人赎回价格一百两 合计四十万两 第四条 开放印度洋沿岸港口 中国人可以自由经商 看完李一的文件 雷索终于知道 刚才李一为什么笑了 咱双方内容差不多嘛 雷索有些不明白 这割地赔款通商 不都是咱欧洲人 合同里老三样吗 这李一 怎么也掌握了这么一套 李一看向雷索 雷索总督 您如果还要继续扯皮 我多的是时间 您如果真有诚意 咱们就放下这些文件 谈点实在的东西 雷索点头道 这次战争 你们先败了一次 我们也败了一次 我们都不算战败国 李司令可承认嘛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前文说到雷索 单独约李毅和谈 雷索提出 葡萄牙和开荒团 都不算是战败国 李毅点头表示同意 您说的也是 所以呢 这个割地赔款就不现实了 您看呢 雷索点点头 我也承认 可是我希望 你们能无条件地归还战俘 作为回报 我们可以对等地开放港口 进行通商 雷索这话里就藏着雷了 后世列强攻打中国 赔款什么的 都不是真正目的 他们放在低位的还是要通商 工业化的产品 成本低廉 可以快速占领不发达国家市场 掠夺这些国家财富 摧毁这些国家的小农经济 这种入侵看似温和 实际却是最残忍的入侵 所谓对等开放 雷索觉得这就是一个笑话 你大名有什么呀 瓷器丝绸 这都不是能成规模生产的东西 受到很多限制 开荒团有什么 除了灾民就是灾民 将来这些灾民早晚会形成购买力的 到时西方廉价商品就可以向这些地区进行清销了 只要开荒团开放市场 那大名市场就等同于对他们不设防了 而李毅好像对开放市场猛然不懂 只是强调道 总督阁下 四千贵国战俘吃穿用度可不是小数目 您如果没有赔偿 我宁可送他们去工地干活 挽回些损失了 雷索道 我们对马六甲海峡以东 对开荒团的既得领土予以承认 这可是开荒团走向世界 获得世界认同的大好机会啊 雷索觉得 马六甲以东 已经是开荒团实际的控制区域了 无论是安南或是台湾 葡萄牙承认或者不承认 开荒团都已经形成了事实占领 葡萄牙对此无能为力了 所以用这个虚无缥缈的承认 来换取战俘 雷索就是赌运气 看李毅到底懂不懂 李毅摇头道 我很高兴开荒团能得到贵国承认 不过 这既得领土很模糊 什么样算既得呢 南洋有许多岛屿 虽然咱没有驻兵 也不能假手于人呢 这既得两字 必须要去掉 雷索想了一下 整个东亚除了朝鲜和日本 就是荷兰和西班牙控制的地区了 朝鲜和日本 这次算是伤透雷索的心了 太自私自利 以后再有所求 一定不予理睬 至于西班牙和荷兰 自己操他们的心干什么 于是点头道 既然李司令提议了 那就这样吧 双方又经过细致协商 最终缔结了三条合约 第一 开荒团和葡萄牙友好通商 开荒团开放肺福 上海 大连 银口等港口 葡萄牙则开放印度洋沿岸港口 第二 是开荒团归还历次作战的葡萄牙战俘 第三条是 葡萄牙承认马六甲海峡以东 开荒团占领区为开荒团属地 对于这个条约 雷索还是满意的 葡萄牙并没付出什么代价 就能赢回战俘 最关键的是 得到了开荒团重要的港口 作为通商口案 至于空口承诺开荒团属地 那就是个笑话 这个年头实力为王 这种条款有意义吗 雷索哪里知道 开荒团上海纺织厂 早就已经是磨刀祸祸 正准备用后世 洋人动摇中国国本的廉价纺织品 冲击欧洲市场 台湾的棉花 廉价劳动力 改革后的纺杀织布机 这一切都让上海纺织 有了傲视世界的基础 只是开荒团千万移民工程 暂时消化掉了它的生产能力 一旦没有这个束缚 这就是一头出篮的猛虎 雷索从心里是满意着条约的 这个条约被称为 中仆黄海条约 雷索不知道 这个条约后来被普特牙人 誉为第一份卖国条约 再后来被欧洲史学家 列为出卖欧洲利益的条约 雷索还算是对得起西班牙 荷兰这俩难兄难弟的 他把自己和开荒团签订合约的事 告诉这两家了 这两家没有开荒团俘虏的士兵 但是对能获得和开荒团 对等开放口案也表示满意 西班牙和荷兰控制的香料 能在中国卖出天价 所以这俩国家也爽快地和李毅签订了对等的开放条约 只是限于亚洲地区 李毅现在的能力还不能够直接把货销往欧洲 对合约的开放口案也并不挑剔 对于这几个国家心中打得如意算盘 李毅是一清二楚 不过那点什么香料钟表等奢侈品 能和天亮的日用纺织品比吗 开荒团和葡萄牙 西班牙荷兰条约居然能做到皆大欢喜 也算是相当不容易了 日本和朝鲜知道杨大人 私下已经和开荒团缔结合约 差点气晕过去 他们可全靠杨大人撑腰啊 才能每天和开荒团来个分庭抗礼 现在杨人要撤了 这 这怎么办呢 他们急忙找李毅 想谈个框架出来 可是工作人员告诉两国代表 李司令有急事 已经离开山东了 这 这和谈不是还没谈完吗 怎么就不声不响地走了呢 这也太不负责了吧 咱两国怎么办呢 李毅不仅离开山东也离开了辽东 和世界三大列强谈完 李毅现在是一身的轻松 开荒团需要发展的时间 现在和西方列强全面对抗 那几乎就等于作死 列强从本土千里迢迢来和开荒团作战 看似不现实 其实李毅知道 万一列强确认了开荒团的危害性 很可能全力一击 开荒团海上力量还是太过薄弱了 几国小事牛刀就完全遏制了辽东和上海的航运 如果联军致力于破坏 紧紧堵住上海港港口 就能让开荒团痛不欲生了 可惜几国都是自作主张用兵 临时拼凑在一起的 根本没有得到本国支持 所以总想寻找开荒团主力 迅速决战 才给了开荒团喘息的机会 至于剩下两国 李毅不想再谈了 日本用谈吗 开荒团难免在对马岛屯兵十二万 正在和德川幕府打擂台呢 自己的命令 就是让第五军定在对马岛 把对马岛变成绞路机 慢慢地榨干日本的战争潜力 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 尤其是德川幕府的力量 德川幕府刚刚结束战国时代 许多大明也就是口头宣布接受领导 但实际上都是心怀疑心的 一旦德川幕府武力不能够威慑这些大明 重新自立那是随时可能发生的 这也是李毅最期待看到的结果 北面 李毅帮助林丹寒 从本州岛直接登陆 这就是直插软肋的一把刀子 马上就要上演全武行了 咱还谈什么谈呀 朝鲜用谈吗 李盛敬已经派出一个师 在清理后经辽东残余部队了 辽东肃清完毕 必然进入朝鲜 李毅可很护短呢 朝鲜害死李毅的兄弟 这是难解的仇恨 和平已经不可能降临在这个国度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七百七十四 第十一卷 汉海栏杆 第一章 北风卷地 白草折 胡天八月 急飞雪 呼噜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 梨花开 散入珠帘 湿罗木 湖囚不暖 井轻薄 将军 搅弓不得空 都护铁衣 冷难拙 汉海栏杆 百丈兵 愁云惨淡 万里宁 一夜苦雨 清晨的时候 草原上就下起了鹅毛大雪 纷纷扬扬 遮天漫地 那风也是越来越紧 领冽刺骨 如同刀子一样 几千青旗护卫李毅 在茫茫草原 安盈扎寨 这样大的风雪 已经不适合大军行动了 眼前李毅 确实清闲下来 对马岛战役 李毅不操心了 他相信李胜水能打好 如果打不好 就全当练兵了 从内心深处 李毅对这支安南改编部队 还是有些隔阂的 不像自己一手缔造的部队 有点损伤 都觉得肉疼 李毅突然决定要视察青山英城 其实有些假公祭司的意思 李胜公当然不是李毅关注的目标了 对于稳重的李胜公 李毅是放心的 墨西蒙古也并非是一朝一夕就会东进 现在青山英城整兵顿武 不过是防患于魏燃罢了 李毅真正想看的人 是 奇奇格 在草原上 马就是人的两条腿 当年李毅出沙湖口都是步兵 是奇奇格带来了第一批马 带来了第一批奇术的教练 李胜义骑兵挺进辽东 有奇奇格绝大功劳在 这些事李毅不能忘 更何况奇奇格还是李毅的未婚妻呢 至于说什么割袍断义 李毅认为 那就是小两口子一时闹别扭 当然是当不得真的 都说两口子吵架不过夜 这都半年多了 也该和好了 虽然说 这次把漠南蒙古逼得有些苦了 但李毅自觉 人之意尽了 并没愧对林丹涵和奇奇格 大明他不想动 起码现在 不想动 也不能动 武力火平万利地很容易 可是如此大一个国家 想发展起来 没有储备人才 没有物资储备 他的百万大军 想要控制大明十三省 数百个城市 根本是不能想象的 各地忠于明朝的遗族 会风起云涌地反抗 难道自己要举屠刀 去杀掉那些同胞 让整个中国都陷入战乱中吗 不动大明 不等于不动蒙古 岂止蒙古啊 李毅决心扫荡大明周边 对这些异族 他都下得了狠手 没什么心理压力 能够和平解决 墨南蒙古问题 李毅是最高兴的 李毅决定找到奇奇格 开诚布公地 说明自己的想法 李胜俭派了自己的警卫团 护送李毅 四千骑兵 三百赤猴 万分小心向四方 警戒出了百里之遥 而且每天都有青山英城 和景州赤猴 在不停地奔波联络这支部队 深怕李毅陷入重围 救援不及 按照李毅的想法 他带一个连骑兵 就能疯一样地穿越草原 当年自己从青山英城到辽东 就是这么走的 用不着大动干戈呀 可现如今 四千骑兵还如临大敌 这就让李毅感觉好笑了 什么时候自己 也成了脱离群众 高高在上的人了 李毅在军大衣外 又过了湖囚 走出营帐 这湖囚 还是林丹涵送的 一体纯白 据林丹涵说 很是难得 是奇迹阁从几个部落搜集来 亲手给李毅缝的 林丹涵这鬼话李毅 根本就不信 就奇迹阁那跳脱个性 能耐下性子缝衣服 再说了 这针脚整齐觅食 明显是专业技师水准呢 不过 如果说是奇迹阁 给李毅搜集来的皮子 他相信这很可能是真的 李毅有一件 人月缝制的雕球 奇迹阁见一次 就说一次丑 一只张罗 要给李毅做一件 沾血不湿的白狐皮球 不过想得到 普通的狐狸容易 想得白狐 很难 白狐出没在草原极北 得一张白狐皮 已数不易了 更别说得十张了 李毅也没在意 哪曾想到真给奇迹阁 凑成了一件白狐皮球 自己可不能辜负家人心 下雪天必须要穿上 方素正在风雪中 高声迎送着 曾深的白雪歌 送五判官归金 动不翻 轮抬东门送军去 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 雪上空流 马行处 方素回头见到李毅 不由笑起来 李毅奇怪道 你笑什么 老师 您穿棉大衣就行了 这天又不太冷 果见皮球做什么呀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这皮球是爱心排的 难得 对了 还不沾湿呢 说着抖抖壶球 显摆了一番 方素正想问 什么叫爱心排的 李毅已经回身 吩咐警卫班长 谭菜根道 谭菜根啊 大雪封路 休息一天 雪亭再走 谭菜根领命去了 方素皱眉 我原来以为 这白雪割离 胡天八月急飞雪 太夸张了 哪曾想到被咱们遇到了 现在才九月呀 昨天还天气清好 草原清黄呢 今天就是一场大雪 李毅指向空旷的草原道 草原无遮无拦 西伯利亚寒流过来 一夜间 温度下降二十度都不稀奇 八月飞雪很正常 老师 这西西伯利亚寒流式 是什么呀 什么是温度啊 啊 这 李毅摸摸后脑勺 这些东西慢慢学 以后你就明白了 方素不由地有些气馁 自己从小读书用功 自以为天下学问 自己不知道的很少 哪曾想到 人家老师比自己还小几岁呢 学问比自己可不知强多少倍了 更何况 老师在音乐 祈祷上的造诣也都是登峰造极 这真是人比人得死 货比货得扔啊 自己慢慢学吧 老师现在不告诉自己 明显是这学问复杂 三言两语解释不清楚 李毅现在当然没办法 给方素讲什么是涉事度 更没法讲这什么是大气压 至于西伯利亚 鬼知道现在那片地方 是叫北海啊 还是叫什么呀 还有暖流寒流什么的 难道还得讲讲精度纬度 这样一联想 李毅发现 自己居然知道不少东西 感情自己在后世 也并非是一无所成的 不由有些沾沾自喜 见方素有些情绪低迷 就招呼方素 方素 一起走走 你们文人呢 都有雅性 明白的也多 这首白雪歌当年啊 就曾让我丢过大脸 方素祈祷 这诗明白如画 老师怎么会在这首诗上丢脸啊 就是呼噜一夜春风来 那句 我还以为写春天的呢 就在作文里写了 二月天气暖和了 呼噜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结果被我老师好通骂呀 说我读书不求甚解 方素不由地哑然失笑 老师居然也搞出过这样的乌龙 看来老师也是凡人啊 是学而知之 并非是生而知之的 这让方素心情也好了不少 两人出了军营 信不走着 陈正风几名警卫牵着马 远远地跟在后面 忽然 礼仪风雪中就见到一个蒙古包 诶 那儿还有户人家呢 这次警卫团撒得面太大了 不知惊扰了多少牧民 估计这家人得吓死了 可不是 别说被大军杀了 就是劫走牛羊 那对牧民来说也是死路一条啊 牧民怎么会不怕呢 走 咱们去看看 眼前这是一个低矮破旧的普通的蒙古包 李懿在门前喊了几声 这才有一名老人战战兢兢走出来 李懿在草原半年多 一般的蒙古对话没太大问题 对老人道 咱们是和蒙古兄弟友好的开荒团 不会祸害你们的牛羊 您放心吧 老人不停地弯腰行李 他已经看明白 李懿是个大官 自古言道大官好见 小鬼才难搪塞 心中恐惧就少了一些 李懿和颜悦色道 老人家 您多大年纪了 家中都有什么人啊 我三十八了 两个儿子跟大汗出征了 就剩下两个儿媳和三个孙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七百七十五 第十一卷 第二章 雪中益策 方肃第一次来草原 老人说的话 差点惊得方肃一个跟头 面前老者说是七十八 也有人信啊 真的才三十八吗 早就听说蒙古人衰老快 这也太夸张了吧 成绩思汗和忽必烈 不都是活到六七十岁吗 不过三十八岁 就儿孙满堂 这也够惊人了 大明也有 不过真的很少很少 这时老人 开始喊两个儿媳 烧马奶带客 接着盛情邀请李毅 进屋子里暖和暖和 方肃跟着李毅 一脚踏入蒙古包 就一动不动了 半天才缓过一口气 这都什么味儿啊 蒙古包不大 里面有两个 变不清年纪的女人在忙碌 还有三个半大小孩 趴在被窝里 中间一个炉灶烧着牛粪 也许是马粪 地上垫的是牛粪还是马粪 这就不得而知了 厚厚一层 被褥直接扑在粪上 这些方肃都能忍 他不能忍的是屋子一脚 一只羊正在产仔 已经有两只羊仔出生 正在拱奶吃 见一女人还在暗揉羊肚子 这是还有一只没出生啊 方肃见李毅面不改色 也强忍着被熏的药呕吐的感觉 站在一旁 这时方肃已经不考虑 一个公公两个儿媳一起睡 这合不合理法了 自己不被呛死 再琢磨这些小事不迟 他羡慕的是 为什么李就能够做到面不改色呢 难道自己老师没有味觉了 一个女人用一只大土碗 热情端来满满一碗羊奶 交给方肃 方肃见着女人黑黑的拇指 半截泡在洁白的羊奶里 连接都不敢接了 他确定刚才这个女人 就是用这双手挪动粘腻的羔羊 又用这双手抓着马粪 添进炉堂里 这马奶再洁白可怎么喝呀 任凭主人家再热情好客 方肃也接受不了这碗奶茶 李毅知道 这下一碗就轮到敬给自己了 解围就当仁不让了 于是对那女人说 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我们刚到草原来 不习惯喝羊奶 留给孩子们喝吧 这女人见李毅坚持 就把两碗奶茶 分给了眼巴巴望着的三个孩子 这让被窝里三个孩子 兴奋地爬起来 两个穿上羊桶皂 还有一个直接把被褥系在身上 李毅指着批被褥的孩子 问老人道 他怎么没衣服呢 今年年仅不好 就给两个大的做了衣服 老人很明显理解错李毅的意思了 李毅还以为一个孩子没衣服穿 很辛苦 哪知道人家老人 是为两个孩子有衣服 而满心幸福 李毅说道 我来也没带什么东西 就送孩子一件衣服吧 说着脱下胡球 方素顿时被李毅 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连心爱的胡球都能送人 这才是领袖手段呢 谁知李毅把胡球 随手交给方素 把里面的棉衣脱下 给那没衣服的孩子 披上了 老人大惊 他们的衣服 基本就是羊皮筒子 棉衣这样奢侈品 那都是贵族老爷才能享受的 那得多少头羊才能换一件啊 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李毅刚见面 就送他们如此贵重的东西 他们也不敢收啊 不得已 拉着孩子一起贵到致谢 旁边两个女人也跟着贵了下来 李毅扶起老人道 我叫李毅 这两天呢 有什么难处 可以到军医找我 这一句话让方素一争 不是说好做好事不留名 这才是最高境界吗 老人论论道 李毅 李毅 汉人的大汗叫李毅 您是那个李毅 就是我 老人再次跪下磕头 恩人呐 自从您当上汉人大汗 我们牛羊就卖上了好价格 现在过上好日子了 隔几天就能吃上一次盐 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 李毅好不容易又拉起这老人 我看你们有摆石头羊 还有牛马 备的草料足吗 这冬天还需要挪地方吗 俺两个儿子被大汗鸡争走了 说是去打什么日本 家里没有壮劳力 上秋草也没割下多少 周围地皮子啃光了 就得挪窝了 李毅对牧民的流浪生活 提不出什么建议 只是关切地询问道 今年日子比往年怎么样 比往年好多了 牛羊汉人给的价好 换回了更多的盐和茶 老天爷也成全人 学比往年晚来了一个多月了 方速暗自点头 看来胡天八月急飞雪 这话还真不假 中原天气变冷 草原天气难道也在变冷 李毅又安慰老人几句 这才走出蒙古包 回军营路上 方速实在忍无可忍 对李毅道 老师 我有几件事想请教 直接说就是了 还这么郑重骑士干嘛 老师 我也想表现得清明 可蒙古包里面那味道 我实在受不住 我看您面不改色的 不知道 您怎么能做到 能人所不能的呢 浅的 屏住呼吸啊 实在不行 就用口慢慢地呼吸 方速恍然大悟 然后又问 那 您为什么不让卫兵们 回饮取件棉衣 就是多给他们两件 也没什么大不了嘛 怎么非要脱自己的大衣呢 解衣推食这个成语 你知道吗 刘邦为什么不另外 取件衣服给韩信 非要脱自己的衣服呢 不会穷到就只有一件衣服吧 是好于人呗 让人堵私人 别忘记他 说对了 这家得了我棉衣 会逢人救赎我的恩情 甚至会说成 我把棉衣送给他们 自己穿着单衣 走进寒风里 嗯 我估计 以后历史也会这么写 如果我让卫兵取衣服 哪有这个效果 方速嘟囔道 我怎么感觉 这有孤民钓鱼的意思呢 难道政治 都需要这样的手段吗 对头 你看做高官的 哪个到穷百姓家不是虚寒问暖 还不就是摆个样子给诗人看吗 你能想到这些就不错了 我觉得你善于思考 不如从政 别回军里去了 这 政治 我行吗 我看行 你看 这蒙古 百万人口 吃口饭都费劲 放牧完全靠天吃饭 风雪大了 就把牛羊冻死饿死 他们没了牛羊 自己离死就不远了 年景不好 不去打劫拼命 又能怎么样呢 可是 蒙古人不会听我们的呀 他们有旗主 有朝廷 林丹汗走了 蒙古一段时间会处于权力真空 你留在这里 只要能让蒙古人 屈保穿暖 你就是他们的恩人 最终他们都会听你的 方速感觉头脑一阵燥热 他是年轻人 当然有建功立业的野心了 他的目标就是以后 催修重整旧部 他可以名正言顺 当一个正式的师长 这已经是火箭般的升职速度了 可是老师描绘的前景 那是一省之掌啊 现在开荒团还没有一品官员 一省之掌就是二品大员了 官员的顶级啊 这和开荒团军长是平级的 开荒团的军长 除了一个老师的内清催修 其余都是李家军 大有非姓李者 不能为军长的意思 老师亲自赐名的兄弟 就有十五个之多 还有那么多 没赐名的 李胜广李胜水之流 义军突起 这一时半会儿 无论如何也轮不到 他方素 这个异性当军长啊 如今难道真的是我方家 祖上有德 让我方素 有了这么大的机缘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76 第十一卷 第三章 新官上任 方素一时 心潮澎湃 他俯身抓了一把血 揉搓了一把脸 恢复些理智 这才到 老师 我也想能不负您的厚望 可是 我行吗 我 李一抬头 看着漫天的飞雪 王侯将相宁有种呼 你看崔云 比你小 保险公司 把控开荒团的经济血脉 你看陈希 也比你小 半年多 太平洋钢铁公司 就成了惊人的庞难大物 他们都是女孩子 读的书也未必有你多 他们能行 你为什么不行啊 方素忽然涌起了无比信心 他停下脚步 热切地望着李一 老师 您相信我 我就努力去做 一切按您的要求做 李一停下脚步 副手站定 对方诉道 我要你做的就是一件事 把蒙古 变成一个基地 变成 基地 对 这草原出产什么 牛 羊 马匹 辽东和其他省 都缺这东西 这是永远不愁消卖的警窍货呀 那为什么蒙古有这些好东西 却还是如此贫穷呢 因为 因为大明不和他们互视 对了 草原上土地贫瘠 降水又少 想种地是不见识的 草原人除了利用贫瘠的草原 放牧牛羊之外 没有其他好活路了 他们周边原来只有一个护士对象 就是大明 但是草原牛羊对大明 不是必需品 大明完全可以关闭护士大门 其实大明呢 也是没有办法 给了草原民族充足的粮食食盐 他们会更加壮大 给他们铁 他们不做农具 都去做刀枪 这不是养虎为患吗 我明白了 草原民族无法发展 就劫略中原 中原人觉得草原人狼子野心 就更加拒绝护士资敌 结果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李毅抖落湖球上的血 唉 长泰西一眼替西 哀民生之多奸 北地苦寒 风霜雨雪 豺狼虎豹 随时都能要人性命 所以北人青春好死 勇于搏命 想羁绊住这个民族 只能让他们风衣足食 安居乐业 这样 他们才能感受到生活美好 去珍惜生命 老师 护士说起来容易 可做好艰难呢 比如牛羊 要想赶到辽东 或者中原 这一路上吃什么 恐怕到地头 成本已经是原价的好几倍了 如果在草原上 就杀了 把肉运过去 这怎么能让肉不腐败 也是难题 还有羊皮 牛皮要怎么处理 这些东西 在内地之前 内地一张牛皮价格 就跪过一头牛的牛肉了 还有运力不够 怎么办呢 那你说说 假如让你来负责草原事务 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些难题呢 李毅抛出的问题其实并不难 不过对于四体不情 五谷不分的纯读书人来说 那就很难了 方素出身于福建方甲 方甲曾经出过一个方孝儒 那是被称为读书人种子的人 文章见识都要高人一等 却惨遭诸地灭门 方素作为方家后裔 对大明肯定也没什么忠心了 所以成为了第一批 投入开荒团怀抱的读书人 方家从方孝儒之后 几乎就没有当高官的 这让他们接触了更多的名声 方素想了一会儿 慢慢说道 肉想长期保存 无外乎熏 烟两种 熏肉需要香料 这香料贵比黄金 成本太高了 根本做不到 烟肉需要盐 成本也不低 方素又一思索 恍然大悟道 我明白了 本来盐贵得要命 可现在辽东海禁放开了 晒盐煮盐也都放开了 辽东海盐价格低廉 正能腌制肉类 方素越说越兴奋 头脑也灵活起来 对了 还有牛皮羊皮 在大明都是做成皮甲弓箭的重要军物资 这价格是很高的 咱们可以处理了 卖给大明 咱们军队已经不用皮甲了 大明穷困潦倒 对外又无战事 估计很快 也会放弃皮甲弓箭的制作 这不是长久的生意 河南河北山东山西 有许多做皮衣的 不过 那皮衣价格太贵了 普通百姓买不起 不能形成购买力 销量总归是有限的 皮衣防风 也有一定防弹作用 我可不可以让李圣信李圣义 他们几位军长 让他们军购呢 如果打开这个市场 那草原人就是最富裕的民族了 李懿笑道 能不能打开军购市场 得看皮衣是不是物美价廉 不过 你能想到这节 报复做不到 温饱已经没问题了 方速激动道 看来让草原人致富并不难啊 不过 这些草原民族游牧师好手 处理皮货手艺 可比不上咱中原百姓 那些做皮甲工匠的工匠 手艺才真是了得 对了 应该招募心灵手巧的汉民 做这活 草原人擅长放牧 继续放牧就是了 说到现在啊 你还忘了草原人 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收入 羊毛啊 这个我知道 蒙古人编织羊毛毡子毯子 我见过 据说很费工 一块毯子价格贵得要命 那是因为手工编织成本太高了 只要联系上海纺织厂 让他们在这里建立一个茅房厂 那就大赚了 估计周长新看到这里的商机会乐晕头的 你要记住啊 编织精美羊毛毡子 是出口创汇 就是 我们以后呢 向西方卖的最重要的货物之一 要当成低贱大使来抓 羊毛地毯 就在后世也是奢侈品行列的 而且颇受欢迎 在这个时代 如果能够批量问世 适当降低成本 那就是中产家庭的必备生活用品了 方祖高兴道 原来我觉得让草原人吃饱穿暖很困难 经过老师您一点拨 好像不过是翻手间的事啊 知意行难啊 哪这么容易啊 想做生意 第一要讲究人脉 这就要求这个地区管理者 能和军方说得上话 能和上海也说上话 还能和王姐那些省长说上话 为什么我属于你来做这事啊 就是因为你有军方背景 又在上海工作了很久 各方人脉你都有 明白了 方祖有些高兴过头了 笑道 最重要的人脉 还是老师您啊 我可以扯虎皮做大旗 这才是无往不利的法宝呢 你错了 你要记住啊 互惠互利才是法宝 要让其他人能看到商机 看到好处 才能愿意和你合作 不然就如你们著书立说那个词 叫言而无闻 其行不远 明白了 方速立正尽礼 锦授教 行了行了 说一千到一万 还要人家草原地主主动接纳你 这离呼和浩特也不远 你就写封信给琪琪哥 请他来和你一试 就说有办法让草原人 过上幸福生活 他一定会来的 这封信不是老师您写更好 我写他就不来了 方速直主了一下 那我用什么名义写这封信呢 你就用开荒团 草原办事处主任 这主任 这主任是个什么职务啊 主任可厉害了 主任做好了 就是省长 当然做不好的话 那你 就是个出气筒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酒图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77 第十一卷 第四章 再见公主 这场雪好大 风已经停了 雪还纷纷扬扬 从遥远的天穹洒落 奇奇格挥舞粉泉 不停地锤打赤探 边打边骂 让你乱跑 让你乱跑 这雪天还出去 祸害得跟你一猴似的 再这么不听话呢 你和你那主子 就没一个好过 想到李懿 奇奇格更恨 又愤愤地踢了赤探几脚 可赤探这行伙 会错意了 以为这是女主人 在给自己挠痒痒 受宠若惊 兴奋地摇头晃脑甩尾巴 思念一声 远处传来马蹄声 奇奇格仔细看去 是一匹红白色的野马 微微缩缩 远远地看着奇奇格 原来是赤探 呼唤他的拼头 并显摆了一下 自己有多得虫 哪知这下 触了眉头了 奇奇格大骂 你也学会他那一套 勾三大四了 还找一个望一个 你看看你 都弄了几个野种了 马圈里五六匹 雄壮的母马 正在痴情地望着赤探 见又来了一个竞争对手 纷纷思民表示不满 这让奇奇格 越看赤探越是生气 回身去找马鞭 这时赤探才发觉不对了 见奇奇格挥动马鞭冲过来 赤探撒腿就跑 好的时候 还不忘招呼一声他的新欢 一同没入雪雾中 没影了 气得奇奇格空挥几下鞭子 骂完赤探骂李懿 人负心马也负心 真是一路货色 没一块好饼 林丹寒出征的时候 特别希望奇奇格能随自己一起走趟银口 奇奇格才不愿向李懿服软呢 自然拒绝了 耐不住林丹寒屡屡的规劝 他就干脆躲到呼和浩特城外的马场去了 赤探神居通灵 奇奇格是从来不会拴住他的 这让赤探更加玩的疯了 他身上本就流淌着野马的血脉 很快就和周围几个野马群都混了个脸熟 拐了几匹他看上的母马充实后宫 这个举动没少让奇奇格教训 怎奈赤探就是一个忌吃不忌打的货色 虽然当时态度良好 可一转身又是继续我行我素 这可乐坏了马场负责人了 赤探的眼光无疑是很高的 能被他看上 哪个那都是难得一见的良居啊 尤其是赤探他是汗血宝马体系的 这生出的二代能差得了 但是奇奇格不喜欢 已经赶走好几匹自投罗网的赤探贵妃了 这让马场主管心疼得要死啊 奇奇格坐在粗目围栏上 气呼呼地甩着鞭子 骂着骂着赤探又改作骂李易了 骂李易背信气 骂李易朝三暮四 骂李易逼走了哥哥 逼走了几十万的蒙古男儿 见奇奇格没有一点进屋的意思 侍女跑过来 把一件紫色胡球 披在奇奇格的身上 这些侍女可不敢劝这任性的小公主回屋啊 看到这件紫色胡球 奇奇格不由地想起那件白胡球来 也不知道哥哥有没有送到李易手里 眼看天可越来越冷 李易总是私混在兵营 也没有一个细心的人照顾 听说他正在和五国开战呢 这人不是疯了呀 总是打打杀杀的 也不能消停些 和那些小国打得还行 怎么还敢跟洋人动起手了 不过最近听说李易打赢了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正在替李易胡乱操心的时候 急促马蹄声响起 信差送来了一封急信 像奇奇格这样受宠的公主 贴身十几个侍女仆妇 两百多标棋护卫 随时都得和朝廷保持联系 根本就是一个透明人 藏在哪里 那也就是做个样子 现在他躲到马场 也就是做个姿态 大家都知道 这是小公主不高兴了 自然就装作看不见了 也包括林丹寒 但是这个装 得有个限度 就像收到急信 谁也不敢耽搁 马上转发到奇奇格这里 林丹寒御驾清征 委托几位可靠的大臣 来打理政务 这些被委托的人当中 奇奇格也是赫然在列的 就奇奇格在青山英城 那胡乱断岸的水平 能处理什么政务啊 但每个人都知道 奇奇格是一个最重要的人 这是因为奇奇格 是漠南蒙古 和开荒团联系的纽带 现在开荒团 这个什么驻草原办事处主任 紧急请求和奇奇格会见 大家都不知道 这葫芦里到底装了什么药 所以赶紧请回奇奇格 开荒团四千骑兵 自从进入草原 虽然赤猴放出很远 可漠南蒙古 也是时刻都在关注的 四千轻骑 这显然不是要打什么仗的 也不像是调兵 这些轻骑有许多是一人双马 很明显这是追求速度 这应该是开荒团的某位大人物 过境了 奇奇格发脾气 那是发脾气 大事不敢耽搁 赶紧找回掷探 回到皇宫 陪大家猜了会哑迷 奇奇格就不耐烦了 让侍卫背马出发 路程不远 直接去问问不就结了吗 咱猜什么劲啊 跟开荒团打交道 奇奇格的安全 那根本不用担心的 不过猛员这些大臣 反复讨论 觉得奇奇格太年轻了 万一被开荒团 那帮人给忽悠 那就亏了 所以决定 让诸葛清 几个老城持重的谋臣 跟随着 信件署名的人 叫做方素 职务是办事处主任 这主任是个什么级别啊 大家不知道 但名字叫办事处 很明显这是有事要办啊 奇奇格一人俱短 众人计常 带个智囊团 没毛病 1619年的低长雪 比往年来得更晚一些 雪下的晚 战线拉得很长 一连几天大雪纷飞 阻住了礼仪的行程 但是再大的雪 对于马背上讨生活的 蒙古儿女来说 这都不算个事 奇奇格一行人 赶到礼仪军营的时候 每个人都成了 臃肿的雪人了 礼仪和方素 出门迎接的时候 根本就分不出 哪个是哪个了 奇奇格早有低流感 觉得礼仪 十有八九 就在军营里 而当礼仪走出的时候 他还是百感交集 正激动着 突然就感觉 手里马将一紧 回头一看 是赤探 慌慌张张的 在那摇晃脑袋 奇奇格一见 赤探这模样 就来气 嘴里骂道 爷马你都不怕 还怕见生人 但是略微的一转脑筋 他就明白了 赤探是怕见熟人啊 李懿这前主人 对赤探 可谈不上什么友好 李懿这时 已经走到奇奇格的身边 轻轻拍打 奇奇格身上的雪 奇奇格瞬间石化了 心仇旧恨 心情就情 一起涌上心头 见李懿拉住他的手 就甩脱李懿 带着哭腔说 你别拉我 这么久不见 你还认得我 痴探不管多严 我一身乎上 他就会跑过来 这人怎么就不如马呢 说着说着 泪就扑塑塑地落下来 最近一年 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背后戳他脊脑骨 骂他吃里扒外 引狼入室 他根本就无力反驳 李懿先是剿灭了 北蒙南征军 接着又逼迫南蒙 签下了屈辱的城下之盟 去为开荒团打头阵 到日本厮杀去了 虽然那些嚼舌头的人 爱着灵丹寒和礼仪的威名 不敢当面指责他 但是背后的闲话 他都有耳闻 真的是白口莫辩呢 齐齐格生在帝王家 见识自然不是普通儿女可比 当然知道 国家间永恒的 只有利益 所谓的亲情友情爱情 不过是给利益 蒙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 随时都会被撕下的 可是齐齐格还是始终存有一个幻想 幻想他的情郎是一个传说中的勇士 可以挽救他 挽救民族的勇士 但是李懿算什么呢 这是破国王家的灾心啊 不过李懿 真的那么可恶吗 自己哥哥那么的勇敢睿智 都没有过多的埋怨李懿 觉得李懿还算是留了七分情义的 没对蒙元下狠手 自己也知道开荒团 完全有能力消灭蒙元 李懿没有直接进攻南蒙 这很可能就有着自己的面子 可是齐齐格一时半会儿的 却是解不开这个心结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七百七十八 第十一卷 第五章 猛足香蕉 李懿和大家寒暄过后 在齐齐格的耳边轻声道 走 金再说 别让外人看咱们笑话 齐齐格看着穿白色弧球的李懿 心理防线立刻崩塌了 看来自己的情郎并没有嫌弃自己 还记得要穿上自己送他的衣服 衣不如心 人不如故 还是对的 正要默默随李懿走 不想赤探猛的一针 姜绳把他拉得后退离步 李懿转头 就想看哪个家伙 敢破坏他和齐齐格的好事 结果一眼就看到了惊慌失措的赤探 赤探见李懿望向自己 那更慌了 这个前主人对他是百般不满 自己作为一匹马 跑得这样快 他还不满意 经常对他动用家庭暴力 他可没少受委屈 哪有女主人对自己这么的宽容啊 女主人就要跟前主人走了 难道是要把自己重新推进火坑吗 瞬间 去探就有了想法 可惜他哪敢尝试逃跑呢 这个前主人 短跑可比他还快 去探不由地百般委屈 垂头丧气 李懿倒是没有注意到去探的神情 对齐齐格道 哼 这匹白马很神俊啊 好马 齐齐格看着赤探的 淒淒惨惨惨的样子 又听李懿傻乎乎地说 赤探是白马 不由地扑吹一声 转替微笑 李懿见齐齐格笑了 立刻大喜 不过为什么笑呢 他回身扒了掉赤探身上的白雪 恍然大悟 不禁锤了赤探一拳 哼 一年多不见 你长能耐了 居然知道披上伪装了 还假装不认识我 是吧 好 我让你认识认识 说着就要挽袖子 齐齐格一把拉住李懿 护住赤探 撑刀 你瞧你 这么大人了 可赤探叫什么劲儿啊 他才几岁 李懿见家人不板着脸了 心情也一下高兴起来 好 那就放他一次 你不知道 他以前没少给我出丑 有一次人家迎亲 他拖着我就去拱那新娘叫帘 我是怎么拉都拉不住他 差点让人给了一棒子 赤探看着丢下他的两人 越走越远 心情顿时敞亮起来 刚想打个响鼻 又赶紧忍住了 感觉自己还是低调是王道啊 别让你魔头想起自己才好 大家跟随李懿到了中军大战 分兵主落作 这气氛就有些诡异了 漠南蒙古现在和开荒团的关系 很是微妙 你说是战斗状态 很明显是不对的 人家李懿刚和林丹寒友好会见过 从粮草武器各方面 对漠南蒙古进行了援助 这分明算是蜜月期啊 可是这开荒团大军 隐隐何为 至今未撤 漠南蒙古 危在旦夕 这也是真的 李懿数千大军 不声不响的 就侵入他们草原 就跟进自家后花园一样 这能是友好姿态了 别人窘迫 奇迹哥可不管 他红着小脸 低眉垂手 坐在李懿的身边 看鞋子 大家又迷惑了 这难道不是友好的见证吗 不对啊 咱公主不是一直 都对李懿是怀恨在心吗 这怎么一见面 就 就是这么个状态呢 居然和李懿 七七喳喳 低声细语地做淑女状 这哪是咱们熟悉的 张扬跋扈的公主啊 现在这帮蒙古大老爷们 也算是柔肠百结了 还是诸葛青 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他看着方素 对李懿道 司令 这位 就是方素吧 齐齐格偷偷瞪了诸葛青一眼 感觉这诸葛青真是扫兴啊 李懿见色妄逸 拉着齐齐格的手 一直在进行现场采访 两人在那叙叙叨叨 仿佛有着说不完的话一样 早就把众人都视作无误了 现在诸葛青一句话 总算把李懿又拉回现实 想起这次会谈发起人并不是自己 而是旁边的方素 自己建了齐齐格就有些心乱了 还没给客人们介绍呢 李懿伸手失忆 这就是咱们开荒团 驻蒙古办事处的主任 方素 诸葛青对方素拱手 方 方主任 他对这个官职 还是感觉很烧口 方主任 不知道 您以后 要办理哪些事物呢 方素起身 给南猛义士团 进了个军礼 南猛义士团 并不知道 这个主任算是什么级别的 但能做到李懿身边 这级别肯定不会低的 也是纷纷地起身回礼 双方训邪落座 方素道 请公主和大家来 是有事相生的 这几天大雪 离之不远 就有牧民的沾障 我陪同司令 去看看 三个孩子 就有一个没衣服穿 这盐 也要几天才能吃上一次 生活困苦的不成样子呀 方素发现 他越是煽情鸟术 对面那些蒙古贵族 眼就争得越大 表情也越古怪 终于一人忍不住 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方主任 您这话顺序说错了吧 方素见这人 标准的蒙古贵族装束 一开口 汉语自证腔圆 居然开始挑剔 他这个秀才的语法错误 不由地对着蒙族汉话 刮目相看 问道 您说 该怎么个顺序 这应该是 现在牧民有了栅杖 三个孩子里 就有两个孩子 有衣服穿 几天就能吃上一次盐 方素有些反应不过来 嗯 是啊 这 意思是 差不多 不过 不过 这样说 您的意思是说 这些牧民 生活得很好 难道 牧民在向您诉苦 方素回想了一下 貌似那牧民 说这话的时候 确实是一脸的 幸福啊 不由地有些错愕了 就听那名蒙古贵族 背书一般道 最近这些年 我们大汗 致力于民生改善 由于和开荒团的互事规模逐步扩大了 牧民幸福指数 是越来越高 绝大多数牧民 都有了沾杖 孩子有了衣服 还能吃到茶叶和盐 这样的好日子 咱们大家都得感谢大汗 感谢 等等等等 方素比了个手势 停 您 您暂停一下 您这 在哪儿学了这么一堆新鲜词啊 您 您是不是去过上海了 这些乱七八糟的新词 一般都是 产生于上海 离在各个场合 经常会冒出 那五花八门的新名词 大家乍听 不明白什么意思 可是也懵懵懂懂 能理解个大概 日久天长 几乎每个上海人 都以能说几句新名词 为荣了 每个去过上海的 也都以学会一堆的新词为荣 方素怀疑 这蒙古贵族 去过上海 果然就听这人答道 是啊 我还在上海嘉兴路 我有套房子呢 去年冬天 在那住了几个月 老寒腿都没翻 今年不是那该死的五国联军 足了水路 我早去上海过冬了 方素 邓石杀眼了 感情这是一个香蕉人啊 这皮是蒙古的 星子眼光都是上海的 怪不得一张嘴满口的怪话连篇呢 跟这样屁股已经做歪的人 怎么讲提高草原百姓生活水平呢 方素没了主意 不由望向了李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 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赖勇士 李毅听得也蒙了 鬼知道这蒙古人里还会有香蕉人呢 看看对面这个十多人的智囊团 居然有一多半的人对这个人的话深以为然 李毅懂了 这就是一面骂开荒团腐朽朽堕落 一面又享受开荒团腐朽朽堕落生活的一伙人呢 这些人都是猛族高层 有权有钱有势力 苦 苦不着他们 饿也饿不到他们 跟他们说改善蒙古人民生活 那真是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李毅只好看向奇奇格 奇奇格严肃了小脸道 上海我去过 不过没来得及看 几名蒙古贵族纷纷道 哎那太可惜了 上海那才是人过的日子 奇奇格有些酝怒 难不成 咱们蒙古百姓过的都是牛马日子吗 几人见奇奇格不高兴了 也都知趣的闭了嘴 这次蒙古派出的智囊团 确实是有问题的 所谓的智囊 当然是脑瓜活络的一伙人了 这些人眼光见识 都要高过普通人许多 导致这些人 基本上都开始在投资上海了 他们是人在曹银 心在汉 根本就代表不了蒙古人的利益 奇奇格扫视了一下智囊团 这才说道 我上海没看过 可是看过辽东 辽东百姓几年前 饥寒交迫 奔走逃避到了咱们蒙古讨生活的多的事 现在辽东家家有鱼粮 咸鱼都不爱吃了 智囊团中一人捧了一下李 辽东百姓有福呀 有个好领袖 奇奇格差点暴走 怒视他们道 难道你是说我哥哥无能 你怎么不当着我哥哥面说 这人也发现自己臭脚捧错胃了 虽然奇奇格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但现在不还没嫁呢吗 当然还是要维护哥哥的声誉了 看来蒙古人说话爽直 这脾气必须得改改了 奇奇格见这人变言变色 也知道自己的话 说得有些重了 于是缓和语气道 我是女流 也知道以民为本这句话 咱们大韩这些年和大明征战 是为了打开护士通道 为百姓谋福 现在征战日本 也是为了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可是 说着转头望向李懿 可是李懿你想想 咱们蒙古族也是黄皮肤黑头发 你可以接纳安男百姓 凭什么让我们蒙古勇士远走异乡 强壮的男人都走了 咱们的生活不是每况愈下 是做勇者 是你李懿 你就应该对我们负责 我一定对你 对你们负责 奇奇格的脸坑就红了 他已经听明白李懿的意思了 心想对自己负责 是你李懿应该做的 嘴上又说 我说的是 说的是对我们全族负责 说着瞪了李一眼 那你说说 怎样让咱们也都过上好日子 这句话一说出 所有智囊团的人都坐直了身子 这可涉及到国际民生的大事了 以后就是蒙古族发展的大方向了 蒙古百姓想过上好日子 说来很简单 那就是让百姓的牛羊 能卖上更好的价格 一句话说完 所有人都泄气了 奇奇格要不是学过贵族礼仪 差点就爆出粗口来 这是再蠢的人都知道的事 用得着你礼仪在这啰嗦 谁不想卖个好价格呀 关键是这些牛羊卖给谁 这总不会卖给蒙古人自己吧 大明不要 只有你开荒团要 你开荒团不会傻透枪子了 要给咱蒙古人牛羊加价吧 想到这里 奇奇格眼前突然一亮 眼中闪着小星星望向李毅道 李毅 你是要提高咱们牛羊收购价吗 我答应林丹寒 要照顾没去日本的老弱妇孺 让大家都能填饱肚子 吃着几咸鱼 喝着几茶叶 奇奇格急问道 真的可以过上这样的日子 真的 多久 两年 奇奇格微微地撅起嘴道 你骗我 怎么这样说 奇奇格指向众人道 你问问 谁信啊 李毅这才发现 包括诸葛青在内 都是怀疑的眼神 你如果说十年 我就知道你是真心帮助咱们 可你说两年 就太敷衍了 想让百万百姓吃饱穿暖 千年来 包括成吉思汗都没有做到过 你李毅就是再有能力 也需要有一个过程 就算你有钱 也不可能凭空家家那么多 李毅无辜道 其实 其实我想说一年来着 我特意留了给你们讨价还价的空间了 奇奇格的眼都湿润了 委屈道 枉我这样信任你 你还消遣我 你就不能说真话吗 我们都满心热望的 不是来被你消遣的 诸葛青见奇奇格情绪激动 赶紧缓和道 李子灵啊 公主也是心有子民 才有些接受不了 拧着玩笑啊 诸葛青 辽东百姓几乎都是饥寒交铺的灾民 让他们吃饱穿暖 我用了多久 好像灾民到辽东 第二年就活得很滋润了 辽东人口十倍于蒙古 让蒙古一年温饱 这有什么问题呢 难得只有你们能不能配合好方速而已 诸葛青等人顿时醒悟过来 眼前这人能缔造繁华如天堂的上海城 能就千万机密于水火 能拜五国联军 对于别人来说不可能的是 对他来说 也许真的是反手之间呢 齐吉格也转悠为喜 事不关心还好 关心则乱啊 自己几个月前就曾坚信李毅 会战胜五国联军 怎么现在对李毅能让自己百姓 过上好日子质疑起来了 这是因为自己族人穷得太久了 齐吉格嘟囔道 你怎么会对咱们草原百姓这样好些 不要说是因为我 要说没有你的原因 那明显是假话 可如果说都是因为你 当然也不是这样 事情只有两立才能做好 剃头挑子一头热肯定不行 就算我暂时能给你们再多援助 那也是无本之目 见大家都瞪大双眼 眼巴巴地望着自己 李毅继续道 说你们蒙古人轻生好死 勇敢无畏 是错误的 你们不去抢劫 不去拼命 就会冻死饿死 这说穿了 就是穷命不值钱 智囊团里赫特齐的白须老者 巴根站起来 这是一名有名的老顽固 他很是不满李毅的评语 司令这就说笑了 蒙族勇士勇敢是天性 在蒙族勇士的字典里 就没有怕死两个字 李毅点头道 字典里没有怕死两个字我信 因为那些勇士 不认字嘛 真的怕死不怕死 你们心里有数 我听说你们部落间 相互攻伐吞并是常事 那些丢了老婆孩子的勇士 还不是经常投降 屈服强者 才是你们的传统 当然 其他民族可能还不如你们 也没资格笑话你们 巴根不说话了 蒙族崛起 是在成绩思汗之后的事 以前被周边国家 欺辱的是苦不堪言 那时哪敢说什么勇士二字啊 就算是今天 强横欺凌弱小 也是每天都见 哪有那么多的不怕死呢 牛皮酒后吹吹就行了 人家大军压紧 林丹寒不是一样的屈服 远走异乡了 李懿见老者低头不语 继续道 你们百姓穷困 对于周边国家 这就是不稳定的因素 让你们富裕起来 不仅是你们的愿望 也是我们的愿望 起几个望向理议 我们猛族很穷 只有牛羊马匹 这些东西不是你们的必需品 你们的粮食钢铁 是我们必需品 这是不是就是 剃头挑子一头热 那我们百姓的富裕 从何谈起 牛羊马匹是好东西 无论大明也好 辽东也好 都缺肉食 也缺少羹牛 和运输用的马匹 关键是怎样 把它们变成钱 害人嫌弃我们 不愿意和我们打交道 来这里的商人又都很坏 总是很低价格收购牛羊 所以千百年来 咱们莫名怎样辛苦 也赚不到温宝 你们有些勇士很无赖的 前脚卖了牛羊 后脚又去抢回来 这能怪那些商人坑你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七百八十 第十一卷 第七章 莫南兴绳 齐齐隔背 李毅说得有些脸红 他现在很好奇 李毅能提出 怎样的良策来 下面 就有请开荒团 驻蒙古办书的主任 方素 来谈谈他的致富思路 方素起身 向大家致意 诸葛青等人 都注目方素 就见这个青年 一身戎装 二十来岁 身姿鼻挺 就听方素道 有句俗话说 人离相见 货离相贵 咱们草原上的牛羊呢 多数都是肉食 可是这些活物 运输途中 各种损耗太多了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一切都无从谈起 诸葛青点头道 方主任 所言极是 这也是自古以来 解决不了的顽疾 莫非方主任 有什么良策吗 良策就是 就地宰杀牛羊 降低路上 吃喝病死的损耗 就地加工 牛皮羊皮羊毛 甚至马踪 牛羊肉 怎么保存 腌制 辽东的海盐 价格低廉 腌肉完全可行 诸葛青问道 我知道 传家喜欢用马踪 编织的绳索 工匠也经常用马踪 做的刷子 这些咱们蒙古人 可以做 可是 羊皮牛皮羊毛 这些东西的处理 咱们蒙古人 就不行了 方主任你看啊 咱们蒙人穿的羊皮羊子 就是随便缝个桶 哪能比得上中原的裁缝 这些技术活 咱们蒙人可不行啊 方素道 这就需要引入汉人工匠 建设肉食厂 羊毛厂 等各类的工厂 巴根质问道 汉人进入草原 那草原还是我们蒙古人的草原吗 这可是原则性问题 方素不好解答 于是看向离 天下土地 天下人都住得 我听说最近很多的蒙古贵族 在上海买房 成了上海治下百姓 那上海 就是蒙古人的上海了 巴根绝着胡子道 草原再苦 也是大寒的草原 我们不欢迎那些狡诈的汉民 你代表不了草原百万百姓 百姓所求不高 就是温饱而已 可是总有些人 借着国家民意 站在道德之高点上 绑架民意 满足个人私语 蒙古百姓可以忍 我李毅 不惯这个臭脾气 巴根的地位尊崇 一辈子 哪受过这样的奚落 气得浑身颤抖 你 你要怎样 我可以容忍你们贵族继续发财 但是谁想以一己之私 挡住百姓温饱的路 那就别怪我开荒团不客气 巴根总算明白过来了 李毅这是来接盘了呀 草原要变天了 他扯着胡子 鼓足勇气道 草原是大寒的草原 开荒团凭什么插手草原事务 当年蒙原 凭什么主政中原呢 汉人朝廷昏溃腐朽 百姓名不聊生 我蒙原入主中原 天惊第一 李毅听了冷笑不语 巴根忽然语色了 自己这样说 不正是帮李毅 找到入主草原的理由了吗 李毅见巴根无语 继续道 林丹汗去日本之前 见过我 希望我能让他的子民 安康复述 所以开荒团入主草原 正是顺天理 和明星的 巴根脑袋 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就算林丹汗离开草原 不再回来 草原上的事情 也是我们猛足家事 不能任由外人 指手画脚 中国有句话 叫有德者居之 你们既然没能力 让百姓吃饱穿暖 正应该换我开荒团 来处理草原事物 奇奇哥忽然发现 李毅病 质问道 你既然有能力 让我们吃饱穿暖 为什么还要逼走林丹汗 奇奇哥你不懂 林丹汗是实现 他自己的美丽王国梦去了 不是谁逼走的 再说了 他不带走那些 喜欢闹事的什么勇士 草原怎么会有 和平发展的环境呢 巴根瞪起三角眼 声色俱力道 李司令 你这是欺负我们蒙古 只剩老弱富儒 没了敢战的勇士吗 汉人说的成人之威 就是这个意思吧 巴根 你可以回去告诉那些 不屈的勇士 开荒团会给他们 决战的机会 让他们光荣地 死在冲锋路上 不过哪个部落参与暴乱 哪个部落旗主以下 所有贵族 就都要杀掉 百姓分给其他的部落为奴 这个叫做连作 这是你们祖先 当时在中原采取的制度 以后草原 就用这个制度 你看 我用得恰当于佛 巴根见李毅 冷冷地带着杀意的眼神 终于想到这个男人 他不是什么善类呀 巴根越想越后怕 冷汗沉沉 自己不是闲的吗 灵丹寒都吓跑了 自己冲什么大头算呢 事实上 不学无数的李毅 冤枉蒙古人了 蒙古人入主中原 确实采用了血腥的连作制度 邻里间相互监督 相互检举 一家犯法 十家连作 但这个制度 是中国周朝发明的 由秦朝商鞅 再得到发扬光大 一下子栽赃在蒙古人头上 确实过分了 巴根再也坐不出凳子了 他起身道 司令 我刚才信口雌黄 还希望您打人不计小人过 我代表我们赫特部 坚决支持开皇团政策 请李司令 看我们行动吧 这次齐齐格的制囊团 来了八个人 除了诸葛清 都是各个部落 元老级的大人物 说是做齐齐格的制囊 其实还是监督来的 常言道女生外相嘛 你齐齐格万一晕了头 出卖咱蒙古人利益 那怎么办呢 这些人多数都没见过李毅 都听说此人强横霸道 瞒不讲理 杀人如麻 文明不如见面了 现在一看 这什么李毅 在管理上 根本就没有什么新意 就是杀杀杀 你就不会对咱桀骜的蒙古人 采取点什么怀柔政策吗 行吧 连狡诈阴险的八根都服了 咱们也跟着服了吧 所有人都纷纷地跟着八根 表示了自己的忠心 表示以后 一颗红心全向开荒团 李毅看着表忠心的众人 看着有些不知所措的齐齐格 心情大好 动辄拔刀的民族 讲什么道理 那都是没用的 只有以暴制暴 以杀指杀 李毅原来想要设立办事处来过度的想法 有些变了 当场直接宣布 成立墨南省 方速任代省长 元蒙元朝廷改名为 墨南蒙族事务管理处 继续在一段时间内存在 配合墨南省政府的工作 蒙元朝廷转眼就变成一个普通的办事机构了 齐齐格是有心理准备的 林丹还临行前已经和大家交代过了 蒙元朝廷会在海外 日本建都 呼和浩特毕竟不能再立新竹 再说 自己是李毅的人 争一个虚无缥缈的朝廷称号 有什么用呢 所以齐齐格也没有表示意义 对于李毅的快刀斩乱麻 方速是真心钦佩的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 在这些虎脚蛮缠的蒙古贵族面前 自己就是个秀才 可是在强横的李毅面前 这些蒙古人又变成了秀才 这真是大快人行啊 只是自己突然从办事处主任 变成了代省长 方速有些忐忑不安 究竟怎么做 才能让草原由贫困变富足呢 老师虽然指点了几句 但是自己还没有那个手段 且看老师的帽子戏法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饰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七百八十一 第十一卷 第八章 恶人恶魔 李懿是巴掌打过了 现在马上送上一颗甜枣 各位应该知道 开荒团从来不挡人财路 马上开荒团就要在蒙古 投资建设铁路公司 运输公司 肉联厂纺织厂 服装厂 想必大家呢 都有所耳闻 跟着开荒团一起做生意的 哪个不是赚得勾满豪评的 这些公司都允许部落 或者私人入股 不久将来 你们都会赚钱赚到首发软 这原始股是最珍贵的 你们知道在辽东 投资钢铁厂吧 几年时间 哪一个不是赚到 十倍以上利润了 李懿说的那些公司 他们大多数不懂 可是辽东钢铁厂 炙手可热 他们知道 再说了 李懿说话算话呀 从不欺压勒索商人 这也是真的 在座这些人都没有勇气 跟随林丹寒出征 这些富贵闲人 有一半都去过上海 对上海那些灰晶如土的大商巨骨 真是艳羡了 一想到自己以后 也很有可能是其中一员 李懿立刻激动起来 纷纷询问具体事项 早把之前的不快 李懿的威胁丢到一边去了 李懿干脆就将 自己的草原发展计划 合盘托出 反正林丹寒都走了 剩下你们这些虾兵蟹将 还能扑腾出几朵浪花呢 九月九重阳节 中华日报金石板 在这一天 突然抛出了一颗 超级炸弹 之前蒙园控制的 漠南蒙古地区 和平解放了 开荒团 漠南省成立了 方速任代省长 作为和平解放 漠南地区的交换条件 开荒团将支持林丹寒 带领二十万的蒙古建儿 在日本建立 蒙园的新政权 中华日报 为了增加时效性 设立了两个互通的中心 一个是上海本部 一个是金石的分部 两地报纸 有时内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这一次金石分部 就露了一个大脸 第一个发布了 这个惊天消息 当上海分部 陆绍衡总编 拿到金石版中华日报后 也是惊呆了 这么大的消息 他根本就不知道啊 陆绍衡慌忙拿着报纸 跑去城珠府 核对消息 恰好开荒团大佬们 正在开每天一次的碰头会 看到陆绍衡 慌慌张张 跟着通报的卫兵 一起冲进来 大家就有些惊讶了 可当陆绍衡 把漠南省成立的消息 向大家和识的时候 所有人都惊呆了 因为城珠府 也压根不知道这个消息 甚至连李 现在人在草原 都还不知道呢 李辱华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 陆总编 我觉得你应该先把这个消息 压一压 这样天大的消息 我们都没收到 怎么能向社会发表 那不成了所有人都知道了 就我们城主府蒙在锅里 李圣人也附和 就是 万一没有这个事 你中华日报作为开荒唐喉舌 就捅出了天大的窟窿 你这总编做不成了不说 肯定要追究责任的 影响可太恶劣了 陆绍衡都快哭了 李航长 副司令 您两位说的话我都明白 我现在是恨不得 拿刀去捅那个钱千亿啊 这家伙 这么大的事 居然自作主张 报纸已经刊印发行了 根本没向咱们总部请示 何时啊 钱千亿 是江苏常属人 少有文明 和陆绍衡往来颇多 可人生际遇并不由己 钱千亿在1610年28岁的时候 高中探花 陆绍衡却是屡考不中 这地位差异就越来越大了 两人也逐渐疏远 那直到事事无常 陆绍衡碰到李毅 结果一步登天了 做了中华日报总编 中华日报仅仅是卖报纸 就收入不菲 更何况现在还有广告的收入呢 陆绍衡有了底气 报纸文章就开始精挑细选 不是名家名作 基本路不得法眼 一夜间陆绍衡的名字 在文坛炙手可热 这时钱千亿还在京市的汉林院 坐冷板凳呢 仗着和陆绍衡有层关系 当中华日报在北京设分部的时候 钱千亿就竞聘金虚 中华日报的分部总编 这是个十分重要的位置 必须李毅亲自审批的 而当李毅看到钱千亿三个字 不由得福长大笑 笑得陆绍衡都有些莫名其妙了 要说钱千亿有些文明不假 科考重探花也很了不起 可这样的人多了 李毅怎么会知道他呢 其实李毅知道这个人 是因为后世 钱千亿就是那个 因为怕水太凉 而不敢自杀殉国的故事 当然 李毅是绝不可能 因为后世这事 就责怪到这事钱千亿头上的 既然陆绍衡极力推荐 李毅也就准了这个申请 今天陆绍衡可就后悔了 崔云道 钱千亿上任以来 没有出过什么纰漏 估计这一次是 争得了司令的一手消息 急于抢新闻 陆总编 你们报社怎么传递消息的 为什么会比我们军方快 陆绍衡道 这次和李司令所处的位置有关 军方传递消息 是从草原走景州到银口下海 然后沿渤海黄海 一路向南到上海 我们报纸是在草原上 选最接近的关爱直接进关 钱千亿在京师长袖善武 早背下了通关文书 军方快马到银口的时候 咱们的稿件就已经在京师报社了 你们走海路需要十天八天 咱们带了报纸的底板 和部分印刷好的报纸 沿运河一路快马 昼夜不歇 不需三天 就能走两千多里到达上海 当然快多了 崔云皱眉道 这一路驿站 你们得搭多少钱 这没几个钱 我们就把自己的快马 养在大明的驿站 多给驿站几个钱就是了 原来如此 看来不是军方机密文件 大可以走你们这条道路啊 从上海到斯里纳 不敢夸口 六天必到 如此说来 咱们军方没有他们的报纸块 也挺有可原 毕竟咱们不好在大明境内建立一战 走海路可就慢了 如今 只好等等再说 不说上海城主府 众人忐忑不安 单说最先看到报纸的万力帝 万力帝派了专门小太监 守在京师中华日报门口 每日笔内批发报纸小贩 还得先一步拿到报纸 看到报上漠南省城里的消息 万力一下就呆住了 报纸滑落都没感觉到 万力帝相信这消息是真的 他知道中华日报的报道 向来是可信的 让万力震惊的是 蒙元一直是大明的心头大患呢 如今李毅不声不响 就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而且是和平解放 并且奇怪的是 李毅答应把日本送给林丹寒 支持林丹寒在日本立国 这不骗鬼呢吗 日本是你家的吗 你说送人就送人了 这不是纸山卖墨吗 林丹寒是傻了 居然也能答应 如果说林丹寒是恶人 这个礼意恐怕就是恶魔呀 这恶人始终是人 如何能斗得过魔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七百八十二 第十一卷 第九章 天下苦情 万利帝立刻加了个班 把一帮大臣从家里 抓来议事 这些大人也从报纸上知道了蒙元 完蛋了 可是当万利帝提出疑问 那些彪悍的猛族勇士 为什么不和李毅打上一仗的时候 大家都沉默了 万利帝看大家都是不言不语 直接点了杨昊的名 杨昊比其他人都敢说呀 他想了一想到 帝家 换我是林丹寒 也不能打 万利急问道 我就是想不通这节 蒙元穷凶极恶 恶狼一般的 这怎么忽然变成羔羊了 你说说 万岁 林丹寒不打王国 打了王族啊 您还记得李毅当年 在京师大开杀戒吧 那就是个六亲不认的恶魔 蒙族一共才一百多万人口 李毅有百万大军 要杀光猛族可太容易不过了 就算留些人 那也是抓到各个工地做奴隶 李毅还有古今的确得损招 大家可知道 众大臣都是面面相去 万利帝也有些一头雾水 然后 你就直说吧 这招杀人不见血呀 您看看 他把安南 玉林男女都抓出来 然后 让男见不到女 女见不到男 阴阳不济 还怎么传宗接代呀 这就是不杀而杀 杀之前 还要榨取那个 那什么 旁边一名大臣提醒道 省于价值 杨浩点头 对 就是那个新鲜名词 剩余价值 上海纺织厂 有十多万安南能生育的女人 据说一个个都被安排给工厂里 那娶不起媳妇的汉人了 以后生下的 那也都是汉种 还有那些被收编的安南军人 想娶哪国媳妇都行 就是不娶安南的 好像也不鼓励娶汉人女子 这是摆明要给安南灭种啊 这可比古往今来 哪个杀心干的事都绝了 林丹寒必然是看穿了这劫 硬生生被吓住了 万里地想想 连连点头 觉得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李把人家民族都往绝户里搞 搁谁身上这难免都害怕呀 其他大臣也纷纷附和 林丹寒肯定是被吓住了 蒙元没了肯定是好事 不过有大臣就提出了担心了 这开荒团又多了一个省 这势力不是又膨胀了吗 万里地现在还真的不在乎开荒团 膨胀不膨胀了 反正本来开荒团就已经是个怪物了 现在再膨胀 那不还是一个怪物 万里地现在决定 祭祖 虽然蒙元不是自己灭的 可蒙元怎么说也是灭亡了 祖先一致 算是实现了 管他谁实现的呢 反正总是我汉家子孙吧 陆游说过 王师北定中元日 家寄无望 告乃翁 蒙元没了这个喜讯 那必须马上通知 列祖列宗 大家一块高兴高兴 一想到告慰列祖列宗 万里地就有些感慨 陈陈陈有诗云 世嫂匈奴不顾身 五千雕井丧湖尘 可怜无定河边谷 游是春归梦里人 丧生大漠的汉家儿郎 有名以来 两百年何止百万呢 两千年来 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就算汉武帝追往主北 大漠也始终是那些野蛮人的大漠 今天终于变了 这大漠是我汉人的大漠了 万里地莫名的有些激动 他忽然发现 李懿不管怎么说 还是汉人 也许李懿取得的成就 自己也应该跟着高兴呢 现在大明百姓也是高兴的发了狂了 从宋朝末年到如今 三百多年来 蒙元就是压在汉人心上的一块石头 如今总算是一雪前池 京师国子剑最先动起来 国子剑这两年 日子不好过啊 本来有三千多艰生 自从上海成立了黄埔军校和青年干部学院之后 国子剑的学生退学就与日俱增了 读书都是为了博弈个出身的 大明别说中了秀才举人了 就算近视极地又怎样呢 基本也是做冷板凳的命 没官做的 黄埔军校毕业就是军官 干部学院毕业至少是九品官 凡是想有一番作为的 都跑上海去求发展去了 所以到今天 国子剑的奸生也就只剩下一千多人 那几乎还都是官宦子弟 被父母约束 不许离开京师 算是大明的死忠了 但是今天 就是国子剑的这帮学生 第一批走上街头 每一个都是兴奋莫名 他们在扯着嗓子高呼 猛员灭亡了 莫南是咱们汉人的土地了 这些国子剑的学生 基本都是官二代 身份不一般 加上国子剑学生游行 这也是第一次剑 怎么处理也没有成立 可京都秩序又不能不管 结果就出现许多牙医 许多锦衣未尾随 却没有人干涉的场面 既然国子剑的学生没人管 后面马上就跟了许多年轻人 逐渐的 这人就越来越多 浩浩荡荡 学生们的欢乐 很快感染了整个京师 整个京师都跟着欢乐起来 散朝之后 方从哲和吏部侍郎 贺秋李小拙 地点还是方家的那片连亭 九月金秋天高云淡 方从哲的心情很好 贺秋李举杯道 今日大喜 为天下贺 我敬格老一杯 方从哲微笑道 没了猛园 是百姓之福 从此没有猛贼寇鞭 天下安逸 兴盛 兴盛啊 说吧 举杯一饮而尽 贺秋李放下酒杯 听了听 外面隐隐传来 国子剑学生的口号声 感慨万千 只是开荒团大事已成 民心所向 不好控制了 现在开荒团 已经拾有了安南三省 台湾辽东两省 又多了墨南 这就是六省了 方从哲点头道 那李毅还规划了 吉林 黑龙江 北海三省 移民已经进入那些地方 估计明年 这三省也会成为开荒团 实际管理的区域了 贺秋李叹道 都说李毅 年轻毛躁 现在看 是我们老了 眼拙 这次上任的代省长方素 原是咱们国子剑学生 投币从容 才多久就成了一省之长 这可是二品高官 现在开荒团还没一品呢 您猜他多大年纪 二十七岁 仅仅二十七岁啊 这李毅也太大胆了 居然把省长 委任给一个孩子 李毅也是孩子呀 你看看他们开荒团 有几个老家伙 除了李乳华那个老古董 都是年轻人吧 年轻人精力是少些 可是敢打敢拼 有闯劲 也有自己的优势啊 黄海大战的时候 我就看过报纸上的海战分析 据说这个方素啊 以一级之力 率领几十艘战舰 硬抗五国联军几百艘战舰 最后几乎全军覆没 只鱼几艘残破舰船 这是死人堆里 爬出来的猛将啊 这个方素 是方孝儒 那个方家一脉吧 报上说 开荒团 从庆上到退军 就是方素组织的 那时他还是个营长 离圣时临终 没把重任委托给团长 而是委托给 黄浦军校出身的方素 我就知道这人 未来必有一番成就 果不其然啊 葛老十人之名 天下谁能比得 可惜这样的人才 不在我大明 我能为我所用 诶 此言诧异 李懿手下一单人 哪个不是我大明出去的 就说崔景荣的那个孩子 崔秀吧 当年文文静静 大姑娘一样 你也认得吧 当然认得 我和他父亲吃饭 他还站旁边倒过酒呢 一皇一军之掌 十万胡便 微镇海江 人不可貌相啊 我就把这话撂这儿了 这孩子将来大有作为 你看着吧 贺秋李那那道 这作为就不小了 难道 我明白了 李懿化了南海舰队和北海舰队 这渤海黄海东海 是李盛让的地盘 崔秀迟早要回到他的南海去 南海现在有数十个国家 您是说 崔秀会如祸去病未清一般 开疆拓图 扬威海外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783 第十一卷 第十章 百花齐放 方从哲见贺秋李有些懵懂 于是解释道 爆上灯的李懿 和葡萄牙的合约 你看了吗 外人看不明白 你应该心里有数啊 你说说 李懿和猎强歇兵的目的是什么 贺秋李道 按离离应该消化自己的地盘 修养生息 凭李懿的能耐 几年光景 他的占领区都会变成富庶之地 方从哲摇头道 谬意 李懿绝不是修养生息 而是 要专心对付那个 啊 对 叫 东亚 李懿 要专心对付 东亚各国 贺秋李经的杯子 差点掉在桌上 哥老 难不成这李懿 要把周边各国 一一都灭了 日本 日本朝鲜可都是强国 自古以来 哪个朝代 争讨过这两个国家 都没得到过好处 李懿这野心未免太大了 自古未有啊 随不中 亦不原意 咱们有生之年都能看到 一个泱泱大国就要出现了 这个东亚也许还有几个国家能剩下 那也都是扶手贴耳 你看看 安南 后京 孟元 哪个不是大国 不是陆续都没了 剩下的国家 苟言残喘 结局 不言自明啊 贺秋李也高兴起来 眉飞色舞道 最该收拾的是那个东阳窝国 屡屡犯我大名 现在搞笑的是 居然被李懿随手赠送给林丹涵了 这个事啊 想想就开心 林丹涵是被远远的发配海外了 日本那么强大的国家 居然成了李懿的赠品 不知道德川秀忠那个幕府头子知道了 会不会气疯 是个开心事 你看着吧 日本难有对马岛苦战 北有林丹寒 蒙古铁骑 风烟四骑 日子不好过了 这个李懿就是能折腾 来 为李懿能把这东阳蛮夷 折腾成这个样子 福一大白 方从哲春风满面 其实他心中还有更得意的事 没法和外人说呀 方奎已经来信 到上海后见到崔景龙和崔云 崔景龙念旧 催促崔云一定要给方家寻购稳定财路 崔云虽然有些执着 但还是答应了 方家子孙有福了 以后有了新出路了 应该找李懿谈谈了 不如安排些孩子去干部学院学习 不不不 还是黄埔军校更好啊 我们方家名门贵族 也是华夏后裔 这开疆拓土的功勋 总该沾点干系才好 说起来 方素其实也是方姓子孙 可惜不是咱家这阵啊 我们这可有些怠惰了 一行大夜鸣叫着 排成整齐的一字形 向南飞去 方从哲的心思 一时间也飞远了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家节被私清 李懿在九月九日 崇阳节这天 派出了多路信差 邀请他的亲友团到草原 来个敖包相会 第一个请的是 太平洋钢铁公司的老总 陈希 要求陈希 邀请辽东所有钢铁厂 自由自愿地来草原 商谈漠南铁路建设事宜 第二个邀请的是王检 将来漠北大批牛羊 要进入辽东 肯定会推动辽东的农耕发展 辽东最难消化的粮食 也将会有出路 江南百姓不洗食高粱玉米 辽东产的高粱玉米 正好卖给墨南这个积不择食的市场 第三个邀请的是上海纺织厂的周长兴 要求周长兴带领技术团队来到墨南省 考察建立墨南茅房厂的事宜 第四个邀请的是中华商会会长 沈足道由沈足道组织商业代表 到墨南省考察建设各种工厂的事宜 第五封信发给了民军司令周云泉 千万移民大军现在汇聚在天津 等待出发的还有十多个师过百万人 要求周云泉派领十个民军师 不在北上而是西境 在草原上建立十个移民城 这些人也将由农民直接转化为各个工厂的工人 这种强制性的职业转化在后世是不可能的 会引发各种灾难性问题 但是在这个生命朝不保夕的时代 却是很简单的 只要给他们一口饭吃 给这些人一条活路走 到哪去 干什么活 那都是一句话的事 李毅同时命令李盛俭 紧急联系大明朝廷 开放山海关 允许移民从陆路出关 命令移民物资 发放调集十个移民师过冬的物资 运到山海关外发放 尤其是军用的棉杖 必须备足一起进入草原 关内现在是秋高气爽 穿单衣就可以 而草原已经是大雪纷飞了 再着单衣那就会冻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这可马虎不得 陈希是最早接到命令的 拿着李毅的首令 他紧促完美 有些不高兴 如今从银口向北延伸的铁路 让他的公私利润 翻着跟斗的上场 陈希心里已经是乐开花了 他知道自己脚跟已然站稳 任月不会再把自己 叫回去当丫鬟时了 当年他和任月 同样都是礼仪的弟子 凭什么任月就能上位 成为半个家主 这还不是任月会来世 笼络住了李毅的父母吗 让这两位老人 把他当成准儿媳妇 正因为和李毅 有了这层不亲不楚的关系 任月才有了崔云 都还没有的李家女主人的地位 而自己挂着的李盛勇 天天就只会琢磨保安公司 一点也不替自己打算 真是愁死人了 亏得这回有了机会 陈希估算 今年的利润就会相当客观了 到了明年 具体能赚多少 他连想都不敢想 不过草原修铁路 为什么要带着其他工厂一块玩呢 草原上修铁路 这可是大活啊 肥水不落外人田 不是应该都交给太平洋钢铁公司吗 自己紧一紧 也可以在现在的基础上 继续扩大再生产的 带着巨大疑问 陈希通知了辽东 其他各工厂的厂主 和他一同赶往草原 所有辽东这些工厂 接到通知后 都是幸福的有些晕晕乎乎的 这陈希可是个吃毒食的主啊 平时连口汤都舍不得分的 现在这些没卖厂的 都在庆幸 自己终于得了一个干大活的机会 那些新购入厂子的 更是兴奋于自己眼光的正确 所有人都顶风冒雪 赶到草原 都是豪情满怀 哪有半句怨言啊 在李毅的中军大战 召开了辽东钢铁厂 全体业主会议 李毅环顾着二十八家厂主 不由得有些感叹 去年辽东还有着过百家铁厂 结果经过陈希的一轮并购 接着又是关内巨商第二轮并购 如今就只剩下眼前这二十八家了 李毅对正经危坐的工厂主们说道 风雪天呢 大家千里迢迢 赶到咱们新成立的墨南省 很辛苦啊 不过我觉得 这个辛苦是值的 我今天恭喜在座各位 你们熬过了钢铁业的寒冬 今后 就是光明前程 这好日子会有多少年呢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不是三年五年 也不是三十年五十年 很可能是三百年 反正咱们大家这辈子 是看不到钢铁业的没落了 李毅这句开场白 一下让所有人都振奋起来 大家都是眼冒绿光 盯住李毅 仿佛李毅就是金山银山一般 见众人目光灼灼 李也不再卖关子 直接抛出了重磅炸弹 这次呢 请大家来参与墨南铁路建设 墨南省要修两条双向铁路 各一千五百里 大家瞬间就兴奋了 会场中叽叽喳喳的 响成了一片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听李一说 墨南省要修两条双向铁路 各一千五百里 众人顿时就兴奋了 会场上一片闹哄哄的 李一乐呵呵地看着大家 陈希也明白 这铁路太长了 两条一千五百里 那就是三千里 还是双向的 那就是六千里的铁轨 自己一家 确实吃不下的 难怪李一要把这么多家 一起叫来 等到大家逐渐安静下来 李一才继续道 钱肯定让大家赚 但是有一样 我请大家来 就是要制定一个标准 任何一家工厂 产品不能达到标准 就要主动退出 厂严说 没有金刚罪 别懒瓷器活 免得亏了本钱 还得被罚款 一名工厂主举手发言道 这个 轨道标准 还是和辽东一样嘛 这些工厂谁都不傻 早就想方设法 弄到了太平洋钢铁公司的生产标准 几乎哪家都有铁轨样本 做足了前期功课了 这辽东铁轨呢 经过实际的运行车辆 证明这个标准是合适的 这次希望陈希总裁担起责任 和大家一起 形成铁轨标准化 墨南铁路标准 只能比辽东更高 不能比辽东低 至于铁轨的价格呢 可以参照辽东 李毅一句话 价格参照辽东 再次引爆全场 大家都兴奋的交头接耳 辽东铁路是政府采购 实际上就是李毅 把开荒团的银子 搬到自己家的过程 虽然吃相不是特别难看 但是毛利润还是接近一倍了 这样大规模采购 利润预留确实有些高了 可是李毅有李毅自己的打算 以后矿山和铁厂这些工人 肯定不能总是廉价难民啊 早晚要进入一个正常的金状态 太平洋钢铁公司 已经开始增强劳动保护和福利待遇了 生产成本很快就会提高的 先让厂家获利 逐步地改善生产条件 才能实现平稳过渡 这次会后 你们就自己开会 制定一个行业标准 同时呢 根据自己能力 看看能吃下多长的铁路 大家要量力而行 供不上货 是要被罚款的 有人举手提出了最关心的问题 不知道这条铁路 会给咱们多少份额 陈希做生意特别多 已经是辽东钢铁业 出了名的母老虎了 他拿走一半还好 万一拿走两千五百里 别人还剩什么呀 谁不知道 太平洋钢铁公司是李家产业 怎么好和他去争呢 这辽东铁路啊 太平洋钢铁公司 独揽了全部的工程 所以这次啊 陈总来就是兜底 你们先研究要多少份额 剩下的归他 陈希马上抗议道 老师 我们公司还有余力 可以承担更多工程 陈希一句老师 给大家泼了一盆凉水 人家不叫司令 叫的是老师 这种关系 真让人绝望啊 陈希在辽东 第二轮家驾抢购 钢铁厂的蜂巢中 又用回龙的铁路款 吃进了三家工程 这是他自作主张收购的 他有底气 万一资金不够 随时可以贷款 实在不行 还能向李胜金的 兵工厂求援呢 李胜勇早向陈希交了底 李胜信和他关系最好 有李胜信在辽东 是怎么干怎么有理 陈希早就打算好了 实在缺钱 李胜金的兵工厂 账面资金很充裕 可以暂时挪戒吗 反正自己和李胜勇的关系 都已经挑明了 辽东李家军 还不是自己家一样的 李胜对陈希道 这次让大家都参与进来 就让大家都掌握铁轨技术 以后各地铺设铁轨的地方多了 活有你们干的 一支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辽东钢铁要发展 有竞争还必须要有合作 李胜这句话 让辽东这些铁厂 都有了主心骨 他们开了一整天闭门会议 第二天李胜再见大家时 就发现每个人都是神色兴奋 只有陈希紧绷着清水帘 李胜看着交上来的份额表 不由得哑然失笑 原来27家各分得一百里铁轨 只留给陈希三百里 也难怪陈希不高兴了 她的公司规模 至少占了辽东铁业的三分之一 结果就拿了这么点工程 换谁也不会开心啊 李毅当场确定了大家的份额 等到人走近了 陈希板着脸埋怨李毅 老师 怎么咱家钱都让人家赚走了 您这决定太草率 看似公平 对我们根本不公平 急什么 你放心 以后有的是活啊 以后以后 谁知道以后是多久 我这公司利润不足 回去要挨人解骂的 你能替我扛 李毅的脸色马上有些难看了 陈希那儿我还只要你替我说好话呢 我扛什么扛 你又不是不知道 人月那张族有多厉害啊 陈希愤愤道 我那工厂生产还不饱和 你想办法吧 那啥 辽东境内不是还要修横向铁路吗 北段 辽阳的广宁归你 陈希追问道 那南段银口到锦州呢 一事不凡二主 也归我们吧 那就不公平了 陈希嘻嘻笑道 什么公平不公平 你会上就说了 辽东铁路是咱们公司的 你这金口月牙的 说号不能不算数啊 李毅感觉自己有些作辣 这样拍板式的方法 真有后遗症啊 以后还是市场化运作吧 不然自己可对付不了陈希 这是任月的贴己人呢 别背后去向任月莫名其妙地告些恶状啊 就任月那刀子嘴 自己回家就没消停日子过了 另外一边 奇迹阁率领智囊团 回到呼和浩特 蒙元朝廷这些人就知道 草原要变天了 林丹寒离开草原 东征日本 就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 现在避免流血牺牲 也算是一个能够接受的结局 不过李毅这样大刀阔斧的 强硬的整合漠南地区 还是让他们有些始料不及的 他们以为李毅最快 那也要一两年后才能进入草原 没想到李毅直接推出了连坐的高压政策 怎么办呢 蒙元留守的人都在议论这个问题 蒸蒸吵吵一整天 最后发现 李毅留给的路 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一天过去 这些勇士 一个想给蒙元朝廷殉葬的都没有 一致决定 投入轰轰烈烈的草原建设中去 为草原人民的幸福安康做贡献 这让齐齐阁充满了鄙视 不由想起自己读过的花蕊夫人那首名诗 君王城上树翔齐 切在深宫纳得知 十四万人齐结甲更无一个 是男儿 梦族 自成绩思汗起横扫天下 几百年来斗志逐渐消磨 到如今真的是日薄西山了 齐齐阁从哥哥林丹寒不战而逃 选择出走日本 已经看出蒙元的穷途末路 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开荒团治下的普通百姓 以公主身份嫁给李毅成了幻想 齐齐阁稀里糊涂的 就被推选为了新成立的漠南省的副生长 率领各部旗主一起来到李毅的临时司令部 李毅意气风发 指点地图对大家道 漠南省在京东要建十座城 囤积粮食食盐各项物资 供应草原的百姓吃用 当然还是要用牲畜来换 暂时定价是一斤生肉换两斤粮食 这个价格比原先商人给的价格高出了接近一倍 所有人都是又高兴又惊讶 一斤粮食条条千里运进草原 运费成本高出原本两倍不止 换到的牛羊肉运回过程中还会有各种风险 如果按照从江南运稻米的成本来算 这个价格还是亏损的 好在李毅用来交换的粮食是辽东的粗粮 本身价格就低 辽东到草原距离也比江南近多了 再加上安全有保证 所以还是有赚的 更何况消化的是辽东过剩的粮食产量呢 说好粮食问题 李毅重点向这些草原土财主介绍了铁路股份公司 这里所谓的铁路比后世铁路天差地别 不过是两条粗糙的铁轨铺铺在水泥路面上 上面跑的是马拉的车皮 承重也比后世轻多了 尽管这样也比普通马车载重多了七八倍 速度又是陆地上奔跑两倍以上 效率就是金钱呢 这其中显而易见的好处商人们都是一点就通的 墨南铁路一条从辽东重镇广宁出发 从北进入草原 另一条从景州出发 从南部进入草原 每条铁路贯穿五个移民城 可以辐射墨南省整个东部地区 把这个地区牢固地控制在开荒团的之下 将来再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向西延伸 直到成为一条真正的神奇天路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785 第十一卷 第十二章 奉旨入谷 礼义对铁路这样情有独钟 是因为铁路不仅是民用工程 同时也是军用工程 两条铁路加上十座新兴城市 这就成了珍珠项链 同时也是一把锁链 可以把草原上的不安定因素 牢牢的禁锢住 修路这样庞大的基建工程 吸睛能力当然是逆天的 大明是中国历史上 最稀奇的一个朝代 那就是做到了藏富于民 准确来说是藏富于大富豪 大明的商税极轻 三十税一 这是常态 朝廷也想过十五税一 因为剧烈反弹而无法实行 朝廷既然从商人身上收不到税 就只能把税收转嫁于民 所以大明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富的越富 穷的越穷 要想让这些富翁 把钱都掏出来 李毅第一个想的就是收费公路 蒙元移臣对于开荒团要在草原筑城极为抵触 这样一搞 草原就再也不是游牧民族的专利了 但是如今力不如人也只能捏着鼻子刃了 转而去关心李毅会给他们什么生意 为了长治久安 对于这些有话语权的猛族头目 当然要收买 而不是屠杀了 李毅给他们出的主意就是入股铁路 成立漠南省铁路股份公司 并采用后世先进的管理方式来保证股东的收益 这些贵族对于铁路搞不清楚 但是知道保险公司 有了保险公司的背书 那就绝对不用担心亏本 然而此事毕竟是史无前例的 待到集资时 蒙古大佬一改草原风格 突然就谨慎起来 认购的并不多 大多数人都打算先观望观望 这让李毅很是高兴 你们不买有人买啊 漠南省铁路股份公司 招股书通过报纸 向社会公开发布了 李毅是万万没有料到 这份招股书引来对开荒团的强烈非议 李毅这份铁路招股书 再次通过中华日报北京版发了出来 也再次打了上海城主府众人一个措手不及 这些人都等着李毅的官方文件呢 可这官方文件太慢了 李乳华每天都在嘟囔 干脆传递文件这会儿让报社来干吧 这消息可比咱快多了 李乳华一眼就看出这招股说明书里的玄机 嘖嘖称赞不已 哎呀 司令高明啊 我们银行以后是不筹钱了 有了这一条路子 以后圈钱就有办法了 崔云把这份招股说明书 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冷着脸不高兴道 这都什么呀 没咱们保险公司的好处 还让咱们担保 有这样支持人的吗 可一点儿不稀外呢 李乳华笑道 崔大老板 你们一家子有什么稀外稀内的 就是过一下你们手 这买卖根本赔不了 你们还不相信司令的眼光 沈足道也是连连点头 就是就是 这就是个安稳生意 坐等数钱 适合闲置大资金 辽东铁路啊 我看了 车辆都是特制的 想逃费根本不可能 以后保险公司肯定没麻烦 不过话说回来了 墨南省新成立 肯定是商机无限呢 司令必须得带咱们商会玩啊 这怎么 怎么把咱们抛开了呢 李圣人道 墨南省有啥商机 我早看不出 沈足道笑道 太多了 就比如这铁路有了 总得有铁轨上跑的车吧 车辆估计不能是乱糟糟 个人购买 按照司令的套路 肯定得成立一个运输公司 把钱都放在可控的篮子里 我告诉你嘛 搞运输公司 那肯定比修铁路辛苦 但是利润 那就不是铁路能比了 我得准备一下 司令肯定会招呼咱们商会过去 说不定啊 那块肉就咬着了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李圣人咧嘴道 就为了一个运输公司 你就掉一掉跑过去 副司令 您不是商人 不懂这其中的奥妙 运输公司见效快 竞争可就多了 可是为了这个 我还真不去 这话是怎么说的 就见沈足道摇头晃脑道 炙手可热的买卖 谁看谁眼红 最后呢就得争起来 比后台比实力 司令肯定以避嫌名义 不让咱们商会干的 其实啊 就是大佬太多 咱得让路啊 李圣人眼睛瞪得溜元 你就是大佬啊 还有敢让你让路的 旁边李圣勇腾的站起来 这运输公司 我干 谁和我争我跟谁急啊 我们保安公司可没少给别人当保镖 以后自己保自己的货 沈足道苦笑道 这不 现在就跳出来一个我惹不起的 圣勇 你别出马一条枪 我看这运输公司本情小不了 你保安公司 真够呛吃得下 别看你家大业大的 放在一个省的角度啊 就不够看了 沈会长 你给他估算一下 看看需要多少钱 让他尽尽心 沈足道想了想 这轨道车 用什么规格 没一定呢 不过 大致也得十到二十辆银子一辆 就算是一万辆车吧 后期还要追加 那就是 这先期就得二百万辆银子 这还没完 还需要一辆车配两匹马 马再便宜 十辆八辆一匹吧 这又是一笔银子 还得雇人呢 每天人吃马嚼的 这就得 小三百万辆银子了 李圣勇咋舌道 我靠 那么多银子 把我卖了也不值啊 我还以为 十万二十万辆银子 就能拿下呢 这 李圣文立刻接了一句 李圣勇 你都有十万二十万私产了 交税多少 我得让人查查账 李圣文 我认你很久了 别哪儿都有你 我保安公司跟正苗红赚钱有道 我不怕你查 你再故意找茬 我 我揍你啊 你都查我几次账了 你扭完没完了你 李圣文黑黑笑道 嘿嘿 我看你马上快娶媳妇了 怕你犯错误藏私房钱 你是我兄弟 我可是为你好 有你这么为我好的吗 我那才快有人月监督 你连正部还总盯着我 你看贼似的 李圣文扒开李圣勇的手 哎 别捂马长枪呢 吓唬谁呢 还揍我 反了你了 二十万你看到了吧 李圣勇有点飘啊 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还 连师兄都要揍 你也得小心点啊 这个六星不认的货 现在膨胀了 揍谁都没谁 李圣勇可真着急了 拉着李圣文道 你少来挑不离间那套 向阳大院的时候 你这德行 到今天还没长进 真是从小看大 三岁到老 走 咱们后院溜溜溜去 嘿 溜溜就溜溜 我怕你咋的呀 当年你就不是我对手 现在长能耐了 沈足道建制会议 要改成全武行了 而李圣勇也没有压制的意思 赶紧劝解 哎 圣勇 你放手放手 我话没说完啊 这生意啊 其实你也做得 李圣勇听沈足道话中有门 赶紧丢下李圣文道 您快说说 沈足道分析道 我说几百万两银子 那是后期规模 先期投入可没那么大 你可以边赚钱边投资 再说了 不是还可以贷款吗 对呀 李航长 那你可得支持我 李辱华摇头道 我那儿银子有的是 想贷款可以 你得合乎手续 你渔业公司那边的贷款 还没还上呢 贷什么贷呀 那 渔业公司是大师兄 特批我入股的 两百万两银子的股份 我哪有这么多呀 不贷款咋办 我这是逼上梁山 当初那些纺织厂的老板 转头渔业 为了扩大销路 这些人就看中了玩江湖的保安公司 李圣勇便凭空得了一个买卖 算是奉旨入股 可李圣勇 那是捞篇门出身的 很快就把渔业公司的买卖 带到岔道上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看李圣勇拿捏起来 李辱华催了一口道 呸 李总裁 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 这才半年 你就还了六十万两银子的贷款 就是说 你一个月至少纯利十万两银子 这比抢银行都来得快 我就不知道这世上 还有没有比渔业公司 更赚钱的买卖 李圣文也骂道 我呸 他狗批的渔业公司 我去那边查账 一斤杂鱼居然卖二十五文 问你那是金子做的鱼 只二十五文 后来我现场仔细一看才知道 他们把那鱼身上 滚了厚厚一层细盐 李圣勇 你不是鱼贩子 你他妈撕盐贩子 李圣勇得意的大笑道 李圣文 就你这叔叔脑袋懂个屁啊你 大明现在细盐八十文一斤 撕盐贩子卖六十文 都是优惠价了 我这鱼裹的可都是细盐 卖二十五文太便宜了 这叫平易物价 我大师兄教的 大师兄还教你知书达理呢 你咋没学会啊 枪取豪夺 大师兄啥时候教你的 我咋不知道 这李圣文你就不懂了 我那鱼二十五文 卖给各地地头蛇 这地头蛇呢 卖价应该是三十五文 大家利润都不高 就是因为这东西 是生活必需品 靠走量的 现在沿着长江运河 到处都是咱的代理商 咱让百姓吃上了便宜盐 可是给大明百姓造福了 大明官府收不上来盐税 不是被你气死啊 咱抢的是私盐市场 对官府影响不大 沈足道问道 那些私盐贩子 可都是拉帮结伙的亡命徒啊 能善罢甘休 最开始是炸翅来的 后来打了几回 打杀他们几十个人 就老实了 您还不知道 我李生勇 那是专制各种不服啊 照这样说 这草原运输 还真得是你保安公司去了 草原那帮家伙 名就是匪 匪就是名啊 得手就会干抢劫的活 一般人还真的镇不住他们 这大股土匪 由军队收拾 就怕破裤子铲腿的那帮无赖 随时都能学孙悟空 能摇身一变呢 李圣勇对李乳华道 你看看 连省会长都支持我 您就高抬贵手 再带给我这百八十两银子吧 李乳华别过脸去 少来 你上笔款没还齐呢 还带 违规了 都这个干法 咱银行风险太大 司令不剥了我的皮啊 司令剥你的皮 我看你改名叫李波皮吧 咱们中华鱼业公司那帮商人 出资两百万两银子 我们保险公司 出资两百万两银子 合计四百万两银子 穿进银行了 你银行太黑了 直接扣了咱们两百六十万两银子 说是海边那片地的钱 那没人要的荒滩地都值两百六十万两啊 我看分文不值 你就等于一分钱没带 还到收我们六十万两 这买卖让你和崔总裁做的 绝了 咱就是小打小闹 你们那才是大手笔 崔云道 你知道你们占了多大一片海滩吗 整整十里宽 向内陆延伸二里多 都够筑成了 再说 那银子收的不仅是地钱 还有大海里的资源 没军队保你们 你们能安心打鱼 我们保安公司就有能力保护自己 不需要什么军队 李盛人道 泳子你滚一边去 今天也就我在这 要让李盛义李盛志那俩货听到了 能打得你妈都不认识你 没开荒团给你们撑腰 就你们保安公司那几个烂枣 不早被大明扫黑除恶了 还有啊 别怪我没提醒你 真去了草原 你们保安公司 真未必干得过那帮牧民 人家都能骑马射箭 你们会啥 就耍几下棍子 李盛永想了一下 也有些担心了 这 二兄 要么你劈我点火枪吧 李盛人摇头道 民间哪个团体要持枪 都得大师兄特批 你那渔业公司的买卖 我看你也不爱干了 你看我给你找接手的下家咋样 白给你些好处费也行 我就逗乐子这么一说 二兄你怎么当真了呢 我得把你这一说 和三师兄五师兄说说 你就等着吧 你也别想跑路 跑了和尚跑不了庙 躲得了初一 躲不了十五 李盛永马上凑到李盛文跟前 低声下气道 我得礼报名前龙锦 天下绝品啊 我就知道师兄您能尝出味道来 咱一帮粗人能成啥呀 对不对 特意给您留着呢 我不受贿 看您说的 那是我自己工资买的 清清白白的 再说了 我账目也没问题啊 需要行贿吗 任岳敲了一下桌子 李盛永你行啊 别猴子似的上窜下跳 我觉得你真想干运输 还得找沈会长 李行长那你还没还完钱 估计是不会贷款给你的 李盛永马上凑到沈足道跟前 沈会长 您看 任部长的这个提议咋样 沈足道笑道 这么大的生意 不是一个人能做的 这个运输公司 肯定也是股份制的 你要我支持 我就参一股 银子不够 我能借给你 不过丑话说在头里 我不要你抵押 可是必须付给我银行一样的利息 不然 沈家组长的位置 我就坐不稳了 李盛永高兴道 那说定了 我也准备准备 跟你一起去莫南 李盛文呸了李盛永一口 现前眼开 一身同臭 李盛永现在是心情舒畅 也不计较 得意洋洋道 你羡慕嫉妒恨也没办法 我这是财运来了 城门都挡不住 我现在就给大师兄写信 说你经济上可能有问题 不能让你去投资 你敢 你还想喝明前龙井不 两人正在叽叽歪歪 忽然一个保险公司员工 被卫兵带进来 对崔永道 总裁 好几百人堵在公司门口找您 您赶紧回去看看吧 李盛永一下跳起来 呦 崔总裁 我跟你一起去 谁要这么大胆子 反了他 崔云不悦道 这是说是不是打架 你老是待着吧 李盛永闹了个没趣 只好闷闷地坐下 没坐一会儿 又兴冲冲地找沈足道 叽叽喳喳谈论运输公司的事去了 原来找崔云的 都是看了报纸上铁路招股书 有心投资的人 李盛为了证明铁路公司未来前程似锦 身先士卒 先带领开荒团高层 认购了一百万两的股份 之后 又有限地让蒙古贵族 认购了四十万两 剩下的这才拿出来 向社会公开 这些想投资的人 觉得李盛这是暗箱操作 完全违背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所以联名要求李盛放弃原始谷 他们找到崔云陈晴 认为李盛这样做是权力大于了规则 开了个坏头 以后开荒团就会失信于名了 崔云被闹得满心的埋怨 李盛都干的什么事啊 做决定钱 都不能和大家商量一下吗 脑袋缺跟闲是怎么当 银摆着有我保险公司出面的买卖 都是抢手买卖 还插一脚 可是名义不可为啊 尤其是私下拿走了一百万两原始谷 这事吃相实在太难看了 崔云只好宣布 这个事肯定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大家略等就好 咱开荒团不会干与民争利的事 肯定这里有误解 我会向司令反应的 半天时间好说歹说 总算打发走了这帮人 可这个时候 报上已经开始声讨李益 拿走一百万原始谷的恶行了 又有人深入挖掘 挖出李益 赤巨资 恶意收购辽东钢铁厂的事件 这就是知道钢铁业 马上进入辉煌期了 利用百姓患得患失的心理 掠夺明指明高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随报纸上对李益揭露的深入 越揭露越发现 李家这些年发的国难财 真是庆竹难输啊 李益的光辉形象也失色不少 李益人想采用一些手段 封杀这些报纸 崔云却并不同意 他找来陆绍恒 希望能尽快地反击那些舆论 陆绍恒道 我已经发布下去了 明天就有十多家报纸 会从多方面批驳他们 保证三天之内就能压住这些歪风 司令那边还没消息传过来吗 陆主编 以后不是军方秘密文件 干脆走你们报社路子吧 你们真的快多了 我们现在都成了笼子哑巴了 消息知道的比百姓还要慢 9月23日 城主府众人终于等到了李益的信差 好家伙 厚厚一大跌 很多封信件 一帮人是喜上眉梢 等着人月分发 叫到名字的立刻挤上前来 李辱华带上老花镜 躲在角落里拆开信件 逐渐地喜上眉梢 李益信中说 漠南省的一系列建设计划 将会给银行 一千万两以上的白银流水 李辱华的老脸都笑成一朵花了 随开荒团辖区的高速发展 银行资金流 已经逐渐地快要跟不上了 李辱华头发都愁白了 如今总算能松口气了 不过李益同时让李辱华 立刻组建漠南银行 这让李辱华有些执着了 自己人手势真的不足啊 看来还得去干部学院泡蘑谷 挖些人才过来 李易给任岳的信 就是问些家长里短 尤其叮嘱永平师傅 岁数大了 不要弄那些中看不中用的胡求了 要做些后世的棉衣棉裤 任岳不由的叹口气 李府有军队助手 还和黄埔军校面对面 安全问题已经不用永平操心了 老头闲不住 早跑松山武术学校凑热闹去了 沈足道看了信 满脸含笑地招呼李盛勇 勇哥 哈哈哈哈 司令让我带商会人一起过去呢 咱们商会里啊 这两天都坐满人了 就等着信呢 我马上要出发了 你去不 李盛勇瞪眼道 废话 都说好咱俩合作搞运输了 你还想撇下我咋的 这运输公司啊 肯定烫嘴 争的人多呀 你不去 我都未必争得到 当然派你去了 我就问问你 徒子徒孙那么多 用不用安排一下才出发呀 早安排完了 这样大的好事 那可不能耽搁 赶紧走失正经 崔云正丢下信 在那生闷气呢 给他的信里 一句温情的话都没有 居然全都是工作 这还没进门呢 就已经把自己当奴隶用了 太过分了 他听着沈足道和李盛勇 要张勇出发了 就插话道 你们别急啊 司令还让周长信 组织人手过去呢 周长信干什么去啊 草原又不长棉花 纺织的 给 给放羊了 对了 草原有羊 司令说 羊毛比棉花值钱多了 以后发家致富 都靠这玩意儿 真不知 你那大师兄想什么呢 羊毛有多少 能有棉花赚钱 居然让周长信 组织技术最强的队伍过去 建立茅房厂 哎 你们不等等周长信啊 跟他们纺织厂的人一起走 哎呦我的好嫂子 我这伙都上房了 我还等什么呀 我们必须得先走 你们总打雅谜 说什么运输公司竞争大 我就不懂了 你大师兄放着一个舅舅 一个弟弟 还有谁比你们 更和他走得近啊 更有实力 干这个运输公司的 哎呦嫂子呀 您可别装了 在座的谁不明白 是咋回事啊 崔云皱眉道 我真是不明白 哎呦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 你是咱开荒团的高层不假 可你和咱大家不一样啊 在座的都是名声社社员 只有你不是 这本来这事吧 不该对你说的 可你也不是外人 你就站在局外人角度说 对咱名声社啥印象 你大师兄从不和我 多说这个名声社 名声社的人 在政府里的不多 不过从军队退役回来的说 军队各级军官 几乎都是名声社的人 就是优秀的士兵 几乎也都加入了名声社 军队从基层起 都有名声社的指导员 监督着 没有名声社的考评 任何军官都不能晋升 名声社这是完全控制了军队啊 我还想找机会 详细和你大师兄了解一下呢 崔云对于名声社 是有些排斥的 名声社的老大 虽然是李 主持工作的 却是林洪的父亲 林洪的母亲 又在廉政部 林洪这个妹妹 可是不好对付呀 完全有资格 能和崔家分庭抗礼 林云能管得了崔秀 林洪的娘 在廉政部 又能协制自己 崔家虽然掌握的是 绝对的实权 可是隐隐的 就是有那种 受制于人的难受 崔云始终都不明白 李毅是随手安排 还是刻意布局 如果是刻意的 那这么年轻的一个人 之前又没有什么社会履历 这心思 可就太阴沉 太可怕了 对于自己尚且如此 那对别人呢 是不是都有后手制约呢 这念头萦绕心头 崔云细细想来 居然是越想 越感觉离的可怕 对于自己这个未婚夫 居然是从爱慕 转化成了敬畏 就听李圣勇道 民生社创始人士大师兄 另外有16个元老 15个你知道 就是李圣人起到我这15个兄弟 这第16个呀 就是王俭那老家伙 当年我和任岳 是他入社的介绍人 这家伙够狠的 直接把家主牌送给司令了 虽然司令后来把牌子 还回去了 可前期他没少出银子出力气 真是吓得死住啊 咱们的太行山和青山阴城 没王俭根本搞不起来 还有当年进京师的启动资金 这大部分也是王俭出的 王家本来就祸行天下了 草原和辽东 他们一直走动经商 这磨难运输公司 他肯定志在必得呀 任岳冷下脸道 我就不明白了 王家贡献再大 司令已经回报给他 做辽东省省长了 真不怕前腰手 什么都和咱们争 李圣人道 慎言啊任岳 这话你就今天说了 哪说哪了再也休提 司令有司令的安排 不过我感觉 盛勇他们去肯定能分一杯羹 咱们也不能适时退缩 你们还是及早动身吧 夜长梦多 有了什么变故 咱家里人吃亏 李圣文从桌子后面绕出来 踹了李圣勇一脚道 快滚 见你就烦 你拿雨前龙井来糊弄 我是明前的 这有你的 你和我都一样 当和尚的时候 我怎么不知道你会品茶呢 是不是现在进攻的多了 别别别提 君子动口不动手嘛 你可是读书人啊 我现在真没有 不骗你 以后有了肯定送给你啊 咱哥俩排行挨着 这怎么着 也是最近的嘛 见李圣文依旧不依不饶 李圣勇嗖的一声就溜了 李辱华一声不吭 他也是名声社的一员呢 可是他现在有些失落 开荒团庞大了 名声社庞大了 现在这是明显的 开始画圈子了 李和十五个兄弟 那是不可分割的铁板一块 今天在座的 就有李圣人 李圣文 李圣勇 这些人渗入了 君政各方了 看着在争 但实际上 你的钱 就是我的钱 这是不分彼此的亲兄弟 可是自己呢 自己 算是哪一波的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788 第十一卷 第十五章 还是制衡 李汝华坐在角落里 看着城主府的众人 有些私人独憔悴的意思 李圣人几个李家兄弟 那就不说了 任月和崔云 是李毅的家人 沈足道是警报李毅父母大腿 娘亲就大嘛 李毅肯定会照顾三分的 只有自己 虽然也是姓李 却无论如何 也容不进这个圈子 李家兄弟聚会 他是没有资格混口饭吃的 这是个完全排外的圈子 过年的时候 李毅给大家拜完年 是要回家去和这些兄弟 一起过年的 这些兄弟也会排队 给李毅的父母叩头 也会喊着爹娘讨要红包 他们有了内讧 自己都是躲得远远的 人家是兄弟间的内讧 自己还是个外人呢 不过李毅肯把财政大权 委托给自己这个外人 信任也是到了顶点了 但是李汝华还是常常心惊 是不是李毅也并不完全信任自己的这些兄弟呢 要用自己来制衡他们呢 李汝华用力按压了一下太阳穴 不敢想下去了 李毅才多大年纪啊 用心不会这样深远吧 可是看看王简 林云和自己这些人 分明是身居要位 制衡着民生社元老 让这些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难道只是无心而为 结果却恰中要害了 李汝华不愿多想 自己有礼仪的信任也就足够了 他现在有了另外的疑问 李汝华对众人道 自古城池多是自然形成逐步发展 原因很简单 一个城市第一需要水源 第二需要解决柴米 司令在信中说 要在漠南建十座城池 肯定是逐水而居 这个倒是不操心 米也可以从辽东运进去 可是柴火怎么解决 难道也像猛族那样烧牛粪 有那么多牛粪吗 任月也道 我也在想 辽东可以烧庄稼杆 草原上一户两户 靠烧草可以 十万人以上的城池 总不能靠烧草烧牛粪吧 沈足道解释 这个倒不用操心 草原上多的是煤炭 李盛公这两年 在草原可没闲着呀 草原各处资源都了如指掌 尤其是哪个地方有人烧煤炭 他更是了解得一清二楚的 李盛永也插话 上次我去辽东 恰好碰到李盛公 到银口向大师兄汇报 据他说呀 仅仅是土莫特左旗和土莫特右旗 就发现两处大得不得了的露天煤矿 我记得当时大师兄那哈哈笑的 顺手就在地图上给这两处煤炭都起了名字了 叫什么复兴煤矿和鄂尔多斯煤矿 也不知道是啥个意思 沈足道点头道 司令算无一策 没有万全准备 怎么会临时起义打算铸城呢 我猜想司令啊 早连位置都选好了 就等这么一天了 差不多 我当时没太留心 但是好像大师兄 就是在和李盛公在琢磨 哪可以建城呢 崔云道 你那大师兄什么时候不是出马一条枪 还总是神圣叨叨的 不过他还真是很少出错 任月道 大同就多的是煤炭 从沙湖口运到草原去 这生意山西悬浮张泽 肯定高兴死了 哎呀琢磨这些干啥呀 这都是大师兄的事 我和沈会长得赶紧走了 别让王姐那抢先了 众人都是一个郭瑶马韶的战友 自然都赞同李盛勇 雷厉风情的个性 二人轻车简从 马上就出发了 王简和陈希一样 身处辽东 离莫南很近 但是到的却比陈希 要晚了好几天了 因为信拆把礼的邀请函 送到了辽阳行署 省政府的人 建不是命令 只是邀请函 就给当作普通的办公文件归类了 等到王简归来处理 王简到大连 参加了辽南民用港口的开工典礼 大连现在已经有了旅顺军港 虽然也能承担一些民用 远远不适应辽东 那高速发展的需求 民用港一旦建成 辽东到上海 距离一下子就会缩短几天行程 尤其最重要的 是大连是深水不动港 以后辽东和上海 就没有那几个月 因为港口结冰 而造成的交通中断期了 这大连港 是辽东省政府 自筹资金建造的 港口采用的也是股权制 省政府是以土地入股 占股份的51% 然后是商人入股 这些商人 没有江南财团的人 清一色的都是晋商 那王家当然也在里面 占了很大的股份 王俭是自觉秉公而为的 一切都是集体决议 绝对没有出卖开荒团的利益 但是他也知道 这肯定会有人去 礼仪那儿嚼舌根子 说他利用职权 谋取私利了 几大晋商辽东齐聚 这可都是老兄弟 王俭也不能摆什么 省长架子 以后辽东发展 还需要这些人鼎力相助呢 王俭就这么一多盘缓两日 结果就误事了 王俭是什么人啊 王俭是辽东省长 更是太原王家的组长 天下第一王 这可不是白叫的 底蕴深厚无比 两千多年前 晋国王子乔 那是太原王家始祖 也是中国王姓的始祖 唐朝王家 李世民清风 天下第一王 王家世世代代 都是中华第一大家 太原王家 一直把持着天下王家人 祭祖的特权 一直到了王俭这代 这真是帝王更替 皇朝幻灭 而王家永远不倒 李依在向阳大院的时候 对王俭并不是特别亲切 就是因为李依知道 在后世 最早投靠后经的 王家就是一个 这是标准的大明第一奸 为后经提供了 大量的粮草物资 在后世的王家大院 比之故宫还要大了四倍 围墙比故宫还要高出这么一截 不能不让李依充满了警惕 可是这事呢 王家选择他李依作为代言人 李依也不能拒绝王家的各种资源的诱惑 还是用辽东的一省之长 和王家做了交易 王家虽然早期控制住了李依的太行基地 和青山英城的经济命运 可惜李依太强势了 发展也实在太快了 这让王家有些措手不及 来不及新的布局 李依很快就脱离了王家掌控 李依的政权那是军政合一 都是李家子弟兵 王俭根本就伸不进手去 不然他有一百种手段能让李依成为前台的提线木偶 而现在李依的鱼一疯了 王俭只能收拢野心 乖乖地配合李依 做好自己分内工作 可这并不代表王家不想发展自己的势力啊 王俭拿到李依的勤俭脑袋轰了一下 他知道自己很可能错过了一个绝大的先机了 这漠南省城里看似突兀 徐则丝毫没有出王俭的意外 这李依向来都是以雷霆手段行事的 根本没有瞻前顾后的习惯 一旦有阻力 最先想到的不是什么谋略随进 而是开荒团这把屠刀 五国联军大战刚结束 李依就逼走林丹寒 匆匆忙忙去漠南蒙古摘桃子去了 这正是李依行事风格的写照啊 没有人能阻止李依对墨南的收割 也没有人敢阻止 墨南省省长 李依用的是他的死忠 方速 把一个军队的师长 突然转到地方任省长 而且警铃辽东的墨南 这明显是对辽东有所制衡啊 辽东虽说有李胜信在 毕竟军政是分开的 王俭还是有很大自主空间的 现在不一样了 以后墨南需要辽东的时候多 可是辽东却肯定制服不了这一百多人的墨南 还得死心踏地被墨南驱使 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方速 李依在银口的时候 王俭几次群寻在李身边 他想提名毛文龙转任墨南省长 毕竟庆尚到现在已经脱离掌控了 如果是毛文龙当了墨南省长 他就能轻轻松松地把毛文龙给拿得死死的 让他有苦说不出来 把毛文龙完全绑在他王俭的马车上 但是几次他都欲言又止了 自己在政治上再高屋建林有什么用呢 李依用人独断专行 有他话舌天族 反倒可能适得其反呢 结果自然就很不合他的心意 他拿方速有什么办法 方速身上可是有着军队烙印 他王俭的一切手段 抵不上方速和李盛庆随便地打声招呼 方速和李盛时是并肩死战的人 是把李盛时从朝鲜带回来的人 李家兄弟会永远记得 方速这份人情 谁都会卖方速的面子 就算方速再年轻再莫难 一样能够呼风唤雨 志恒还是志恒 王俭一瞬间竟感觉到有些心累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大明开荒团 作者 烟士九徒 演播 追马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七百八十九 第十一卷 第十六章 世人兮兮 王俭自觉 使尽了权谋手段 才得了一省之掌的高位 可是下面视线主官 几乎都被李益 那些向阳大院的学生把持着 他的所有心事 都必须要三思而后行 他也想过要安排一些自己的官员到县市 王俭家代理的人才并不少 可是七品县官以上任命 必须经过李益的亲自批准 几乎每次他提出的几个人选 被选中的 都是向阳大院 那些被提名的教师 王俭总不可能只提名一个人选 给李益批复吧 他也曾打听过 李益为什么能那么精准提拔 而得到的信息让人绝望 据说李益收到这些任命信件 在承主府的时候 就丢给李胜李 有时拿回家 那就是放手给任月 这俩人审核完后 他再写上同意两个字 据说李益同意这俩字 已经写的是龙飞凤舞出神入化了 经过这俩人筛选 还可能有旁人什么事吗 这么重要的任命 自己不能亲力亲为 这不是一个昏君吗 王俭是咋看李益 也不像是个昏君啊 看看那些提拔上来的李家子弟 眼中只有李益这个老师 他没触到这条红线就算了 他相信 自己万一触及李益这条红线 不用李益来罢免自己 分分钟李益这些学生 就能直接将他架空了 这些人都是一个向阳大院出来的 相互见面那都是学长学妹的教 他根本用不上什么分而置之的权术 现在李益又安排方素 做了漠南省省长 这个贸易完全和辽东互补的省 以后很可能就会彻底牵制住辽东 王俭再想有所作为 难了 他想起李益说过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他想起林益说 民生社必须保持一个核心 且只有李司令一个核心 他想起李益说的两个基本点 第一 大师兄说的都是对的 第二 大师兄说错了 那就参照第一条 王俭真快哭了 我没反叛的心思 我就想提拔几个有能力的亲朋好友 我有错吗 我 这人和人之间还能不能有点基本的信任了 其实李益揽权是有些过分 可是也有好处 那就是 只要不是侵害开荒团利益 不当属下财路 就算现在马上打他一巴掌 也会立刻给他一颗红枣 王姐明白 这次墨南铁路股份 王家是拿不到多少了 不过他也料到 铁路车辆需要特制 必须成立专门的运输公司 这就是王家的机会了 如果能得到运输公司的运营权 绝不仅仅是多了一条财路 那是遏制北方两省的咽喉 甚至将来影响会更加深远 自己必须拼死力争 王俭直觉认为 李益既然用的是邀请函 那就给了自己明确信号 运输公司可能交给辽东承办 换句话说 就是内定给王家了 毕竟王家往来莫难 和辽东已经多年了 可如今一耽搁 寄予这块肉的人 就会立刻扑上来 王俭明白 必须抓紧时间了 否则夜长梦多呀 王俭先是琢磨了一下 能够带到莫难的人选 他马上想起了唐婉晴 这个女人不简单啊 眼光见地 都不是寻常人可比 半是雷厉风行 偏偏又让人如沐穿风 真是好手段 这都不说了 这女人还有个好模样 还有好酒量 简直就是量身定做的官场人物啊 有唐婉晴助阵 学生牌美色牌一起打 这肯定能给辽东获得更多好处的 王俭就派人去盖州 紧急邀请唐婉晴 又拟了几个得力助手 组成了辽东商务团 急匆匆处理各种加文件 安排了一下各项杂务 王俭才得以完全脱身 三天后 人员到齐 坐上几辆最快的马车 由一队骑兵护卫着 星夜兼程赶往墨南省 十月四日 王俭一路才风尘仆仆赶到李的大营外 这从收到邀请函算起 已经过去十多天了 王俭到来 李是亲自相迎的 旁边还跟随了浩浩荡荡一大帮的人 王俭眼间 就在李身后 他看到了自己最不想看到的人 李圣勇 这李圣勇是个混社会的 黑色会可最喜欢运输这行了 这回李圣勇如果不是来抢市场 那他就是个傻子 陪在李身边的还有沈足道 沈足道不足为虑 他是李一的内侵 李一肯定会避嫌的 他就怕李圣勇这个霸王 看到王俭那懊悔无奈的目光 李圣勇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啊 他和沈足道一路上马不停蹄 终于赶在了王俭前面 见到李一后 李圣勇是不折不掩 直接提出要干墨南运输业 李一当时就面露难色了 李一原本打算是把墨南铁路运营权交给王俭来经营的 这一是投桃报李 二是奖励王俭 再任上兢兢业业 克敬职守 如果沈足道提出要干这个生意 那李一会一口回绝 但是李圣勇就不一样了 李圣勇是他赐名的老哥的呀 从走出向阳大院到京师 他带着李圣勇 走出京师到上海 他还是带着李圣勇 这次视察灾民 沿运河一路北行千里 他依旧是带着李圣勇 李圣勇没有从军 别的师兄那都是指挥几万 几十万大军了 就连排名和他紧爱的李圣勇 那也是一步的高官了 可是李圣勇呢 就只有些拿棍棒的混混可以支派 过年的时候 兄弟们在一起 大谈如何的纵横海外 驰骋天下 李圣勇可以明显看出 李圣勇眼神中 既有羡慕又有后悔和痛苦 这个争霸天下的大时代 已经把李圣勇给扔下了 这李圣勇看着开了一个保安公司 很是风光 可也只有李圣知道 这点小风光和李圣一等师兄 那是没法比的 所以中华鱼业公司 李是亲自向银行作保 让李圣勇入股 有份正经事做 可是打鱼 适合跳脱的李圣勇吗 很明显这不合适啊 还是运输业更加合适的 看看后世在道上混的 哪个不希望染纸运输业呢 李圣勇见李有些执着 眼中满是销索失落道 大师兄 这事难办就算了 我就来看看你的 过两天我就回去了 李的心里一紧 师弟们抛头颅洒热血地打天下 回头这点要求都不能畅心快意 那就是打下天下 又有什么意思呢 李一拍了一下李圣勇的肩膀 掩饰地笑道 谁说不让你干运输了 胡说八道 多大事啊 我是替你愁 你从哪变出钱来啊 不会又让我给你担保吧 这动不动上百万两银子 这偶尔一次 李航长还能卖我面子 再一不可再二啊 李圣勇心里一宽 马上面露喜色 我哪能麻烦大师兄啊 这次我找了个合伙人 说着拉过沈足道 沈足道有些尴尬 他察言观色 已经看出李确实有些难心了 于是说 我就是借些银子给圣勇 入股就不用了 无力不起早 这么大笔银子 平白借出去 恐怕你回去 组长就会被赶下台了 这运输生意呢 也算你一股 不过挑明了 这可是几百万两的大生意 你沈家可别到时候拿不出银子 那就算我答应 李乳华也不会答应 司令您说哪里话呀 我沈足道就算周转有难处 拆借几分银子的能力总有 就怕您不给这碗饭 不怕投资金额大 对了大师兄 上海那边别的不担心 就担心你这城市 用什么取暖做饭呢 这明义实为天 草原上那点草 都不够牛羊肯的呢 够城市用吗 李义随手拿出地图 那草原也有山有树 不过呢 我打算用煤 烧煤虽然污染环境 但是少砍伐树木 这也算是一失一得了 说着指点地图 你们看看啊 这就是我和李慎公 议下的铸城地点 也咨询了王俭的意见 有几个城附近的煤煤 就从周边运过去 方便牧民 就是方便咱们自己 铸城就是双赢 我还记得 您说的什么厄尔多斯 那地方也要铸城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我是主播追马 也欢迎您关注我的喜马主页 关注我更多的作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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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